下面请听第320集 说吧,他一声招呼,所有明娟将领刷得一下站起来,跟在他身后鱼冠走出去 会议室就剩下各国谈判代表和翻译了 斯皮克之所以要求私下商量,主要是想看看沙俄代表弗兰茨别科夫貌似很不情愿的样子 这事情可关系到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安危 他可不想因为沙俄不愿意而导致明军冲进欧路 弗兰茨别科夫其实也不想打 问题是沙俄拿不出这么多钱 斯皮克当然知道沙俄拿不出这么多钱 他见大明帝国的人都走光了 里马小声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那就是请求分期支付先拖着 反正用不了多久,反哈布斯堡联盟就要反攻了 到时候还付个屁的赔款 这下终于没人再反对了 在斯皮克的斡旋下 反哈布斯堡联盟与大明帝国终于签订了乌山条约 条约中规定沙俄全面退至乌山隐西 乌山以东所有原西伯利亚韩国领土为大明所有 双方以乌山山脉中线为交界线 从此互不侵犯 沙俄分五十年支付大明帝国战争 赔款本息共计一亿五千万两 每年支付三百万两 大明帝国分十年逐步释放沙俄俘虏 每年释放三万人 列强分五年支付大明帝国战争赔款 本息共计七千五百万两 美国每年支付三百万两 合约签订西伯利亚大战至此就算是结束了 至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会不会支付赔款 本卷中且看下卷分解 第十八卷 第一章 安德蒙氏首四方 大风起西云飞扬 威加海内西归故乡 安德蒙氏西首四方 这是刘邦一统天下荣归故里后的一番感慨之词 现在呀 大明帝国重政皇帝朱姿炯 也有同样的感慨 他倒不是一统天下之后荣归故里 这天下早就是他的了 没有统不统一这一说 他的故乡在后世 那也是回不去的 他感慨的是最后一句 安德蒙氏西首四方 现在大明的疆域可以说大到恐怖 北到北极冰阳 南到巴达维亚 东到东营朱岛 西到乌山 厉害一切 这里面包含所有疆域 不是大明的直属领地 就是大明藩属国的领地 按后世的算法 大明的疆域面积 如果算上藩属国的话 就将近四千万平方公里 就算不把藩属国包含进去 大明的疆域面积 也超过了三千万平方公里 简直大到无法想象 这么大的疆域 用哪些勇士去守四方呢 这正是朱思雄 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 东边暂时来说 应该还算是安全的 东营沉浮之后 整个东边 现阶段还不会出现什么敌人 只要在辽东驻扎一个军团 震慑一下各藩属国 也就行了 南边与东边有点类似 从大明收复吕宋 占领巴达维亚之后 整个南边现阶段 也不会出现什么敌人 只要在星成港 驻扎一个军团 震慑一下各藩属国就行了 至于北边 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北边的疆域 差不多都是这两年打下来的 当地游牧民族 初归大明 还需要屯位以镇支 不过兵部啊 已经有了屯位迁移计划 他倒也不用再考虑太多 现阶段呢 最需要防守的就是西方 整个大明西边 从南亚次大陆 到北边的乌山山脉 可以说啊 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尤其是乌山山脉 到哈萨克韩国一线 直接就和欧陆列强接壤 须得派重兵把守 不然的话 欧陆列强一旦联合起来 跟大明过不去 整个北方可就危险了 还有 从南亚通往 奥斯曼帝国的铁路 那么狭长的区域 到底怎么防守 才能提升兵力呢 如果百三四个军团 放在那里 那可就太划不来了 看着最新的大明地图 朱思炯 是既骄傲又头疼 骄傲的是啊 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 他不但把大明帝国带出了王国的威敬 还将疆域扩大到了原来的四五倍大 现在的大明已然超越巅峰时期 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头号强国 现在无论军事还是经济 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偷疼的是啊 这么大的疆域 到处要安排人助手 还要考虑行省区域划分的问题 还要考虑将域开发的问题 还要考虑粮草运送的问题 事情太多了 他一时半会儿 哪想得过来啊 想不过来怎么办 他干脆不想啊 直接让曹化淳 派人去通知相关衙门的尚书 第二天上午开会 商讨边境防御 行省区域划分和将域开发等问题 他之所以没选择立刻开会 就是想让各相关衙门尚书 先好好地考虑一下 有个准备 毕竟这是个相当庞杂的问题 他一时半会儿考虑不好 各个衙门尚书一时半会儿 自然也考虑不好 第二天上午 早朝一散 各相关衙门尚书 便随盛驾一起 来到浅清宫 去到朱瓷炯的私人书房讨论起来 这次事情虽然较多 其实相关的衙门并不是很多 参与会议的也就兵部尚书孙云化 户部尚书杨死昌 商业部尚书张才 和运输部尚书张浦 众人都显得很兴奋 因为近段时间喜事太多了 先是西伯利亚大盛 沙俄被赶回欧路 紧接着 列强又屈服于大明的军威 签订了史无前例的赔款合约 乌山条约 而且列强为了麻痹大明 新年的赔款也早早支付了 这么多喜事堆积到一起 众人自然高兴不已啊 朱子炯也很高兴 他招呼众人坐下来之后 直接取出最新的大明地图 往会议桌上一摊 意气风发的大 诸位 现在沙俄已经被我们打回欧路了 列强也已经认栽了 大明是时候停下来歇歇 消化一下胜利果实了 众人闻言 吾不大赞 皇上英明 大明是该停下来歇歇了 连连大盛自然爽 但压力也大呀 大明自重政二年开始 几乎年年大战 连打了十几年 不但前线将士类 后方的官员也类 尤其是总管后勤的孙云化 他一年到头 几乎就没什么时间休息 前线打仗 他要忙得运送粮草 资重武器弹药 前线不打仗 他也没得休息 因为啊 粮草资重和武器弹药 基本没有库存 他必须组织筹集 不然来年大战 就没东西打了 其他人呢 也不轻松 像杨死昌 貌似打仗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 大明的疆域 几乎年年都在扩张 而且打下来之后 皇上基本上 都是将行省一划 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接下来的 官员调配 周府划分 都是他的事 最夸张的一次啊 大明一口气 把莫沃尔帝国给灭了 那家伙 一下就多出了十多个行省 真是要人命啊 还有张才和张普 貌似他们跟打仗 打不上边 但前线的物资转运 需要占用铁路 每次都够的张普盟的 而转运物资 又占用了大明 大部分的运力 张才主持的经济发展 更是因此举步维建 总之啊 只要一打仗 没人会轻松 现在皇上终于打算 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众人无不松了一口气啊 任谁在强大的压力下 连轴转个几年也受不了 不过不打仗 并不代表大家就没事了 朱子炯紧接着道 初遥 边境防御的问题 你想好了吗 孙云化连忙拱手道 回皇上 微臣 昨天考虑了一下 已经有个大概的复稿了 朱子炯文言 立马将白蜡干塞他手里 饶有兴致的道 那赶紧说说 朕正为这事头疼呢 孙云化攻定的结果白蜡干 站起身 拱了拱手 随后指着地图介绍道 微臣以为 这南边和东边 暂时没什么威胁 南面有南洋水师 和海军预备军团 已经足够了 这东边有京城的禁卫军 再加上北洋水师和北海舰队 也差不多了 皇上如果还不放心呢 再调一个军团 在辽东震慑一下 那也就足够了 这些 跟朱子炯想的差不多 他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那北边和西边呢 孙云化文言 指着地图 继续介绍道 这北边 微臣以为啊 应该分为两个块 西伯利亚高原这一块 已经迁移了足够的囤位 效果还不错 暂时啊 是不用管了 西伯利亚平原 却需要连同西边的防线 一同考虑 第十八卷 第二章 借用囤位 故边疆 朱子炯 还真没想过呀 这北边 还要防御 更没想过 将北边的防御 和西边的防御 合在一起考虑 因为北边 就是北极冰阳 难道 还会有敌人入侵吗 孙云化的见解 却不一样啊 他指着地图 继续道 西伯利亚的北边 是北极冰阳 虽然一年中啊 至少有半年 处于冰封期 但还有半年可以通行 而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都是在海上起家的 海军实力不容小看 如果我们后防空虚 他们很有可能 利用战舰在北边登陆 毕竟西伯利亚平原 有两大水系 水运发达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 依靠海军入侵 也是很方便的 朱子炯文言 只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是他大意了 列强 可不就是靠海军起家的吗 而且越到后面 他们的海军 越强大 现在他们都掌握 蒸汽动力了 鬼知道他们的海军 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子了 如果他们利用海军 从北极冰阳 绕过乌山一线 那整个西伯利亚都危险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问道 初衙 那你说 这块该怎么防御啊 孙云化点了点头 指着地图继续道 乌山一线 由于水路交通都不发达 其实啊 并不适合派出太多的军队 为神以为 派两个军团助手 已经是极限了 再多的话 粮草资重的转运 就会成为大问题 两个军团 貌似有点太少了吧 要知道现在光沙俄 就有二十万军队 其他五个列强 除了荷兰 都能轻轻松松 拉出十万军队 这样的话 就是六十万大军啊 二十万对六十万 还是数千里长的防线 怎么可能防得住啊 朱子炯 不解的问道 才两个军团 貌似守不住啊 孙云化文言 尴尬得道 皇上 乌山一线 连绵数千里 既没有大河贯穿 始终 又没有铁路线 粮草资重的运输 只能靠人力啊 如果派太多的军队 粮草资重 根本就没法运送啊 除非像现在一样 在交通 相对方便一点的乌山 囤积百万大军 威震群雄 如果分散开来 只能在乌山城 囤积十万人马 再在北部 各处山口 修筑棱保 派驻十万人马 以为警戒 在乌山城 囤积百万大军 那只是暂时的 如果长期囤积在那里 损耗可就大的惊人了 这样肯定不行 如果只是排二十万人马 驻守乌山一线 那岂不是等于放弃乌山 这个天然屏障了 他更为不解的问道 你的意思是 放弃乌山一线 孙云化点头道 是的 皇上 通过我们后面的侦查发现 沙鹅 其实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在乌山两侧 都修筑了密集的棱堡 乌山一线 却只在几个山口修筑了棱堡 甚至连城池都没有 所以 灰尘 才由此设想 那就是 以乌山 为警戒线 在西伯利亚平原 修筑更多的棱堡 这样的话 不管敌人从北边 还是从西边进攻 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 还没有粮草 滋重的运输压力 西伯利亚平原 已经有了一百多座棱堡了 还修筑棱堡 那得派多少人马去住房啊 朱思琼 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孙云化的思路了 他干脆不问 只是看了看孙云化 又看了看地图 等着他 做详细的解释 孙云化 请皇上的表情 连忙指着地图继续道 现在 在西伯利亚 有一百余座棱堡 而我们计划迁移过去的囤位 却只有四十多个毒丝 两百余个位座 所以 微臣想 再建百余座棱堡 扼住各处水路要道 让所有囤位 全部住到棱堡里面 只要配备足够数量的火炮 就算是囤位住房 敌人呢 也很难攻克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调集大军 前取支援 这样既节省了兵力 又加强了防御 还能让囤位 得到更多的锻炼 皇上 以为如何呀 用百万囤位助手 嗯 好主意呀 但是 囤位是不可能 全部配上火枪的 这样的话 比起正规军团来 战力就差远了 他们能顶多久啊 万一顶不住了 怎么办 朱思琼 有点犹豫的道 西伯利亚 路途遥远 囤位能坚守到援军抵达吗 孙云化 胸有成竹的道 皇上如果不放心 可以在通古斯城和雷姆城 各驻扎一个军团 随时准备支援各处冷宝 这样的话 肯定能拖住敌人 守到援军抵达 朱思琼文言 不由点头道 嗯 初阳这个建议 很不错 各位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如果没有 西伯利亚的防御 就按初阳说的了 剩下三人 一个管文官的 立部尚书 杨死昌 一个管经济的 商务部尚书张采 一个管交通运输的 运输部尚书张浦 这几位帽子和打仗 都搭不上什么边 他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朱思琼一个个看过去 第一个是立部尚书 杨死昌 杨死昌见皇上看过来 连忙拱手大 皇上 微臣以为 应将各处冷宝 都接通电报 这样的话 敌军就更加寸步难进了 朱思琼点了点头 赞同道 嗯 文若说的不错 这个 必须有 紧接着 就是商务部尚书张采了 他倒没什么建议 反而担忧道 皇上 孙大人 如若敌人 也将装甲战车 坐出来了怎么办 各处冷宝 还能守得住吗 这个问题啊 自然不用担心 装甲战车 都是自己发明的 怎么可能 没有办法去对付 办法 朱思琼早就 教过孙云化他们了 他只是用眼神 示意了一下孙云化 孙云化 立马解释道 这个啊 张大人不用担心 我们有的是办法 对付装甲战车 比如 挖陷阱 燃烧弹什么的 就算他们把装甲战车 仿造出来 也没用 张采文言 连连点头 赞叹不已 他这呀 就算是完事了 紧接着 就是张浦了 太监皇上 看过来 竟然站起来 朝朱思炯 拱手一礼 然后 又对孙云化道 孙大人 能否 借白蜡干一用 孙云化文言 连忙将 白蜡干 递给他 张浦 接过白蜡干 指着地图道 皇上 微臣以为 为了加快增援速度 必须在西伯利亚平原建立水路交通网 朱思炯文言 饶有兴趣的点头道 嗯 不错 赶紧说说 张浦文言 指着地图介绍道 比如 水路交通 现在 叶尼河 鄂碧河 甚至是乌河 都是单独的水路体系 如果敌人从西边 鄂碧河流域进攻 则驻守在通古斯城的军团 必须先坐火车 到雷姆城 而后 再转水路 如果敌人从北边 叶尼河流域进攻 则驻守在雷姆城的军团 就必须先坐火车 到通古斯城 然后 再转水路 大军出征 粮草 资重 武器弹药 必定要带很多呀 这样转来转去 很耽误时间的 微臣建议 在此处 挖一条运河 连通 叶尼河流域 和鄂碧河流域 再在此处 挖一条运河 连通鄂碧河流域 和乌河流域 这样 水路交通 就方便多了 不管是战时支援 还是平时运送货物 都要快捷很多 第十八卷 第三章 北疆定名 新九州 张普提出的挖运河之策 令朱子炯为之一愣 运河是什么 他当然知道 当初 欧亚运河的构想 就是他根据 后世的记忆 提出来的 但在西伯利亚平原 挖运河的问题 他却没有想过 因为 不管前世 还是浙世 他对西伯利亚 都不是很熟 尤其是西伯利亚平原 两世为人 他都从未踏足 在西伯利亚平原 挖运河 可行吗 这要看运河长度 还要看地形地貌 运河不是想挖就能挖的 如果动辄几千里 那会把人挖死 如果地形复杂 那可能挖死都挖不通 朱子炯 不由好奇地 往张普所指的方向看去 这时候的地图 并不是打印出来的 而是手绘的 而且 还是用毛笔画出来的 所以看上去 并没有后世的地图 那么清晰 他看了一会儿 才看明白 张普所指的 一处是 燕尼河的一条支流 和厄壁河的一条支流 用运河相连 另一处 是乌河的主干 和厄壁河的一条支流 用运河相连 这两处运河的宽度 都不到两格 也就是说 两条运河的长度 都不到两百里 如果光就长度而论 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 要挖通啊 简直就跟喝些饭一样 他又仔细地看了看 两处的地形 中间并没有什么山脉阻隔 貌似挖下来 也没什么难度 但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水量 这个从地图上是看不出来的 朱瓷琼想了想 然后便满怀西迹地问道 这两处支流宽度如何 能容得下大型船只通过吗 张普文言 胸有成竹的道 回望上 这个微臣已经仔细了解过了 这两处河流宽度 都超过百步 超级战略舰都可以在其中自由通行 其他战船商船 自然是没有问题 既然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朱瓷琼当初啊 之所以没想到 要在中间挖运河 主要是三条大河主干之间距离太远了 最少都有上千里 至于支流 那密密麻麻的跟蜘蛛网一样 谁知道哪条宽 哪条窄 这张普真是有心了 不但想到了 用支流连通三大水系 还从万千支流中 找到了三条合适的 朱瓷琼不由赞叹道 金度 你的提议很好 用运河连通三大水系 很好很好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提议 众人都忍不住跟着皇上赞叹起来 张普见状 临忙拱手作医 谢过皇上 又求饶了一圈 众人 这才含笑收声 众人方停 张普又指着地图道 皇上 不但水路可以连接 铁路也可以连接啊 卫生建议 从雷姆城 修筑两条铁路 一条通往乌山城 一条通往坎大哈 这样 欧亚铁路和西域铁路就连通了 对军队调动 更是有利 朱瓷琼文言 不住点头道 嗯 前渡的建议 很好 反正现在西伯利亚那边 俘虏很多 不用白不用 就让西域各国的俘虏 去修筑雷姆城 通往坎大哈的铁路 修筑以后 就还他们自由 至于 沙俄的俘虏 则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 去挖叶尼河 和厄壁河之间的运河 一部分 去挖各壁河 和乌河之间的运河 一部分 去修建雷姆城 通往乌山城的铁路 这三处都完成了 就再看看 西伯利亚 还有哪些地方 要修铁路 到时候让他们去修 这十年时间 都不要让他们闲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二十一集 张普文言 将白蜡干 递还给孙元化 然后拱手行李道 皇上英明 微臣说完了 朱子炯点头道 嗯 坐 初阳啊 你继续 孙元化文言 立马指着地图继续道 最后 就剩下欧亚铁路的防御了 微臣以为 欧亚铁路的防御 应以威慑为主 可在离海边 修筑一座城堡 屯兵十万 以获取离海的资源 令 坎大哈 再屯兵十万 其他地方啊 就不用屯兵了 朱子炯文言 又是一愣 这是什么个方法 你可以威慑波斯 萨法为帝国 但是你威慑不了 他们的平民啊 铁路线 可不用军队去破坏 平民 也可以破坏啊 他继续提醒的 朱阳 这样做 不妥吧 就算 波斯萨法为帝国 不派兵去破坏铁路 随便去几个平民 同样能把铁路 给挖断了呀 孙云化 却是狡黠的道 皇上 可令外务部 去通知 波斯萨法为帝国 不管是军队 还是平民 破坏欧亚铁路 都视为 对大明帝国的挑衅 大明帝国 必然会采取行动 以捍卫自己的尊严 诸此种文言 不由目瞪口呆 孙云化这意思是 对波斯萨法为帝国 有想法呀 什么挑衅呢 这是在给大明 找开战的理由 现在北方已定 大明 已经可以腾出手来 抽掉几十 甚至上百万大军 波斯萨法为帝国 在大明面前 的确是一块肥肉 不过 诸此种 却不想让别人 把大明帝国 看成一个 蛮不讲理的国家 所以 他并没有打过 波斯萨法为帝国的主意 现在孙云化 去提出这样的建议 这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 只要欧亚铁路 被破坏了 我就打你 想必 波斯萨法为帝国 会比大明 还看中 欧亚铁路的安全吧 这样也好 既节省了兵力 又省去了麻烦 还能随时找到 动手的理由 要知道 大明帝国 同样可以派人 去把欧亚铁路挖断 然后栽赃到 波斯萨法为帝国头上 想到这里 朱子炯不由点头的 好 就让外务部 去通知波斯萨法为帝国 若敢破坏欧亚铁路 大明 绝不轻饶 孙云化文言 放下白蜡干 拱手一礼道 皇上英明 微臣 说完了 朱子炯点了点头 示意他坐下来 然后又对杨斯昌道 文若 你对西伯利亚的行省划分 有没有什么建议 杨斯昌文言 联盟站起来 取过白蜡干 指着地图道 回皇上 微臣以为 西伯利亚地域虽广 人口缺少 行省数量不宜太多 所以微臣建议 以三大河系为中心 将西伯利亚分成九个行省 再设立一个乌山边镇 总共九省一镇 就行了 朱子炯文言 不由点头道 嗯 九省一镇 很好 就按你说的来吧 这一次 行省划分这块 就算是完了 杨斯昌 放下白蜡干 尴尬地道 皇上 一镇已定名乌山 但九省 却还未有名称 还请皇上赐名 朱子炯文言顺势头大 一个两个还好说 九个也太多了吧 他一时半会儿 怎么想得出那么多合适的名字 难道就叫西伯一省 西伯二省 又或东西伯省 东南西伯省什么的 这样肯定不行 太不严谨了 他开始 往以前的朝代想 九个地名 还要有点意义的 以前的朝代有吗 想着想着 他想到了先秦 想到了汉朝 想到了三国 那个时候 不是有九州之说吗 现在真正以州为名的形成 还真没几个了 想到这里 他冷声道 就以九州为名吧 前面加个新字 如新一州 新隐州 新青州 这样 气候区分 又有浓厚的中原特色 让人啊 不由想起孤独 想起中原 想起大明 众人文言 无不赞叹道 皇上英明 新九州 新九州 好 好啊 第十八卷 第四章 千万平民 大迁移 兵部上书 孙云化 户部上书 杨死昌 和运输部上书 张浦 先后发言 边境防御 交通运输 和行省区域 划分等问题 先后定下了定论 现在 就剩下 江域开发的问题了 这个题目 朱思琼 留给了 商务部上书 张彩 众人 吹碰了系统 新九州 地名之后 朱思琼 便抬起双手 虚压了一下 随即道 好了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江域开发的问题 首先 你来说说 张彩文言 连忙站起来 恭敬地朝朱思琼 行了个礼 随后 拿起白蜡干 指着地图道 蒙皇上恩准 微臣 今年六月 曾去几个西伯都司 卫所和清户所 转了一圈 了解了一下情况 微臣觉得 这屯尾开发 新占领江域的策略 是相当成功的 光是矿藏开发这一项 收益就不知反击 西伯利亚高原 矿藏之风 简直超乎想象 金矿 银矿 红矿 铁矿 煤矿 和石油矿 都储量惊人 现在那边 几乎每两个清户所 就能发现一处矿藏 矿藏总数 达到了恐怖的500余个 尤其那边的煤矿 基本都是路天矿 开采极为方便 现在大明各地销售的煤炭 大部分都是从西伯利亚开采过来的 还有那边的木材 瘦皮 珍稀药材 珍贵食材等产业 发展也相当好 朱思炯文言 欣慰地点头道 嗯 这些都是出洋的功劳 首先 别光说好话 提一点建议啊 张采文言 尴尬的道 这个 皇上 微臣认为 那边人力 还是不够 现在很多矿藏 都出现了 开采严重不足的情况 农田 也存在开垦不足的情况 如果人员充足 收益 最少能翻一倍 这些问题 朱思炯 倒是没有想到 他不由好提的 哦 还有这种事 一个牵户所 男女老幼 加起来可有五六千人 还会出现 人员不够的情况 这个张采 倒是详细了解过了 他解释道 主要 那边能赚钱的事情太多了 随便养点路 甚至打打裂 一天一人 就不止赚一两银子 所以 像采矿这种重体力的活 基本上都找不到人呢 都是自己畏锁的精壮在挖 种田那点收成 更是没人看得上 现在的存位 可不得了 每家每户一个月 赚几十两银子 都算是少的了 基本 都是上百两 比个县令 还赚得多 这下轮到诸子就尴尬了 虽说他继位以后 不断提高官员俸禄 各级官员俸禄 最少也都翻了三四倍了 但是 奈何他们本身基数也太低呀 再怎么翻 一个县令 一个月 也就几十两 他不由摸了摸额头解释道 嗯 这是个大问题 大明商业发展速度 还是有点慢 税收跟不上 官员的俸禄就上不去 现在官员的俸禄 跟老百姓比起来 应该还算是可以的 至于囤位 他们的家人 大多在为大明四处征战 让他们多赚点 也不过分吧 他说的 的确是实话 大明百姓家里一个月 平均也就十来两收入 上百两 那都是有钱人了 囤位 君户 只是个特例而已 但是 张采重点 却放在了 大明商业发展速度 还是有点慢了 这句话上 他文言 立马惶恐道 微臣无能 请皇上责罚 朱子炯 连忙摆手道 首先 这个不能怪你 你上任才不久 而且这段时间 大明一直在打仗 所以说 江玉在急速扩张 开发的事情 却耽搁了 朕 这不是决定 停下来歇一歇吗 就是想把新占领的 江玉开发起来 增加税负来源 让大家都享受到 开疆扩土 所带来的好处 说吧 你有什么建议 张采文言 虚了口气 随后 郑重地道 皇上 微臣以为 要开发西伯利亚 甚至是 努尔干 西域等地 就必须 来此人口大迁移 将中原 甚至是 南方多余的 劳力 迁移过去 这样才能 真正做到 全面开发 人口大迁移 倒不失为 一个好办法 朱子炯 饶有兴致地道 说说 要迁移多少人口 才能让老百姓 自愿迁移过去 张采文言 面色古怪的道 皇上 只要您一道旨意 老百姓就过去了呀 至于人口 微臣认为呀 光是西伯利亚高原 就需要最少五百万人 西伯利亚平原 也差不多 还有 努尔干 和西域两地 最少得各签过去 两百万人口 强迫迁移吗 朱子炯摇头道 不不不不不 刚刚实行的 大明重政律里面 就规定啊 普通百姓 也有人身自由 不能出尔翻尔 朝令夕改 张采文言 为难的道 皇上 大明百姓 大部分都喜欢 守着一亩三分田 过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平静生活 让他们远离故土 自愿迁移过去 很难呢 朱子炯文言 想了想 随后道 这个 倒不是很难 这样吧 这个问题 交给朕来处理 初遥 明天 你就下调令 将官宁军 辽东军 东江军 定辽军 调回辽东 将天雄军和中勇军 调回北大营 让孙传廷 先率秦军 边防军第一军团 和边防军第二军团 先在乌山城守着 将边防军第三军团 调往夜宁和刘豫 驻守各处冷宝 和通古斯城 将边防军第四军团 调往厄壁和刘豫 驻守各处冷宝和雷姆城 将远征军第一军团 和远征军第二军团 先调回坎大哈驻守 孙元化文言 连忙站起来拱手道 微臣遵旨 朱子炯 挥了挥手 示意他坐下来 最后又对杨死昌道 文若 明天你就开始向内阁 提交新九州各级官员名单 争取在十一月份以前 将各级官员全部叫派过去 杨死昌文言 冷汉直冒 这又是上千官员呢 一个月之内就要选拔出来 前去上任 简直要人命啊 不过 皇上口语都下来了 他指的站起来 坚定地拱手道 微臣遵旨 朱子炯 点了点头 挥手示意他坐下来 最后 又对张普道 前渡 你等一下和孟侯商量一下 明天就把相关人员派去西域 和西伯利亚平原考察 在明年开春以前 把运河和铁路线路的规划 做出来 张普文言连忙站起来拱手道 微臣遵旨 朱子炯点了点头 挥手示意他坐下来 随后又对张采道 首先 你回去写篇文章 把西伯利亚那边 怎么好赚钱写出来 最好写的遍地都是黄金 明天呢 交给朕 这是个什么意思 张采晕头晕脑地站起来 拱手道 微臣遵旨 这个朱子炯 没跟他解释 因为不用解释 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第二天 新京报 就用整版的篇幅 报到西伯利亚是多么的富裕 疆域是多么的辽阔 土地是多么的富裕 人口是多么稀少 第三天 新京报 又用整版的篇幅 报到西伯利亚那边 赚钱是有多么的容易 一天一辆银子的活 去了就有得干 走到路上 甚至都能带着个紫雕什么的 随随便便 就是十辆银子到手 张采的文章啊 就在其中 第四天 新京报 又刊登了户部的 新九州招民开墾条例 条例中 各种优惠政策 诱人之极 比如 普通农户报名之后 就能分得于现在 耕地面积相等的耕地 而且免税三年 又比如 普通农户可以额外申请耕地 只要你交得起税 你申请多少 都可以 而且三年内 都是半税 最后 还来了一句 名额有限 要报名 同诉啊 这一下 整个大明又轰动了 老百姓不愿意离开故土 是有很多 但是 想赚钱 想过上好日子的 也很多 新京报的报道一出 立刻在大明 掀起了一股 闯新九州的热潮 不出去闯一闯 怎么发家致富 这是今年 民间最流行的流行语 当然了 这个 也是朱瓷炯 令锦衣为密探 散步出智的 第十八节 第五章 西伯就地 换新盐 上 十月的西伯利亚 已经有点冷意 而洛宗山的心里 却是火热火热的 当初啊 窝在陕西行都寺的 小山沟里 他绝对想不到 自己会有今天 那个时候 他虽然还不至于 穷的叮当响 但家里 却没有什么鱼材 碰上收成好的年节 或许隔一两个月 还能吃上炖肉 喝上点水酒 要是收成不好时 那就只有天天喝西饭 和米糊了 这会儿 他同样在喝西饭 不过缺是早饭 以前他可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不是不想吃 而是吃不起 那时候 他家里一般都是一天两顿 中午一顿 晚上一顿 早上 那就只有喝西北风了 陕西行都寺 那是正宗的西北风 现在他喝的 也不是普通的西饭 那粘稠的西饭中 明显还加了瘦肉 而且还不是一块 没错 就是瘦肉 今年年初 他就在都斯冷宝那边听说了 这边特别适合养猪 他就买了几只小猪仔 试了试 还真长得特别快 后面 他干脆买了几百只猪仔 让那些一天闲得没事的婆姨未养 光是猪篮 就盖了好几个了 当然 他为了让人养这些猪 并不是为了卖钱 而是为了吃 现在他就每天都杀猪 而且还不是一头 肉 直接就分了 每家每户 差不多都有一两间 这种事情 并不是西伯所有都斯卫所都有 他这里可能是 谢斯拉史 独一份 谁叫他以前馋肉呢 当初没钱时 他就在想 以后要是有钱了 天天都要吃肉 炖炖都要吃肉 现在 他有钱了 而且还是很有钱的那种 所以 他天天吃肉 顿顿吃肉的梦想 实现了 就算是早上的稀饭里面 他都让婆娘 切了半斤猪肉 煮进去 而且 整个清户所 每家每户 天天都能免费吃到肉 好吧 这是 这是 的确也够奇葩的 他到底是多有钱了 竟然这么胡整 这么说吧 自从煤矿正式开采以后 他一天的分红 都不止一百两 现在他的家底 更是一万两都不止了 这钱 来得快 花起来 也不怎么心疼 他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所以 整个101清户所 每家每户 都过上了好日子 不但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也好 去年临时盖的土砖房 早就退了 现在每家每户 都是砖瓦房 而且还是楼房 单门独院的 就跟后世的小别墅一样 悠哉悠哉的 吃完早饭 他开始教育儿子了 他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 16岁 就光荣地加入了 大明三等军团 出席到了 现在二儿子 也快14了 他想培养老二 也去当兵 三儿子 才刚十岁 读了十年书 也才二十 好像还有希望考个功名 所以 他准备 培养三儿子读书 去参加科举 至于小女儿 才七岁多 是宝贝哥的 什么都不用学 也什么都不用干 将来啊 给他找个好婆家就行了 看着还在 呼吱呼吱 喝着稀饭的儿子 他脸一板 严肃地道 老二 枪法学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偷懒 老二抬起头来 憨憨地问道 爹 为什么要学枪法 现在不都用火枪了吗 他们都说 功夫再好 一枪撂倒 学了枪法 有什么用啊 洛宗山文言 直接拿起一根筷子 狠狠地在老二头上 敲了一下 大骂道 是哪个王八糕子说的 是为了偷懒 不想好好学是吧 你爹我学过火枪 还不知道啊 一枪撂倒 那得打中要害 一般怎么可能会打中要害啊 到时候还不是得靠真功夫 现在战场上 近身薄杀用的都是步枪加刺刀 跟长江很像 学好了枪法 你就多几条命知道吗 老二摸着脑袋 委屈地看向一边的终点美妇 想让他娘教训一下他爹 但是 他娘却抱着小妹宠溺的位置 好像压根就没看到他一样 这下他没辙了 只能委屈地应了声 哦 洛宗山又对一边的老三道 三 亲自闻学得怎么样了 明年开春都司那边的学堂 就要招生了 你要是没考上 小心我揍你 老三吓得脖子一缩 诺诺的道 我已经背下来了 就是 还有很多地方不懂 对这个老三呢 洛宗山倒是挺满意的 听说老三把亲自闻都背下来了 他不由欣慰地道 嗯 不懂没关系啊 多去你王伯伯家听听课 再不懂就问他 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 老三还没说话 坐在他娘怀里的四丫头 却兴奋地道 爹 我也要去王伯伯家听课 洛宗山闻眼 宠溺地道 小宝贝 女孩子不用学那个 你在家陪着你娘 学着操持家务就行了 四丫头确实不一了 使劲在他娘怀里 扭着撒娇道 不嘛 不嘛 我就要去 我就要去 洛宗山一狠心 板着脸道 不准去 女孩子抛头露面的 像什么样子 四丫头不作声了 满眼含泪 抬头看向他娘 中年美妇心疼的哄了两句 然后把钢勺子往桌上一拍 怒指道 老汉 你屁干哈 看把我乖宰得吓的 什么女孩子不能跑走路面 你有几个臭钱 就当自己是大户人家的老爷了 是吧 洛宗山闻眼 吓得连忙点头的 好好好 去去去去 说吧 丢下筷子落荒而逃 他从家里跑出来之后 立马跑到马厩那边吆喝了几声 叫上十来个撞小伙 带上武器 打马 就往煤矿那边奔去 这煤矿 可是整个101千户所 发家致富的根本 他每天都要带人去巡视一番 至于为什么要带人带武器 主要啊 是他们要在树莲里 跑二三十里地 要是遇到熊瞎子 甚至是老虎什么的 没武器可不行 这山间小路 策马奔行大约半个时辰 一个硕大的露天煤矿 出现在了前方 现在这里 已经被挖得跟梯田一样 一台翻地龙 在其中一层梯田上 缓缓地翻动着 后面上百人 推着双轮翻斗车 拿着铲子 将翻出来的煤炭 往翻斗车里面铲 很快就有人 推着装满的翻斗车 往远处的火车站奔去 同时火车站那边 也不断有空车被推了过来 这种新型翻斗车和翻地龙 都是大明皇家机械提团提供的 有了这两样东西 他们挖煤的速度 不知道提高了多少 要像原来那样 全靠人用锄头去挖 然后用竹篓挑 一个人一天 能挖千来斤就不错了 现在用翻地龙 加翻斗车 一个人一天两三千斤 都不是问题 洛宗山在煤矿巡视了一圈 跟几个只手的百户聊了一阵 随后便往火车站方向走去 这是个很特别的车站 没有站门 只有站台 站台下面 还是个斜坡 从斜坡走上去 高度正好和运煤的敞篷车厢一样高 只要搭块铁板 煤 直接就可以倒到车厢里 这时正好一车装满了 看着满载煤炭的五节火车出站 洛宗山不由一阵感叹 唉 可惜人太少了 现在挖煤的都是卫所里的青壮 其他地方根本就招不到人 不然的话 十节的火车也很快能装满 现在五节的火车都要装满天 可惜啊 要是人员足够的话 一天赚的钱 轻轻松松就能翻一倍 正当他感叹时 一列空车开进火车站 一个身着重振装的小伙子 从驾驶室跳下来直奔站台 洛宗山打眼一看 竟然是指挥室马凯马大人的轻卫队长张月 他连忙迎上去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小月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来了 张月陪笑着拱手道 多大人 马大人让我来通知你 朝廷不日将用专列运送大量劳力来这边武功 你这需要人手吗 洛宗山文言眼睛一亮 开玩笑啊 他刚还在感叹没人干活呢 怎么会不需要人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322集 第18卷 第6章 西伯旧地 换心言 中 这天一早 西伯第5都司 第101千户所的筑地 突然响起集合的钟声 咚咚咚 一阵悠扬的钟声飘过 整个筑地突然跟炸开锅了一样 大约上千精壮 拎着武器从自己家楼房里跑出来 直奔筑地中间的校场 第101千户所的千户 洛宗山正站在校场中间的松树下面 用雷幕使劲往铜钟上面敲呢 撞得那个起劲啊 后面都聚集一大帮人了 他还没有停手的意思 百户老张 见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洛宗山还在那里使劲敲钟 忍不住走到他后面 扯开嗓门喊道 老大 啥事啊 赶紧说呀 别老敲钟啊 洛宗山被他吼得浑身一颤 奶奶的 这撞得正起劲呢 突然被人打断了 而且还被吓了一大跳 洛宗山这个伙呀 直接转过山来 对着老张吼道 什么老大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叫我千户大人 老张吓得脖子一缩 连忙抬头挺胸 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大声道 属下参见千户大人 洛宗山还不解气 又对着下面乱糟糟的臀胃吼道 站在那瞎嚷嚷啥啥 还不赶紧列队 谁没站好 我抽死他 下面人被这一吼啊 一眼吓坏了 连忙飞快地排起队来 更快 一千多号人就排得整整齐齐 看样子 他们倒不是不会排队列 只是还没习惯一集合就排队列而已 看了看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 洛宗山火气 这才降下去 其实他原本心情还是蛮好的 只是被老张在后面吼了一嗓子 吓了一大跳 这才冒出火气来的 这会儿吼了两嗓子之后 火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他抹了抹头上的虚汗 整了整身上的虫整装 随后抬头挺胸 浪声道 老谢 百户老谢连忙上前 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随后浪声道 属下在 洛宗山直接下令道 带上你的人 去把各家各户的旧草席 都收集一下 拿过来 老谢闻言一乐 忍不住问道 大人 您要这么多草席干嘛 洛宗山闻言 直接吼道 我那么多干嘛 不记得军归军祭了吗 还不赶紧去 小心我抽你 老谢闻言 连忙应了声势 随后便带着手下三百人 匆匆收集草席去了 洛宗山又对百户老张道 煤矿那里 还有多少粮食 老张想了想 回道 四五百人 大概够吃十来天吧 洛宗山闻言 直接下令道 带你的人 去拉三十车粮食 五头猪 还有十辆空马车过来 老张这下不敢问什么了 直接应了声势 随后便带着手下四五百人走了 此时 校场上已经空了一大半 就剩下老王和老蔡等几个百户 带着三百来号人站在那里 洛宗山想了想 随后下令道 大王 你带着剩下的人 去摘一车青菜来 这下 一校场的人 跑了个精光 洛宗山站在那里 想了想 随后便一拍额头 往存放熏肉的库房跑去 不到半个时辰 所有人又聚集在了校场上 洛宗山直接把手里的熏肉 往空马车上一扔 随后下令道 老谢 把草席都马车上 老谢文言 一招手 手下人立马将抱怀里的草席 往空马车上堆 堆了七八车才堆完 洛宗山随后又下令道 老张 把猪敲晕放车上 几颗队伍 取煤矿 老谢 老王 你们去忙自己的 这一通命令 莫名其妙的 谁都摸不着头脑 走到半路上 老张实在忍不住了 他打马 小心地 靠在洛宗山边上 陪笑道 哎 辛苦大臣 今天呢 什么好日子呀 粘着一大清早就起来了 还带着这么多东西去晃场 洛宗山神秘的道 今天呢 是招人的日子 老张文言大喜道 招人 您是说啊 朝廷组织的劳力要到了 洛宗山点了点头 叹息道 是啊 今天下午就回到 希望能多招点吧 老张不解地问道 大人 您的意思是 人不够 洛宗山又点了点头 叹息道 是啊 我们西伯第五都市 总共有16座矿场 但是过来的劳力 却只有一车 最多5000来人 能招到500人 就不错了 这也没办法 西伯第五都市的辖区 由于山地较多 所以发现的矿葬 也比较多 但是啊 朝廷不可能专门给他们 多安排一车人过来 为了公平起见 这边 每个都市 都是一车人 要更多的人 就得等到明年了 这次由于赶着马车 一行人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 才赶到矿场 不过这会儿 时间还早 只手的百来个屯位 才起来 还没开工呢 洛宗山 已经把他手下300人 全交给老张了 老张手下总共600人 专门负责开矿 由于矿场条件比较差 每天他们都要回去 只留下一百人 在这边轮流看守 其实 矿场的房子 倒是很多 住个上千把人 都没问题 但他们就是招不到人 所以一直空在那里 洛宗山到了矿场之后 便宣布 今天 停工一天 这下 五六百小伙子 都兴奋得不行了 天天挖煤 其实也挺累的 能休息一下 自然再好不过了 随后 洛宗山又带人 检查了一下 矿场的房舍 并留下五百人 带他们 把所有房间 都好好收拾一下 把五头猪 给全杀了 用大锅炖上 再做上五百人的面条 和白面膜 等着迎接新人 安排好这一切 他又带着老张 和一百屯位 背上草席 带上鲜肉 来到矿场的车站 此时 那里已经停了一辆 运煤的货车 由于这时 还没开工 五节车厢都是空的 只是里面 黑乎乎的 比较脏而已 洛宗山 和司机打了声招呼 又命人找来了扫帚 将上面打扫了一番 随后命人 直接把草席 往车厢底板上摊 摊了一层又一层 跟垫床一样 垫得软软的 舒舒服服的 老张这个心疼啊 忍不住劝道 大人 这些草席 我们明年还要拿来睡呢 这一整 还怎么睡呀 洛宗山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道 崩起一个 明年 我给大家买新的 千来张草席 对洛宗山来说 的确不是个事 老张这会儿 也意识到了自己 是有钱人了 还心疼什么草席呀 使劲者 旧了不去 新的不来 扑了将近一刻钟 草席终于扑完了 洛宗山又跑去 跟司机打了声招呼 让他直接开车 赶往第五都市 所在的冷宝 第十八卷 第七章 西伯就地 换新盐 下 洛宗山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早起来过了 今天为了赶上下午的 第一步劳力 他天还没亮 就爬下来了 忙活了一早上 也着实有点累 上了车之后 他直接倒头就睡 睡得昏天暗地 睡得寒声如雷 迷迷糊糊中 突然有人推了推他 小声喊道 秦国大人 秦国大人 到地方了 洛宗山 一咕噜爬起来 擦了擦嘴小的口水 张目四顾 车厢里 竟然就剩下他和老十八卷的百户老刘了 他伸了根懒腰 迷迷糊糊地问道 老张他们呢 老刘 公敬地道 张大人 下去 集合整队去了 您老人家 现在下去吗 洛宗山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得到 什么老人家 我很老吗 走走走 下车 下车 两人下了车 一百个精壮的臀卫 已经在站台上排成一个个整齐的房枕 洛宗山上前仔细检查了一下众人的衣装 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这才挥手的 都注意点形象啊 排成两列队形 齐步走 说吧 他把手往后面一绕 率先向前走去 后面老张在左 老刘在右 一人提着串熏肉 劈颠劈颠地跟了上去 在后面 一百个精壮的臀卫 迈着整齐的步伐 自然排成两列 熊啾啾 气昂昂地跟着 看上去啊 倒像那么回事 西伯第五都司 冷宝外面的卫城 已经扩建过好几次了 他们所到的车站 并不是客运站 而是客运车站外围的货运车站 洛宗山 领着百来好人穿过廊道 跨过天桥 经过火车站 这才来到大街上 火车站外的大街 还是那条大街 不过 两边却多出了两条横向的大街 一条是专门卖东西的 里面 鲜肉 腊肉 猪肉 皮货 药材 山针 猪仔 狗仔 马仔等等 应有尽有 另一条 则是吃喝玩乐的 里面酒楼 祭院什么的 也是一应俱全 来到这里 洛宗山直接一抬手喊停了队伍 然后掏出一把龙臂 数出三张一百两的 塞到老刘手里 交代道 老刘 你带着他们先去吃顿饭 然后到市场上买食龙猪仔 再回火车上等着 记住 少喝酒 不准闹事 不准嫖妓 谁不听话 我抽死他 老刘点头哈腰的接过龙臂 将手上的鲜肉 往老张手里一塞 随后 便带着一百精壮屯尾 往酒楼那条街走去 洛宗山目送着手下慢慢走远 这才对一旁的老张的 走 跟我去拜回马大人 说吧 便昂首颈胸 大步往冷宝方向走去 后面老张 那叫一个郁闷啊 这一把鲜肉可是二三十斤 单单提一把走一路 他已经感觉有点手痛了 现在倒好 两把都让他一个人提着 他有心想分洛宗山一把 却又怕挨骂 只能委屈地 拎着两把鲜肉 闷头 跟了上去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见了冷宝 这冷宝 倒是没多大变化 只是里面的人 多了很多 每个清户所 每个月 都会派一百人 过来轮流住房 再加上五位指挥使 还有都指挥使的亲兵 冷宝中 常年都有三千多人助手 倒是比以前热闹不少 洛宗山 也算是第五都司 比较有名的天护了 这冷宝中站岗的 不认识他的 还真不多 他就这么一路 来到二十一位的军营 不但没人阻拦 一路 还有人不停向他行军礼 把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那头 更是点得跟鞍唇一样 只会是马凯的书房外 轻卫队长张月 仍然尽忠职守地 站在那里 两人 也算是老熟人了 见面自然亲切不已 刚到门口 洛宗山 就笑呵呵地道 小月 你真勤快啊 马大人在不 张月含笑道 洛大人 你就别埋他我了 马大人正在里面 等着各位亲户大人啊 洛宗山文言 拍了拍张月的肩膀道 那我先进去了 有空 我请你喝酒 说吧 他整了整军装 挺直腰杆 踏着小正步 往里走去 只会使马凯 一如既往地 在那里埋头处理公文 现在他手下啊 人权齐了 各种矿藏收益 屯尾轮流安排 辖区发展规划 还有个亲户所的业绩考核等等的 每个月都有忙不完的事 洛宗山一进来 便行了个军礼 浪声道 属下参见马大人 马凯倒是早就听见他在外面 跟张月说话的声音了 听着粗嗓门一喊 他慢条斯理地放下毛笔 抬头亲切地道 老洛 你倒是来得早 是不是又想在我这里蹭饭吃啊 洛宗山含笑解释道 哈哈 属下那里不是缺人缺得厉害吗 急呀 所以来得早的点 马凯这一抬头 正好看见拎着两把熏肉 满脸难受的老张 他不由含笑地摇头道 你呀 好像熏肉不要钱似的 每次来都提这么多 搞得下面那些小伙子 几天没吃到你老陆家的熏肉 就跟我叫唤 你把他们嘴都养刁了 洛宗山吻言 连忙陪笑道 马大人 这熏肉还真不要钱 柴虎是现成的 肉是我山里列来的 大家伙要喜欢吃 下次我多带点过来 马凯苦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门口喊道 小月啊 张月 刺溜一下就窜进来了 这老陆家的熏肉还真少吃 营房的伙食 虽说还可以 怎比得上这上好的山珍呢 他看着老张拎着的熏肉 早就嘴馋了 马凯见他那口水都快流出来的样子 不由笑骂道 就你小子嘴馋 拎过去 让你嫂子炒一大锅 另外 再叫人去打呼好酒来 下午也没什么事 等一下 我陪老罗喝几杯 张月 道了声尊命 随后啊 接过老张手中的熏肉 还天洗地去了 骆宗山 却是有点迫不及待地问道 马大人 运送牢里的车 下午什么时候到 有准信了吗 马凯点头到 下午未时一刻 准时的 你的招公告示 写好了吗 骆宗山闻言一惊 还要招公告示 他不由焦急地问道 马大人 这个没人跟我说呀 怎么还要招公告示呢 马凯不由摇了摇头 这么多清户所 到处都要人 你不写告示 干坐那里 谁会上来找活干呢 骆宗山这个尴尬呀 他吞吞吐吐的道 属下准备到时候 让人吆喝来着 马凯不由苦笑道 那么多人去一起 吵吵嚷嚷的 几个人能听见你的吆喝声啊 赶紧写一个 到时候 别招不到人 说吧 他站起身来 回头在书架上翻出一叠 足有三尺长的大红纸 抽出一张 摆在桌上 就带让位给骆宗山 骆宗山 连忙抬手拦道 马大人 还是请您带笔吧 我那字啊 实在是看不得 马凯摇了摇头 站那里 拿起只粗大的猫笔 喊笑道 说吧 想写点什么 最好 能新起点 有人点 十多个清户所 抢着要人呢 骆宗山文言 连忙开动脑筋 使劲响起来 想了约莫 一盏茶的功夫 他终于憋出了一句 白面膜管够 顿顿都吃肉 马凯听了他那招人口号 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骆宗山满脸羞愧地问道 马大人 是不是特土啊 马凯笑着摇头道 不不不不 这口号很不错 很诱人 说吧 他提起笔 沾上墨水 在大红纸上刷刷刷 写下两列大字 白面膜管够 顿顿都吃肉 第十八卷 第八章 闯出一番新天地 上 张一万 是河南勋城部政史司 南阳府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名字并不代表 他家产万贯 相反 他家里很穷 天启年啊 闹汗灾时 他父母就饿死了 剩下四个弟弟妹妹 也差点饿死了 崇正元年 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他本来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 不过 那并不是发财的路 而是死路 不管是崇祯朝 还是崇正朝 他们最后的结局都一样 那就是被剿灭 同乡很多小伙子呀 都去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一开始时 也的确发了点小财 可是后面朝廷大军一围剿 没几个活下来的 就算活下来的 也被抓去服劳役了 服了很多年才回来 他很庆幸自己 没有参加农民起义军 他虽然家里条件一直很苦 但是他还是把几个弟弟妹妹 都拉扯大了 这几年 大明四海生平 风调雨顺 他家里 也算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两个妹妹都找到了好人家 二弟也成家了 但是他和三弟却一直打着光棍 不是他们不想成家 这主要是没钱呢 这年头 结个婚 还不得有个像样的房子 有套像样的家石 再摆个宴席 请四里八乡的亲朋好友 吃个饭 没个上百两银子 根本打不住 他二弟那一场婚事 就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现在三弟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家里却拿不出什么钱 像他们这样靠土地刨施的农户 一年能出去吃穿住 能留下十多两银子就不错了 他三弟要想娶个好媳妇 起码还得等上十年 他能等 但是他三弟不能等啊 眼看着三弟一天天看着人家的媳妇 面红眼热 憋屈难耐 他这心里也难受得不行啊 当初父母离世时 他可是答应得好好的 一定要让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 现在看三弟一天魂不守舍 他怎能安心 正当他心急如焚时 乡里的秀才来了 这些秀才也没别的事情 就是朝廷有重大决策时 他们会跑到四里八乡宣读一下 让大家知道知道 上次好像是说皇上要实行大明重政律了 他对当今皇上那是打心眼里重建 不说别的 起码从重政朝开始 南阳府持续了十多年旱灾 朝廷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救济 基本上就没出现过饿死人的情况 那乡天启潮啊 才几年大汉 他的父亲母亲 为了给子女留口吃的 都活活饿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上次秀才 宣读的大明重政律 他还真没听明白 什么皇上有权力也有责任 所有政务全部交给内阁处理 平民也有权力和责任 他听的是云里雾里 他只知道皇上是为老百姓好 其他的一概不知 不过呀 这一次他听明白了 因为那意思太简单了 就是大明占领了一块新的疆域 那离遍地都是钱 只要过去干活 一天一两银子随便赚 还有 户部还颁发了新九州招民开肯条例 只要肯过去种地 随你种多少 水负还低得很 全家搬过去种地 这个尾时有点难以抉择 但是光是个人去干活的话 却没什么问题 反正他就光滚一个 一天一两银子 半年就能让三弟娶个好媳妇 这种事情简直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皇上的旨意和朝廷的决策 他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 因为这十多年 朝廷说赈灾就赈灾 说给他们发粮食就发粮食 说免税就免税 从来就没打过折扣 这次啊 曹廷说新九州那边有钱赚 那绝对是有钱赚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去找李正报了名 并把家里的一切都留给了三弟 自己只带上换洗的衣服 不出去闯一闯 怎么发家致富啊 他相信 自己这一趟去新九州 绝对能把三弟结婚的钱给赚回来 从乡里集结到县里集结 再到州府集结 一路上人是越来越多 朝廷也没亏待他们 饭菜一律管够 虽然是粗茶淡饭 对于他这种经历过大灾荒 差点饿死的人来说啊 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同行的人越来越多 有南洋的 有鲁州的 还有汝宁的 最后 他们汇集到了开封府 踏上了开往新九州的火车 火车这东西 他也听说过 因为那些秀才 在乡里宣读时 多次提到了火车 这是一种啊 类似于马车的运输工具 这次 他才真正看到了火车 并坐上了火车 好家伙 这哪里是什么马车呀 就是个钢铁怪兽 就跟个巨大的蜈蚣一样 一劫一劫的 虽然没有腿 却跑得飞快呀 火车一路飞驰了十多天 这一路 他见识了京城的巨大 见识了辽东的丰饶 见识了努尔干的广阔 见识了新九州的漫无边际 终于这天下午 火车停下来了 此行的官员告诉他们 到地方了 这里隶属于新渔州 由于地方官员还没到 暂时啊 归兵不管 而他们所到的车站 正是西伯第五都斯辖区的火车站 张一万一下火车 直接傻眼了 巨大而又狭长的站台上 到处都是人 高大的立柱上 也贴满了红纸 上面写满了一列列的大字 问题是 他不认识字啊 还好 同行的老乡里 有认识字的 早就上去问了 那些红字上写的是什么 那认识字的人 都在那里念的 什么 招人招人 一天绝对一两银子 什么 一天一两银子 待遇从幽 什么 只要你肯干活 一天一两银子 绝对没问题 这些他们来之前 已经听过了 一天一两银子 对他们的诱惑 的确很大 因为啊 他们基本上 都是十天 才能赚到一两银子 问题 到处都是一天一两银子 让人怎么选择呢 终于 有个十字的老乡念出一句 白面膜管扣 顿顿都吃肉 这下同行的老乡啊 都炸开锅了 白面膜是什么 他们自然知道 那可是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 竟然管扣 还顿顿都吃肉 有什么好的事情吗 去问问就知道了呗 于是一大堆人 全朝十字老乡手指的 那张红纸下面挤去 此时 101千户的招工区 已经挤满了人了 七嘴八舌的 问什么的都有 你们这 真的白面膜管扣吗 你们这 真的顿顿都能吃肉吗 你们这 一天到底能给多少工钱 你们这招人 是干什么的 骆宗山这个晕啊 早知道 他就把工钱什么的 全写上去了 这会儿也迟了 他只能扯开嗓门 一边又一边的喊道 我们这里 招挖煤的 一千斤半两银子 一天能挖个 两三千斤 很轻松 白面膜 你们想吃多少 吃多少 猪肉 顿顿都有 第十八节 第九章 闯出一番新天地 中 肉是什么味道 张一万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并不是说他没钱 买不起肉 是他舍不得买 他赚了的钱 要给妹妹置办家庄 要给弟弟盖房子 置办家实 怎么都不够实 哪里有闲钱 去买肉吃啊 上次吃肉 是什么时候 他也记不大清楚了 好像是二弟 娶媳妇的时候吧 白面膜 就咸菜 在他眼里 已经是了不得的美味了 肉什么的 太奢侈 不是他不喜欢吃啊 而是不敢去想 平时 他就是喝点面糊 就个烧饼 稀饭都很少喝 因为米 也比粗面贵 或许他也与洛宗山一样 怀揣着有钱了 顿顿吃肉的梦想吧 现在看来啊 各处工田都差不多 这里又有白面膜 又有肉 为什么不去呢 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挤进去报了名 很快 他便和十个 报了名的老乡 一起跟在一个 屯卫后面 跨过天桥 穿过几条廊道 来到了另一个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里 火车多得吓人 但全是货车 一列客车都没有 他也坐了十多天的火车了 自然知道 什么是货车 什么是客车 这货车 不就是拉货的吗 把他们领到这里来 干什么呢 难道现在就开始干活了 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他倒是没意见 越早开始干活 越早赚钱 他甚至隐隐有点期待 希望啊 马上就能开始干活 不过 他失望了 那屯卫带着他们 在货车堆里 左转右转 最后来到一列货车跟前 旁边什么货都没有 只有一排排 屯卫在那里站着 每节车厢两边 都站了十来克 什么都没干 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那领路的屯卫 向个百库老爷 汇报了几句 便带着他们 来到第一节车厢外面 直接吩咐道 行李啊 新放车厢里 想睡觉的 可以进去睡着 不想睡觉的呀 坐在里面也行 蹲在外面也行 不要走太远啊 走丢了 我可不负责 说吧 他便掉头 往回走去 貌似 是去接其他人去了 张一万 想了想 还是跟着几个老乡 爬上车厢 倒不是他有什么行李 他就两件换洗衣服 用坏破布背在背上 根本就没什么重量 放不放 都是一样的 他只是想看看 这货车车厢里 是个什么样子 他爬上去一看 简直目瞪口呆 里面竟然铺了一地的草席 不知道有多少张 除了中间一条 窄窄的小通道 两边的草席 铺了足有半尺高 正当他站在那里发呆时 前面灰暗的角落里 突然传了一阵哼哼声 众人不由 顿声望去 最里面的角落里 竟然放着个猪笼 使来只白花花的小猪仔 正在里面拱来拱去呢 小猪仔 总不愧是买来吃的吧 众人忍不住好奇地围上去 议论起来 外面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车厢里面 也越来越热闹 大家都是从南洋府 汝宁府和汝州过来的 可以说都是老乡 彼此之间倒也不怎么生分 大家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聊起来 共同话题自然很多 其中聊到最多的 就是挖煤 在大家的印象中 挖煤 就是钻进深深的煤井里 一锄套一锄套地挖 然后一淡淡地挑上来 已经挖个两三千斤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主要看矿井的深度和路程的远近 要矿井不深 焦煤的地方也靠得近 已经挖上六七个时针 也能挖出两三千斤来 众人聊了大约各把时针 外面的同位也爬上来了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 一直站在站台上 吆喝的轻呼大人 他一进来又吆喝开了 大家都坐稳了啊 马上开车了 这货车车厢 也和客车车厢差不多大 如果硬挤 挤进来三百号人 不成问题 不过现在里面 连一百五十人都不到 地方倒是还挺宽松的 大家挤一挤 全部躺下来都没问题 货车终于慢慢开动了 众人聊天声也越来越小 出来乍到的兴奋过去之后 很多人都选择了躺下来睡觉 毕竟他们都坐了十多天的车了 客车上可没地方躺 他们都是趴着或者仰着睡的 说不累那是假的 很快车厢就躺倒一片 憨声 简直比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还大 张一万也很累 很快啊 他就跟大家一样 往后一躺 挤进人堆里 进入了梦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一万迷迷糊糊的被人喊起来 说是到地方了 肚子还不是很饿 应该还不到半天时间 他伸了根懒腰 兜唆了一下精神 跟在众人后面下了车 天色才刚刚有点灰暗 看样子应该不到虚实 这里是个连围墙和站门都没有的车站 众人下了车之后 很快就被集合到一起 除去招人的屯位 大概还有六百来人的样子 他们跟在那些屯位后面 很快就来到了一排巨大的砖瓦楼房前 远处隐约可见一层层的梯田 上面还停着一辆巨大的翻地笼 看样子应该是耕地 灰暗的天空中 大家也没有注意 那地上全是乌黑乌黑的煤炭 张一万原本以为啊 这些高大的砖瓦楼房 是屯位们的住所 却不曾想 这些屯位直接把他们带进去 五个人一间 大通铺 衣柜 桌子 板凳 一应俱全 连茅房都有 如果说啊 五个人住个硕大的房间 已经让他们吃惊了 接下来的晚饭 更是把他们吓了一跳 一脸盆的白面膜 一脸盆的豚肉 一叠青菜 直接送到每个房间 什么时候 青菜还成了点缀 猪肉倒成了主菜啊 那一大盆猪肉 怕不有十多间 五个人吃 这一顿 每个人都过足了猪肉饮 每个人啊 都吃撑了 接下来 就是睡大觉 火热的大炕烧着 崭新的棉被盖着 这初冬的晚上 竟然 温暖的跟夏夜一样 这一夜 张一万睡得 那叫一颗香甜啊 猪肉原来还可以 大块大块地吃 想吃多少 吃多少 他感觉 这一辈子 从来没像这样吃饱过 看样子 选择来这里挖煤 是选对了 至少吃得住的 都比家里要好无数倍 第二天一早 终于开始干活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屯位陪着 带着他们领了翻斗车和铲子 就直奔梯田而去 此时 翻地龙 已经在隆隆向前了 众人走近一看才知道 地上 哪里是什么土啊 全是煤炭 第十八卷 第十章 闯出一番新天地 夏 这就是挖煤吗 张一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地上的煤 早就被翻地龙给刨出来了 根本就不用挖 直接用铲子铲就行了 难怪所有人发的 都是铲子 根本就没有锄头 这压根 就不用锄头呀 它都不用人胶 直接把散落在地上的煤块 往翻斗车里面铲 这个谁不会呀 铲煤 对经常干体力活的张一万来说 简直不要太轻松 呼吱呼吱 不到一个钟 它就把一车给铲满了 它还带往里面铲呢 准备堆高一点 多拉一点 只被带着它的臀位 一把拉住 原来呀 这煤装太多也不好 路上颠簸起来呀 会往下掉不说 到时候往下倒的时候 也不好翻 这个臀位还好心地告诉它 反正一车呀 散三百斤 铲再多 也不会多散 只要装满 就行了 铲再高 也是白费力气 所以 铲好满满的一车后 张一万就跟着其他人 推着翻斗车 直奔火车站 进站的路口上 果然有一个骑总 拿着一把特制的竹签 过去一个 就发一根 过去一个 就发一根 张一万经常外出干过活 知道这是技术的 领了竹签之后 他小心地塞进怀里 拍了几下 确定不会跳 这才推着车 上了斜坡 说实话 整个一路就这斜坡 推起来有点费劲 其他地方 都感觉不到自己 推了三百斤的东西 斜坡 也不是很长 不到一会儿 他就将车 推上了站台 这里又有一排臀位 再教新人 怎样把煤 倒进火车车厢里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车 推到连接车厢 和站台的大铁板上 然后提着车 把把手往上一掀 煤就到下去了 只是这个位置 稍微要注意一下 不能太靠前了 不然很有可能 会连煤带车 一起掀下去 这一趟来回总共用了 不到两个钟时间 张一万已经熟悉了 整个挖煤的过程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学的 就是个利己活 埋头干就行了 对这种活 他自然是充满了信心 因为他没别的特长 就是有一把子利己 就这样来回跑了 大概两个时辰 远处传来带队 百户刘大人的喊声 开饭了 开饭了 工具就放在原地 记好位置就行 赶紧回去 洗洗手 擦把脸 张一万 不明白刘大人会这么说 要知道 在他们老家那边 你要敢把工具 丢在外面不管 回来的时候 很可能就不见了 他要知道 这里方圆几十里内 总共就这么个清户所 估计就不会有只担心了 不过人家既然这么说了 他还是小心地放好工具 跟着人流 往住的地方走去 走在路上 很多人都看着自己 乌黑的双手发愁 这满手的没够 怎么写得干净呢 等一下如果吃的还是白面膜 那岂不是膜都被抓黑了 不过 这一点貌似百户大人 也给他们想到了 他们到楼下时 百户大人竟然站在路口 给每个人发肥皂 肥皂这东西 大家倒是听说过 不过用的人并不多 倒不是说这东西很难买到 主要太贵 没几个穷人用得起 领到肥皂之后 众人欢天喜地地跑回房间 各拿了个木桶 去楼下的水井 贴了桶水 把手 脸 都洗了个干净 紧接着 饭菜 就送过来了 中午 主食还是白面膜 菜 却不是炖猪肉 和炒青菜了 而是一大盘子 土豆片炒肉 五个人聚在一起 美滋滋地吃着 自然就谈到了竹签的数量 其他人 都是六根 而张一万 竟是八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一开始 第一趟时 大家伙的速度 都差不多 都是用了不到两克钟 就跑了个来回 但是 体力总会慢慢消耗 干活 自然会越来越慢 六根 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张一万 却因为常年干体力活 干出了满身精细的肌肉 耐力相当好 所以 他基本保持了两克钟一趟 一个时辰 八克钟 两个时辰 正好就是八趟 众人都对张一万 佩服不已 慢慢地 他就成了另外四个人 口中的老大 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 主要是因为 他力气大 耐力好 中午 连带吃饭和休息 是一个时辰时间 众人都知道 下午还有干活 所以都没出去转 而是选择 躺在床上休息 恢复体力 下午未时 准时开工 来来回回 忙忙碌碌碌 又是两个时辰 到了有时 众人被集合在一起 上交竹签 计算这一天的收获 这时 一般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候 一般 像码头搬货这种临时活计 数完竹签 就直接发工钱了 当然 如果是长期的活计 当天并不会发钱 有可能半个月发 也有可能一个月发 不过呀 能知道自己一天赚了多少银子 也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为了已是公正 百户老刘 亲自操笔 旁边两个旗总给他数竹签 每个人的竹签都数两遍 数完之后 老刘边计边大声地将数量报出来 一般都是十一二根 三千多斤 差不多一两七八钱银子 当然也有十根 一两五钱的 这个数字 基本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所以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 等轮到张一万时 老刘都吓了一跳啊 恶地神啊 十六根 四千八百斤 两两四千 这家伙真太猛了 张一万自己也吓了一跳 那时候一般人呢 还不怎么会算账 他只知道 自己一天的工钱 应该是超过一两了 却没想到 是二两四千 那一个月是多少 怕不有五六十两吧 这样算来 他不是只要干两个月 就能凑够给弟弟娶媳妇的钱了 这个工钱呢 真是把他给刺激到了 以至于 他晚上都想去干活 要知道多干两个时辰 就多一两银子呀 当然 晚上是不可能干活的 因为这时 还没有探照灯什么的 电灯 也不可能奢侈到 迁到这荒郊野外来 再说啊 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一天往死里干 第二天就爬不起来了 反而效率低了 就这样 张一万开始了 他的挖煤生涯 一天下来 他拿到的工钱 竟然不是五十两 也不是六十两 而是七十多两 不过 可惜呀 接下来 就要进入冰封期了 煤矿 要停工将近半年 按内阁和兵部的意思 最好还是先让这些劳工回去 这里冬天呢 实在是太冷了 根本就没法干活 再说啊 这次也只是第一次尝试 很多工作都还没跟上 比如行政 比如治安 比如列车车次什么的 都还没有安排好 甚至各签户所的电报 都没来得及通 总之啊 事情还有很多 可能要明年 才能逐步步入正轨 所以 朝廷再次提供了免费的客车 将他们载回中原 并承诺 明年再次安排免费客车 把他们接过来 以后 还将开通新九州 到中原的客运列车 不过呀 那是要出钱买票的 张一万这个兴奋 孤身一人 带两件衣服出去 才干了一个月的活 就带回去七十多辆银子 这新九州 还真是遍地式黄金 果然 不出来闯一闯 怎么发家致富 他决定了 明年还要来 赚够了钱 不但要帮他三弟 把媳妇取上 还要想着办法 把两个弟弟都接过来 他要带着一家人 闯出一番新天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二十四集 第十八卷 第十一章 列强反击 盟国告急 人生要么精彩 要么平淡 既然活在这世上 就敢努力 让自己的每一步 都趋向辉煌 也许有些人 甘于平淡 并不是很努力 在奋斗 所以 活得并不是很精彩 朱子炯在后世 就是这样 他原本并不是 那么拼命努力的人 但是穿越到了明末 面对绝望的形势 他不得不努力 不得不拼命 努力总是有收获的 只是收获有大有小而已 他的运气很好 找到了一批 愿意为大明鞠躬尽瘁的文臣 更找到了一帮 甘愿为大明 叙洒将长的武将 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就将大明的形势 完全逆转 又到了一年冬末 快过年了 崇祯十七年 正是后世历史上 大明灭亡之时 但是 崇祯十七年 却将是现今的 大明唐飞之时 西伯利亚的大战结束以后 朱斯炯就令所有明军 进入修正状态 养精蓄锐 准备踏上争霸世界的征程 而他自己也在修养 在蓄事 但 这天下的事情 又岂会尽如人意呢 这天 他正在御书坊 凝神静气 练习某笔字呢 并比太监王承恩 突然在外面奸声道 启禀皇上 武威军统帅 李明府将军提电 武威军 李明府 他不是在欧亚运河住房吗 难道欧亚运河出事了 这欧亚运河 对于大明可至关重要 朱瓷炎连忙放下毛笔 朗声道 乘上来 外面的王承恩文言 双手举着电报 躬身 挤走到朱瓷炎跟前 朱瓷炎取过电报 一看 脸色顿时变了 欧亚运河倒没什么事 是盟国出事了 这封电报 并不是李明普要发的 而是别人请他转发的 电报内容很简单 末家李明普起奏皇上 葡萄牙内阁宗理大臣 施维拉求救 反哈布斯堡联盟诸国 突然对葡萄牙黄金海岸 和巴西总督辖区 发动突袭 情况万分紧急 请大明帝国派兵相救 反哈布斯堡联盟 竟然选在这个时候动手 而且还是针对葡萄牙的 海外殖民地 可恶 这帮家伙就不能消停消停 让人喘口气吗 他都不用问 葡萄牙肯定是顶不住 列强围殴的 慢说是围殴了 就单独任何一个列强上去 葡萄牙都不是对手 这个盟国 必须就 他们的海外殖民地 这会儿可是大到离谱 如果让列强抢夺了去 不出几年 列强就能利用殖民地的资源赶上大明 到时候 又将是恶战连连 朱思琼想了下 随即下旨道 电令李明普 将详细情况了解清楚 电令海军大元帅 郑成功 傅元帅 黄龙 郑之虎 速来京城议事 王成恩文言 到了生遵旨 随即 躬身推了出去 王成恩一走 朱思琼便将桌上 练字的稿纸 搓成一团 往直楼里丢去 随后 转身 取出最新的世界地图 仔细看起来 他看了还不到一炷相视间 王成恩又在外面奸身道 启禀皇上 五位军统帅李明普将军集电 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朱思琼正在考虑兵力怎么调配呢 他正需要了解葡萄牙殖民地的具体情况 他有点迫不及待的道 快 乘上来 外面的王成恩文言 再次双手举着电报 躬身急走到朱思琼跟前 朱思琼取过电报一看 脸色又是一变 这次 不但有李明普的回报 还有西班牙的求救信息 电文虽然只有几句话 包含的信息量却很大 李明普的回电是这样的 回皇上 据葡萄牙那个总理大臣 施维拉素术 进攻黄金海岸的 为法河联军 进攻巴西总督辖区的 为英国丹麦瑞典三国联军 具体兵力无从探知 因为大部分海域已被 反哈布斯堡联盟诸国封锁 另 西班牙国王特使奉命前来求救 反哈布斯堡联盟诸国 突然对西班牙的 秘鲁总督辖区和 新西班牙的总督辖区 发动突袭 情况万分紧急 请大明帝国 派兵相救 朱斯堅知道 所谓的秘鲁总督辖区 就是除巴西外的南美所有区域 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则是包括墨西哥 中美洲 及加勒比海诸岛等地 也就是说 西班牙所有殖民地 都遭到了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的进攻 这反哈布斯堡联盟 是要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 除了刚刚战败的沙俄 其他国家全部出动 除了南亚他们鞭长莫及 西班牙和葡萄牙 几乎所有海外殖民地 都遭到他们的进攻 这明显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全力反击 他们选的时机 可谓恰到好处 因为此时的西伯利亚 已经一片冰天雪地 而欧亚铁路 现在还只修到奥斯曼帝国境内 也就是说 大明很难调集大军 在路上对他们发动攻击 要打只有在海上打 现在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实力 到底有多强呢 朱子久还真不清楚 大明的势力还没有渗透到北欧海域 而欧陆的几个盟国 现在基本上被反哈布斯堡联盟压着 要不是有大明称着 他们早就被反哈布斯堡联盟干翻了 哪还有什么能力跑去猎枪海域侦察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现在连人家的实力都搞不清楚 朱子久自然不会贸然出兵 他想了想 对王晨恩的 回殿 请西蒲两国通报海军战损情况 同时想办法大探敌军的具体情况 另外告诉他们 大明的援军将很快抵达欧亚运河 现在看来只有先守住欧亚运河和地中海了 至于西蒲两国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 那只能视情况而定了 如果敌人海军不是很强 大明自然会帮他们守住 或者抢回来 如果敌人海军实力很强 那就另说了 王晨恩应命而去 朱子久想了想又对门口喊道 曹化淳 曹化淳还是尽忠职守站在门口 他闻声立刻躬身走进来 行礼道 为神在 朱子久随即冷声道 立刻派人通知兵部尚书孙云化 让他速速来见 曹化淳到了生存旨 恭敬地退了出去 朱子久 招孙云化前来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海军各大舰队的情况 他虽然没有下旨调动任何舰队 但是 有些舰队的情况 他还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 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由于西伯利亚平原的布防还没有到位 那两个舰队朱子久并没有下旨撤离 现在那边可是冰天雪地 那两个舰队是什么情况呢 能调的回来吗 像舰队在哪里补给又在哪里休整 这些具体的事情啊 他都没有管 统统是由兵部在负责的 第十八卷 第十二章 调动海军准备支援 孙云化这段时间啊 心情相当的好 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那嘴笑得都要喝不拢了 这一年可以说啊 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年 各种好事接踵而至 多到他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硬是让他时时刻刻 都忍不住想要开心地笑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位老城持重的兵部尚书都失态了呢 这事情啊就有点多了 第一节刚过完年内阁改组 他的品级直接从正二别提到正一别 从此位及人臣 紧接着他主持研发的装甲战车通过测试开始批量生产 皇上承诺过的一百万辆直接送到了他手中 从此他也算是富甲一方了 随后西伯利亚大战 明军利用装甲战车的优势一路势如破竹 很快就拿下了沙额所有冷宝 皇上高兴异常 对他更是恩宠有加 权力财富 这两样东西啊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很难得到满足 他却在一年之内达到了极致 再加上皇上的恩宠 他真的很满足了 人生至此 富裕何求 特别是从下半年开始 皇上决定暂时停下来休整一下 他也迎来了难得的空闲 将西伯利亚的屯尾迁移命令下达以后 他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除了上早朝 就是去内阁参与官员升迁的表决 其他时候啊 他基本都是坐在兵部衙门里喝茶看书 悠哉悠哉 这天 他正和往常一样 泡了壶茶坐那里看书呢 一个私里间的小太监 突然跑进来焦急的道 孙大人 皇上有旨 令您速速进宫见驾 孙云化文言 立刻从椅子上蹦起来 拱手道 这位公公姐 说吧 便跟着这小太监直奔皇宫 他知道 皇上一般没有大事 不会用速速进宫这一说 这么急着让他进宫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或许是忙习惯了 掀了这一两个月之后 他竟然隐隐有点渴望战斗的感觉 以大明现在的实力 那真是战无不赦 一旦开战 就意味着大明又要开疆阔土了 可惜啊 这次他猜错了 急匆匆的来到御书坊 君臣见礼之后 皇上直接来了一句 初遥 反哈布斯堡联盟开始反击了 他们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展开全面攻击 现在整个欧陆以西的海域 都差不多被他们封锁了 这一下可就麻烦了 如果偏陆军 或者偏海陆集合 大明都不怎么出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唯独这个偏海军 大明还真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他不由小心地问道 皇上 您的意思是 朱思炯坚定的道 必须派兵前去支援 如果让英法何等列强 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全抢了 他们的实力必将突飞猛进 到那时啊 水主天下 可就真说不好了 孙云化不由赞同道 皇上英明 这次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朱思炯却是皱眉的 但是啊 这次他们海军实力隐藏得很深 这次又不知道投入多少战舰 贸然冲上去 怕是逃不到好啊 孙云化同样担心这个问题 他提议道 皇上 威臣对海军也不是很懂 要不召集各位海军将领前来商议一下 朱思炯点头道 嗯 朕已经下旨了 估计成功他们几个 过几天就能赶过来了 现在朕呢 就是想确认一下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情况 这两个舰队现在能调回来吗 孙云化文言不由脸色一变 他为难的道 皇上 这个恐怕是不可能了 现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战舰 都集结在乌山城以南未曾结冰的恶壁河之流里 根本就出不来啊 朱思炯文言脸色也微微一变 这一下可好 总共才六个舰队 一个还没完成成型 两个堵冰河里出不来 剩下三个 还要驻守南亚那么辽阔的海域 还要守住欧亚运河 拿什么去跟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拼呢 他不由叹息的 这一下可真是失算了 也许反哈布斯堡联盟正是探知了这一情况 才果断发动突袭 现在大明根本就派不出这么多战舰 去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呀 孙荣化文言心中不免羞愧 皇上虽然没有责怪他 但是这兵力部署和军团调动 本来就是兵部的责任 这种事要说起来啊 根本就不是皇上失算了 而是他这个兵部上述失职了 怎么办呢 如果掉一个舰队过去肯定不行 就算反哈布斯堡联盟海军 这几年没多大发展 也不是一个舰队可以摆平的 他皱眉思索了半天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忍不住击中的道 皇上 还有办法 我们可以将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将士 全部调回来 重组两个舰队 朱次郑文言 不由好奇道 哦 重组两个舰队 怎么个重组法 快来给朕说说 孙荣化兴奋的道 皇上 你也知道 北极舰队已经调回东大营 接收两百艘超级战略舰开始操练了 不过他们才操练不久 肯定不能投入战斗啊 但是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将士都没有问题啊 反正都是一样的超级战略舰 可以将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将士 全部调回来 让他们操纵新的战略舰 然后把北极舰队的将士调到鄂壁河去 接收他们的旧战略舰 这样不就行了 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 貌似战舰数量有点不够吧 朱次郊 不由疑惑的 问题是 北极舰队才装备了两百艘超级战略舰 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可是有四百艘超级战略舰呢 孙云化却提醒道 皇上 北极舰队接收的是去年东大营造船厂生产的超级战略舰呢 今年东大营造船厂又生产了两百艘 这会儿应该都下水了 只是还没有确定是卖给盟国 还是给海军预备军团列装而已 所以东大营这边的超级战略舰也是四百艘 而不是两百艘 朱次郊闻言 不由一拍额头道 对对对 郑这记性 你上个月好像还问过郑吧 只是那时啊 后面一百艘还没下水 再加上郑还没有考虑好明年的战略 所以就没有定下来是列装给海军预备军团 还是卖给盟国 现在 东大营那边的确是四百艘超级战略舰 好 很好 就按你说的办 多出两个舰队之后 大明能抽掉的海军就多了 朱次郊立刻让孙云化发出调令 将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将士 全部调回东大营 接收新战舰 同时 将北极舰队的将士调去厄碧河 接收旧战舰 两边对调一下 好在西域这会儿并没有冰封 三个舰队的将士完全可以坐火车 完成调坏 中间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现在 就等郑成功 黄龙和郑之虎前来商议了 对海战 朱次郊还真没他们懂得多 具体怎么支援 还是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十八卷 第十三章 谁可依仗 唯有大明 海风凛凛 寒意逼人 十二月的红海 相当的冷 此时啊 欧亚运河入口处的明军驻地 已是一片森严 两岸的冷宝上 早已布满明军将士 中间的河道里 已排满了明军战舰 战争阴云笼罩 过往的商船 仿佛都在瑟瑟发抖 在运河北岸的一处冷宝中 五威军统帅 李明普 正陪着葡萄牙内阁总理大臣 施维拉和西班牙海军上将奥昆多 即在一个小小的电报室里 焦急地等待着 施维拉脸上 早已没了当初内阁总理大臣时 意气风发的样子 奥昆多也没了率领无敌舰队 拉起北欧铁链时 神采飞扬的神态 他们此时满脸都是惊慌失措 显然还没从反哈布斯堡联盟的 突袭中回过神来 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 真的把两国都打懵了 一开始 他们都是收到殖民地被袭击的消息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 法国荷兰联军在进攻葡萄牙黄金海岸 而英国丹麦瑞典三国联军 在进攻葡萄牙巴西总督辖区 西班牙的秘鲁总督辖区 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五国动用的战舰和兵力都不是很多 法国和荷兰只动用了三四十艘超级战列舰 英国丹麦瑞典加起来也只动用了一百多艘超级战列舰 这点实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感觉自己能打得过 所以他们并没有通知大明帝国 而是互相打了个招呼 便直接出兵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得到大明帝国的机床援助之后 枪炮基本上都能自己自足了 但是超级战列舰却还抱不出多少 虽说他们以前也有一定的造船基础 而且还有大明的超级战列舰作为样本 但是造超级战列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他们必须建造专门的船屋和船道 超级战列舰才有地方生产 用原来的船屋和船道肯定是不行 不管是体积高度还是配套设施都跟不上 然后他们还必须制造蒸汽锅炉 活塞转动装置和液轮 这些东西可没一样简单的 不是说造就能造出来的 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向大明买 不过两国都不约而统淡 选择了自己制造 这可是以后称霸海上的基础 他们都想自己掌握 最后他们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熟练技工 这些更加急不来 只能慢慢培养 总之从无到有 生产超级战列舰都是很费时间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几年都在拼命的投入 生产出来的战列舰并不是很多 到开战之前 葡萄牙新的老的战列舰全部算上 都只有50多艘 西班牙能多点 但总数也不到200艘 还不如大明的一个舰队多 他们的实力跟大明比起来 虽然不值一提 但刚开始时 反哈布斯堡联盟展现出来的实力 更加不值一提 所以他们就这么贸贸然出兵了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都是半路被伏击 损失惨重 葡萄牙50多艘超级战列舰 被法国和荷兰200艘超级战列舰为殴 最后就剩下10多艘逃脱了回来 西班牙100多艘超级战列舰 被英国丹麦瑞典三国纵攻 300多艘超级战列舰为殴 最后剩下不到50艘啊 还好 他们都是在辽阔的海面上被围 要是被围在哪个港湾里 他们都得全军覆没 这一仗差不多把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军都给打残了 他们剩下的超级战列舰 加起来都不够反哈布斯堡联盟一个列强多了 当然他们还有不少普通战船 但是自从轮船出现以后 超级战列舰就成为主流 风帆战船在转向灵活的超级战列舰面前 就是一盘菜 到了这时啊 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上当了 现在还有谁可以依仗 我又向大明帝国求救啊 葡萄牙国王洛王四世 直接派出了大明帝国的老朋友内阁总理大臣施维拉 而西班牙却考虑了半天 才派出曾和大明帝国打过交道的海军上将奥昆多 所以奥昆多来迟了一步 他们也算运气好 大明帝国虽然还没有将欧亚铁路修到欧亚运河 电报线确实刚好迁到这里来了 要不然呢 他们还得跑去南亚才能把消息传到大明京城 这会儿 李明普已经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求助信息都发到了京城皇宫了 就看皇上怎么说了 施维拉和奥昆多看向电报机的目光就像看向一根救命稻草 要是大明帝国不愿意派兵支援 那他们可就完蛋了 虽说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是出了名的对盟国好 但是这毕竟是涉及到几十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大战 伤亡肯定小不了 耗费的银两更是无法计算 大明帝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义务来帮他们抢回殖民地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大明帝国会答应吗 朱子炯其实没考虑多久就回复了 只是施维拉和奥昆多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那感觉真是度日如年呢 终于电报机的铃声再次响起京城回电了 两个通讯员立马聚精会神地拿着毛笔记起电报代码来 施维拉虽然是个大明通 这电报的原理他至今还没想明白 这小铃铛为什么会自己敲响呢 这响铃声又怎么代表这么多的文字呢 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电报的原理虽然不是很复杂 但是如果没有人仔细解说要自己去想 他是很难想明白的 像这些通讯员也不是很懂 他们只知道怎么发报 怎么收报 至于二进制马代表的含义 他们大多都背下来了 记不住的也只要翻一下一马本就行了 他们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动作当然十分麻利 铃声刚已结束 他们就在那里将编码翻译成文字了 他们记不住的字还真不多 随便翻了几下一马本 他们很快就将电文译出来了 两人核对了一下 便飞快地将一张写得比较好的 交给一旁的李明普 李明普仔细地看了一遍 又将电文交给了旁边 翘首以待的施维拉 这封电报正是朱子炯最后说的那几句 请西蒲两国通报海军战损情况 同时想办法大探敌军的具体情况 令皇上胜誉 大明的援军将很快抵达欧亚运河 施维拉看到最后一句 不由感动的热泪盈眶道 我就知道皇上不会丢下微臣的 李明普文言不由直翻白眼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第325集 第18句 第14章 玉帝回京 皇宫晚宴 朱子炯 收到李明普那边的回报 眉头皱得更深了 也不知道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 传到欧陆去了 还是怎么了 列强这招围点打员 竟然用得如此炉火纯青 不简单啊 从施维拉和奥昆多提供的情貌来看 列强绝对不止这么点超级战略剑 比如丹麦和瑞典就有上百艘超级战略剑 那么英法这两大强国肯定不止一百艘啊 现在如日中天的荷兰肯定更加不止 他们的造船能力可比大明还强 列强这么遮遮掩掩 肯定另有所图 很有可能啊 是挖了个坑等大明去跳呢 想到这些啊 他越发不敢大意了 只有等到郑成功他们来了再说 大明现在又是轮船又是火车 郑成功他们从星辰港赶到京城 倒不需要太长时间 大概八天左右 郑成功和郑之虎 便率一个由十艘超级战略剑组成的小舰队赶到东大营 随后又在黄龙的陪同下 坐着专列赶到京城 一行三人抵达京城时 已临近黄昏 郑成功也没管黄龙和郑之虎 而是撇下两人带了一堆轻尾 找了几十辆马车 组成一个庞大的车队 拉了不知道多少箱子 直奔皇宫而去 敢这么明目张胆 给皇上送礼的 找遍整个大明 可能也就这么一位了 皇上御帝 镇南王世子的车队 连靖卫军和锦衣卫都不敢管 他就这么领着车队进了皇城 只是啊 进入皇城时 才将赶车的轻尾 全部换成了太监 进了皇宫之后 车队一路向前 到了秦清宫 竟然还没有停下来 要知道 过了交太殿 可就是后宫了 好吧 并不是正成功狂妄 而是皇上和两位皇太后 要他去共进晚宴 而晚宴的地点 就是昆宁宫 车队直到昆宁宫前面的小广场 才停下来 这下就连拉车的太监都吓了一跳 我的天啊 昆宁宫大门外的台阶上 这伙站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皇上皇后 两宫皇太后都来了 皇贵妃贵妃也来了 皇子公主更是来了一堆 郑成功也吓了一跳 他联盟从第一辆马车上 将柳如使接下来 然后拉着他 一起跪在台阶下面 朗声道 微臣 郑成功 参见皇上 皇后 两位皇太后 皇贵妃 及各位贵妃娘娘 这么一大堆人 真是把他喊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还好他练过功夫 不然 还真没这么足的中气 这时 不管是朱慈总 秦明月 安娜公主 还是两位皇太后 都激动得不行了 小时候这家伙 可一直住在皇宫 那是皇上真正的御帝 两宫皇太后 真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 尤其是义安皇太后 更是对他宠爱有加 这会儿 他竟然跑到台阶下面 直接将郑成功 拉起来抱到怀里 含泪道 成功 你可回来了 这么多年了 你也不知道 回来看看哀家 郑成功这个感动啊 他手足无措的道 微臣 微臣 君物繁忙 有劳太后挂念了 这时 朱慈总带着一大堆人 全下了台阶 陈元元等人 拉着柳如是 说可没完 朱慈总 却把一帮皇子 公主 全拉过来 一一介绍给郑成功 郑成功 连蒙从怀中掏出一把玉佩和手镯 每个皇子 一人一个玉佩 每位公主 一人一个手镯 那些玉佩 都是上好的 玉仙雕成的 在京城这边 那是价值连城 在南阳 却没什么夸张 因为南阳很多地方都生产玉石 那些手镯就更加不得了了 楼体虽然只是黄金镂空雕刻而成 上面只镶了一圈五颜六色的宝石 那些宝石都是大明皇家西洋商贸满世界收集来的 可以说 磕磕价值连城 朱思琼对这些倒不是很在意 他只是好奇地问道 成功 你拉这么多马车来干嘛 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 郑成功文言 腼腆的倒 没什么 都是些南阳的特产 就几颗珍珠还值点钱 其他都是干果和石令水果 不值什么钱 好家伙 干果和水果是没什么 这会儿交通也发达了 如果要吃 还是能想办法弄来的 珍珠就不一样了 上好的珍珠可一点都不便宜 想必郑成功啊 能送过来的也不是一般的珍珠 她竟然一车一车地送 这珍珠对于女人来说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可以美白养颜 养肝明目 延缓衰老 促进睡眠等等 长期处于身功的娘娘们 对于这个自然是最有研究了 皇贵妃安娜公主文言 忍不住问道 有很多吗 能磨成粉吃吗 磨成粉吃下去 效果自然最好 不过这时候的珍珠啊 最少也要几两银子一颗 好的 更是几十两银子都打不住 就算是皇宫也不能这么奢侈啊 郑成功确实毫不犹豫的道 安娜姐姐 要想磨成粉吃 尽管吃 不够了 再给我发个电报就行 南洋那边这东西多得很 要多少有多少 这话要别人说 那绝对是吹牛逼的 郑成功却不是吹牛逼 就算安娜公主一天吃几颗 对她来说啊 也只是毛毛雨而已 众人聊得那叫一个热气啊 竟然连吃饭都忘了 朱子炯 摸了摸饿的 有点咕咕叫的肚子 忍不住提议的 请用膳吧 边吃边聊 郑聊的热火朝天的众人 这才反应过来 肚子啊 是有点饿了 他们纷纷簇拥着郑成功 和柳如氏往里走去 郑成功这边 两宫皇太后陪在左右 皇鬼妃安娜 唧唧喳喳的 在一旁说着什么 连皇后秦明月 都面含微笑 拉着儿子在前面引入 柳如氏那边 几个姐妹 也是抱着小孩 围在他身边 叽叽喳喳的 说个不停 这会儿 就剩下朱子炯一个人 没人搭理 郁闷的跟在后面 没办法 他是皇上 有时候不得不保持威严 郑成功 却没有这个包袱 小时候他可是撒娇耍赖 什么都来 这种真性情 反而讨人喜欢气 晚宴自然是热闹无比 不过尊卑 还是要分一下的 朱子炯 特意开了两桌 他这一桌 就两位太后 皇后秦明月 皇贵妃安娜 还有郑成功 其他贵妃 则陪着柳如氏 带着一堆皇子公主 在另一桌 席间众人聊得最多的 还是郑成功的事情 主要 他还没有大婚 柳如氏只是侧氏而已 这么个天之骄子 谁又能配得上呢 皇贵妃安娜 倒是提出了一个人选 那就是她的表妹 西班牙的公主 玛利亚 要知道 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 总共才一子一女 这个玛利亚公主 也金贵着呢 只是堂堂一个大名的 青王世子 会举一个洋人为正事吗 貌似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皇上都娶了个洋人 做皇贵妃 当然呢 这些都是后话 这里就暂且略过不表了 第十八卷 第十五章 唯未就诈 假道罚国 皇宫中的条件 自不必说 有电灯 亮如白昼 有蒸汽散热片 温暖如春 有无数的山珍海卫 有一大帮宫女 太监 与厨伺候 环境是如此的舒适 气氛 又是这样的热烈 众人不知不觉啊 聊到很晚很晚 诸子炯 见郑成功 已经喝得有点晕乎了 干脆令人 在昆宁宫中 给他收拾了个房间 至于柳如氏 则跟着几个贵妃 到后宫中 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 一切就宛如小时候一般 诸子炯 早早便爬起来赶去早朝 而皇后齐明月 则把郑成功含起来 去练功 郑成功是真正的文武全才 他不但喜欢读书 对武功也相当痴迷 史书中就专门记载了 他年轻时 费潜忘食 苦练刀法一事 这时 有了齐明月这个名师指点 他武功自然更加高强 现在 郑成功的武功 到底高到什么程度了呢 这点 连朱子炯都很好奇 所以 他一下早朝 他便拎着把左轮手枪 赶往郑成功 和皇后齐明月练武的地方 话说 他去看人家练武 手里拿把枪干嘛 难道 他把郑成功 找他对练 这会儿 他肯定是打不过郑成功了 但是 拿把枪 去跟人家打 貌似有点太无耻了 是吧 其实 他压根就没打算 跟郑成功对练 他之所以拿把枪 只是想看看 郑成功现在的功夫 能挡住子弹不 朱子炯 赶到练武场时 郑成功 正在齐明月的指点下 认真的练习剑法呢 他直接站在 三四十步开外 举起枪 大喝一声 成功 喊枪 最后 直接扣动扳机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六枪 将郑成功四周 封了个严严实实 让他不得不拿出全力 来当子弹 我靠 郑成功 被这突然起来的 喊叫声吓了一跳 紧接着 枪声更是吓得 大寒毛都竖起来了 皇上还真开枪啊 他连忙 器官右臂 举起长剑 拼命地挥舞起来 那剑身 都被他捂得看不见了 只能隐隐看到 剑肩上的点点寒芒 叮叮叮叮叮叮 说是迟 那是快啊 朱子炯 刚打出六发子弹 郑成功 周身便响起 六声清晰的碰撞声 六发子弹 全部被他用剑给挑飞了 这会儿 他才十九岁 根本就不可能练到操化着那种空手接子弹的程度 能用长剑把所有子弹都挑飞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郑成功 这下真被吓得不轻了 他抹了把冷汗 随后 便像小时候一样 委屈地对着一旁的皇后秦明月道 明月姐姐 皇上竟然真的拿枪打我 秦明月 云淡风听的道 怕什么 手枪子弹 也就比暗器快一点而已 再说皇上 又没朝着你的要害打 郑成功这个郁闷啊 他不依不饶的道 明月姐姐 那子弹可比暗器猛多了 我要是没挡住 身上 非得被打出几个窟窿不可 他这意思 是要秦明月 跟小时候一样 好好的教育教育皇上的 拿着枪 随便朝人乱开是不对的 就算是皇上 也不行 但是 秦明月 一点教训朱子炯的意思都没有 他反而教训郑成功的 你要是练到现在还挡不住子弹 被打伤了 也是活该 说吧 他直接一转身 飘然而去 朱子炯见此情景 大笑着走上去 拍着郑成功的肩膀赞叹道 不错不错 成功啊 你的剑法大有掌尽啊 快点把汗擦擦 跟朕开会去 初恙他们呀 已经在等着了 郑成功一阵无语 这两个人 讲不讲理呀 拿枪打人 就是不对的 当然 他也不敢跟皇上争论 只能把剑扔给一旁服侍的太监 又从一旁的供女手中 接过毛巾 郁闷地擦了把脸 便随后 跟着朱子炯 往乾清宫走去 此时 乾清宫的小会议室中 已经坐了五个人 左边一次是 陆军大元帅 天雄军统帅 卢相生 陆军副元帅 关宁军统帅 曹文照 兵部尚书 孙元化 右边 守卫是空着的 显然是留给郑成功的 下面 依次坐着 海军副元帅 北洋水师统帅 黄龙 海军副元帅 南洋水师统帅 郑之虎 卢相生 和曹文照 是朱瓷状后面 召来的 从施维拉和 奥昆多的回报来看 反哈布斯堡 明显还有后招 他光派海军过去 不保险 所以 把陆军两位元帅 也叫了过来 五个人 正围着桌子上的 世界地图 讨论着呢 外面 传来一声 太监的通传 皇上驾到 然后 众人联盟站了起来 朱瓷状和郑成功 连媚而来 刚进门 他便亲切地道 勉励勉励 都坐吧 众人可不敢冒犯 直到他走到主位 再次招呼 众人才刷地一下 坐下来 朱瓷状也不啰嗦 直接开口道 情况 初阳跟大家说过吧 大家有什么意见 都说说吧 说吧 他直接将目光 转向左手的卢相生 卢相生 将请皇上看过来 联盟拱手一礼 随后指着地图上道 皇上 微臣以为 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从地中海沿岸 对法国发动进攻 逼他们回援 他们的陆军 战力并不是很强 初期 应该只要派上 四五个军团就行了 后期我们可以看情况 再调派人马 前取支援 朱瓷状闻言 点头道 嗯 唯为旧赵之策 朕也考虑过 不过法国南部地形复杂 装甲战车 也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他们修处几个冷宝 那纵有五十万大军 一时也很难拿下 这个 作为候选吧 如果实在没办法了 那就只有硬攻了 说吧 他又看上后面的曹文照 曹文照见皇上看了过来 也连忙拱手一礼 随后指着地图道 皇上 现在沙鹅南部并未完全冰封 为人建议 直接威逼沙鹅 跟他们借到进入北欧 直扑荷兰 如果能拿下就拿下 拿不下的话 也可以回头把沙鹅收拾了 这样大明就在欧陆占文脚跟了 他们抢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 我们就进攻他们的本土 朱子炯文言 不由赞赏道 嗯 这是假到法国之计吧 计是好计 可惜沙鹅十有八九 是不会屈服借道的 就算他们屈服 这补给先也太长了 随时有可能被掐断 太危险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这么做 其实这些路上战略 朱子炯 或多或少都想过了 但是可行性都不是很强 现在他主要还是想听听 海军将领的意见 之所以啊 让卢想生和曹文赵心发言 也是为了热热身 现在热身完毕了 他不由将目光 转向了右边的海军将领 第十八卷 第十六章 打草惊蛇 以义代劳 这个时候 海军的三位将领 大元帅郑成功 正盯着地图思索 副元帅黄龙和郑之虎 倒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朱子炯 干脆跳过郑成功 将目光转向黄龙 试以他先说 黄龙见状立马拱手一礼 随后指着地图的 皇上 微臣以为 唯为旧赵 不一定要占领其领土或城池 我们可以组织小谷精锐部队 不断骚扰法国南部地区 暗杀 投毒 烧港口 炸工厂 怎么破坏它怎么来 搞得它们不得安宁 逼得它们不得不来抢夺地中海的控制权 这样的话 地利优势就转到我们大名哈布斯堡联盟这边来了 朱子炯文言 眼睛一亮 特种作战 不错不错 他忍不住再赏道 嗯 你的提议很不错 就算不能把他们吸引到地中海来 也能嚼得他们后方大乱 嘿嘿 正好把狙击步枪用上 狙击步枪在正面战场 作用不大 在这种小谷精锐的偷袭作战中 用途可大着呢 可以一试 可以一试 黄龙得到皇上的夸奖 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貌似众人提了这么多意见 就他的 皇上采纳了 拔得头筹的感觉 真是美滋滋啊 朱子炯夸奖了一下黄龙 又将目光望向正之虎 看着家伙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应该是有什么好点子吧 正之虎 见皇上看过来了 连忙匆匆拱手一礼 随后编持着地图道 皇上 微臣建议先集中兵力 驻葡萄牙夺回黄金海岸 此处离葡萄牙和西班牙近 而离反哈布斯堡联盟诸国远 是最理想的战场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地利优势 把他们打得找不找北 朱子炯为言 不由一愣 这一招如果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 自然是个不错的战略 但问题是 现在还不知道 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具体实力呢 这家伙 猛则猛意 有时候啊 就是不带脑子 这么傻乎乎地冲上去十有八九 是要吃大亏的 他点了点头 委婉地道 嗯 打 最后肯定是要打的 不过要先搞清楚 敌人的具体情况再打 成功 你怎么看 这会儿所有将领里就剩下 郑成功没有开口了 其他人提的建议都不是很合时宜 现在就看郑成功的了 郑成功文言 思索着道 皇上 微臣以为 大家提的建议都很好 只要揉合到一起 就是个很不错的战术 揉合到一起 怎么揉啊 众人说的貌似没有太大的关联 朱瓷炯不由好奇的道 哦 还能揉合到一起 赶紧说说 揉合到一起 是个什么战术 郑成功点了点头 睿智的道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不知道 敌人到底有多少战戒 茫茫大海上 泡去查探肯定是不现实的 唯有把它们引出来 朱瓷炯文言 不由点了点头 欧入西边 可是大西洋 那么大的范围 去找敌人的舰队 那和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找到的希望 很渺茫 不过 怎么把敌人的舰队 引出来呢 在朱瓷炯好奇的目光中 郑成功 缓缓将手指向地图 不过他指的地方 有点奇怪呀 不是地中海 也不是大西洋 而是大西洋和地中海 交汇处的 直布罗陀海峡 而且他指的 还不是海峡正中间 而是海峡外面 靠欧路一侧的 云湖状海岸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紧接着 他开口解释道 我们可以在这里 先修住一大片 临海的炮台 将陆军的火炮 先架上去 在这里修炮台 是什么意思 朱瓷炯 忍不住问道 在这里修炮台 有用吗 郑成功解释道 皇上 为了安全起见 海军必须有基地 作为依托 这里有我们 大明修筑的港口 在两侧 修筑一大片炮台之后 安全上就没问题了 正可以作为 临时基地使用 陆军大元帅 卢浮将生 看了看这位置 也忍不住问道 在这里 驻扎陆军 粮草 资重 和武器弹药 跟得上吗 这里离大明 最近的基地 都有好几千里呀 郑成功 支持地图上的标识的 卢大元帅 请放心 这里 有我们大明的贸易区 交通十分发达 粮草自重 可以就地购买 武器弹药 也可以通过铁路转越 驻扎几个陆军军团 都不是问题 众人心中大多 也有这样的疑惑 经正成功这么一解释 他们无不点头认可 建立临时基地 是没人反对的 郑成功指着地图继续道 我猜啊 反哈布斯堡联盟 肯定在海上埋伏了大量的战舰 就等我们上钩呢 我们就去碰碰他们的钩子 拾护黄金海岸 如果他们不来围殴 我们就将黄金海岸 给夺回来 如果他们来围殴 我们就直接退守临时基地 这样他们的实力就暴露了 真是妙计啊 朱子炯忍不住赞赏的 好 成功 此计甚妙 就这么办 众人也跟在他们后面 不住点头赞态 一时间 马屁如潮 拍得郑成功都有点招架不住了 既日已定 貌似就剩下调兵潜将了 不过朱子炯这段时间 正研读三十六计 郑成功这套战术 用的是什么计呢 他想了半天呢 都没想出来 众人恭维了一阵 朱子炯忍不住抬手打断的 曾功 你这用的是三十六计的哪一计啊 郑成功闻言一愣 三十六计 他自然是仔细地研读我了 不过这次的战术并不是单单某一个计策 而是综合了很多计策 他想了想 详细地解释道 皇上 这次战术 微臣并没有升班硬套三十六计 而是结合实际情况 想出来的对策 前面用到的是打草惊蛇 敌方兵力没有暴露 行踪诡秘 一向不明 唯有打草惊蛇将敌人挤出来 后面的话 如果敌人不来围殴 那就没什么战术可言了 只冲过去就行了 如果敌人来围殴 我们退守 则有以意待劳之意 朱子炯仔细品味一下 不由大赞道 好 好个打草惊蛇 好个以意待劳啊 众人文言也细细品味起来 越是品味 越觉得郑成功不得了 一般将领 能升班硬套兵书上的计谋就不错了 再高级点的将领 也只是灵活运用兵书上的计谋 而这位正大元帅 可是将兵书上的计谋 结合实际情况 分分合合 妙用无穷 真是了不起呀 郑成功的确是一位不是帅才 可惜历史上 南明朝那种绝望的形式 跟战略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他纵然再厉害也无力回天 冲政朝就不一样了 这伙大明可是天下有数的猎强 王国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 他要考虑的 就是怎么率领大明海军争夺海上霸权 激战列强 海上争霸 正是他大战身手的好时候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雨萱 下面请听第三百二十六集 第十八卷 第十七章 世子降临 盟友恭迎 那月二十九年节前的最后一天 从北边的新九州 到南边的旧港成军部正史思 从东边的东藩城天府 到西边的坎大哈 整个大明啊 一片喜气洋洋 不管是平民百姓 还是官吏商贾 几乎所有人都忙着切春莲 办年货 甚至大部分藩属国 都承喜了大明的习俗 家家张灯结彩 处处欢乐喜庆 然而这时 欧亚运河入口处的欧亚城 却一点年节的气氛都没有 倒不是说啊 他们孤选海外就不过年了 去年这里也是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但是啊 今年的情况却不一样了 反哈布斯堡联盟 对盟国发动偷袭 作为离欧陆最近的明军基地 这里的将士是没法过年了 这天四时 驻守在各处冷宝的明军将士 突然从冷宝中蜂拥而出 排着整齐的队列 向港口奔去 各国商贩的商船 全部被驱逐到运河北岸 整个港口被围得严严实实 这明军是要干嘛呢 大过年的不休息也就罢了 还跑到港口来吹风 是不是有病啊 他们当然没病 封锁港口是因为有大人物要来了 这不南海舰队统帅郑兴 武威军统帅李明福 奥斯曼帝国大维奇尔苏伊曼 葡萄牙内阁总理大臣施维拉 西班牙海军上将奥昆多 全部恭恭敬敬地站在港口 等候着这位大人物的降临 这阵势着实有点吓人啊 这么多大明哈布斯堡同盟 显贵一同迎接 难道来的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来的自然不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而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御帝 镇南王世子 海军大元帅正成功 五十刚过 远处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条黑线 慢慢的这条黑线越来越粗 越来越粗 北岸看热闹的各国商贩中 很多人呢忍不住掏出望远镜 向那黑线望去 紧接着北岸响起一片惊叹声 而且随着望远镜的传递 惊叹声越来越大 最后甚至把海浪声都压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 海面上的黑线 是代表有大型船队靠舰了 却不曾想 这个船队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从望远镜里就能看出来 来的船只绝对不下千艘 而且全是战舰 舰队的最前方 更是有四艘大的离谱的战舰 看那几集 地球人都知道 那是大明帝国的浮船战舰 这些商贩前段时间都听说了 西班牙还有葡萄牙和其他欧陆列强干上了 而且吃了大亏都被打得出不了海了 大家都在猜测 大明帝国会不会派兵来源 有人猜大明帝国不会拐 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都被打残了 证明其他欧陆列强的海军实力并不弱 如果大明帝国前来帮忙 能不能打赢先不说 损失惨重 那是肯定的 谁会为了盟友把自己打进去呢 也有人猜大明帝国会拐 因为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是出了名的大好人 对盟友简直好得没话说 现在自己的盟友被欺负了 他老人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好吧 后一部分人是猜对了 因为大明帝国的舰队已经来了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 大明帝国会派这么多的战舰来 一千多艘战舰 这怕已经是大明帝国全部的战舰了 为了给盟友帮忙 竟然把所有海军都派来了 这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还真是大好人呢 朱子炯把所有战舰都派过来了吗 当然不是 他只派来了三个舰队 六百艘超级战略舰 还有六百艘 那是大明皇家海运公司的武装扶船 用来运送陆军和粮草自重的 根据郑成功的战术 前期其实不需要调动太多的兵力 所以最后 朱子炯这次指掉了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和东海舰队前来支援 陆军也只派了三个军团 分别是官宁军 东江军 定辽军 郑成功此时 郑带着黄龙 郑之虎 曹文赵等将领 站在成功号的船头 眺望着前方 他进港口将近 立马下令道 反令 所有超级战略舰和武装扶船 都开进欧亚运河 呈单列队形 沿运河右侧停靠 所有宝船替舰 随其舰进入港口 他身后的骑手 开始挥舞令旗 尾杆上的骑手 随即打出同样的习语 通知后面的战舰 命令 飞速向后层层传递 很快 舰队便一分为二 四艘宝船巨舰 直奔港口 而其他战舰 则开始排成单列 进入运河 这下 喜欢看战舰的商贩有福了 明军战舰一搜搜地打 他们前面不远处经过 整整齐齐 连绵不绝 想怎么看 就怎么看 有好事者 甚至开始一搜一搜地 输起来 想看看明军到底 派来了多少战舰 这一数 怕最少得数个把石阵 不过 他们却一点都不嫌无聊 反而跟着身旁的人 议论纷纷 兴奋不已 港口中 施维拉和奥昆 都同样兴奋不已 来了 明军的支援终于来了 而且一点都不是敷衍他们的 那密密麻麻的战舰告诉他们 这次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真的是全力以赴 来帮忙的 宝船巨舰终于靠岸 旋梯放下 正成功带着一众高级将领 缓缓走向码头 那气势 甚至一点都不输出此窘啊 只是港口 没人山呼万岁而已 施维拉知道 燕钦这位少年 可是当今大明皇帝陛下 最亲密的兄弟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对他的宠爱 甚至超过了皇叔信亲王 从他的职位 就能看得出来 不到二十岁 就出任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 手握着天下最强的海军 这份信任 试问大明帝国 谁人能与之相比 面对这样一位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宠臣 甚至可以说 是大明帝国的二号人物 施维拉那拍马屁的天赋 又展露出来了 李明府和正兴刚进完礼 他立马凑了上去 恭恭敬敬的 行了个俯兄礼 随后 献媚的 狮子殿下 好久不见了 感谢您率军前来支援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和您的恩惠 这货马屁功夫是越来越好了 郑成功听了这话 竟然露出了笑容 甚至还尚前握住他的手 亲切的道 施维拉不决 好久不见 我们皇帝陛下说了 大明帝国绝对信守承诺 遵守盟约 帮助盟友 那是应该的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后面 苏维曼和奥昆多 被施维拉带着 不得不跟着崇敬的上前 又是恭维 又是感谢 大明这盟国老大的地位 是越发坐实了 第十八卷 第十八章 围点打圆 班门弄斧 郑成功之所以在这里下船 当然不是为了跟众人 打个招呼这么简单 过了欧亚运河 可就进入了欧陆地界了 战斗随时有可能打响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安排 整体战略布局的 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 郑成功便带着一众将领 随着李明福等人 一起进入了 此处最大的冷宝 简单的用过午膳之后 一场决定欧陆命运的作战会议 便在这个冷宝 简易会议室中召开了 这次大战 可以说是一场提前到来的 世界大战 由于朱子炯的穿越 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大明帝国强势崛起 不但夺取了整个南亚和北亚 还护出了两个老牌的殖民帝国 现在整个世界最有价值的殖民地 几乎都掌握在大明哈布斯堡联盟手里 反哈布斯堡联盟 怎会甘心呢 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是因为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 列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 和夺取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战争 而这次 同样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 唯一不同的是 来自东方的大明帝国成为了列强的一员 而且是列强中的列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以英法和沙俄为首的协约国阵营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土地的 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被打败了 那么这一次以大明帝国为首的 大明哈布斯堡联盟 会输给以英法和为首的反哈布斯堡联盟吗 鹿死水手还真未可知 因为这次主要是海上争霸 反哈布斯堡联盟海军实力还没有完全暴露 而大明哈布斯堡联盟这边 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军已经被打残了 奥斯曼帝国的海军 还没有发展起来 神圣罗马帝国现在是自顾不暇呀 况且这会儿他们压根就没有海军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大明帝国的海军实力 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大明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实力 现在 大明帝国二号人物 大明帝国皇室的御帝 未来的镇南王 现任海军大元帅正成功来了 各盟国自然要听从他的号令 所以 奥斯曼帝国的实权人物 大维奇尔苏伊曼都来了 至于神圣罗马帝国 来与不来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在这次大战中 他们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这次作战会议 高座主位的自然是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正成功 他的左手 依次是奥斯曼帝国 大维奇尔苏伊曼 葡萄牙内阁总理大臣施维拉 西班牙海军上将奥昆多 南海舰队统帅海军上将正兴 五威军统帅 陆军上将李明福 这些都是欧陆本土的代表 或者长期驻守欧陆的 对欧陆比较熟悉 算是负责后勤的管理人员 他的右手依次是 海军副元帅 北洋舰队统帅黄龙 海军副元帅 南洋舰队统帅 郑之虎 陆军副元帅 关宁军统帅曹文照 东江军统帅 陆军上将 毛文龙 定辽军统帅 陆军上将 秦拱明 北海舰队统帅 海军上将 杨耿 这些都是郑成功带过来的 军团将领 算是直接参战的前线指挥人员 两边坐定 郑成功开始询问战场的具体形式 这些都比较繁琐 在电报中是没法一心描述清楚的 他直接问左边的施维拉道 施维拉不觉 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总督辖区的防御力怎么样 你估计守军大概能撑多久 郑成功为什么要问施维拉呢 他又不是什么将领 当然是因为这伙的汉语学得好 比翻译说得还好 不问他问谁 果然施维拉文言立马和奥昆都交换了一下意见 随后便用标准的汉语回答 世子殿下 我们的总督辖区近两年都修筑了很多冷宝 四个辖区最少都有五个 最多的有八个 里面的守军都在三千以上 如果敌人不舍命皇宫的话 坚持一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郑成功文言点了点头 随即又问道 你们的海军是怎么重埋伏的 这一点施维拉都不用和奥昆多商量 因为这几天呢 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 他立马回答 一开始反哈布斯堡联盟 并没有投入太大的兵力 好像比我们的海军实力都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认为有守军的协助 很轻松就能把敌人击退 所以只是简单的商量了一下 就派出海军主力去支援了 结果都是走到半路上 便遭遇了敌人的埋伏 郑成功文言 撇了撇嘴 不屑的道 果然是维典党员 看样子 他们应该是学过大明的兵法了 竟然敢搬门弄斧 士维拉汉语虽然学得好 像维典打员这样带有深意的词汇 他还是不能理解 他忍不住问道 士子殿下 什么叫维典打员 郑成功翻了个白眼 无奈地解释道 嗯 就是围住你们的避旧之地 然后在半路上设埋伏 围攻你们的援军 士维拉如火至宝的道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们的确是在围典打员 郑成功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胸有成竹地打 看样子 他们主要是为了打员 你们的几个总督辖区 暂时应该还没有什么危险 他们是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 不计损失的攻击冷宝的 士维拉文言 赶紧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奥昆多 随即 两人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既然已经确定 反哈布斯堡联盟是在围典打员了 那么这个沿海炮台就更加要造了 摊在桌上 随后指着西班牙和葡萄牙交界 接触的瓦迪亚纳河入海口道 我们要在这里修处三片较大的炮台群 这几片土地先借给我们用一下 附近的平民请你们全部牵走 有没有问题 建炮台是好事 明军一撤这些炮台就是他们的了 而且以大明帝国一贯大方的作风 估计到时候大部分的火炮都不会撤走 白德三片巨大沿海炮台 何乐而不为呢 士维拉和奥昆多打了声招呼 随即便连连点头道 没问题 没问题 世子殿下 只要把具体区域画出来就行了 平你 我们马上迁走 紧接着 郑成功又开始和苏伊曼商量着 大概的意思就是要将现在的欧亚铁路改道 直接修到地中海沿岸 然后在那里建立一个港口 以便将粮草滋重和武器弹药从陆路运送过来 然后再用武装扶船运到前线 这点自然也没有问题 苏伊曼现在也是权金朝野的主 一个港口城市 那么小块地方 就他一句话的事情 最后 郑成功又详细交代了一下个人的任务 一场作战会议 足足开了将近两个是谁 会议结束 郑成功立刻带着士维拉和奥昆多 上了自己的旗舰 带领明军将领 直奔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第十八卷 第十九章 邯郸学部 八面埋伏 战云密布 风雨欲来 一场世界级大战即将打响 大明哈布斯堡联盟这边的核心 大明帝国 已经派出了帝国二号人物 海军大元帅郑成功 带着大明海军三个最强的舰队 和陆军三个精锐部队来到欧陆 反哈布斯堡联盟那边准备的又如何呢 反哈布斯堡联盟这边自然是早有准备 其实从大明帝国逼迫沙俄和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签订和约纳克开始 反哈布斯堡联盟就准备发动了 和谈结束之后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都十分火大 以他们的实力 其实硬拼大明帝国都不一定会输 但是他们大多都是海军啊 用海军来打陆战 而且还是和陆战无敌的大明帝国打陆战 那纯粹是脑袋进水了 硬的不行 那就只能来软的了 他们唯有选择暂时忍让 以打敲大明帝国继续进攻陆陆西进的念头 不过 忍让并不代表屈服 相反 他们都很不服气 准备了这么久 隐忍了这么久 到头来还是被大明帝国当头敲了一门棍 这口气谁也咽不下去啊 所以很快 他们便相约在荷兰的路特丹集会了 商讨全面反攻的事情 这次来的可不再是一些小喽喽 而是各国掌权的大人物 法国来的是宰相黎塞刘公爵 英国来的是国王的宠臣 特拉福德伯爵 瑞典来的是内阁首相 考菲兹乌尔菲尔特伯爵 丹麦来的是内阁首相 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伯爵 就连沙俄首相罗索夫也来打酱油了 这些人呢 大多吃过黎塞刘的亏 不过 这几年 黎塞刘改变了策略 提出了分工协作的办法 使得各国海军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所以 大家还是听从了黎塞刘的建议 准备全力出击 打大明哈布斯堡联盟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 沙俄除外 这次罗索夫真的是被黎塞刘坑死了 连首相职位都差点没保住 再让他出兵 那简直是做梦啊 再说沙俄现在也调不出什么兵力了 他们的大部分兵力都调到了乌山一线 以防大明帝国撕毁合约 继续西进 防不防得住 那还得看情况 总之啊 他们是一兵一卒都调不出来了 反哈布斯堡联盟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还敢全力出击 与大明哈布斯堡联盟开战呢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说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实力了 黎塞刘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他那脑子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竟然想出了后世国际上流行的分工协作方法 令反哈布斯堡联盟的超级战略舰量暴增 这时期 欧陆列强各有各的长处 但凭一个国家要量产蒸汽动力的超级战略舰很难的 像荷兰 造船能力是很强 甚至比大明还强 但是他们造蒸汽锅炉和火炮的能力却不是很强 倒不是说他们没有技术 主要是他们没人 这伙的荷兰总共才一百来万人口 却有一万五千多艘远洋商船 还有数不清的造船厂 光是造船和经商就够他们忙的了 其他行业根本就没什么人 像英国 他们造蒸汽锅炉的能力是最厉害的 铸造火炮也还算可以 但造船行业却还没有发展起来 超级战略舰造是能造得出来 但是一年也造不出几艘 像船屋水稻什么的都是需要时间去建的 造船工也需要时间培养 像法国他们造火炮能力是最强的 造蒸汽锅炉什么的也还算可以 但是他们的造船行业却差得很 几乎造不出超级战略舰 像丹麦他们的造船能力应该仅次于荷兰 但问题是他们既不会造蒸汽锅炉 也不会造最新型的火炮 光造个超级战略舰的壳子 又有什么用 瑞典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基本是在发展陆军 海军才刚刚起步 造什么都不行 但他们的资源很丰富 造超级战略舰所需的矿和木材 都是整个联盟里储量最多的 要按以前各国各搞各的 估计再发展个几十年 就会跟后世的形势一样 英国会第一个发展起来 因为他们既不缺技术又不缺人 缺的只是时间而已 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法国 因为他们人最多 技术只是有所欠缺而已 还是能慢慢赶上来的 至于丹麦和瑞典 基本是没戏了 因为他们还没掌握争气动力 荷兰基本也没戏了 因为他们人口太少 伤不起 但是这个时候 却不能各搞各的了 因为大明帝国太强了 如果再各搞各的 他们迟早要被大明帝国 挨个收拾了 这时 黎塞留出马了 提出了各国分工合作的方案 简单点说 就是由荷兰和丹麦负责制造船体 英国和法国负责提供蒸汽动力系统和火炮 瑞典负责提供原材料 各国根据所提供的东西估价 按所提供的总价值多少 分配超级战略舰 面对大明帝国的强势崛起 各国都没有其他办法 唯有接受这种搭积木的方式 每个国家都提供一部分东西 最后搭建成带争气动力的超级战略舰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五大列强爆发出的能量 连他们自己都吓到了 不到两年时间 他们竟然造出了将近一千艘超级战略舰 再加上原来荷兰和英国用旧的风帆战略舰 改造成的蒸汽动力战略舰 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超级战略舰 数量竟然达到了恐怖的一千三百多艘 现在英国和荷兰分别有三百多艘超级战略舰 算是海上实力最强的 法国四支拥有差不多三百艘超级战略舰 丹麦和瑞典最差 但两国加起来也有三百多艘超级战略舰 大明在列强面前展露出来的海真实力 总共也就不到一千艘超级战略舰 而且沙俄还查探到 有两个舰队将近四百艘超级战略舰 滞留在厄壁和流域 也就是说这个冬天大明能动用的超级战略舰 总共才五六百艘 当然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确实这么认为的 而黎塞留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本大明的兵书 而且让人翻译成了法文 仔细研读一下 竟然让他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维典打员战术 虽然是邯郸学部 但维典打员这个战术的确很适合现在的情况 这么先进的战术一提出来 列强更是急不可耐了 他们认为 不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大明帝国 都必定会中计 到那时 一举歼灭大明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主力 那海上不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在这个时候 获取了海上霸权 就等于将所有海外殖民地收入能中了 所以列强毫不犹豫地出兵了 而且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毫不犹豫地上当了 现在大明帝国战队也来了 八面埋伏正在那里等着呢 正成功 会上当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327集 第18卷 第20章 构筑防线 以身为耳 轮船的出现 都要看运气了 顺风顺水 倒还有点希望 如果既不顺风又不顺水 等查探到敌情 再组织合围 恐怕敌人的舰队啊 早就跑得没影了 有了轮船就不一样了 不管顺不顺风 也不管顺不顺水 战舰的速度 都不会受影响 一般情况下 只要埋伏的位置合适 敌人绝对跑不掉 驴赛流 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而且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军 都已经被反哈布斯堡联盟的联合舰队 给打残了 足以证明他提出的这个战术啊 简直是神来之彼 当他听说大明帝国的舰队 已经进入地中海 而且直奔直布罗陀海峡时 他脸上又露出了狐狸般的威吓 这次大明帝国肯定又要栽了 至于什么大明哈布斯堡联盟 会利用地理优势 从地中海沿岸 袭击法国南部这个问题 他自然也想到了 法国的陆军在反哈布斯堡联盟里 可知最强的 而且近两年 他还命人在南部各处险要关口 修筑了很多冷宝 就算是大明帝国陆军全力来攻 也讨不到好 他以为不出半个月 海上就会传来大明帝国舰队 被围歼的消息 但是他注定要失望了 郑成功此行的第一战 既不是非洲的黄金海岸 也不是南北美洲 而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交界 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在这里 早就已经建起了大明帝国的商贸城 一座大桥横跨两岸 两条铁路连通东西 往西北方向的铁路 是通过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的 往东北方向的铁路 是通往西班牙的马德里的 铁路 河流 海港交汇在一起 这里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 不管是从非洲 还是从南北美洲殖民地 运过来的各种货物 都可以通过这里 运转到西班牙和葡萄牙首都 不管是从欧亚运河过来 想跟西浦两国做生意的名商 还是从西浦两国出发 想去运东做生意的商贩 都可以从这里中转 这里早已成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 其繁华程度甚至不下于里斯本和马德里 原本这里一直都是商船不断 货物堆积成山 但是这一个多月以来啊 这里却是冷冷清清 很少有商船来往 甚至大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门了 或许这跟大明帝国和大明帝国下属的各个藩属国商贩 都要回去过年节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呢 确实因为通往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海陆 都已经被反哈布斯法联盟封锁了 西浦两国殖民地的货物根本就过不了 这里自然就萧条了 郑成功对这里的萧条并不感觉奇怪 战争本来就意味着破坏 这里没被打成一片焦土 已经算不错了 至于做生意 还是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说吧 种种迹象表明 反哈布斯堡联盟海军实力 恐怕已经和大明帝国相当了 他手底下这三支舰队 恐怕还不能把反哈布斯堡联盟怎么样 所以他做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来到这里以后 他什么都没干 而是带着黄龙 郑之虎 曹文照等高级将领 还有士维拉和奥昆多这两位盟国大佬到处转 查探地形 准备修筑炮台和冷宝 观察了几天之后 郑存公划定了三块伊山奔海的区域 让士维拉和奥昆多通知地方官员 将当地的平民全部迁移走 然后一船船明军将士被运了过来 就在附近的海岸上扎下大营 最后一船船钢筋混泥土又被运了过来 一个个港口 码头 冷宝 炮台慢慢成型 明军再次展现出他们恐怖修建速度 不到半个月时间 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瓦迪亚纳和铁三角防线便已成型 最后 数千门火炮被装上冷宝和炮台 一条钢铁防线终于完成 一切准备妥当 郑存公召集了海陆两军将领 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后 随后便率领三支舰队出发了 联合舰队目标直指黄金海岸 他要以身作耳将反哈布斯堡联盟隐藏的实力 全部引诱出来 苍茫的海面上 明军的联合舰队缓缓前行 郑存公排出来的阵型很奇怪呀 四艘宝船巨舰并没有排在整个舰队的正前方 也没有排在中间 而是跟在了最后面 超级战略舰虽然排成了战斗队列 但是队列与队列之间的横向距离却很宽 简直可以说是松松垮垮 如果敌人集中兵力从中间突破 很容易就能把整个舰队一分为二 甚至割裂成很多小块 这种阵型看上去是壮观无比 但是在稍微有点海战惊艳的将领里 排成这种阵型的指挥官 简直就是个不动海战的蠢材 排这么开 这不着死吗 别说战斗了 指挥都会成问题 因为散得抬开 旗舰根本就没法指挥到所有战舰 到时候打起来 还不是一盘散沙 当隐藏在附近荒岛后面的侦察船 将消息传给后方的联军指挥官 反门敌上将时 反门敌惊得呀 下巴都快掉了 六百艘超级战略舰 竟然排了百余里官 这明军指挥官不会是有病吧 不管明军指挥官是不是有病 他还是命令所有埋伏的舰队 进入指定位置 一旦明军舰队进入包围圈 立马围上去 歼灭之 等了半个多月了 明军终于上钩了 范门敌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范门敌对大明海军的怨念 那简直是亲见大西洋之水 也洗不掉 他可是连续两次败在大明手里 第一次直接被俘虏 第二次则是被打得 接近全军覆没 仓皇逃窄 要不是盟国指挥 大兴海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太少 他这辈子就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了 大明帝国 这次终于要在自己手里了 而且好像还派了个有病的指挥官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率联合舰队 将大明帝国海军主力歼灭 一血前耻 凯旋而归的场景 好啊 大明帝国的指挥官 禀得挺厉害 最好是个白痴 郑纯公这样排阵 自然不是有病 如果敌人没埋伏 他怎么排都没关系 如果敌人有埋伏 那么 嘿嘿 第十八卷 第二十一章 技高一筹 列强败走 上 寒风萧萧 海浪翻滚 直布罗陀海峡南边 大约千余里的大西洋上 一支由一百五十艘超级战略舰组成的舰队 正在缓缓向北行驶 范文迪站在旗舰的船头心情激动无比 根据前面暗哨船的情报 明军舰队并未发现任何异样 仍然在往南行驶 算算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就能遭遇了 明军的舰队离港 已经一天多时间了 回头已然不可能 而盟国的埋伏 那真是八面埋伏 正北方是瑞典的舰队 西北方是丹麦的舰队 西方和西南方是英国的舰队 南方和东南方是荷兰的舰队 东方和东北方是法国的舰队 八个舰队每个舰队都是一百五十艘超级战略舰 加起来足有一千两百艘超级战略舰 而明军的战舰数量已经探明了 总共就六百艘超级战略舰和四艘宝船巨舰 面对数量多一倍的盟军舰队 只要被围住 他们绝对跑不掉 前面就是预设好的战场了 范门底不由频频举起望远镜 望向前方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异常 明军舰队这次应该是栽定了 快点出现 快点出现 他在心里不停的呐喊着 拿望远镜的手甚至都有点颤抖了 这次维艰的可是大明帝国海军主力 只要成功 他犯门底 必将被载入史册 成为世界文明的海战名将 而就在几年前 他刚从远东逃回来时 议会甚至在讨论 要给他扣上废物总督 长白将人的帽子 最后执行死刑 好在他人缘还算不错 最后只盼了个终身监禁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一年多前他竟然又被放出来了 而且还恢复了海军上将军衔 甚至还当上了盟军总指挥 不得不说他运气简直逆天了 因为反哈布斯堡联盟 要大力发展海军 而这时别说是指挥上千艘 超级战略舰作战了 指挥过上百艘 超级战略舰作战的将领都很少 而且他还有个优势 那就是曾经多次指挥舰队 和大明帝国海军作战 虽然最后都败了 但是他毕竟和大明帝国海军 要过手 比那些见都没见过 大明帝国海军的将领 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 所以他这个败军之将 当选盟军总指挥官 竟然没一个反对的 范门迪这会儿真是有点急不可待 这次他一定要将大明帝国海军主力 一锅端了 一雪前尺 盼望着盼望着 前方海面上终于出现排黑点 他连忙举起望远镜一看 是战舰 果然是大明帝国的战舰 虽然还看不大真切 但是他知道 这绝对是大明帝国的舰队 因为探报就是这么说的 大明帝国的舰队排得散得很 对列与对列之间的距离 足有十来里 前面那稀稀拉拉的战舰群 可不就是这么摆的吗 终于逮到了 范门迪激动的大吼道 命令 所有战舰全速前进 左右舰炮全部装点 十仙弹 准备开火 看着在望远镜中 慢慢变得清晰的明军战舰 范门迪激动的脸都变形了 胜利了胜利了 明军已经进入包围圈了 一仙二 对六百 就算他们再厉害 也得趴下 这个时候 明军的舰队好像也发现他们了 令范门迪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明军舰队 竟然开始掉头了 而且 还是乱哄哄的掉头 有的朝左右的朝右 好像根本就没什么指挥 整个阵型全烂套了 大明帝国竟然派了这么个白痴指挥官 好啊 范门迪激动的满脸通红 眼看着明军战舰乱糟糟的掉头而去 用两边的舰炮攻击已然不大可能 因为大家速度都差不多 明军远隔树里就掉头了 他们要追上去是很难的 不过 没关系 四面八方都是盟军的舰队 明军跑不掉的 左右舰炮够不着 舰手的大炮还是轰得到的 范门迪兴奋的大吼道 命令 所有战舰 舰手大炮 装填石心弹 准备开火 后吧 他直接让开了最中间的位置 站到了船手大炮右侧 他要再站中间 屁股可就要被舰手大炮给轰开花了 明军 真的有这么乱吗 其实啊 这些都是假象 如果范门迪能站在天上 将明军整个舰队的行动 进入眼底 他就会发现 明军的所有战舰 正向一个方向聚集 在那里 四艘宝船巨舰 一前三后 成舰头撞 正加速往正北方的瑞典舰队冲去 郑成功一脸淡定的 站在宝船巨舰中间的指挥台上 冷静的下令道 命令 所有宝船巨舰 箭手巨炮 装填十仙袋 所有超级战略舰 两侧舰炮 装填十仙袋 直接从前方敌舰中间冲过去 敌人的舰队 可没明军战舰开始时排得这么赛 就这么冲上去 如果敌舰不必让 那绝对会撞成一堆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很快 第一舰就进入十二寸巨炮的射程范围 郑成功直接大喝道 所有宝船巨舰 箭手巨炮开火 十仙袋 连续轰击虎轮 轰轰轰 随着一阵震天的巨响 庞大的宝船巨舰都晃动了几下 十多枚脸盆纳的炮弹 如天降陨石般 飞向前方的敌舰 瑞典舰队的指挥官 正命人装填炮弹 前方突然想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 他下意识地认为 敌军指挥官 这是有病啊 很明显 距离还有五六里呢 这个时候开炮 打得个屁道啊 但是 咔咔咔 数声巨响 舰队中间那两排战舰 竟然要好几艘重弹了 这怎么可能 他连忙举起望远镜 向重弹的战舰望去 我的天哪 这是炮弹打出来的吗 重弹的战舰目屑横飞 那重弹的位置 足有一个一人来高的巨动 战舰已经开始缓缓倾斜了 眼看着就要沉入海底 一颗炮弹打成一艘超级战列舰 瑞典指挥官直接傻隐了 明君 这是什么大炮 十几寸的巨炮吗 他还真猜对了 明君的超级战列舰 装载的就是十二寸巨炮 而且还不是一门 而是六门 前后各三门 轰轰轰 没过多久 宝船巨舰又开火了 又有几艘超级战列舰被轰得 木屑纷飞 倾斜下沉 这还怎么打 明君战舰还没进入射程范围 他这边就已经损失了十来艘超级战列舰了 第十八卷 第二十二章 气高一筹 列强败走 下 瑞典舰队的阵型 完全和正成功预料的一模一样 为了挡住自己退路 他们排成了扁平阵型 这样的话 纵向的厚度就不可能太厚 很容易被打穿 现在瑞典舰队啊 一百五十艘战列舰 足足排了十五列 也就是说 每列才十艘战舰 他之所以把宝船巨舰排在最后面 就是为了突破后方的围堵 现在 十二寸巨炮 才发射五轮炮弹 最中间一列十艘瑞典战舰 已经被打得东倒西歪 靠近中间的两列二十艘战舰 也被打得损伤过半 真行大乱 如果这时啊 靠近中间那两列 剩余的十余艘战舰 不要命的往中间挤 直接撞向四搜宝船巨舰 那名军舰队 可能会有点麻烦 郑成功 可能会被迫放弃 一两艘被撞坏的宝船巨舰 不然就跑不掉了 但是 大明帝国和瑞典 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死仇 再说 直接冲上去送死 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靠近中间那两列 剩余的十余艘瑞典战舰 并没有选择往中间挤 而是慌忙地往两侧散开 以防备明军的宝船巨舰 给撞个 剑毁人亡 三列战舰被打传之后 瑞典舰队中间 空出一条七八里宽的通道 郑成功率领四艘宝船巨舰 很快便变成一列 插入瑞典战舰中间 这下宝舰巨舰的恐怖火力 更加显露无遗 它两侧的三层舰炮 全是六寸榴弹炮 而且不是一百门 而是两百多门 轰轰轰 一阵火炮的轰鸣声响起 双方都开火了 但是结果却迥然不同 营军这边只有四艘宝船巨舰 那西瓜大的炮弹 却像雨点般的 砸向两边的瑞典战舰 很多瑞典战舰都被砸得目屑横飞 虽然没被砸沉 战舰的损伤却十分严重 士兵伤亡也不小 瑞典这边 虽然有些近三十艘战舰同时开火 但是不管是高度还是射程 他们都差了一大截 只有少数炮弹砸到宝船巨舰两侧的船弦上 砸出了几个西瓜大的窟窿 给宝船巨舰带来了些许损伤 宝船巨舰的射速还是相当恐怖的 这边瑞典战舰刚把大炮拉回去 准备装填弹药呢 那边宝船巨舰又开火了 一阵轰鸣过后 就是一波西瓜大的炮弹砸了过来 瑞典指挥官都被吓傻了 明军这宝船战舰简直跟移动的冷宝一样 火力太猛了 这个时候别说靠上去合围了 如果再不躲开 中间那三十艘战舰又不知道要击沉多少艘 为了避免损失 他不得不下列 中间那三十艘战舰迅速向两边移动 赶快脱离明军舰炮的射程范围 五轮速射过后 四艘宝船巨舰已经脱离包围圈 昂首挺胸 扬长而去 而后面的明军战舰也不甘示弱 如同一个尖锥一般插入瑞典舰队中间 那炮弹更是不要钱一般的向两边倾斜 明军的火力实在是太凶猛了 太凶猛了 这是瑞典舰队指挥官的唯一感受 看着后面如同鲨鱼般晦击的明军舰队 他完全失去了阻拦的勇气 只知道 下令 后退 后退 再后退 等明军六百余艘战舰全部通过之后 瑞典舰队中间 已经被挤出了一条一百多里宽的通道 还算那么机灵 直到火速后退 最后啊 只被明军击沉了五十余艘 要是他们硬定着不退 过去一百五十艘战舰 全部都要交代在这里 范门迪所说的舰队 紧追着明军的屁股拧上来 但当他看到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瑞典舰队时 他真是又惊又怒 惊的是 一百五十艘战舰 才一会儿功夫 就被打得剩下五十艘了 怒的是 一百五十艘战舰 竟然没给明军造成 哪怕是一丝阻碍 这帮没用的东西 就算直接拿一百艘战舰去撞 也能把明军拖住啊 当然 他还不知道啊 他看到的只是一半的瑞典战舰 还有另一半已经被明军挤压到百里海外去了 他根本就没实现生气 因为明军的舰队一刻都不曾停歇 一路向北逃窜 他只能咬着尾巴猛追啊 如果再停下来 把瑞典指挥官教训一顿 那明军的舰队就真的跑没影了 追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左右两边不断传来消息 蒙军的舰队已经陆续靠拢过来了 由于瑞典舰队被击穿 本来是一个圆形的包围圈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盖子的瓶子 好在 明军战舰并未完全脱离包围圈 他都能通过望远镜 将明军舰队的后裔看得一惊二主 甚至啊 有时候箭手的火炮 还能够得着明军舰队的尾巴 当然 进入射程范围之后 明军战舰也会开炮 双方都有损伤 这简直就是在挑逗啊 如果盟国换个总指挥 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这种挑逗 范门迪是绝对受不了的 因为他在明军手里吃的贵太多了 这个场子不找回来 他死都咽不下气啊 眼看着前面明军舰队炫耀般的摆弄着尾巴 他咬牙切齿地下令道 命令所有盟国舰队全力追击 看你们往哪里跑 除非你们横跨地中海 穿过欧亚运河直接逃回远东去 不然你们就死定了 抱着死要不放的心思 范门迪率领舰队一路直追 渐渐的盟国的舰队逐渐靠拢 一千多艘战舰排成一个半云形 兜着明军舰队的屁股跑 期间明军就像挑逗一般 一会儿接火 一会儿脱离 玩得不亦乐乎 范门迪被气得蹊跷成烟 这下恐怕就算是明军舰队 全部穿过欧亚运河 他都会吹上去 不就是几座冷宝吗 一千多艘超级战略舰 一轮骑射 炮弹都能把两边的冷宝给埋了 就这样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联合舰队和明军舰队 一追一逃 若即若离 在海上狂奔了一天一夜 眼看着植布罗陀海峡临近 范门迪认为啊 明军舰队肯定会向右 穿过植布罗陀海峡 逃往地中海 却不曾想 明军一丁拐弯的意思都没有 竟然直接向北逃去 明军这是想招死吗 北边 葡萄牙可没什么要塞 再过去可就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地盘了 他们还能往哪里逃啊 这明军指挥官 不会是真的有病吧 又过了几个小时 眼看着海岸将近 明军竟然也没往左拐 逃往葡萄牙西部沿海 而是闷头直冲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他们这是想躲进瓦迪亚纳河 范门迪很快就做出了自以为英明的判断 这么多战舰要挤进去 是需要时间的 到时候 最少也能打掉一半的明军战舰 或许 能直接打得明军惊慌失措 拼命往河道里挤 那时将明军主力打残 也不是不可能 看样子 这明军指挥官还真是个白痴啊 他却不知道 明军已经在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修处了无数炮台和冷宝 因为明军封锁了消息 将附近所有人都牵走了 在郑成功眼里 这个盟军主帅 才是个真正的白痴 连这么明显的诱敌深入之际 都看不出来 还咬着屁股追 少死啊 明军舰队抵达瓦迪亚纳河入海口之后 并没有往河道里踹 反而啊 如流水般的向两侧散开 侧险直队追上来的蒙军舰队 这是要拼命了吗 由于距离太远 再加上明军战舰阻拦了视线 反门迪并没有注意到海岸上 还有冷宝和炮台 他直接下令 盟国舰队冲上去消灭他们 结果可想而知啊 迎接他们的 是暴风骤雨般的炮弹 冷宝炮台 再加上战舰侧前的火炮 数量上已经和反哈布斯堡联盟 舰炮差不多 陆基火炮 本来精准度啊 就比舰炮高 再加上明军火炮中 还夹杂着十二寸巨炮和神威大炮 反哈布斯堡联合舰队 简直被轰得屁滚尿流 等范门迪发现部队 下令后撤时 已经有一百多艘战舰被击沉了 又败了又败了 明军简直是他的克星啊 看着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海岸和明军战舰 反门底简直欲哭无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第三百二十八集 看着渐渐退去的反哈布斯堡联盟舰队 郑成功的脸上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 这一次虽然坑掉了他们两百余艘超级战略舰 但这还不足以让双方实力逆转 他们剩余的超级战略舰还有上千艘 如果自己手下三支舰队没有任何损伤 或许勉强能和他们打个平手 但是这三支舰队损失也不低 目测最少有百余艘战舰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实力插取依旧 凭借现在的实力啊 自己仍不是他们的对手 郑成功静静地站在齐舰的指挥台上 看着三大舰队报告战损同时思考接下来的战略 这次打草惊蛇和以翼代劳的战术还是相当成功的 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实力应该差不多完全暴露出来了 他判断对方的超级战略舰总数应该在1300艘到1500艘之间 也就是说出去这次击沉的200余艘 反哈布斯堡联盟超级战略舰应该还有一千两百艘 这个数量与大明海军拥有的超级战略舰差不多 不过战力上来说还是要稍微差一点 因为他们的舰炮都是前装式的 射速上比大明的舰炮差了一截 如果大明能抽掉五个舰队过来的话 打败反哈布斯堡联盟联合舰队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问题是大明现在总共才六个舰队 一个舰队守欧亚运河和地中海是绝对不能动的 剩下的全掉过来 大明所有海域玩空乘机 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万一敌人派个舰队从原来的老路 也就是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绕过去 大明沿海港口就要倒大霉了 而且就算是五个舰队全部调过来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 因为在明显打不过的情况下 敌人是不可能集合所有战舰来跟你拼命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躲进有炮台和冷宝的港口 慢慢跟你磨 死来想去 郑成功也想不出快速结束这场大战的办法 正好这时三个舰队陆陆续续将战损给抱上来了 别看明君呢 貌似没吃什么亏 其实损失也不小 开始 诱敌深入时 就有十来艘战舰被轰着千疮百孔 甚至废了 最后这一波硬钢啊 也废了一百余艘战舰 要知道对方可是上千艘战舰 就算是一次侧险骑射 那也是四五万发炮弹呢 只砸费百余艘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些废掉的战舰 基本上都是船体和蒸汽管路严重受损 根本就无法修复了 要拿去修 还不如造仙的来得快 郑成功想了一会儿 便令各舰队将受损严重的战舰全部拆了 剑炮 锅炉 螺旋架等有用的东西全部拆下来 运回东大营造船厂 至于其他的 那就只能拆下来当柴火烧了 经此一战 大明三大舰队剩余的战舰已经不到五百艘 不过反哈布斯堡联盟海军的实力总算是暴露了 而且他们损失更大 大明倒也没吃什么亏 郑成功直接将双方的战损和自己的战略计划写了份详细的奏哲 令人快船送到欧亚运河明军基地 直接发往京城 秉明皇上 他电报中还特别提醒了皇上 敌人的一千多艘超级战略舰都是轮船 绝大部分都是新的 也就是说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的造船能力相当恐怖 一年差不多能造出五六百艘超级战略舰 如果要打持久战 大明的造船能力也要跟上啊 不然 新消耗是拼不过敌人的 作为一个统帅 不但要兵法贤熟 指挥若定 还要有全局眼光 如果只知道着眼于战斗本身 其他方面都不理会 很有可能会满盘结束 郑成功 无疑是一个很优秀的统帅 不但指挥作战相当出色 眼光 也是相当全面 他如果只知道 崔朱瓷炯使劲往这边调集战舰 调集人马 跟人家偏消耗 那么不出两年呢 大明帝国就要被反哈布斯堡联盟耗死了 因为 这时 大明一年才能生产出200艘超级战略舰 而反哈布斯堡联盟 五国 一年呢 最少都能造出500艘超级战略舰 朱瓷炯 收到前线的电报之后 同样高兴不起来 虽说郑成功率大明海军大胜反哈布斯堡联盟 但是这场大胜啊 还不足以改变战局 双方不可避免的进入了相持阶段 现在拼的就是综合国力了 倒不是说他认为大明国力比不上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现在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 大明都占据了优势啊 主要问题是 欧陆离大明太远了 虽说有铁路和轮船转运物资 但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不说别的 光是转运物资所占据的运力损失啊 就相当惊人了 他当初修建欧亚铁路 可不是为了转运粮草资种和武器弹药呢 组建大明皇家海运公司 也不是为了给军队搞厚钱的 原本两棵摇钱树 现在不但摇不下钱来 还得往里倒接钱 损失之大 简直无法估算 还有 现在欧陆已经驻扎了六十万明军了 按正成功的意思 最少还要派两个舰队过去 再加上驻守在欧亚运河和地中海的明军 那就是整整一百万 消耗之大 同样惊人 还有造船的费用 造武器弹药的费用 士兵的伤亡抚恤等等 这样一来 大明虽然短期内不会被拖垮 经济倒退 那是必然的 耗个十几二十年 可能就要被耗死了 这样 肯定不行 朱瓷胸的眼光比正成功看得还要宽 这次大明可是在帮西班牙和葡萄牙抢夺殖民地 让大明来承担所有战争费用 显然是不对的 他们也必须承担大部分的战争损耗 朱瓷胸细细算了一下战争损耗 主要就是粮草 武器弹药和伤亡士兵的抚恤 针对这些 他一一给列出了分摊方案 首先是粮草 这个是最好说的 大明帝国是帮你们去打仗的吧 分担大部分粮草 应该不过分吧 他相信 只要不超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承受极限 他们是不会反对的 然后是武器弹药 这一点问他们药也要不来呀 因为他们产量有限 朱瓷胸决定帮他们建立弹药制造工厂 就按前线的损耗来确定规模 设备大明可以提供 至于材料和人工 相信他们也不好意思问大明要吧 最后啊 就是这个士兵伤亡抚恤的问题了 朱瓷胸准备赦给他们四百艘超级战略舰 让西班牙和葡萄牙各组建一个舰队 加入郑成功麾下 并帮他们建立年产战略舰百艘的组装流水线 锅炉 螺旋桨 火炮等主要部件 大明帝国提供 舰体 让他们自己造 这样既节省了造船的费用 又降低了士兵的伤亡 西班牙和葡萄牙呀 也能增强自今海军的实力 街道欢喜 朱瓷胸相信呢 他们应该是不会反对的 第十八卷 第二十四章 火药实验 事故不断呢 朱瓷胸思虑良久 终于定下了欧陆的全盘计划 他铅笔写下密照 令锦衣卫指挥师 千世 萧九成 带着一批高手运往欧陆 交给郑成功 并留下来 协助他处理接下来的事宜 同时 令人召来公布尚书碧茂康 商讨军备竞争的问题 公布尚书碧茂康 最近的心情啊 并不是很好 因为心形火药的实验出事了 而且还不是一次 而是接二连三的出事 已经有好几个研究人员受伤了 而且伤得还很重 有的甚至啊 有残废的可能 他为此十分的自责 皇上当初千叮万主 让他小心 小心再小心 但他还是大意了 这一连串的事故下来 搞得那些研究人员呢 每天去做实验 都跟上刑场一样 甚至大家都把遗嘱给写好了 他们这种不要命的研究精神 更是令他自责 怎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胡药那东西爆炸起来 可是不认人的 除非你不许碰 只要你搞炸了 就算是穿盔甲都没用 因为那个冲击力 根本就挡不住啊 这是他最近一直头疼的问题 听闻皇上召见 他还以为皇上啊 已经知道火药实验出事了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他毫不畏惧地跟着船只太监 走向皇宫 这责任他担下了 皇上要怎么责罚 他都没有意见 秦清宫 小会议室 捐臣见礼之后 两人毫无隔阂地坐了下来 朱思炯看到毕马康一副 英勇就义的样子 不由好奇地问道 孟后啊 你这是怎么了 毕马康文言 脸色一盛 站起来心里道 为臣之罪了 请皇上责罚 朱思炯这个莫名其妙啊 什么之罪 什么责罚 他找毕马康过来 就是商量着扩大超级战略舰 和武器弹药产量的事啊 跟什么罪与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不由抬手道 孟后 你先坐下来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罪不罪罚不罚的 这下轮到毕马康 莫名其妙了 搞半天 皇上不是为了 火药实验的事找他呀 不过既然已经开口了 他也不想退缩 这是皇上迟早会知道的 与其让锦衣卫或者东厂 告诉皇上 还不如他自己说 当然 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啊 都得了皇上旨意 根本不会来查 他们这些稿研发的 不过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再说毕马康也不想瞒着皇上 他直接站在那里 深深的自责道 皇上 微臣该死 火药实验出事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近接二连三的出事 已经炸伤了好几个研究人员了 而且都是重伤 朱四炳闻言一乐 原来是这事啊 火药实验会出事 这个啊 他早就预料到了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 也没办法做出完全抵挡 炸药冲击力的防火装置 这本来就是一项充满危险性的实验 朱四炳 倒是没有责备 毕马康的意思 他语重鲜长的党 末后啊 不是任何实验都没有危险的 特别是火药实验 出事 那是迟早的事 你不必过于自责 尽量让他们做实验室 小心一点吧 毕马康没想到 皇上就这一句话呀 他感动到 皇上 微臣有愧呀 那些研究人员 可都是大明未来的希望啊 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把遗书写下了 偏死都要把那个新式火药给研发出来 微臣拦都拦不住 朱四炳闻言 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的道 新型火药 必须研发出来 现在反哈布斯堡联盟军事实力越来越强了 大明如果停滞不前 迟早会被赶上去的 就算有伤亡 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这样吧 凡实验中受重伤的 一律奖励一万两百银 凡实验中受伤致残的 一律奖励五万两百银 凡实验中牺牲的 一律给家属发放十万两百银 以为抚恤 毕茂康还真是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那都是公布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朱四炳看到毕茂康犹豫的表情 不由劝道 孟侯 在忍耐下吧 频繁的出现事故 证明实验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只要有了心形火药 大明就能在战场上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他们的牺牲 能换取大明千千万万将士的生命 能换取大明亿万百姓的安宁 执 毕茂康文言 这才沉重的点头道 微臣明白了 皇上请放心 以现在的进度 今年 必定能制造出批普通火药 猛烈十倍 甚至是百倍的新型火药 朱四炳文言 欣慰的点头道 好 孟侯 朕期待你的好消息 这个就先不说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提高超级战略剑 和武器弹药的产量 反哈布斯堡联盟啊 发展得太快了 他们的制造能力 已经超过大明很多了 我们必须加大投入 把这个劣势搬回来 接下来 朱四炳和毕马康 经过漫长的协商 终于定下了增加超级战略剑 和武器弹药产量的具体计划 首先 大明将改建和扩建南大营造船厂 并派出熟练技工 前去主持 争取年内将南大营造船厂 也改造成一个 年产超级战略剑200艘的超大型造船厂 以后南洋和南亚地区的铁矿和木材 就直接运到南大营造船厂 加工成超级战略剑 而中原 辽东 墨南 墨北 西伯利亚等地铁矿和木材啊 则运到东大营造船厂 两个造船厂同时生产 争取把超级战略剑的年产量 一举提升到400艘 然后大明将派出技术人员 前去西班牙和葡萄牙 协助他们建造大型造船厂 让他们拥有年产100艘超级战略剑的能力 最后 大明还将提供相关设备和技术人员 协助西班牙和葡萄牙 提高弹药的生产能力 以满足欧陆明军和盟军的消耗 当然 这些都必须在郑成功街道密旨 前去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协商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实施 而朱子炯 接下来却将目光投向北美 北美那么辽阔的地域 在历史上大部分都落到了英国手里 凭借那些丰富的资源 英国最后成就了海上霸权 这一事可不能再让英国得逞 趁着反哈布斯堡联盟主力 被拖在欧陆附近 朱子炯决定 派武装扶船 从东营绕到北美大陆 将大明陆军军团派过去 把上面的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势力 全部赶走 然后直接开始殖民 让英国 毛都捞不到一根 从瓜迪亚纳河入海口 到马德里原来并没有什么路 这里地处西班牙的东南角 又是两国交界之地 边远落后 历来就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 自从大明帝国在这里修筑港口 建立了商贸区之后 原本边荒之地 很快就成了繁华之都 特别是在通往马德里的铁路修通以后 这里更是成了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 因为这里 离碧鲁总督辖区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都比较近 不管是来往于殖民地和本土之间的海商 还是去殖民地寻找机遇的探险者 都渐渐将这里作为重要的落脚点 一时之间 两地的客运与货运都变得繁华无比 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排队 不过 自从反哈布斯保联盟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战之后 这里已经繁华不再 通往马德里的火车也变得慢慢稀少 有时候甚至几天都看不到一辆 这一天铁路线上突然出现了三辆客车 排成一列 结伴而行 直奔马德里 这三辆客车中 前后两车倒是很普通 就是大明帝国产的二十节客运专列 但是中间那辆却很特别 车身竟然是金黄色的 就好像镀了金一样 在郊阳下散发着闪闪金光 华丽无比 这正是大明帝国为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所特制的国王专列 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 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奢华无比 不过 这一天这趟专列里面做的并不是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 而是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郑陈公 还有西班牙公主玛利亚特雷斯 话说这两人怎么凑到一起了呢 猫子他们好像并不认识吧 这其实是菲利四世特意安排的 当初大明帝国皇贵妃阿娜公主 说要把她的表妹介绍给郑成功可不是开玩笑的 第二天就写了封信给他舅舅菲利四世 将郑成功狠狠夸奖了一番 力劝他舅舅 将女儿嫁给这个大明帝国 仅次于皇帝陛下的二号人物 菲利四世也是个聪明人 不用安娜公主夸 他也知道大明正式是多么的尊贵 这天底下呀 可能除了大明帝国皇室和哈布斯堡王室 就属大明正式最尊贵了 对于大明正式联姻 他也是相当感兴趣的 这不一听说郑成功要到马德里来做客 他不但将自己的专列派去接人 还附带将自己的女儿也烧上 美其名曰 让女儿出去散散心 其实啊 就是相亲 这会儿郑成功脑海里可谓一团乱麻 他原本是想在火车上考虑一下 怎么和菲利四世协商扩充军备的事情的 但是现在他却一刻都闲不下来 因为玛丽亚公主正坐在他对面 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呢 这个玛丽亚公主才十五六岁的年纪 正是最天真烂漫的时候 长得有点像安娜公主 却没有安娜公主那份妩媚 而是多了一份可爱和贵族中少有的纯真 说实话 郑成功心动了 这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他小时候玩伴并不是很多 皇上一天要忙着处理国事 皇后秦明月又是一师一母亲的 对他要求严格的很 只有安娜公主一天没什么事 还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弟弟 所以他在皇宫的日子 跟安娜公主一起玩闹的时间是最多的 因为安娜公主的关系 他对洋人的长相并不排斥 他甚至还有点喜欢高鼻梁 大眼睛的洋美女 而这位玛丽亚公主 就是个精致的洋美人 再加上 他那一副天真可爱的表情 说不心动 那是假的 这位玛丽亚公主 也是王室贵族中的特礼 特没心没肺 当他父亲让他来这边玩时 他简直开心的不得了啊 因为他早就想看看大明帝国的军队 是不是如同传说中的那么威风 他也不想想 这边可是前线呢 一个公主跑前线完 怎么都有点不靠谱啊 他就是这么没心没肺的来了 而且他还真当自己是来玩的 一会儿要去炮台看看 一会儿要去冷宝看看 一会儿又要登上如移动堡垒般的宝船巨舰看看 如果换是其他人呢 好这来到处乱摔 郑纯公早就把他轰走了 问题是 人家是盟国公主 而且还是个特漂亮的小姑娘 郑纯公拿人家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但不敢把人家轰走 还要时时刻刻陪着 生怕他出现什么事啊 西班牙现在可就这么一个公主 如果出了什么事 就算皇上不收拾他 菲律四世和安娜公主 也不会放过他的 人就是这样 如果只是偶遇 相逢一笑都没有 各走各的路 那就是不相干的路人 但是一旦产生交集 相处几次 再陌生的两个人 也会慢慢熟了 郑纯公这陪来陪去 陪着陪着 两人就成熟人了 仿佛是前世注定 也可能是今生有缘 不但郑纯公先动了 玛利亚公主同样先动了 眼前这个男人 英俊帅气 有才 有权 有钱 汉语说得好啊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同样说得好 手下几十万名军将士 家里数个西班牙那么大的领地 他还是大明帝国皇帝最信任的人 他家里还管着一个 专门为欧陆贵族提供奢侈品的 大明皇家西洋商贸公司 这样的人呢 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这样的人 任何少女在他面前 都会失去抵抗力 玛利亚发现自己深深的爱上这位大明帝国的镇南王世子 时时刻刻都想和他在一起 一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想他 想着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见他 晚上一躺下 就感觉特别难受 总埋怨夜太长 不能一下就过去 早早见到狮子殿下 郑城公司几天也是沉醉其中 一天到晚就知道陪这个小姑娘瞎矿 他想去哪儿就陪她去哪儿 他想干什么就陪她去看看 那么的不由自主 那么的深陷其中 还好其他人呢 还是正常的 他叔叔郑之虎几天没见着侄儿来管军队的事情 终于忍不住跑去问了一句 郑城公 接下来要怎么打呀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一语惊醒梦中人 郑城公这才记起来 皇上下了秘址 让他去和菲利四世 还有若昂四世商讨扩大军备的事情 正好 菲利四世连专列都派过来了 那就先去玛德里吧 其实他或许还没有完全行 他之所以选择先去玛德里 主要并不是为了见菲利四世 他内心里啊 其实还是想和玛利亚公主多待几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雨萱 下面请听第329集 第18卷 第26章 王子公主定中身 北去的列车厂 郑城公一会儿目光深邃的望向车外 一会儿又转头回答一下玛利亚公主的问题 脸上始终保持着罪人的微笑 虽然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被公办 但他呀 却乐在其中 而玛利亚公主正是最好奇 也是最好动的年纪 特别是遇到知心的人 他那嘴巴呀 更是一刻都闲不下来 这会儿 他们正聊着玛德里的事情呢 玛利亚公主清脆地问道 世子殿下 你去过玛德里吗 欧陆皇室一般都会培养子女各国语言 现在大明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作为蒙古的西班牙 汉语自然是皇室的必修课 玛利亚也会说汉语 但是他还不是很习惯用汉语跟人交流 他这会儿说话的是西班牙语夹杂着汉语 一般人呢 遇到这种情况还真听不懂 但是郑成功却没有一点问题 他回头微笑道 嗯 陪皇上去过一次 玛利亚公主崇拜的道 皇上就是你们大明帝国皇帝陛下吗 郑成功文言骄傲的道 对 我们所说的皇上就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玛利亚满眼小星星的道 你说的是六年前的那次吗 听说那次你们皇上为了和我舅舅 争夺安娜姐姐不惜出动禁卫军 把法军大营给包围了 还有个亲王殿下 把我舅舅打了几天都下不了床 郑成功文言 嫩脸一红 尴尬的道 呃 这个 是的 那位亲王殿下就是我的父王 玛利亚公主 确实兴奋的鼓掌道 好啊 打得好 加斯东舅舅最讨厌了 可惜那次我跟母后回法国去了 没看到她当时的母样 郑成功文言不由一乐 毕竟血浓于水 她原以为玛利亚公主会站在加斯东宫学那边 现在看来啊 自己完全猜错了 貌似这位公主殿下对她舅舅意见很大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不禁好奇地问道 你不喜欢你舅舅 玛利亚公主 毫无心机地点头道 是啊 我舅舅可讨厌了 总是瑟瑟的 以前她就对安娜姐姐有非分之想 现在她 她还在打我的主意呢 郑成功好学没把刚喝下去的一口茶给喷出来 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加斯东可是玛利亚公主的亲舅舅 欧陆皇室还真够乱的 她忍不住摇头大 这怎么行 可是你亲舅舅 玛利亚公主愁眉苦脸的大 是啊 我也不想啊 但是我的母后却很想促成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姻 就算我不嫁给我舅舅 那也要嫁给我的表弟 迪恶多内 我母后只是在等 看我舅舅和我表弟 谁能继承法国王位而已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竟然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亲弟弟或者亲侄子 郑成功忍不住怒道 胡来 你父王就不管吗 玛利亚公主哀怨的大 我父王眼里只有利益而已 当初安娜姐姐不就差点嫁给她了吗 要不是由你们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插手 安娜姐姐或许已经是我的后妈了 听说安娜姐姐在你们大明帝国过得很好 我好羡慕她呀 说起安娜公主 郑成功怒气烧情 她怀念的道 是啊 安娜姐姐在我们大明帝国过得很好 皇上很宠爱她 她还生了个小宝宝 好可爱好可爱 玛利亚公主忍不住鼓掌道 真的吗 安娜姐姐的小宝宝叫什么 我好想去大明帝国看看安娜姐姐 她的小宝宝呀 郑成功略带宠溺的道 安娜姐姐的小宝宝叫诸和俊 是我们皇上的二皇子 以后她也将成为一位亲王 玛利亚公主忍不住羡慕的 安娜姐姐真幸福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 而我 我 狮子殿下 你愿意做我的白马王子吗 你愿意带我脱离苦海 去大明帝国吗 说到最后 她已经满脸通红 那声音更是低到 唯有眼前的郑成功 才能勉强听得到 郑成功闻言 嫩脸也变得一片通红 她低吟了一下 然后便坚定地点头道 好 我做你的白马王子 我带你去大明 这么赤裸裸的表白 一下就捅破了两人中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 玛利亚公主不由抬头含情默默地看着郑成功 郑成功同样深情地看向玛利亚公主 两人的目光很快便交织到一起 越缠越紧 越缠越紧 从瓜迪亚纳河入海口到马德里 大约有1200余里 按这时火车的速度 大概需要两天左右 这两天时间里 郑成功和玛利亚公主的关系突飞猛见 他们早上会相约一起吃早餐 白天会紧靠在一起看风景 晚上会相拥在一起看星星 那年会见 人随行的解尼卫看到都要脸红 话说玛利亚公主也是有随重的 他们为什么不阻止呢 他们当然不会阻止 他们来之前可是得到国王陛下的密令 要想办法撮合这两人呢 现在好了 不用他们说 两个人已经连到一起去了 任务完成 他们高兴得来不及呢 怎么会去阻止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甜蜜的旅程也总有尽头 两天之后 列车终于抵达马德里 郑成功不得不带着玛利亚公主 恋恋不舍地离开车厢 来之前他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促成西班牙参与两大联盟的军备竞争 他现在又多了一个任务 那就是做玛利亚公主的白马王子 将他带回大明 不过前一个是皇上交代下来的 而后一个是他自找的 马德里的火车站并没有建在城内 因为城内已经塞满了建筑 别说是火车站了 铁路都没法建去 所以从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到马德里的铁路 直接绕到了马德里城东 和原来马德里到瓦伦西亚的铁路 连接在一起 共用一个火车站 郑成功这次带来的人马并不多 只有两千陆军精锐 两千海军精锐 一千锦衣卫校尉 和十来个锦衣卫高手 军团将领他一个都没带 跟着他身边的 唯有皇上派来的锦衣卫指挥牵使 萧九成 萧九成是协助他刺探情报 并负责保护他安全的 火车进站以后 他并没有让郑成功牵下车 而是让手下高手 却让五千随行护卫人员 全部跳下车 正好退 将整个站台围得严严实实 确定没有一点问题了 这才来到郑成功的身边 攻身一隐 请郑成功下车 第十八卷 第二十七章 盟国国王险游宜 千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条条暗渡 金风玉露 一相逢 便胜却人精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任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看着眼前恋恋不舍的玛利亚公主 郑成功脑海里 突然想起了情官的 雀桥仙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是啊 自己未免有点太儿女情赏了 要娶眼前这位公主 以她的实力 完全没有问题 如此沉迷下去 反而不美 想到这里 她洒脱的道 玛利亚 你先回去 我们的事情 我等一下就跟你的父王说 玛利亚公主 娇羞而又担忧的道 要是我父王不同意怎么办 郑成功闻言 微微一笑 自信的道 放心 她会同意的 此刻 她已经完全从儿女私情中 清醒过来 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的威严 又出现在她的脸上 英姿勃发 玛利亚公主 满眼小星星的上下 打量了她一番 随即娇羞地跑向 等候依旧的马车 上车的那一刻 她忍不住回头深情地 看向郑成功一眼 那眼神 爱慕 眷恋 憧憬 皆有之 郑成功 忍不住心头一麻 差点又身陷集中 她连忙甩了甩头 让自己清醒过来 再抬头 家人已去 她在内心里叹息一声 随后 脸色已正 昂首颈胸 走向迎接自己的马车 菲利四世 还是一如既往地 保持着她作为国王的骄傲 没有亲自来迎接郑成功 不过为了表示对郑成功的重视 她还是派出一堆大臣和宫廷侍卫 郑成功很有礼貌地上去和一众大臣握手问好 随后便登上马车 带着萧九成和十余个锦衣卫高手 随着宫廷侍卫的仪仗队往城中行去 菲利四世 原本是准备好好迎接郑成功一番 踪践一下于大明帝国的感情的 甚至啊 她倒打算把自己唯一的女儿 嫁给这位大明帝国的新贵了 但是 有件事情 却让她犹豫了 因为法国 又派来了使者 还是她的小舅子 加斯东公爵 反哈布斯堡联盟 又来拉拢她了 而且这次许下的条件 还比较诱人 反哈布斯堡联盟申言 只要西班牙加入他们的阵营 从今以后 反哈布斯堡联盟 不但不会再打西班牙殖民地的主意 还将帮她拿下葡萄牙 并把葡萄牙在黄金海岸的殖民地 并入西班牙版图 好吧 反哈布斯堡联盟 竟然会来拉拢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班牙 这未免有点讽刺 不过 列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 只有利益 没有脸皮 只要有利益 出而翻而 食言而肥的事情 他们做起来 一点都不觉得脸红 菲利四世并不是什么政治白痴 他也知道 列强啊 并不是那么好相处的 但是 列强这次开出的条件 实在是太诱人了 就算他们习惯性的出而翻而 也要有个过程不是 到时候只要拿下了葡萄牙和黄金海岸 西班牙就是反哈布斯堡联盟里面 无人能敌的超级列强啊 他们敢翻脸吗 这件事情 着实令人难以抉择 他决定 还是先见见郑神功 看看大明帝国是什么意思 再做打算 就这样 原本准备 极力拉拢郑神功和大明正式联姻的菲利四世 变得矜持起来 原本一场 翁绪之间的会面 变成了礼节性的交往 郑神功到达马德里的时间 按大明帝国的计时方法计算 大概是五十前后 菲利四世事前就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这一点 菲利四世倒不小气 该上的天价佳肴 一样不少 只是态度 却略显生疏 郑神功也感觉到了菲利四世那种淡淡的疏远之意 不过 他并没有急躁 而是保持着贵族的礼仪 微笑着陪菲利四世享用着难得的佳肴 期间 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悦 五院过后 菲利四世按惯例 邀请郑神功到书房喝茶聊天 貌似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那态度却不怎么热情 郑神功知道这中间怕是出什么问题了 果然 双方坐下以后 菲利四世便颇为忧心的问道 大元帅阁下 不知道这次你与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海战具体情况如何 我听说你们已经被压到瓦迪亚纳河的入海口 出都出不去了 这他妈是谁在造谣啊 郑神功压住怒火淡淡的打 国王陛下 我不知道您是听谁说的 我想您是被欺骗了 这次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 并不是什么大决战 而且我方一艘超级战略舰都未被击沉啊 倒是反哈布斯堡联盟一次就被我们击沉了两百多艘超级战略舰 什么被他们压得出不去 简直荒唐 菲利四世文言一乐 随即又问道 哦 真是这样的吗 那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出击呢 从这话啊 郑神功已经听出来了 绝对是有倾向于反哈布斯堡联盟的人 在菲利四世面前搅舌根 他沉吟了一下 随即便严肃的道 国王陛下 我不知道是谁在你面前进禅言 涉及到这么多强国的大战 怎么可能一两天就分出胜负啊 就像反哈布斯堡联盟 与你们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 不是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吗 我们大明帝国远在万里之外 要与欧鲁列强争锋 准备个一两年都不为过 现在战斗才刚刚开始 就在您这里说三道四 禁言之人居心叵测啊 菲利四世文言再次愣住了 的确啊 加斯东那个废物冬个屁的战争啊 肯定是有人教他这么说的 而且大明帝国的舰队 刚过来不到一个月 就在这里说大明帝国败了 真是居心叵测啊 他犹豫了一阵 又忍不住问道 那大元帅阁下 为什么不成胜出击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 郑成功文言睿智的道 我们大明帝国有句话 叫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智者所不为也 现在我们并没有集中全部兵力 对阵的优势还不是很明显 如果贸贸然冲上去 就算是打赢了 也必将死伤惨重 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点菲利四世倒是相信的 大明帝国绝对不止这么一点兵力 不过大明帝国总兵力到底有多少 他还真不清楚 趁此机会 他顺势问道 哦 你们大明帝国到底有多少兵力 作为蒙古国王 我竟然还不知道 实在是惭愧啊 这意思就是 想了解一下大明帝国到底有多强大 郑成功稍微想了想 便半假半真的吹牛逼打 我们大明帝国 光是陆军就有两百多万 这个相信您也听说了 光是进攻西伯利亚 我们就出动了一百六十万大军 至于海军 我们现有七个舰队 每个舰队超级战略舰两百艘 兵力十万 还有一个舰队正在组舰中 另外 我们大明帝国藩蜀国军团 也有一百多万吧 那都没什么战斗力 不算也罢 非利四十文言 不由道西一口良计啊 大明帝国竟然如此强大 光正规军就有三百多万 第十八卷 第二十八章 摊出底牌 谈条件 非利四十的确被大明帝国庞大的兵力给吓到了 不过他并不怀疑这个数量 大明帝国和沙俄的大战 他是知道的 最后大明帝国团兵一百五十万 吓得反哈布斯堡联盟 乖乖签署赔款合约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要知道乌山条约的赔款总额可是恐怖的一亿五千万两 列强要是有能力反抗 绝对不会签下这史无前例的赔款条约 这更证实了大明帝国的确在乌山附近囤了一百五十万大军 再加上欧亚运河的 欧亚铁路的 南亚的 南洋的 还有大明京城的 大明帝国有两百多万陆军 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海军数量 他同样毫不怀疑 因为大明帝国已经派出三支舰队了 欧亚运河和地中海 还有一支舰队 他也是知道的 另外 大明帝国还有两支舰队 被寒兵堵在厄碧河里面 是加斯东那个范总告诉他的 这个也不用怀疑 还有南洋 还有大明京城附近 八支舰队 那都是保守的说法了 说实话 此刻他真有点怕了 这个时候 倒向反哈布斯堡联盟 那就是跟大明帝国撕破脸了 大明帝国对敌人的凶狠 那也是出了名的 沙俄就只是偷袭了一下 他们的边境哨所 而且还没打下来 结果就引来了一百多万明军的疯狂抱负 想想都吓人呢 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在反哈布斯堡联盟和大明帝国之间 他还是偏向于大明帝国的 不过 反哈布斯堡联盟提出的条件 却是一次难得的崛起机会 他真的有点难以取舍 想了半天呢 他决定 还是先拖一拖 看一看 这次大明帝国派出二的号人物 前来马德里 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忍不住问道 大明帅阁下 不知道 你这次来马德里 是为了什么事情 郑成功闻言 犹豫了一下 是先提皇上的事情 还是先提自己的事情呢 这时啊 他还是相当清醒的 很快 皇上就在他心里占了上风 毕竟两人可是从小玩到大 那真是比亲兄弟还贱 为了跟女人 把皇上的事情耽误了 他做不出来 所以 他脸色一正 严肃的大 这次 我是奉我们皇帝陛下之命 前来与您携生 在贵国建造大型造船厂 和弹药工厂的问题 一听到这个 菲利斯是马上来了兴趣 他可是听说啊 造超级战略舰有多难 西班牙努力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 一年也只能勉强造出 十艘超级战略舰 可谓举步为天 现在听着意思 大明帝国 是要帮他们建立 制造超级战略舰的 大型造船厂 求之不得呀 他仍有兴致的问道 大型造船厂 具体多大呀 郑成功 一字一顿的回答道 一年生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 菲利斯是文言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一年生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 大明帝国不会是疯了吧 他有点难以置信的问道 一年生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 你确定 郑成功 郑成功郑重地点头道 当然 我们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从来不开玩笑 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菲利斯是整个人也激动起来 年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 只要十年 就是一千艘 那时啊 反哈布斯堡联盟算个屁呀 吃过了一次亏后 他更加明白海军的重要性了 像这次 一下就被反哈布斯堡联盟 干掉了一百多艘超级战略舰 直接被人堵家里出都出不去 海外空有硕大的殖民地 却什么资源都运不回来了 别提多憋屈 大型造船厂 好啊 越大越好 不过他激动一阵 猛然又回过神来 这天下可没有白得便宜的好事啊 大明帝国不可能白白送他一个大型造船厂 后面肯定还有其他要求 想到这里 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冷静的大 大元帅阁下 大明帝国不可能白送我们一个大型造船厂吧 有什么条件 您说吧 郑成功想了想 不但没有回答 还提醒他 国王陛下 我们大明帝国还将帮助你们制造一个大型弹药厂 专门生产炮弹和火药 这也是好事啊 菲利四是更紧张的 看样子 条件肯定高到下人 他忍不住颤声的 说条件吧 郑成功闻言 这才捡了个最简单的 开口道 我们希望国王陛下能为大明提供弹药 毕竟弹药从大明运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战局 这个倒不是很难 生产弹药的材料 西班牙储量还是很足的 菲利四是单单点头的 没问题 只要弹药厂够大就行 要不够大呀 生产不出来 我也没办法 还有呢 郑成功闻言 继继继续加码道 我们希望国王陛下能为我们提供粮草 毕竟粮草从大明运过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开玩笑啊 现在大明帝国就已经派了六十万大军过来了 再派六十万过来 非把西班牙吃垮不可 菲利四是犹豫的 全部提供是不可能的 我们粮草也不是很足 最多可以提供十万人马 郑成功摇头道 太少了 大明帝国最少也会派过来百万大军 十万人马的粮草为民有点寒酸吧 光陛下 五十万人马怎么样 五十万 那也是难以承受的呀 菲利四是摇头道 五十万我们实在是给不出来呀 这样吧 二十万不能再多了 郑成功再一次努力道 四十万吧 不能再少了 菲利四是咬牙道 三十万吧 这已经是我们的提现了 再多我们自己的军队都没得吃了 郑成功无奈的点头道 那好吧 三十万就三十万 其他的我们自己想办法转运吧 光是粮草和弹药的话 倒还没什么 大明帝国本来就是来帮忙的 提供粮草和弹药是应该的 菲利四是小心地试探道 还有其他条件没有啊 郑成功看着菲利四是严肃的道 我们大明帝国将赦给你们一批超级战略舰 帮你们重组海军 组成一个两百艘超级战略舰 十万人马的标准舰队 这个舰队组建完成之后 必须听我指挥 联合起来和反哈布斯堡联盟作战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竟然要西班牙的舰队听大明的指挥 菲利四是犹豫的道 这样不好吧 说句不好听的 你要是拿我的舰队当跑灰 那我不是白白损失十万精锐 郑成功摇头道 这个你可以放心 没有把握的仗我不会打的 像这次反哈布斯堡联盟出动了一千多艘超级战略舰 我们还不是一艘战舰都没被击沉 国王陛下可以放心 我们大明帝国从来都是谋定而后动 每次大战都尽量避免将士伤亡 不管是大明将士还是西班牙战士 我们都会一视同仁 绝对不会拿他们当炮灰的 这个菲利四是倒是有所耳闻 大明帝国的确每次大战伤亡都不大 他犹豫了一会儿 咬牙道 把一个舰队交给你指挥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给我建造两个 年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的大型造船厂 这个郑成功还真做不了主啊 他只能回答道 关于造船厂的事情 我必须向我们皇帝陛下禀报 请国王陛下 再稍等几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宇勋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集 第十八却 第二十九章 色培公爵 又作死 正式谈完 菲利四是又和郑成功闲聊了几句 便准备送客了 毕竟啊 他也是异国之主 没那么多行功夫 陪人在这里胡扯 这要是在大明啊 他只要把茶杯端起来吹一下 或者装个样子喝一口 什么都不用说 就能把客人打把走 但西班牙可没端茶送客这一说 一般客人不主动告辞 主人还真不好意思碾人 郑成功之所以在这里摸摸唧唧 自然不是为了和菲利四是联络感情 他是想要娶人家的女儿 但这话更不好意思说出口 他没事找事 跟菲利四是闲聊了一会儿 将未来的老丈人 见入不耐之色 只能鼓起勇气 委婉得到 国王陛下 我们皇贵妃安娜地下曾提及啊 要将贵国玛利亚公主许配给微臣 不知国王陛下意下如何 菲利四是闻言一乐 好一会儿他才证明白 这小子是想娶自己的女儿 要换作加斯东来之前呢 他自然是毫不犹豫 求之不得 可这会儿他却犹豫了 到底同不同意呢 一口同意 那就代表他回绝了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提议 加斯东那家伙肯定立马气得跑回去告状啊 如果不同意 那就把眼前这位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给得罪死了 以后就算是继续跟大明帝国混 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啊 这一家伙可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最宠信的群臣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决定拖一拖看一看吧 他眼珠子一拽面露男色的道 这个玛丽啊 可是我的心肝宝贝 她的终生大事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郑成功文言脸色一暗 看样子 这桩婚事是要麻烦了 他感觉自己的心情瞬间跌入了低谷 看菲利四世这为难的样子 今天再怎么说啊 恐怕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了 为了避免失态 他只得起身告辞了 菲利四世也没挽留 只是很客气的把他送到门口 郑成功跟在宫廷侍卫的后面 心情越来越差 到底是谁在从中挑唆 让菲利四世变得疑惑重重 他真的恨不得宰了那挑拨离间之人 来到菲利四世给他安排的住处 他立马把萧九成照到跟前 低声道 你去查一下 是谁在菲利四世面前见禅言 挑拨西班牙和大明的关系 查到了 马上告诉我 萧九成文言 功身应命而至 郑成功确实叹了口气 颓废地坐了下来 他知道 要查到这个人怕是很难 因为锦衣卫在马德里 并没有安排多少密探 这里毕竟是蒙国的都城 再加上肤色 脸型和语言的问题 实在是不适合安插太多的密探 周梅沉思了一会儿 他这才想起 还要向皇上请示 多建一座大型造船厂的问题 这里和京城通讯可麻烦着呢 必须先让人将电报发到瓦伦西亚港 再安排人从瓦伦西亚坐船赶到欧亚运河的明军基地 才能将电报发往京城 这样转来转去着实麻烦 看样子 还要想办法将电报线路 尽快从欧亚运河拉过来 连通西半雅和葡萄牙的电报线路 不然军情传体不通畅 迟早要出事啊 电报线路要拉过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现在只有新用锦尼卫密探的传递系统了 他又将萧九城叫了进来 仔细盯着礼番 让他锦尼卫密探的传递系统 快点将消息发回京城 主要是两件事 一是菲利四使要求大明帝国 为西班牙建造两座年产超级战略舰 一百座的大型造船厂 另外就是请皇上尽快安排人 将电报线路拉到西班牙来 萧九城啊 再次领命而去 郑成功又颓废的靠在椅背上 喊息开了 他很想去找玛利亚公主 又怕人说行话 虽然在欧陆没有男女受受不亲这一说 但大明有啊 谈恋爱这种事 毕竟在大明是伤风败俗的典范 他一直半会儿 还真的过不去心里这个坎 正当他心事重重时 萧九城竟然急匆匆地跑下来攻守道 启禀大元帅 属下查到是谁在菲利四使面前挑拨西班牙和我们大明的关系了 郑成功闻言一冷 这就查到了 怎么这么快 这才不到一刻钟 就算是在大明也不可能这么快呀 不过他知道萧九城是绝对不敢当面欺骗他的 查到了也好 正好烦着呢 如果不是西班牙什么重要的宣臣 那说不得就要派人去把他给做了 想到这里 郑成功冷冷地问道 是谁 萧九城连忙回答 是法国国王的亲弟弟 奥尔良公爵 加斯东 就是这家伙 难怪菲利四是犹犹犹豫豫的 这家伙肯定是来拉拢西班牙的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郑成功冷静地想了想 随后问道 现在他就在这里吗 萧九城闻言 小心地回答 刚有人看见 他往玛利亚公主的寝宫方向去了 靠 这个色胚 郑成功本来还想先找到这家伙的住宿 再想办法 现在不用找了 不打的这家伙满脸桃花开 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竟然敢去骚扰本世子的心上人 揍死你呀的 郑成功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 怒吼道 前面带路 把人都带上 萧九城吓了一跳 他还没见郑成功发过这么大的火呢 这位爷发过可不得了 就算是大明帝国都要抖三抖 他连忙跑门口吆喝了一声 随后便带着十余个锦尼卫高手 领着郑成功 往玛利亚公主的寝宫方向急走而去 郑成功这一路是心急如焚 生怕玛利亚公主被加斯公那色赔占了便宜 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理解了 他给萧九城的命令只有一个 那就是硬闯 这位贵宾是谁 西班牙皇宫里的侍卫自然是知道的 只要他不硬闯国王陛下的寝宫 还真没人敢拦呢 好在这西班牙皇宫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郑成功一行人 很快就来到了玛利亚公主的寝宫外面 此时寝宫外面已经占了十来个法军装扮的护卫 貌似很嚣张的样子 两个西班牙的宫廷侍卫都被他们挤到一边去了 而寝宫里面则隐隐传来玛利亚公主的娇叱声 和一阵男人的剑笑声 郑成功这个火呀 这色胚想死还是怎么的 他直接对萧九城喝打 除了那两个宫廷侍卫 其他人全给我打趴下 小心这点 别打死了 说吧 他直接撸起袖子 怒气冲冲的放离走去 马德里皇宫并不像大明皇宫那样 弓箭重重 倒像是个大家族的宅院 里面有国王的寝宫 王子公主的寝宫 还有接待贵宾的住所 不过却没有围墙 只有一些宫廷侍卫 在各个楼房前站岗而已 郑成功和加斯东 其实都住在皇宫区域内 接待宾客的地方 只是菲利四时 为了避免他们起冲突 将他们安排到了 相距较远的两处住所 没想到吧 因为玛利亚公主的关系 他们还是打起来了 随着郑成功一声令下 十多个锦尼卫 如装了弹簧般的 冲向那十来个法军护卫 或许这些护卫都没有经历过 上次加斯东在马德里被打的事情 他们看到大明帝国装扮的人 竟然不知道小心防备 一个个还抬头挺胸的 站在那里装逼呢 等锦尼卫上来 他们想要反抗 已经实了 这会儿 法军装备的都是碎发枪 要近身搏斗 还得把枪卸下来 装上刺刀 他们怎么想得到这些锦尼卫会是打手 而且还是近身搏斗相当厉害的高手 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趴下来 只有少数一两个抽出刺刀 准备反抗 结果被打得更惨 十来个法军护卫 很快就被放翻 萧九成 为了防止他们吵吵嚷嚷 飞速下令的 把他们都绑了 追堵上 把这里守住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说怕 他跟在正神宫后面 往寝宫里冲去 生怕这位狮子爷啊 出现什么意外 门外的锦尼卫得令 立马熟练的将那些护卫的皮带抽了 用皮带将他们的双手翻绑在身后 随后 把他们的靴子脱了 扯下厚厚的袜子 使劲往他们嘴里塞去 很快 门外就安静了 两个西班牙宫廷侍卫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躲在一边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他们可不想 这帮大明帝国的宫廷那位冲上来 把他们自己的臭袜子 塞自己嘴里 这玛利亚公主的寝宫啊 也算比较大的 占地面积 足有上千平 正成功 顿声冲到客厅时 玛利亚公主 已经提着裙子 匆匆从二楼跑下来了 在他后面 加斯东见笑道 玛利亚 我的小宝贝 别跑啊 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还还什么修啊 玛利亚公主 只知道一个劲地往下跑 倒霉 没空搭理他 加斯东这会儿 眼里也只有眼前娇笑的身影 压根就没注意到 有人闯进了客厅 这两人一勤以后 从楼上跑下来 正好撞上了 怒气冲冲的正成功 玛利亚公主一见正成功 立马扑到他怀里 委屈地打 狮子殿下 我舅舅欺负我 正成功轻轻地在他的背上 拍了拍 安慰道 不要怕 先站在我后面 我去收拾他 说吧 便将怀里的人 轻轻地挪到身后 对着加斯东大吼道 老东西 上次还没挨过打是吧 加斯东这时啊 已经看见正成功了 一见他身上 笔挺的明军元帅服 他立马挟得往后一坐 六年多过去了 正成功已经从一个 半大不小的孩子 长成一个壮硕的年轻人了 加斯东倒没认出他来 但是却认出了他身上的衣服 当初正之龙穿的 可跟眼前这位少年一模一样 这身衣服呀 简直就是他的噩梦 从小到大 他就挨过那一顿胖粥 打得那叫一个惨呢 就算是身金百战的精壮士兵 都不一定受得了 何况是他这种身胶肉贵的大贵族呢 所以一看到这身衣服 他便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正成功那声大吼 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倒是听明白了 这大明帝国的贵族 怎么都这么暴力呀 动不动就要揍人 他吓得浑身一抖 边腿边又撇脚的西班牙语说道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正成功直接撸起袖子大鹤的 干什么 揍你 加斯通这会儿可不是毫无反抗之力呀 他专门买了把大明帝国造的奢华版的 黄金左轮手枪 这会儿就在腰子上别着呢 这大明帝国的年轻贵族果然又想打人了 他也顾不得眼前这年轻人是谁了 上次真是把他打出心里阴影来了 他真是不想再打了 所以他不顾一切的抽出左轮手枪 对着正成功 啪啪啪 就是一盘子弹 啊 看到他拔出手枪 玛丽亚公主和躲在角落里的侍女 都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正成功却一丝巨异都没有 他飞快的拔出腰剑的配剑 刷刷刷几下 就把子弹全部挡开 随后一把冲上去 用剑支着加斯东的脖子威胁的 把枪放下 加斯东这伙都被吓傻了 竟然有人能挡得住子弹 他下意识一松手 哭当 黄军左人手枪 隐声落地 正成功冷笑着将宝剑往腰间一插 提起沙波大的拳头 按住加斯东 就是一顿暴揍 玛丽亚公主这伙也吓傻了 他以为世子殿下 怕是要被舅舅打死了 正准备嚎啕大哭呢 却不曾想 一眨眼 世子殿下就将舅舅 按在地上暴揍开了 他有点难以置信地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仔细地看了看 世子殿下身上 真的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 真是太神奇了 这下 舅舅的惨叫声 在他的耳朵里 仿佛变成了仙月 世子殿下没事 世子殿下没事 他在心里激动地呐喊着 脸上不由露出了迷人的傻笑 他还笑得出来 后面的萧九成啊 却是吓得魂都快掉了 等加斯东开枪的那一刻 他真被吓得灵魂都出窍了 完了完了 世子殿下怕是凶多吉少 他虽然也算是高手 却还没有高到曹化淳 王征南那种程度 挡子弹 他还差了那么一点 再加上郑成功和他之间的距离 稍微有点远 还扑都扑不上去啊 所以 他认为 世子殿下这次 怕是不死 也得重伤啊 绝不曾想 平时思思文文的郑成功 武功竟然比他还高 用配件就能把子弹挡开 这刻 简直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好半想 他都没回过神来 不到一产茶功夫 加斯东的惨叫声又变弱了 他已经被郑成功打得口吐鲜血 寂静昏迷了 再这样打下去 恐怕要打出人命来了 萧九成终于回过神来 他正要上去 劝劝怒不可遏的郑成功 客厅门口 却突然传来一声大贺 出手 第十八卷 第三十一章 国王决计 侯大明 郑成功看上去怒不可遏 其实脑子却相当清醒 他知道 绝对不能把这位公爵打死了 不然菲利四十 非得跟他翻脸不可 在人家皇宫啊 把人家小舅子给打死了 再大的度量 估计也得恼羞成怒 更何况菲利四十度量并不大 相反 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 打他脸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郑成功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 专挑不是要害的地方打 疼是疼得要命 但却不会真的要了人的命 他知道 凭他的身份 只要占了理 把人打一顿 是没关系的 打死就不行了 就好像两家关系特别好 如果谁家小孩皮得厉害 你骂一顿 甚至打一顿 都没多大关系 如果把人打死了 那再好的关系 也得成仇人 他打加斯东 其实并不光是因为这家伙啊 调戏玛利亚公主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家伙跑到这里来挑拨离间 不打的他下不了床 他就不知道大明帝国有多不好惹 打了一阵子 郑成功也感觉差不多了 再打可能就要出人命了 他渐渐减轻了力度 想着玛利亚公主或者萧九成 肯定会来劝一下 他就顺势收手 可是等了好一会儿 这两人还是一点东西都没有 这就很尴尬了 他是没回头 如果回头看看呢 估计能郁闷的吐血呢 这两人都在那里发呆呢 玛利亚公主是一脸花痴状 站在那里傻笑 萧九成 则是丢了魂一样 整个人都傻住了 他装模作样的 狠揍了一会儿 门口终于传来了一声大吼 住手 这是菲利四世的声音 郑成功正好顺坡下驴 乖乖的起身 退到玛利亚公主身边 轻轻的将她搂在怀里 丑腻的拍了拍她的后背 菲利四世气冲冲的走过来 怒吼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倒不是生气 郑成功吃了他女儿豆腐 这两人的关系 他早就知道了 再说 喽喽抱抱在他看来 也不算什么 他是生气啊 郑成功把他小舅子给打了 在他的皇宫打人 还打得这么狠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郑成功并没有回答 反而低声在 玛利亚公主耳边道 去跟你父王解释一下吧 玛利亚公主 这会儿已经把自己 当作郑成功的人了 自然是要帮着 自己的仙上人说话的 他文言 气鼓鼓的对着 菲利四师道 舅舅跑过来欺负我 世子殿下只是叫他住手 他就拿枪打世子殿下 吓死我了 菲利四师文言一乐 加斯冬这蠢货 有多色他是知道的 挑戏他女儿 一点也不奇怪 没想到这家伙还拿枪打人 打的还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最宠信的人 要真把人打死了 不但法国会遭到疯狂报复 估计西班牙也要跟着完蛋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可是出了名的互端 听说上次 沙俄遭到疯狂报复 就是因为他们不小心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一个宠臣给害死了 具体是怎么害死的 他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明帝国那疯狂的报复 他是清楚的很 那可是上百万大军 铺天盖地地冲上去 打得沙俄抱头鼠窜 光两年时间呢 就把整个西伯利亚韩国给丢了 西伯利亚韩国可比西班牙大了十倍还不止 沙俄的陆军也一点都不比西班牙陆军逊色 这么强大一个国家 被大明帝国打成这副样子 就是因为害死了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一个宠臣 要加斯东把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第一宠臣给打死在这里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菲利四使想到这里 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看了看加斯东身边的黄金左轮手枪 冷冷地下令道 去 把加斯东公爵的枪给收了 抬回去治疗一下 他身后的宠臣侍卫 连忙上去收了地上的黄金左轮手枪 随后抬着半死不活的加斯东公爵 飞快地向外走去 菲利四使摇了摇头 换上一副亲切的表情 关心的 大人杀阁下 你没事吧 郑成功闻言不冷不热的道 多谢国王陛下关心 我倒没什么事 只是玛利亚被吓坏了 希望以后这个什么加斯东公爵 不要再来骚扰玛利亚 这他妈是我的女儿好不 菲利四使这个尴尬呀 他被呛得干咳了几声 干脆告辞道 那你在这里帮我安慰一下小玛利亚 我去处理一下加斯东公爵的事情 说吧 他掉头就走 好像这里不是他的皇宫 而是郑成功他的家一样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他是默认了郑成功和玛利亚的关系 只是暂时拉不下这个脸 影成这门婚事 郑成功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看样子 他自己的事情是成了 至于皇上的事 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他这是成了 加斯东那里 确实彻底凉了 菲利四使已经被这个猪头小舅子给气坏了 成天就知道到处沾花惹草 什么个东西 其实连来法国他也恨上 路易十三呢 其实比加斯东也强不到哪里去 只是没这么好色而已 说到治国 那也是个饭头 所有权力都被那个黎赛流公爵捏在手里 简直就是个傀儡 跟黎赛流合作 有什么好处 瑞典 丹麦 沙俄 都是很好的例子 作为敌人 他最清楚黎赛流这个老狐狸有多阴险 这个老狐狸不但坑敌人 连盟友他都坑 跟他合作 简直就是招死 菲利四使终于做出决定 继续跟大明帝国合作 至于反哈布斯堡联盟 让他们见鬼去吧 自己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 竟然想着跟反哈布斯堡联盟合作 简直是脑子有病啊 第二天 加斯东终于完全清醒了 一收到消息 菲利四使便赶到加斯东的住处 他准备立马把这祸害撵走 免得大明帝国误会 加斯东还不知道 菲利四使已经决定 跟反哈布斯堡联盟说拜拜了 他一见菲利四使 便怒气冲冲的道 姐夫 那小子是谁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菲利四是摇头叹息的 哎 你就长点心吧 他是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 我可没这个能力帮你报仇 加斯东文言差一点喷血 这么年轻的海军大元帅 他真是没想到 不过海军大元帅只是个大臣而已 他可不甘心 海军大元帅怎么了 您可是国王 菲利四使也懒得跟他解释 反而问道 上次你不是说大明帝国的海军 被你们打得出不了 瓦迪亚纳和入海口了吗 这话谁告诉你的 加斯东毫无心机的道 离赛刘公爵啊 这个白痴 早晚被人玩死 菲利四使已经对这兄弟俩 彻底绝望了 他恐吓道 你小心点 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说 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加斯东文言果然吓得脸色大变 一个劲的要回家 菲利四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滚回去吧 你这个白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一集 第十八卷 第三十二章 精心策划持久战 菲利四在欧陆的传讯系统是非常快的 从马德里发电报到网伦西亚 然后再派人坐快船赶到欧亚运河明军基地 前后都不用两天时间 所以郑成功赶到马德里之后的第三天 朱子久便收到了他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很多 不光是大型造船厂和电报线路的问题 郑成功还顺带提到了玛利亚公主的问题 对于大型造船厂的问题 朱子久都不用考虑 直接就准了 他当初提出给西班牙和葡萄牙 各建一个年产超级战列舰 一百艘的大型造船厂 并不是想限制他们一年直产一百艘超级战列舰 而是怕他们造不出更多 要知道造船可不光是有个造船厂就行了 还要有工人 还要有材料 西班牙和葡萄牙 不靠殖民地的攻击 甚至一百艘超级战列舰的材料都成问题 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那点人口跟大明比起来 简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大明要凑齐一年生产四百艘超级战列舰的熟练工人都很难 他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 能凑齐一年生产一百艘超级战列舰的熟练工人 就是极限了 不曾想这菲律四十还想一年造个两百艘啊 一年造两百艘好啊 这样加上大明和葡萄牙的 整个大明哈布斯堡联盟 年产超级战列舰的能力就达到了七百艘 肯定超过了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战舰年产量 这样打起消耗战来 优势就明显了 至于西班牙海军会不会超过大明帝国的问题 朱思堡一点都不担心 大明可是准备一年生产四百艘超级战列舰 再说了 就算西班牙超级战列舰产量上来了又能怎样 他们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 有大明这么多战舰 也没大明这么多海军去开呀 关于电报线路的问题 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思堡早有计划 通过奥斯曼帝国 在北非的殖民地 直接将电报线路拉到直捕罗托海峡 然后再铺设海底线栏 将电报线拉到西班牙 连通那边的电报线路 只是电报线路和欧亚铁路的规划是在一起的 现在连通往神圣罗马帝国的铁路都没修通 北非的电报线路自然还没开始啊 它只是为了通讯方便 将电报线路延伸到欧亚运河的明军基地而已 现在与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大战已经开始 电报线路成了最重要的通讯工具 此人不能再等了 他决定立刻派人过去铺设到西班牙的专线 郑成功想娶玛利亚公主的问题 对朱斯堡来说啊 更是个惊喜 这小子终于要大婚了 看样子 他的那个玛利亚公主应该是很满意的 不然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来请示自己 这是好事啊 联姻在这个时候 本来就是国与国之间交往最常用 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郑成功能主动与西班牙王室联姻 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这种好事不但要赞同 还必须拿出点东西来做聘礼 毕竟郑成功可是自己的御地 不表示一下 岂不显得自己这个做大哥的小气 到底拿什么聘礼好呢 朱斯堡一时半火 还真拿不定主意 钱吗 貌似不妥 郑成功可不缺钱 自己要掏钱给他做聘礼 他面子上就有点过不去了 其他东西呢 貌似郑成功什么都不缺 要拿出他没有的 还真费脑筋呢 正当他冥思苦想 拿什么做聘礼时 郑成功的第二封电报 又到了 这封电报 是他暴揍加斯东之后 让人发的 这意思很明显 法国又在从中搞鬼呢 朱斯炯看到电报之后 同样怒了 他奶奶的 每次都是这个 李赛流在后面玩阴谋诡计 真当大明帝国是尼尼的呀 以前是够不着他们 现在可够得着啊 朱斯就决定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他翻书地图 仔细看了一下 一个大胆的战术 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 这个战术 其实就是李赛流 当初用来对付大明的战术 说简单点呢 就是到处开花 让他们应接不暇 现在 郑成功那里是一个点 朱斯炯 准备让郑成功 以瓦迪亚纳格入海口的基地 作为依托 不断做出啊 向黄金海岸进攻的姿态 用以消耗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兵力 还有 年初他就有计划在北美开辟新战场 直接把陆军派过去 清剿那里的列强势力 这又是一个点 还有 当初卢享生提出的唯卫旧赵战术 还有黄龙提出的小规模精锐部队骚扰战术 也可以合并到一起进行 不过 唯卫旧赵战术 由西班牙陆军来执行 大明指出小规模的精锐部队 话说西班牙 怎么会听大明的摆出架势去进攻法国南部呢 很简单 刚才朱子炯不是在想骗礼的问题吗 他想好了 那就是把三个一等军团的各式野战炮 全部翻新一下 送给西班牙做骗礼 条件就是让他们摆出架势 进攻法国南部 现在一等军团已经开始换装神威大炮了 那些榴弹炮留着也只能给二等军团和三等军团换装 还不如送给西班牙 反正以后所有军团都要列装神威大炮 省得换来换去的麻烦 至于小谷精锐部队 就从关宁军 东将军和定辽军里面选拔 每个军团选拔一万精锐 让他们不停的以西班牙北部防线为依托骚扰法国南部 反正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驻守瓦迪亚纳和入海口的炮台和冷宝 抽走点人也没多大关系 总之啊 这个点就是要让整个法国南部都不得安宁 让他们天天提心吊胆都没好日子过 还有一个点就是西伯利亚平原 那里现在可是驻守着五个陆军正规军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冰雪融化之后 就让他们摆出进攻的态势 威逼沙俄 如果列强不管 就来真的步步为营 慢慢推荐 如果列强来支援 那正好 那里起码要耗费他们二三十万兵力驻守 粮草资重 也扣他们喝一壶的 还有 欧亚铁路明年 就要修到神圣罗马帝国了 到时候 大明就可以直接从陆路出兵威胁荷兰 荷兰海军是很厉害 陆军就差远了 到时候派两三个军团过去 看他们怎么办 持久战玩的就是消耗 大明现在反正有这么多的正规军团 现在那里也要消耗粮草 还不如让他们到处骚扰 消耗反哈布斯堡联盟的人力和物力 现在的大明 蒋宇超过反哈布斯堡联盟几倍 人口更是超过反哈布斯堡联盟十几倍 玩消耗绝对能玩死他们 第十八卷 第三十三章 特种作战 出登场 上 傅云龙 重整七年 贾须科 无拘 尽是出身 现任定辽军参加 也就是中将军长 攻马贤熟 武艺高强 枪法出众 谋略过人 是一员难得的志将加勇家 他原本负责的 是定辽军南半部的防区 一天也就是检查一下防区内的冷宝和炮台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这一天 他却突然接到电令 锁到海军宝船拒签成功号上开会 成功号是什么地方 他自然知道 那可是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郑成功的旗舰 是这次六十万海陆大军真正的合约所在 一般能参加第一级军事会议的都是军团主将 像他这种参加都没有资格参加呀 只能等主将回来之后 再安排具体事宜 这次他竟然能参加在成功号上举行的一级军事会议 他的心情简直激动万分 接到电令后 他匆匆令人去交代了一下防务 便带着数十前卫 打马直奔大明商贸城的港口 成功号就停泊在那里 这个他也清楚 因为唯有原大明商贸城的大港口 才能停下宝船巨舰那么庞大的身躯 当他到达大明商贸城一号码头时 这里已经戒备森严 到处都是锦衣卫和海军精锐 就算是傅云龙这样的中将 想要靠近码头也要经过重重关卡 一次又一次的出使腰牌 接受检查 至于他的亲尾 压根进去的资格都没有 在港口外面就被挡住了 经过数到关卡之后 他终于登上了宝船巨舰成功号 这时他压根就不敢到处乱看 只能蒙头跟在一个锦衣卫亲户后面 直直走向巨舰一层的大型会议室 那锦衣卫亲户也只是领着他走到会议室门口 做了个请的手势 随后便老老实实地退走了 傅云龙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军事会议 心里不免他有点紧张 他飞速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服 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刚一进会议室 他便倒吸一口凉气 这会议室中 虽然只有十来人 但几乎都是位高群众之辈 在这里面上将都不算什么 元帅都有三位 还有一个外国将领 看那军衔也是上将 却只能坐在右手第三位 另外还有两个身着满袍的锦衣卫高官 这两位正好他都认识 当然只是他认识人家 人家不认识他的那种 坐在右边末位的 是近段时间一直跟在大元帅 郑成功身边的锦衣卫指挥使千世 萧九成 而坐在右手第二位陆军傅元帅 曹文赵后面的正是锦衣卫指挥使 王征南 锦衣卫指挥使大人都来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傅元龙正发呆呢 左边坐在倒数第三个位子上的定辽军主将 秦拱明向他招了个手 拍了拍旁边坐椅的椅背道 元龙来坐这里 他连忙攻身急走过去 飞快的坐下 作为这里面军衔和职位最低的几个人之一 傅元龙啊根本就不敢开口说话 他只能和旁边的那位中将一样 挺直腰板 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 目不斜视 他的房区离这里算是最远的 所以他抵达时 会议室里十二个座位 就他那一个空着 其他人早就已经就位多时了 不一会儿 门口传来一声通传 大元帅驾到 会议室里面的众人文言 刷底下全部站起来 抬头挺胸望向主位 海军大元帅郑正正宫 手拿一个大约三尺长的枝头 微笑着走进来 慢慢走到主位位置 刷下面朱将行了个标准的群礼 齐声道 墨将参见大元帅 郑正正宫点了点头 朗声道 免礼 刷底下众人又一起把手放下了 郑正宫这时候 却没有让众人坐进来 而是继续朗声道 即皇上旨意 官宁军 东江军 定辽军各抽调一万精锐 组成三格特战大队 进入西法边境 协同西班牙陆军 对法国南部发动进攻 曹文照 毛文龙和秦拱明文言 连忙拱手道 末将遵旨 其他将领也连忙抬头挺胸 做认真听指状 但是没有了 郑正宫接下来直接挥手道 好了 诸位 坐 很明显 这次会议的主题 就是派遣精锐到西法边境 协助西班牙陆军作战 众人齐刷刷地坐下来 郑正宫还是没坐 只是将手中的地图拆开 缓缓地在会议桌上展开 这是一幅西班牙和葡萄牙全境 和周边地区的地图 郑正宫指着瓦迪亚那和中游附近的一处山脉的 这次的战斗 皇上定名为特种作战 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的作战方式 参战的三万精锐 将在此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训 特种作战是后世的叫法 这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不过顾名思义 大家也能明白 这应该是一种 有别于常规作战的特种战法 紧接着 郑成功继续到 举尼卫指挥使王征南王大人 是这次特训的总教头 西班牙海军上将奥昆多将军 负责这次特种作战的联络和协调 王征南和奥昆多文言纷纷起立 郑成功带他们失礼完毕 这才挥手示意 他们坐下来继续到 一个月后 南海舰队将护送三百艘浮船战舰 运送三万精锐前往西法边境 展开特种作战 这次任务的大概描述就是这样 紧接着郑成功又将具体细节 一一做了解释 傅云龙这伙儿才搞明白 原来啊 他就是定辽军一万精锐的指挥官 或者说定辽军特种大队的大队长 每个特种大队都将分为十个特战中队 而每个特战中队将分为十个特战小队 每个特战小队都是一百人 其他还有一些细节 这里就暂且掠过布表 会议结束之后 傅云龙跟随秦拱明回到定辽军防区 开始挑选作战人员 而跟随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百名锦衣卫密探 他们将是每个作战小队的教官 同时也负责帮助秦拱明和傅云龙 挑选特战队员 挑选特战队员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全军大筛选 定辽军所有将士都要参加 不管是普通士兵还是少将中将 方法很简单 就是负重跑 这个负重跑考验的主要是耐力 就是背一百斤东西 跑十里路 半个时辰之内到达 就算合格 接下来就是技能测试 什么射箭 头弹 搏斗 甚至是挖坑都算技能 技能越多越好 最后择忧录取 第十八卷 第三十四章 特种作战 初登场 终 什么是特种作战 这个问题连指挥官傅云龙都还没搞清楚 不过他不清楚 没关系 简一位指挥是王征南清楚 王征南来当总教头之前 可是被皇上叫去当面提点了几个时辰 傅云龙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特种作战 但是当大队长 他还是会的 特种兵选拔进行得很快 不到三天时间 一万人就选出来了 接下来 他只用了一天时间 便将中队小队全部分好 就等着出发前去特训了 第五天 齐和令道 傅云龙带着一万新科特种兵 登上了前来接送的一百艘武装扶船 没想到 刚一上船 特训就开始了 他们竟然连操纵武装扶船都要学呀 好在这会儿 明军用的基本都是轮船了 要是翻船呢 这一个月 估计他们连船都开不动 除了开炮 开船 他们还要熟悉自己的特战器材 主要就是特战背包 还有钢盔 水壶 匕首 单手奴等等 总共加起来 怕步有二三十件 据说这个背包啊 是皇上亲自设计的 所有的东西 也是皇上亲自选定的 至于这些东西 怎么用来作战 那就要训练过之后 才知道了 傅云龙 虽然是指挥官 却也跟着手下的士兵 一起学着开船 开炮 熟悉特战器材 他可不想啊 到时候自己还没手下的士兵 懂得多了 武装扶船 逆流而上 两天后 终于抵达了他们训练的地点 这里是西班牙境内 一处原始森林 有山有水 景色优美 但是 傅云龙他们可不是来旅游的 这些山水 也不是给他们欣赏的 仅一位指挥使 王征南 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接下来 这三万人 便跟着他 开始了魔鬼训练 为什么说是魔鬼训练呢 因为这三万人呢 就跟野人一样 直接进入原始森林 没有帐篷 没有被子 甚至连干粮都没带 每天背着二三时间的装备 满山遍野到处跑 找水源 找吃的 找地方睡 还要进行各种训练 什么侦查 刺杀 埋雷 画地图 挖陷阱 布机关 甚至投毒 凤火 各种稀奇古怪的技能都要会 还要学习简单的法语 和西班牙语 还要学习 易容化妆之术等等 这种搞法一两天还可以 搞久了 肯定会有人受不了 训练五六天之后 就有人开始生病了 感冒发烧 抽筋拉锡 甚至中毒昏迷 各种病症都有 不过呀 没关系 王正南貌似早有准备 各种特效药一吃下去 几天就好了 这其实啊 就是他当初训练密探的方法 只是加了一些搞破坏的技能而已 锦衣卫那些密探就很适应 一个个生龙活虎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一个月下来 三万陆军精锐 总算有了点特种兵的架势 不过 他们的衣服鞋子 却破烂的不像样子了 简直就跟乞丐装一样 当他们回到武装扶船上时 猛然发现 上面已经多了很多物资 甚至连衣服鞋子都有 还有手雷 地雷 煤油 汽油等等一大堆东西 不过 衣服却不再是普通的重整装 而是花花绿绿的拉搭装 好像这个呀 也是皇上设计的 叫什么迷彩服 据说进入树林之后 你只要站在那里不弄 人家压根就看不见你 好吧 这颜色的确是 民意一样的色彩 至于有没有隐身的功能 那就要试试才知道了 训练结束之后 他们立刻坐着武装扶船 顺流而下 然后又在南海舰队的护送之下 一路赶往西法边境 这途中 大概五六天的样子 正好休息一下 西法边境是一片巨大的山区 这里原本都是西班牙的地盘 但是几十年大战下来 大部分地方已经被法国占领了 西班牙是勉强守住了三成左右的地方 双方都在这片山区修筑了很多棱堡 派住了十多万人马 暂时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 按朱思雄的意思 他是希望明君精锐 以西班牙的冷宝为依托 又或者 又或者 以海岸线为突破点 不断跑到法国人的地盘上去搞破坏 让整个法国南部都不得安宁 但是 菲利四是得了大明几千门野战榴弹炮的志愿之后 信心却膨胀了 他竟然想将整个比利牛斯山区全部收复 将法国人全部赶到北部的平原上去 这样西班牙这边防守压力就小了 法国那边却没有了天然屏障 到处都要防守 耗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要多出一倍都不止 对于这个计划 朱思雄是相当赞成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耗死反哈布斯堡联盟 现在西班牙都愿意出兵来加速法国的消耗了 他自然求之不得呀 于是三个特战大队的作战目标 从跑到法国南部到处破坏 变成了接断比利牛斯山脉 法军的粮草弹药攻击 先帮西班牙路群 把整个比利牛斯山脉占领了再说 山地作战 的确是装甲战车的坟墓 明军的装甲战车 到了这里 根本就开不上去 要不然呢 朱思雄估计会派上几个军团 直接协助西班牙进攻法国本土 那样的话 反哈布斯堡联盟 恐怕很快就要崩溃了 不过 山地作战 同样也是特种兵的天堂 在法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三万名军特种兵 翻山越岭 慢慢渗透到法军占领的比利牛斯山脉 大部分地区 这一片区域由于是战区又是山区 基本上没有什么平民居住 再加上 明军特意绕开了法军的冷卯 所以 法军压根就不知道已经有三万人 跑到他们的防线后面去了 紧接着 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纯特种作战爆发了 这场战斗并不是很激烈 甚至枪炮都很少使用 因为法军根本就没防备明军毁来这么一手 他们运送粮草的车队 甚至连基本的保护措施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一堆平民推着车子 往山区走 最多也就是几个法军带带路 这种地方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后方了 谁会想到有无数敌军已经渗透过来了 所以他们悲剧了 明军的特战小队 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所有往山区运送粮草的车队 几乎全被他们给劫了 这个时候 明军露出了凶狠的一面 只要是运送粮草的 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 全杀了 所有车子全烧了 至于粮草 能带走的就带走 带不走的也全部烧了 三万人吃十多万人的粮食 明军的特战小队自然是每天都吃得撑得不行啊 但棱毛里的法军就惨了 没东西吃 那可是会饿死人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332集 第18卷 第35章 特种作战 出登场 下 傅云龙静静静地趴在一处山岗上 用望远镜望着前面山谷中的路口 在他的身后 整个山坡几乎都趴满了身着迷彩服的特种兵 数量怕有两三仙之举 法军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冷宝并不是很多 总共也就十四五座 总兵力也就十余万人 所以特战队不用分解成小队 拆分到中队就行了 他负责的是比利牛斯山脉 南部敌人最大的三号冷宝 大约有万余人助手 这应该是整个比利牛斯山区法军最大的冷宝 所以他带了三个中队 总共三千名特种兵 就在昨天 他们已经将运往三号冷宝的运粮队给歼灭了 缴货的粮食大概有五十万斤左右 当然 这个缴货并不是说他们把粮草全部运走了 他们只带走了大约二十万斤左右 其他的呀 全部烧掉了 而这二十万斤 他们也没全部带在身上 其中大部分都埋在一处隐蔽的山谷里面了 现在每人也就带了十来斤的样子 这样才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 敌人的三号冷宝中储存了多少粮食 他并不清楚 五十万斤也就差不多冷宝中一个月的消耗量 如果法军是按月运粮的话 不出三天 冷宝中的守军必定会派人出来搜查 毕竟没了粮食是真的会饿死人的 当月的粮食没按时送达 他们能做得住才怪呀 指挥特种作战 他也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 具体会打成什么样子 他还不清楚 前面他们其实还不能算是在作战 除了穿过法军封锁线 跑到法军防线后面那几天辛苦一点 其他时候啊 甚至还没训练那会儿累 就算是昨天节粮 其实也没费什么劲 几个狙击手 一人一枪 就把前面领路的法军士兵给干掉了 至于后面的平民 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啊 现在他还没战斗的感觉 这一切还如同在训练一样 正当他百无聊赖中 想换个中队长来监事时 前面山谷路口 突然出现法军士兵的身影 紧接着 一队队法军士兵 出现在山谷中的小路上 数量越来越多 种女上钩了 傅云龙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来再多敌人 他都不怕 因为三好龙堡总共也就万余人助手 就算他们全部来了 在这群山之中 他们也不可能是三千特种兵的对手 他只希望敌人能多来一点 越多越好 结果他失望了 敌人总共也就来了千余人 在后面就没有了 他叹了口气 随后低声下令道 让狙击手准备 一旦他们的火炮废了 就开枪 先不要打他们的指挥官 把他们引过来再说 他身后三个中队长 低声应了一声 便纷纷向后做起手势来 很快 三十个狙击手飞快地爬了上来 在山梁上爬成一排 这个时候法军的野战炮数量并不是很多 这一亲来人 也就拉了两门最小型的榴弹炮 别看那榴弹炮的口径小 整体重量 其实也不轻 加上炮车 起码有四五百斤 一匹战马拉着都有点费劲啊 富云龙怎么会这么相信敌人的火炮会飞着呢 当然是因为他们做了手脚 在前面山谷中的小路上 有一处石板搭建的小石桥 那小石桥啊 已经被他们改造过了 人走过去是没问题 火炮嘛 上去碾一碾 桥就会断 而且他们还在桥下面挖了一个大坑 掉几门火炮进去 完全没问题 法军并没有发现山梁上的埋伏 他们呀 只是慢慢的向前走着 甚至大部分的人的碎发枪都是背在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备 那么或许只是奇怪 这粮食怎么还没到 还不知道运粮的队伍已经被明军给消灭了 富云龙看他们懒散的样子 不忧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的列强其实军事素养并不是很高 他们只能依仗着火枪和火炮之力 欺负欺负没有火药武器的蛮夷而已 碰上明军三等军团 他们都不是对手 这一千余人就这样慢慢的从他们山梁下面的小路经过 甚至连抬头仔细往山梁上看的人都没有 其军事素养之地可以想象 当然就算他们仔细往上看 也发现不了上面的明军 山梁离那小路就将近一离远不说 每个明军还都身着迷彩服 戴着青草编织的帽子 不用望远镜仔细看 他们也只会以为这里的草长得比较茂盛而已 不一会儿这一千余名法军便从傅云龙眼前的小路上走过去了 前面不远处啊就是小石板桥了 傅云龙果断下令党 一中队向左移动挡住他们的去路 三中队向右移动挟断他们的归路 二中队留下来准备迎敌 随着他一声令下 后面两个中队长慢慢爬下山梁 随后便猫着腰站起来 一挥手带着自己的手下向左右移去 又过了不到一炷香 敌人护在中间的两门榴弹炮终于上了小石桥 第二门榴弹炮的炮车轮子刚压到桥面上 咔的一声 桥面突然从中断开 紧接着噼里啪啦的掉落声 马丝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整个山谷顿时热闹非凡 一阵阴沉过后 数十名法军士兵惨叫着从桥底下爬上来 直火炮和拉火炮的战马 则掉坑里上不来了 前面的法军指挥官听见后面的惨叫声 立刻打马跑了回来 看到石桥下面的惨状 他才知道这附近呢可能有敌人 但是他左右张望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一个敌人的踪迹 近此情景 傅云龙冷冷下令的 取机手 开枪 啪啪啪一阵巨响 立刻有三十名法军士兵捂着脖子倒了下去 这个时候啊 可没有什么消声器 巨大的响声立刻引起法军指挥官的注意 他看到潦潦的烟雾从山梁上升起 马上判断出啊 山梁上的敌人绝对不到一百人 这还得了 几十人就敢来伏击上千人 他立马挥手指挥手下 往这边山梁冲了过来 结果他们刚跑到山梁下面 还没开始爬坡呢 又踩到了上百颗地雷 一时间 法军士兵就倒下了一大片 整个山谷中 到处都是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法军指挥官犹豫了 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 就差不多倒下去了一半人呢 这仗还怎么打 傅云龙见此情景 立刻下令的 举击手 干掉那个指挥官 其他人上次都准备冲锋 啪啪啪 又是一阵巨响 那个法军指挥官顿时鲜血四射 被打成了筛子 这下法军终于怕了 也不知道是谁领了头 所有能好的都掉头往回逃去 特种作战的优势在这连绵的群山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剩余的法军刚逃到进来时的山谷口 两边山梁上早已埋伐好的明军特种兵 猛然冒出头来 紧接着一波手雷 便如雨点般的砸下来 哄哄哄 一阵爆炸声过后 法军顿时一片惨好 能站起来的 已经不到百人 这会儿 他们也不敢跑了 纷纷把枪一丢 跪在那里不动了 太恐怖了 简直太恐怖了 都快全军覆没了 还不知道敌人是谁呢 这仗谁还敢打 很快 无数特种兵从四面八方围上来 冲上去一顿绑 能动的不能动的 只要没死 全被他们给绑了 法军士兵真以为自己见到鬼了 这些都是什么人 身上的衣服花花绿绿的 就看不出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头上还长着青草 脸上更是抹得乱七八糟 跟鬼就没什么区别 明君特种兵 自然不是什么鬼 他们这身打扮 都是为了隐藏 现在看来 这效果还蛮不错啊 虽然不能做到真正的隐身 但敌人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发心不了 话说傅云龙 怎么不下令把这些人全杀了呢 貌似他们连运送粮草的平民都杀了 这些从冷宝出来的守军 更应该杀了呀 不杀他们自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特种作战里面还有一招 鱼目混珠 就是混在敌人溃军中 骗开城门 拿下冷宝的战术 这个新战术 他们还没尝试过 目前呢 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如果可能的话 傅云龙准备试试 要分析战术可不可行 首先必须啊 了解冷宝里的状况 这些俘虏又多了一个作用 那就是用来审讯 这次来的不光是三个军团的特种兵 随军指导的简易卫密探也不少 其中啊 就有精通法语的 这些俘虏被他们审讯了一天之后 冷宝中的情况 已经大致被摸清楚了 这个冷宝的驻军就是一万 而且里面的粮食储量并不多 也就剩下十来天的粮食了 这次粮食没有准时到达 就连前去领路的士兵都没一点阴险 冷宝首将啊 已经开始着急了 不过啊 他好像认为是什么流寇 把他们的粮食给劫了 这些法军士兵已经吓破了胆 仅因为密探 问他们什么 他们就答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使出什么拷问的手段 他们这一批上千人 其实啊 只是来查探的 结粮的地方肯定会有蛛丝马迹 一旦发现之后 他们就会派人回去禀报 到时候 冷宝中还会根据情况 派出更多的人来围剿流寇 将粮食赶回来 综合这些信息 富云龙分析 如果这一批上千人没一个回去禀报呢 估计 冷宝首将会派出更多人来 因为 他不派 就没饭吃了 看样子 鱼目混珠的战术 还真有可能会成功啊 富云龙行动啊 拿下一组冷宝 那可是了不得的战绩 这个险值得冒一下 他一面派人传令给父亲的手下 载掉两个中队过来 一面派人通知西班牙守军 派出一万人马 准备接收这座冷宝 而他 则继续待在福气的山谷里面 修补修补 掩饰掩饰 争取把山谷恢复原样 没办法 这座山谷 是三号冷宝和外面连接通道中 最适合福气的地方 其他地方啊 都没这里地势好了 再说这里也没发生什么大战 就山坡下面 炸了上百颗地雷 还有中间那座小石板桥断了 这些啊 都难不倒他们 被地雷炸过的地方 直接缠点草皮过来盖上就行了 那座小石桥 盖回跟原来差不多的样子也不难 只要将石桥的表面处理一下 让整座桥看上去老旧一点就行了 忙碌了一天之后 山谷中基本恢复了原状 另外两个中队也已经就位 傅云龙就这么带着将近五千人隐藏起来 等待着下一波敌人的到来 至于那些法军俘虏 早就被人压到藏粮时的隐秘山谷中好好交一句了 石像的就给明军领路当鱼 不石像的那就不好意思了 反正猪也是主要的 鱼有那么一两排排在前面就行了 和傅云龙分析的差不多 第三天 冷宝中就派出了大队人马 这次足足有五千来人 几乎将整个山谷都填满了 五千人马带石门火炮 要全歼貌似有点难度 不过傅云龙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机会难得 如果能把这五千人一举歼灭 拿下冷宝的希望就更大了 这次小石桥并没有完成任务 光坑掉敌人三门火炮就废了 不过狙击手倒是挺猛的 几乎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山谷中的敌军还没从混乱中清醒过来 就有上百人倒下了 法军指挥官对敌人的判断 用的好像都是一个法子 那就是根据枪声的密集程度 和硝烟的多寡 判断敌人的数量 当断定敌人不多时 他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直接冲 不过这次他们还有七门火炮 对明君倒是有那么一点威胁 傅云龙自然不会光庸老套路 这次他不但在山坡下面埋了地雷 其他地方也埋了 可以说整个山坡都是机关密布 地雷遍地 敌人要冲上来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下面当靶子 这是一场火枪与火炮的对射 准确地说是法军的榴弹炮和明军的狙击枪的对射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火炮占据优势 但是法军的榴弹炮是前装饰的 而明军的狙击枪是后装饰的 再加上法军的榴弹炮只剩下七门 而且装填弹药的士兵时刻受到将近二十个狙击手的特别关照 所以法军的榴弹炮并没有发出几发炮弹 而明军的狙击枪却从来没有停歇过 至于冲向山坡的法军 他们纯粹就是过来送死的 数不尽的地雷和机关在等着他们 每走一步那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山梁上的明军摩拳擦掌等了半天 法军还是没有冲上来 他们甚至都还没建筑碎发枪的射程范围 就已经损失了将近一半人马 此时法军指挥官也如上一次那样 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至于法军士兵在损失了一半人马之后 同样选择了溃头 而山谷口同样有一个中队的明军特种兵 在等着他们 一场悲剧再次上演 当然这是相对法军来说的 对明军来说 这并不是一场悲剧 而是一场大赦 比利牛斯山脉无明山谷的这一战 是大明帝国陆军特种兵成明的一战 或者说成明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战 傅云龙率定辽军特种兵 大队五千人马 在无明山谷伏击同等数量的法军 五千法军全军覆没 一个都没跑掉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在战后 傅云龙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核对人数 不管是被俘虏的 还是被歼灭的 都仔细清点了几遍 他还将俘虏的法军军官 分开审讯了很多次 以确认准确的数量 这次 他可真的一点都不敢马虎 因为接下来 他准备实行 余目混珠的战术 去炸开法军的城门 一起攻破法军 在比利牛斯山脉最大的冷宝 要是有一个法军逃跑了 他所率的五千特种兵 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他们要攻击的 可是一座 以防守著称的大型冷宝 敌人有没有防备 那简直是天渊之别 要是被敌人事先知道 他们是伪装的 那五万人过去 都是送菜 还好 经过多次核对 这五千多法军 的确全部交代在这里了 没有一个漏网之余 接下来 就要准备偷袭冷宝了 五千人去偷袭 还有四千人 驻守的大型冷宝 这种事啊 自冷宝出现 还是头一遭 一般在武器装备 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要攻破一座冷宝 攻击方 人数起码要十倍于守军 而且最少要几个月 才能攻下来 明军如果装甲战车 和神威大炮都搬过来 在武器装备上 当然是占据绝对优势 问题是 这里是山局 别说是装甲战车了 神威大炮运送过来 可能性都不大 而傅云龙手下的特种兵大队 根本就没有装备火炮 最小最小的三一七式榴弹炮 都没有一门 可以说 在装备上 他们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这种情况下唯有偷袭 但是如果偷袭不成 很有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人数确认之后 傅云龙就开始挑选 自愿为明军开路的法军士兵了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仁慈可言 他给法军俘虏的选择 只有两个 愿意配合的生 不愿意配合的死 这次战斗进行的无比激烈 五千俘虏到的还不到两天 再加上上次俘虏的六百余人 总共就是两千五百余俘虏 其实啊 明军需要的鱼并不多 有个几百人就够了 所以 仅一位密探审讯起来特别果断 他们只问了一句 愿不愿意配合 我们炸开冷宝一层的城门 不愿意的 拖一边砍了 犹犹豫豫的 拖一边砍了 眼珠子乱转的 拖一边砍了 嘴上答应 脸上不服的 拖一边砍了 只有那种毫不犹豫 就点头答应的 才能逃过一劫 所谓 资不长兵 这次傅云龙可是下了狠心了 为了自己和手下将士的安全 他跟审讯人员下的命令很冷酷 凡是一丝不对的 啥 也就是说啊 就算你好不犹豫的点头同意了 也不一定能活呀 只能说逃过第一劫而已 后面还有更严密的审讯 如果有一丝不对 还是一个字 啥 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 锦衣卫密探和特种兵 都是久经沙场之辈 杀起敌人来 自然不会手软 不过他们有个奇怪的举动 那就是 在杀之前 他们竟然把俘虏的衣服都给扒了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也不是想 以此来恐吓后面等待审讯的俘虏 他们之所以拔衣服 那是为了后面伪装成法军 实行鱼木混珠战术 这一通审讯下来 剩下的俘虏直接跌破四位数 只留下将近八百人 这个人数应该说是多了 而不是少了 从法军的角度来说 贪生怕死的软蛋太多了 这也不能怪这些人 当人真正面临死亡时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放不下的人或是 英勇就义 视死如归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从明军的角度来说 压着八百多人去炸城门 实在是有点多了 根本就不好控制 要知道 那个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间反水 大喊一声那就完了 傅云龙决定 再筛选一次 只选出三百老实可靠的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先不杀了 这次伏击战中 明军也有伤亡 虽说阵亡的还不到一百 受伤的却有五六百人 这些人 自然不适合参加偷袭作战 傅云龙最后决定 只带四个中队 四千人马 前去偷袭 仅一位教官 也带上受伤的特种兵 最全部留下 再留下两三百人 协助他们看守 剩下的五百多名俘虏 他们要是成功了 自然是皆大欢喜 要是偷袭没成功 那么这些留下的人 就把俘虏全干掉 然后去找临近的友军 安排好了这一切 也临近晚上了 傅云龙命令 参加偷袭作战的 四千名特种兵 全部准备好法军的军服 不够的 就去死尸身上吧 反正是装成愧君 衣服脏点破点 甚至血迹斑斑都没关系 愧君要穿得整整齐齐 那才叫奇怪 就这样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傅云龙并没有急于带人去偷袭 他先是令参战的特种兵 去换好衣服 再稍微的化下妆 尽量不要露出破绽 然后再召集所有中队长和小队长 召开了一个临时作战会议 这偷袭也讲时候的 你要是一大清早 就带着人跑过去装贵君 反而容易引起守军的怀疑 不管贵君是从哪里赶回去的 领导最少也有几十里远 也就是说 跑的话 最少都要一个多时辰 不然领导里面 可能一点动静都察觉不到 如果大清早就跑过去 就证明贵君在晚上赶路了 这乌西马黑的大晚上在山里跑 怎么就没摔死呢 不引起怀疑才怪 傅云龙召开会议 主要是与手下的中队长和小队长 商讨偷袭冷宝的细节的 到时候 一下冲进去四千人 再挨个安排任务是不可能了 因为到时候 只要一吆喝 敌人就知道了 这些人压根就不是说的法语啊 怎么可能是自己人 所以 不能临到冲进去在下命令 必须在去之前 就把一切安排好 比如 到时候 如果只有一层城门开了 怎么办 三层城门都开了 又怎么行动 每个中队 甚至每个小队 具体又怎么负责等等 傅云龙 专门用树枝 在地上画了个冷宝的草图 与众人 将详细的战术都商议妥当 又将所有小队的任务都安排下去 这才宣布 会议结束 准备出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三集 第十八卷 第三十八章 大胆尝试先战术下 这一天 临近五十 正是埋锅造饭的时候 比利牛斯山脉 法针三号冷宝 升起一片炊烟 营房中 传来一阵诱人的味道 各处站岗放哨的士兵 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肚子饿了 该吃饭了 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正常 但是 冷宝首将 布里斯 闻到这诱人的味道 却没有一点食欲 因为冷宝中的粮食 已经坚持不了几天了 断粮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很清楚 他哪有什么心思吃饭呢 这会儿 他正站在冷宝三层的塔楼上 来回夺步呢 他真的是急坏了 这个月的粮食 没有按时送达的时候 他就感觉有点不接近了 冷宝中 可专门派了人去领路 结果领路的人都没回来 他知道 应该是出事了 由于常年的大战 西法两国都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流寇 特别是在两国交界的 比利牛斯山区 更是流寇经常出没之地 他们贺极了 抢军粮也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敌人结粮的可能性 他压根就没考虑过 因为法军 在所有贯穿 比利牛斯山脉的通道上 都修筑了冷宝 敌人根本就不可能 无声无息的穿过防线 跑到他们后面去 一般情况下 的确是这样的 不说上万大军 就是几千人的军队 要迂回到敌人后方 都需要带相当数量的粮草和资重 别说粮食帐篷被子什么的 没有这些 别说打仗了 生存都会成问题 这些东西 全部由人背着翻山越岭 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必须用车拉着走山间通道才行 而所有通道都被他们封锁了 所以在他看来 敌人不存在的 在他们后方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敌人 由于先入为主的认为是流寇 他第一批只派出了千来人 向着流寇如果不多 这千来人就把粮食给夺回来了 如果流寇数量过多 他们还可以回来求援 毕竟通过外面的山路 也就百多里长 起码的话 很快就能回来报谢 结果第一批一千余人派出去两天之后 竟然还是了无阴险 他着实吓了一跳 这是多大规模的流寇啊 没办法 他只得派出冷宝中大半人马 前去将粮食夺回来 不然呢 这粮可就真要断了 他一直先入为主的认为是流寇 就算流寇规模再大 五千人过去 打不过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就算真打不过 被全歼 也是不可能的 这五千人又派出去两天了 就算没遇到流寇 也走出山区了 该有消息了 怎么还是了无阴险呢 正当他心急如焚时 塔楼上的哨兵 突然指着北面大喊道 将军 您看 布里斯文言 连忙狙击手中的望远镜 往北边的路口望去 只见一大群法军士兵 从远处的路口喷涌而出 越涌越多 越涌越多 那数量 最少有四千以上 由于距离太远 望远镜中啊 看的不是很真切 不过从服装上来看 的确是法军士兵 布里斯简直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 第二位派出去的人终于回来了 而且看数量 损失应该不大 惊的是 这些人看样子是溃逃回来的 五千人竟然被打得大败而逃 这流寇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呀 这会儿 他压根就没想到是敌军在玩偷袭 他满脑子都是流寇流寇流寇 到底有多少流寇啊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他不停地注视着溃逃回来的手下 望远镜中的人影 慢慢变得清晰 终于能看得清楚长相了 不过 只有前面数百人脸上 身上还干净点 基本能辨认出模样 后面的都是满脸乌其麻黑 衣服也破破烂烂 血气斑斑 根本就辨认不出来 他在前排的人群中搜寻了一会儿 终于找到一个认识的少校 随后 他又在人群中搜索了一阵 也找不出职位更高的了 此时啊 汇兵李冷宝已经不足一里了 他想了想 下令道 把一层城门打开 让巴斯蒂安手跳 立刻上来汇报情况 其他人 让他们各自回营 等候命令 说吧 他抬脚 便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传领兵 一路跑到一层 传达布里斯将军的命令 让人 把城门打开 随后啊 便站在门口 等着巴斯蒂安手校过来 好带他去见布里斯将军 魁军中 混在法军俘虏后面的傅云龙 便偷偷地注视着城门 便紧张地盯着俘虏里面军衔最高的 能不能聘开城门 就靠这个家伙了 城门越来越近 而且见到都能看清楚上面守卫的脸了 他心里也越来越紧张 好在啊 那些守卫 并没有什么异常 貌似片开城门 还是有希望的 正当他紧张到不行时 城门竟然突然打开了 傅云龙 差点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城门竟然开了 难道里面有埋伏 不管有没有埋伏 他也没法后退了 因为他们伪装的魁军 离城门已经不到百步远了 硬着头皮剩吧 他一咬牙 冷冷的下令道 准备读城门 随着他一声令下 十来个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种兵高手 在一个精通法语的锦衣卫教官的带领下 迅速向前挤去 一时挤到最前面的巴斯蒂安少校身边才停下来 魁军终于靠近城门了 巴斯蒂安少校 此时夜傻眼了 明军教了他不知道多少骗开城门的话 问题是 现在城门已经开了 他都不知道进了门之后该说什么了 怎么办 他就这么傻愣愣的被锦衣卫教官和十来个特种兵高手 挟持着跑进门洞里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有个传令兵啊 跑到他跟前 大声的 巴斯蒂安少校 布里斯将军让你马上去汇报情况 原来是这样 带队的锦衣卫高手立马使了个眼色 十来个特种兵飞快地往两边一散 貌似是要让开城门中间的通道 其实是准备去干掉守门的那些法军使兵 门口涌进来的溃兵越来越多 那船领兵还尽职尽责地大喊道 布里斯将军有令 命你们各自回营 等候命令 喊吧 他朝巴斯蒂安少校看了一眼 掉头便往里走去 他的意思啊 是要巴斯蒂安跟着他去见布里斯将军 但是巴斯蒂安并没有动 动的是他身边那个锦衣卫教官 此时涌入的溃兵已经挤满了城门通道 场面极度混乱 是时候动手了 那锦衣卫教官直接抽出匕首跟上去 捂住传领兵的嘴 一匕首直接从他的后背捅了进去 给他来了个透心凉 见教官动手 其他特种兵精锐 纷纷取出匕首 将所有守门的士兵全部捅了个透心凉 紧接着后面伪装成法军士兵的特种兵 蜂拥而至 一层城门被轻松拿下 偷袭战术已然成功了一半 第十八卷 第三十九章 一战成名 精力强 上 傅云龙很快随人流进入一层城门通道 此时已经涌进了将近五百人 但是所有并未急着往里走 而是挤在城门附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匆匆的了解了一些情况 傅云龙立刻抬起手 伸出三根手指 这意思就是执行第三套战术 那领头的几尼卫教官见状 立刻用法语对巴斯蒂安哨笑道 带着你的人继续上二层 多了二层城门之后 继续上三层 不要停 巴斯蒂安此时已经完全没了骨头 人家叫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他听到锦衣卫教官的命令 连忙点了锦头 随即抬手大声道 都跟我来 他命令的自然是那些 跟他一起投诚的法军俘虏 那些人也没有任何反抗情绪 直接就跟在他的后面 向棱包二层的城门走去 没办法 他们想活 要不怕死 他们早就死了 在他们身后 那些刚混进来的明军特征兵 并没有立刻散开 而是滞留在城门附近 有的弯着腰喘气 有的坐在地上抹汗 更有的直接躺地上装摊 他们好像都累得不行了 进入棱包之后就再也不想动了 这些人倒没引起棱包手军的注意 谁知道这帮溃逃的士兵跑了多远的路 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 一口气一松 走不动了 这是很正常的 冷宝守军的目光 一直集中在巴斯蒂安率领的那帮人身上 因为他们正急步走向二层的城门 不过守军中也没有任何人看出不对头的地方 因为这帮人看上去都是冷宝原来的守军 前面的巴斯蒂安少校 他们也认识 虽说这家伙是出了名的帕斯鬼 但是他的确是三号冷宝守军的少校 在冷宝中也算是高层之一 巴斯蒂安此时的表情并不是很正常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吓人 额头的冷汗甚至把头发都打湿了 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家伙肯定是被吓坏了 不过冷宝守军并没有人怀疑他 因为这家伙胆小怕死之名 整个冷宝的人几乎都知道 他要溃逃回来以后 还表现得淡定从容 甚至鹦鹉不凡 那才叫怪事呢 这帮人到了二层城门之后 依然是挤在城门通道里 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的 反正就是赖在那里不走 直到后面的魁兵 有一部分涌上来了 他们才继续往前走去 此时二层城门的守卫 也被无声无息的干掉了 站那里的已经不是法军士兵 而是明军特种兵 由于上千人 王李勇 整个场面混乱不堪 倒没人注意到这些 二层城门完全占领之后 巴斯蒂安按照锦衣卫将军的命令 带着投城的三百名法军士兵 继继继继继续往前走去 不过这一次他遇到麻烦了 因为冷宝三层 营房里住的都是布里斯少将的牵线 总共才一千来人的住所 而且都没有随第二批人出去 显然这些溃兵都不是住在三层的 巴斯蒂安刚带着他们来到三层城门口 守门的法军士兵立马大喝的 站住 你们干什么 巴斯蒂安接着巴巴的的 布里斯将军让我去汇报情况 那守门的士兵将险将疑的的 你去汇报情况 带这么多人干嘛呀 巴斯蒂安也不知道带这么多人干嘛 他只有硬着头皮的 我也不知道啊 是布里斯将军让我带他们上来的 还有这种事 那守门的士兵明显有点不信了 他正犹豫要不要叫人去跟布里斯将军确认一下 魁军中突然窜出十来条身影 以顺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所有守城门的士兵全部捂出了嘴 按到城墙上 直接一闭上 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这样做有点冒险 如果正好有人在三层的门洞后面看着这些 那他们就彻底路线了 还好 他们运气不错 门洞后面一个人都没有 至于二层这边 倒是不用担心 有三百来个投城的俘虏 遮挡视线 只要被干掉的守卫不发出声明 敌人是发现不了的 巴斯蒂安已经被他们这冒险一击吓傻了 不知道他是对带人来杀自己的同胞有负罪感 还是怕被人发现打成筛子 总之啊 他是傻子那里不动弹了 那锦衣卫教官并没有去打搅他 只是向后面的人使了使眼色 那些投城的俘虏连忙走进门洞中 用身体挡住地上的尸体 这下总算不会被发现了 锦衣卫教官吁了口气 随后举起右手做了个成功的手势 后面偷偷注视这边的傅云龙 见了手势 立马向旁边的几个中队长 一时显色 随后便带着五百来人 往三层门洞走去 那几个中队长得到眼神示意之后 立马开始带着手下 往一层和二层散去 看样子啊 好像是休息够了 准备回营了 但是每个人的手 都有意无意的捂着肚子 看上去好像是肚子疼 其实他们啊 是准备杀人 因为他们的腰间都藏着匕首 傅云龙带着五百来人 来到三层门洞中 稍微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 随后便果断下令道 开始 随着他一声令下 五百余名特种兵 分别向两边的城墙走去 而剩下的十多个人 则纷纷神奇地 从背上取下一个布包 这些布包 差不多都有一人搞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隐藏的 他们将布包歇下来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 将外面包裹着的破衣服一扯 里面的东西终于显露出来 竟然全是狙击枪 这个时候 塔楼上放售的法军使兵 已经感觉到不略近了 一层二层倒还算正常一点 只是那些溃兵散开了而已 这三层就奇怪了 竟然有人再往城墙上跑 好像现在还没到换岗的时候啊 再说要换岗 也不是用这些刚从外面逃回来的溃兵去换吧 正当他们犹豫要不要试景时 三层城门的门洞中 突然伸出来十多个枪管 啪啪啪一阵枪响 塔楼中的士兵 纷纷捂着脖子倒了下去 随着这一阵枪响 冷宝中仿佛炸开了锅一般 到处都响起了枪声和手雷爆炸声 这个时候 火枪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 特别是法军这种前装式的火枪 装弹所需要的时间呢 可不是一点点 如果敌人从外面攻击 他们自然有充足的时间装填弹药 但是敌人偏偏就是从里面攻击的 而且都是突然从他们身后窜出来发动攻击 他们别说装填弹药了 就连上刺刀的时间都没有 法军三号冷宝首将布里斯少将 这几天呢 真的有点心烦意乱 从粮草没有按时抵达那天开始 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而且越到后面越是焦虑 他甚至感觉自己都快崩溃了 现在好了 终于有结果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 问一下溃败回来的巴斯蒂安就知道了 未知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只要知道了敌人的情况 总能想出相应的对策 实在不行就像附近的冷宝或者是军方高层球员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在等巴斯蒂安来汇报时 他忍不住啊 拿出整个比利牛斯山脉的地图 假想着各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最终他没有等来巴斯蒂安少家 等来的是一阵枪响声和一阵爆炸声 幸贵了 难道溃兵和助手冷宝的手下打起来了 他蹭了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正要往外跑 一个卫兵突然跑进来 惶恐的道 将军 不好了 逃回来的那些人突然向其他人发动进攻 他们打起来了 真打起来 这他们怎么回事 布里斯感觉自己脑袋都快炸开了 他想了想 随即下令道 立刻集合所有卫兵 跟我去看看 那卫兵文言联盟向外跑去 布里斯先是从抽屉里 拿出一把单发的碎发手枪 又拿起桌上的望远镜 随后也向外跑去 他刚跑到门口 一百来个卫兵差不多已经集合完毕了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挥手 大声道 跟我来 说吧 直接向外跑去 出了兵营 来到外面一看 整个三层都乱套了 到处都是偏杀的士兵 尤其是城墙上 都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他举起望远镜 仔细看了一下 终于看出不对劲了 那些脸上乌齐骂黑的贵兵 根本就不像是欧陆人 倒是有点像大明帝国的人 他终于明白了 这些贵兵压根就不是他手下 而是伪装剑来偷袭的敌人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空去 想敌人是怎么绕到他后方来的了 眼前的形势已经极其不利 黑面孔的敌人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他手下的人眼看着就要顶不住了 他连忙下令道 快装填弹药 准备射击 对准那些黑脸的家伙打 其实他刚一出现 就被傅云龙发现了 三层守军并不是很多 敌人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二层 三层总共才不到五百人 其他四百来人被他们一波偷袭 差不多就死光了 突然出现的这一百人 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这边法军子弹还没装填完 前面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伦保首相布里斯还什么都没干 就被打成了筛子 紧接着数十枚手雷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哄哄哄 一声爆响过后 这百来号人顿时一片惨嚎 最后数十人猛地冲过来 卫兵领队连忙大喊道 快上刺刀 众卫兵手猛脚乱地丢掉手中的火药和子弹 拔出刺刀装在步枪上 与冲过来的敌人杀成几团 傅云龙是第一个冲进人群的 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把后背大砍刀 捂起来简直跟一阵风一样 足到之处先血非血 只见刀光不见人影 那功夫简直和卢响声有得一拼 这些火香兵 哪里是大明陆军特种兵的对手 这一百来人不到一盏茶时间 就被消灭干净了 傅云龙把刀上的血花一甩 大咳道 准备手奴 手雷 跟我进去看看 说吧 他拎着刀就往三层的营房里冲去 这时营房里面哪里还有什么人 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到一二三层的城墙上警戒去了 剩下那一百名布里斯伟兵 刚又连同他们的主将一起被干掉了 营房里面空空如也 前后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冷宝中便渐渐安静下来 傅云龙所率的明军特种兵终于控制了整个冷宝 地上足以再入史册的经典偷袭战就此成功 这一战有运气成本在里面 但主要还是靠战术运用者的 从无名山谷的埋伏战开始 傅云龙每一步都安排得极为周密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唯一的意外就是冷宝首相竟然命人主动把城门打开了 这一点他的确没想到 当然就算他们不主动打开城门 以他们这样属于防范的样子 骗开城门 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最后统计战果 明军特种兵 伤亡还不到一千人 主要还是受伤的居多 阵亡的还不到三百人 而法军就比较惨了 他们剩下还不到一千人 光阵亡人数就超过了三千 两天过后 一万西班牙陆军在明军特种兵的引领下来到三号冷宝 傅云龙匆忙交集了一下防务 便带着人支援其他中队去了 此时整个比利牛斯山脉到处燃起战火 大多都是明军特种兵 在偷袭走出冷宝的法国守军 各处冷宝都差不多 粮食被接之后都得出来找 毕竟谁都不会傻乎乎的待在冷宝里面饿死 傅云龙特意派出手下精锐 向各处有军通报了三号冷宝偷袭成功的经验 关宁军和东将军的特战队 也开始依葫芦画瓢偷袭各处冷宝 还别说啊 这战术还真管用 因为欧陆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 直接跑人家冷宝外面送死般的偷袭战术 大部分冷宝手下都没有防备 只有少数特别谨慎小心的冷宝手下 才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不过最后他们一座冷宝都没守住 因为傅云龙的战术里 可不光有片开城门后的战术 没片开城门 同样有相应的战术 这个战术说白了 就是拼命硬钢 都到了人家的城门底下 退自然是不可能退的了 如果撤退 绝对会变成火炮的靶子 还不如拼死一战 如果没片开城门 那就硬攻 用人命去填了 其实冷宝最大的威胁还是火炮 一旦冲过火炮的攻击范围 来到城江下面 反而没什么威胁 特别是对明军特种兵来说 他们都是皮骚肉糊的精壮知识 一般挨几枪还能战斗 而法军都是钱庄式的单发碎发枪 射速慢得很 他们装子弹的功夫 明军特种兵都能冲到他们跟前了 更重要的 明军特种兵还有守雷和钩锁 如果骗不开城门 那就用守雷把城墙上的守军炸翻 然后敌人墙加钩锁拼命往上冲 这样也是比较恐怖的 而且这些冷宝无一例外 都被明军特种兵截了粮草 都曾或多或少派出人来查探情况 一族夺回粮草 自然逃脱不了被埋伏的命运 经历了一两轮埋伏减云之后 冷宝中守军的数量本来就少了 再碰上些不要命的明军特种兵 他们基本上就只能崩溃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四集 第十八卷 第四十一章 一战成名 惊叠强 下 随着傅云龙偷袭战术的深入推广 一座座法人冷宝被明军特种兵攻破 不到半个月时间 整个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军冷宝 竟然全部被明军攻破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奇迹 冷宝自诞生以来 还没有这么被轻易攻破过 就算是明军当初在西伯利亚平原 动用的装甲战车都没这么快 究竟原因 主要是一个战术的突然线 因为没有人想到明军会用这一招啊 当然 这也跟法军的疏忽大义有关 毕竟西法两国是殷亲 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的王后 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亲妹妹 两国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开战的 明军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发动偷袭 正合了兵法中的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精髓 成功并非偶然 当然 这种战术也并非一帆风顺 有好几次 明军特种兵都遇到了特别谨慎的法军将领 损失也相当惨重 最艰难的一场 关宁军三个特种兵中队 去偷袭上有三千法军助手的八号龙保 结果法军手枪相当谨慎 投诚的俘虏不但没骗开城门 还被里面的守军给打成了筛子 很多关宁军将士也在第一轮排枪中受了伤 随后他们便开始硬攻了 第一层拿下的还比较顺利 关宁军才伤亡不到五百人 但是打第二层时就比较艰难了 那法军首相竟然知道 让人拆下窗板和门板来挡守雷 这会儿火药爆炸威力 也就相当于后世的鞭炮火药 守雷里面那点火药 根本就炸不烂窗板和门板 在没有火炮支援的情况下 窗板和门板还真是守雷的可行啊 守雷起不到效果 关宁军的特战中队就尴尬了 只能用狙击枪配合煤油瓶 汽油瓶硬攻了 他们要有足够的煤油和汽油 倒还好说 问题美人也就一小瓶 主要还是用来放火的 用来攻城 根本就不够 这一战进行的相当艰苦 关宁军三个特战中队 可以说是伤亡殆尽 最后虽然拿下了灯堡 三千人活下来也不到三百了 而且还各个负伤 不知道是关宁军特别倒霉还是怎么回事 他们几乎每次都能遇到硬查 而且好几次啊 都是参战所有军团中伤亡最大的 这次他们遇到了法军中最谨慎 也是最厉害的将领 要不是法军的碎法枪梅明军的先进 估计他们死光了都拿不下这座冷宝 不管怎么说 比利牛斯山脉的冷宝 还是被明军特种兵的偷袭战术全部拿下了 法军因此损失了将近十万人马 而西班牙却将整个比利牛斯山脉重新掌握在手中 西班牙国王菲利四世自然是高兴坏了 那么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又或者说法国的实际掌权者 黎塞刘公爵又怎么想呢 他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前方都打成这个样子了 他们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明军有电报通讯系统 他们可没有 他们还处于传讯基本靠后 交通基本靠走的阶段 传递信息那是相当慢的 其实啊 第一批粮草被劫之后 当地的地方官员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他们派出去运送粮草的青壮劳力 一个都没回来 但是知道归知道 他们除了上报 什么也干不了 就这么一层层上报 等消息传到巴黎时 都差不多过去十天了 刚开始 黎塞刘并没有怎么在意 因为就一批粮草被劫 说明不了什么 他也以为啊 是刘寇干的 那些守军要是一股刘寇都收拾不了 那就怪了 直到后面陆续有粮草被劫的消息传过来 黎塞刘才意识到恐怕是出大事了 而这时半个月都过去了 等他命人去打探消息回来 二十多天都过去了 明君拿下比利牛斯山区所有冷宝 总共都没用掉二十天 他打探回来的消息 自然是整个防线全部被西班牙和大明帝国联军占领了 这下整个法国都震惊了 越过比利牛斯防线 后面几乎都是平原 要是大明帝国把装甲战车运送过来 那就完蛋了 西班牙和大明帝国的联军绝对能直接打到巴黎啊 黎塞刘第一次彻底慌神了 他想不明白西班牙和大明帝国联军 是怎么把比利牛斯防线这么多冷宝拿下来的 要知道那里可是山区 大明帝国的装甲战车根本就进不去 靠人堆 估计百万大军都很难堆下来 难道大明帝国又发明了什么新武器 未知才是最可怕的 黎塞刘简直吓得肝胆巨寒 他联盟调集了将近二十万大军奔赴东南沿线 现在不但正南边要防守 地中海沿线更不能丢 因为明军的装甲战车 要通过比利牛斯沙脉运过来是不大可能的 通过地中海沿岸登陆确实相当容易 如果丢了地中海沿岸的港口 那法国真的要完蛋了 到时候明军把装甲战车用船往过一运 在滚滚铁流面前 什么冷宝城墙都是渣渣 这下他的计划也彻底被打乱了 他原本还想利用海上的优势将陆军运送到黄金海岸 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全部抢过来 现在全乱套了 法国陆军经过阔军之后 也只有五十万左右 比利牛斯山脉一下损失了十余万 这下又派过去二十万云军 再加上地中海沿岸原来的十余万守军 陆军就剩下十余万了 也就是说 包括巴黎在内 整个法国中部和北部还有西北沿海 硕大的地方就剩下十余万人助手了 哪里还能抽脚出人马去进攻黄金海岸 朱思雄也没想到 对法国南部的骚扰和偷袭战术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开始 他只是想消耗法国的人力和物力 毕竟大明帝国将与辽阔到无法想象 人口更是超过亿万 不管是拼军队的消耗 还是拼物资的消耗 法国甚至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都得贵 现在不但法国军队和物资的消耗急速加剧 还帮西班牙占领了整个比利牛斯山脉 让法国南部边境的防守难度成倍增加 更重要的 还打乱了黎赛流的扩张计划 让法国失去了扩张殖民地的最佳时期 这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列强之所以取得霸权 跟殖民地的掠夺有莫大的关系 没了殖民地的列强 就等于断了奶的狼崽子 想要发育起来到处掠食 恐怕是没机会了 第十八卷 第四十二章 最终奖励 铁甲战戒 重政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对朱四雄来说 貌似是个很普通的日子 他跟往常一样 早早起来 上了早朝 然后来到御书房 开始处理军务 一切是那么的正常 没有丝毫的波澜 最近前线的行驶非常好 比利牛斯山脉 法军冷宝被攻克的消息 不断传来 占领整个比利牛斯山脉 让西法攻防形势逆转 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朱四雄开始将目光 转向其他地方 稍微往右一点 就是欧亚铁路 不过地图上手指头长的那么一段距离 却代表着数千里远 欧亚铁路短期内是修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 这一路暂时不用想了 再往右一点 就是沙俄了 这会儿西伯利亚整冰封天地呢 暂时也没什么好想的 再往右 越过整个西伯利亚 再越过白岭海峡 就是美洲大陆了 他是有计划 要从此地开始海外殖民之路 但是 现在大明对那边的情况 还不是很清楚 哪里是土著的地盘 哪里又有列强的踪迪 甚至哪里适合建港口 都不知道 他前世也没去过美洲 对那边的地情地貌 没有一点直观的认识 总不能凭借胡乱的印象 然后就派人去建港口吧 他要运气好 点的地方适合建港口 倒也罢了 要是点个根本就不适合建港口的地方 岂不劳民伤财 浪费时间 所以 他派出了一个以公布官员为主导 兼有锦衣卫密探 陆军 海军超级战略界 和武装扶船的大型探险队 前去美洲大陆东海岸 去探索一番 美洲大陆的开发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件 首先 必须建立一个港口和海军基地 这样明军才有落脚点 至于 从白岭海峡那边直接修铁路过去 那是不现实的 毕竟 在海上建桥 还是修海底隧道 大明现在都没这技术 再说 那边靠近北极圈 一年差不多有半年处于冰封期 修筑铁路 纯属费力不讨好 他准备 先在冰封期以下 找个合适的地方 建立港口和海军基地 然后再以那里为中心 展开侦查 用铁路线 慢慢向南北两面扩张 不过 这些都要等探险队回来才能展开 暂时就不用想了 再往东 越过美洲大陆 又回到了欧陆和非洲一线 现在大明在那边的海军实力 还不足以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抗衡 貌似那边 暂时也没出什么事过 他总不能让郑成功冒险出击吧 盯着世界地图 我看了几圈 朱子总发现 这会儿还真没什么可做的 倒不是说大明现在已经称霸全球 主要还是时机不对 他原本是想修正一段时间 在跟反哈布斯堡联盟来场大决战的 谁知道反哈布斯堡联盟 却先动手了 搞得他措手不及 现在都还没完全准备好 既然无事可做 那就去后宫转转吧 现在后宫可是皇子公主扎堆 欢声笑语不断 他没事时啊 基本都在那里待着 痘痘儿女 溜溜狗 对他来说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他刚站起来 正准备招呼曹花纯 败家后宫呢 脑海里 却突然响起 吸一通美女久违的声音 叮咚 恭喜你完成最后的荣耀任务 改写历史 现在发放奖励 铁甲战舰图纸 朱瓷子公 只感觉脑袋如同管千百 沉重无比 他不由自主的跌回椅子上 这时 无数图纸资料 正不停的往他脑海里怪 什么铁甲战舰 什么电焊机 什么锚钉 什么体重装备 等等等等 应有尽有 简直就跟个小型百科全书一样 系统美女说了 这是最后的荣耀任务 所以贯注知识比较多 仅次于上次的荣耀奖励 不过 貌似有些知识 已经和他后世掌握的知识相重叠了 也许这东西啊 就跟副纸粘贴一样 原本有的 就不需要占据空间了 他竟然没有像上次那样 被灌得直翻白眼 这次 他只是略微感觉到有点难受而已 不知道过了多久 系统终于停止了贯注 系统美女一如既往 紧接着提示道 叮当 友情提示 荣耀任务结束 系统奖励结束 提示完毕 祝你游戏愉快哦 这就完了 连声招呼都不打 这就消失了 朱子炯 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情绪低落至极 一丝忧伤 慢慢出现在他的脸上 他忍不住 长叹一声 他此刻并没有想提甲战舰的事情 甚至系统美女离他而去 他都没有怎么在意 因为他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发放着最后的奖励了 后世历史上的今天 也就是崇祖朝的今天 正是崇祖自吻之日 正是明朝灭亡之时 他不知不觉间度过了最惨痛的时刻 他已经彻底改写了明朝的历史 现在大明不但没有灭亡 反而变得异常强大 纵观世界 现在又有谁能与大明抗衡啊 现在的大明 讲语最大 人口最多 科技最发达 击败列强 称霸世界 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刻 他或许应该骄傲 这一刻 他或许应该自豪 但是 他却莫名感到忧伤 或许 崇祖朝那段历史 实在是太过悲惨了 或许 崇祖朝的这一天 实在是太过凄凉了 他 感同身受 他倍感忧伤 他总想做点什么 来弥补这个遗憾 沉默良久 他终于再次站起来 对着门口朗声道 曹化淳 曹化淳一如既往的 躬身急走进来 恭敬的道 微臣在 朱子炯用饱含沧桑的语气 低沉的道 派人去请姓王 姓王妃 还有朕的所有兄弟姐妹过来 让他们过来去一去 另外 派人通知太后 皇后 皇贵妃 贵妃 还有所有皇子公主 今天中午 和武叔一家人 一起吃个饭 你算算人数啊 总共有多少人 让御膳房准备一下 调最好的食材 做几桌宴席出来 就在昆宁宫 摆宴 去吧 皇上为什么会突然想着 要摆宴请姓王一家人呢 好像过年节的时候 都没这么隆重过吧 曹化淳 虽然心中疑惑 却没有问什么 他只是稍微愣了一下 便拱手应命 拱身退出去安排了 朱子炯 则再次坐下来 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往事一幕幕地 在他脑海浮现 主要 还是他重生之后的事情 前世种种 已经太过久远 慢慢变得模糊了 这事的经历 才是他脑海中的主旋律 朕 终于改写历史了 朕的大明 没有亡 朕的大明 不会亡 第十八卷 第四十三章 未来乐土 东盛神州 这天午时 风云突变 原本笼罩在京城上空的阴云 被一扫而空 阴阳高照 晴空万里 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信王朱有俭 这会儿也莫名其妙 这又不是逢年过节 皇上怎么突然请他一家人吃饭呢 当然 在这个年代 基本上没人敢质疑皇上的决定 皇上有诏 谁敢不从 他信王朱有简 他也不敢 再说 皇上是请他一家子人吃饭 是好事啊 他虽然疑惑 却也高兴 所以 他早早便带着王妃周氏 和一众儿女 来到昆宁宫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早 皇上比他更早 他刚进入昆宁宫 远远便看到 皇上正站在主舰的台阶上等着呢 朱子炯 这会儿心情也很复杂 看着高高兴兴走过来的一家人 他心里充满了感慨 崇祯朝的这一天 真是惨啊 信王朱有简 也就是后世历史上的崇祯皇帝 自问宣王 王妃周氏 也就是后世历史上的周皇后 自尽殉国 王子朱慈郎 也就是后世历史上的献民太子 不知所踪 郡王朱伟族 也就是后世历史上的长平公主 被崇祯皇帝 亲手砍断左臂 不知所踪 郡王朱伟尼 也就是后世历史上的招人公主 被崇祯皇帝 牵手杀死 还有朱慈玄 朱慈幻 朱慈灿等等 王子郡主 朱慈郎并不知道 他们在后世历史上的这一天 遭遇了什么 总之啊 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现在 这一家人都好好的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的命运 也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了 朱慈玄 见皇上亲自的在台阶上迎接 不由吓了一大跳 他联盟带着王妃和儿女 急不走上前去 正要给皇上行礼 却被皇上抬手给阻止了 朱慈玄 急不走下台阶 拉着朱慈玄的胳膊 亲切的道 傅叔 都是一家人 不要那么见外嘛 来 先进去 坐下聊 皇上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奇怪呀 朱慈玄 不由在心里一阵嘀咕 却不曾想 更奇怪的 还在后面呢 朱慈玄 把他们领进去之后 竟然让他们一家人 全坐在主位上 相陪的 只有两位太后和皇后而已 而其他的王子公主 皇鬼妃 贵妃 都没有上主桌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朱慈玄 不由更迷糊了 朱慈玄自然不可能跟朱慈玄解释 在后世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不会跟任何人说 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排解一下心中的惆怅 又或者是庆祝一下大明的心声 这天皇上的举动 的确有点莫名其妙 谁都不知道皇上怎么了 连朱慈玄自己脑海里都乱七八糟 他甚至破天荒多喝了几杯 还把朱油简也灌得晕晕乎乎的 无缘过后 朱慈玄让王妃周氏 带着王子郡主在后宫玩耍 而他呀 则领着朱油简一路向北走去 陪同的除了曹化淳 还有王承恩 朱油简这个奇怪呀 刚一直一家子人在一起 他不好问 现在就剩下叔侄两了 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皇上 您今天是怎么了 朱慈玄接着酒净开怀大笑道 啊哈哈 朕今天高兴啊 朱油简文言更晕了 高兴 高兴的话 请他吃的好的倒也可以理解 问题是这吃完了 为什么要往后宫里面走呢 他也喝的有点高了 干脆接着酒净追问道 皇上 什么是这么高兴啊 什么是这个自然不能说 朱慈玄不答反问道 我说 朕把大明治理的怎么样啊 这还用问 那自然是治理的好了 而且是秦所未有的好 朱油简忍不住赞叹道 皇上 您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 比太祖 成祖都做得好 好吧 这俩书职估计是喝多了 都有点胡言乱语了 皇上做得比太祖 成祖好这是事实 但不能说呀 后世子孙 怎么能对祖先这么不敬呢 曹化淳和王承恩对望了一眼 两人明显都有掩面而走的冲动 但是 皇上没让他们走 他们又不能走 尴尬呀 朱慈玄 就这么和朱油简 肆无忌惮地谈论着 慢慢 已经穿过后宫 来到了玄武门 这再走下去 可就出皇宫了 曹化淳 有意提醒一下 但看到皇上兴致正高 他又缩了回来 走就走吧 反正整个皇城 道主都是锦衣卫和东上高手 安全上 倒不用操心 朱慈玄 一路不停 带着朱油简 穿过玄武门 北上门 万岁门 直接向万岁山走去 此时的万岁山 郁郁葱葱 景色有美 倒也不失为一个游玩散心的好去处 随行的朱油简 曹化淳 王晨恩 都约皇上想登山 却不曾想 朱慈玄 只是带他们在山底下转 转到了万岁山东路 来到一棵老槐树下 朱慈玄 终于停了下来 他上下打亮了一下眼前的老槐树 突然问他 武叔啊 你觉得这棵槐树 怎么样啊 朱油简文言 不由好奇的 往老槐树看去 梦然间 他竟然如遭雷击般浑身一马 随即冷汗直冒 石头重山 这是怎么回事 他目瞪口袋的看着眼前的老槐树 仿佛见到鬼了一般 前世今生 冥冥之中 相互交叠 仿若梦幻泡影一般 沉默良久 朱慈玄 长叹一声 随即 又莫名其妙的问道 武叔 你想好在哪里养老了吗 朱慈玄文言 慌得更厉害了 这个问题 他还真没想过 貌似亲王呆在京城 是不可组织的 但皇上已经把他的封地换成钱了 该去哪里养老 一时半会儿 还真想不出来啊 朱慈玄见他迷迷糊糊的样子 不由惊议到 武叔 若是没想好地方 不如陪朕一起 去驻那东盛神州养老去吧 朱慈玄文言 不由惊问他 东盛神州 在哪里啊 东盛神州 自然是不存在的 朱慈玄所说的东盛神州啊 其实就是后世的欧洲 那片土地 貌似这会儿 还嫌有人踏足 那里地域辽阔 货资源丰富 气候适宜 只要好好开发一下 绝对是个养老的好去处 朱慈玄 悠然神往的到 东盛神州 在海洋深处 那里是个难得的好地方 等皇儿聚会以后啊 朕准备去那里养老 武叔要是有兴趣的话 就跟朕一起去吧 带上儿女 一起去 皇上都想去 那自然是个好地方 朱有茧 毫不犹豫的到 那好 到时候我跟皇上一起去东盛神州养老 欧洲 那座宽广而又富饶的海岛 什么时候有空 对派人去改造改造了 以后 这世界上应该不会出现欧洲这个地名了 因为 它已经被朱子炯定名为 东盛神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五集 第十八卷 第四十四章 钢铁巨兽 无敌战剑 上 莫等前 白了少年猴 烘焙切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伤心了 沉沦了 自暴自弃了 蹉跎很久之后 还是一事无成 除了感叹命运不公 就只剩下空悲气了 朱子炯 并没有沉溺于忧伤的情绪中 毕竟啊 那只是前世的记忆 这一世 大明并没有亡 而且大明正在强势缺习 正需要历经图治 一举拿下海上霸权 他可不会澄清哀声叹气 五思进取 慢慢等着列强超越 到时候空悲气 现在 有了铁甲战舰 大明海军 必然天下无敌 当然了 前提啊 是要先做出来 第二天 早朝过后 他便召集 碧茂康 孙云化 王子 宋应兴 徐福远 和夏允夷这几个技术骨干 召开御前会议 商讨铁甲战舰的生产问题 这几个人 依据到前清光的小型会议室里便知道 皇上又有新东西要交代他们做了 果然 初子炯一进来 一番君臣见礼之后便直接了当的道 诸位 朕今天招你们来 主要是商讨铁甲战舰的问题 就是给战舰外表包裹一层铁板 这样 不但炮弹很难升级战舰 战舰本身还可以当作武器 去撞击敌人的战舰 对付木制战舰 铁甲战舰 必将是无敌的存在 众人闻言 有的目瞪口呆 有的惊喜莫名 有的若有所思 表情各异 反应不一 在战舰外面包裹铁板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想过 但是啊 这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铁板是相当重的 整个战舰包裹一层铁板的话 重量将会大到一个令人恐怖的程度 按现在超级战列舰那体型 一包铁板 下水绝对沉 当然 也不是说他们就做不出包裹铁板的战舰 不过要做到现在超级战列舰那么大 他们基本上做不到 那重量 连船屋现有的钢铁支架都撑不住 谁敢去尝试啊 朱子炯将众人的表情尽收眼底 他知道 绝对会有人提出疑问的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奇思妙想 肯定有人想到过 但是 大明现在还没有出现铁甲战舰 这就证明他们肯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果然 会议室中才沉静了一会儿 孙元化并拱手道 皇上 您说的这个微臣也想过 但是要抵御炮弹的进攻 铁板厚度最少要达到半寸以上 那样的话 一块门板大的铁板都有几百斤中 做个小小的铁甲战舰 倒是不成问题 但是要做到现在超级战列舰那么大的体型 很难做呀 朱子炯罕见的摇了摇头提示道 不不不 初衙 半寸以上 那是光铁板 如果后面垫上厚木板 无需半寸 两分厚就足够了 如果再将材质改进一下 加大铁板的韧性 一分厚就够了 这个孙元化还真没测试过 谁会无聊到在铁板后面再加层厚木板呢 他测试的时候啊 用的的确全是光铁板 好在众人都熟悉皇上的脾气 皇上如果和颜悦色的说话 那就代表他并没有生气 只是跟你商议而已 不然几个步子足以吓得人汗流浃背 而现在孙元化只是尴尬的摸了摸头 表示他知错啊 在朱思雄的刻意引导下 大明现在的学术氛围已经相对比较宽松了 大家都不像以前那么畏畏缩缩 不敢说话 孙元化这刚被否定 碧茂康又拱手道 皇上 请恕微臣斗胆 就算是一分厚 那也比木制战舰重了一倍都不止啊 按现在超级战略舰那体型 包上铁板 沉 可能不会沉 但是那些泡门 估计都要被淹水里了 朱思雄文言 点了点头 随即拿起早已放在桌上的毛笔 沾上墨水 刷刷刷 在面前的大白纸上画起来 他现在的画气 那可不是吹的 在他的刻意练习下 虽然不一定能达到有名的画家皇帝赵极那种水准 怕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在他的笔下 一艘超级战略舰的侧面轮廓图慢慢很快成型 那叫一个唯妙唯孝啊 众人眼中不由都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当然他并不是来卖弄画技的 画了个轮廓他就停笔了 并没有再往戏里画 他放下毛笔 指着图上的超级战略舰的 现在的船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圆湖底跟个长长的水瓢一样 众人不明白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不光是大明这样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啊 不过 皇上又话又讲的总得有点反应不 众人纷纷配合的点了点头 朱子炯又拿起毛笔画了个水线 这船就跟浮在水面上了一样 紧接着他指着水面下面的部分的 船之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就是因为他把这一部分的水给排开了 其实船的重量就等于他排开那一部分水的重量 这个可以称为船的排水量 至时可没有排水量的概念 众人听到这里就皱眉沉思开了 排水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朱子炯紧接着解释道 曹冲称相大家都知道吧 他其实啊就是在用排水量来计算大象的重量 大象站上去 船沉下去一节 画根现作记号 然后把大象牵走 再用石块慢慢把船压到同样的位置 这样石块的重量就等于大象的重量 你们想想不管是石块的重量还是大象的重量 是不是就是他们排开这一节水的重量呢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 众人纷纷做出恍然大误状 很显然他们已经理解了排水量的意思 见众人已经明白了排水量的概念 朱子炯又提起毛笔画下来 这次他画的是一种很奇怪的船 就好像在原来圆弧形的船底夹了一个长长的梭子一样 看到这么奇形怪状的船体结构 众人纷纷露出吃惊的表情 如果从美观角度来看 这种结构简直比老是结构难看十倍 皇上为什么要画一艘这么难看的船呢 朱子炯仍然只是画了一个轮廓 不过这次他连水线一起画上才挺比 他放下毛笔 这是底下先加的那个缩形的 如果在船的底部加这么一个长缩形的密封船舱 那么他的排水量是不是就增加了呢 是不是这个缩形的密封船舱坐得越大 这个船的排水量就越大了 排水量大了 是不是就代表船可以坐得更重了 这样一来给船的外面包裹一层铁甲 还有问题吗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增加这个缩形结构就是为了增加排水量 这样一来不管战舰坐多种都没问题了 因为这个缩形的密封船舱 可是整个都沉在水底的 他排开的水可不是一点点 第十八卷 第四十五章 钢铁巨兽无敌战舰 中 朱斯琼 这个时候要是有电脑跟打印机就好吧 如果有这两样东西 他只要把脑海里的草图画出来 加上标注发下去 以毕茂康他们现在的本事 绝对很快就能把东西做下来 但是很遗憾 明朝没这两样东西 而且依照现有的水平和技术 根本就不可能研制出这两样东西 所以他只能将众人召集到一起 连画带讲 仔细解释 让他们完全弄清楚是个什么东西 再自己画图纸去做 他解释了半天 这排水量和密封舱的问题 总算是讲清楚了 不过 这只是解决了铁甲战舰质量过大的问题 还未涉及到具体的制作环节 接下来他还要将整个铁甲战舰 研制的各个环节拆分开来 交给具体的人负责 这铁甲战舰才能真正做出来 先讲哪一部分好呢 朱子炯考虑了一会儿 便决定啊 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要说制造铁甲战舰所有环节 又或者所有需要用到的设备和材料里面 什么最简单 那就钢板莫属了 钢板这东西啊 大明本来就能批量生产 全用钢板 只是材料稍微不同一点而已 而且材料的配方系统也给了 朱子炯直接对着宋颖星的 长哥 等一下朕给你写几个钢材的配方 你将这些钢材做出来 都是造铁甲战舰时要用的 这个对宋颖星来说啊 自然再简单不过了 就算没有配方 他也能慢慢研制出来 何况现在配方都有了 只要试制一下就行了 他连忙拱手道 为审明白 紧接着朱子炯又问徐复远道 福宅 钓葫芦你见过吗 那东西啊 现在到处都是 徐复远自然是见过的 他连忙点头道 回皇上 为神见过 朱子炯点了点头 随即提点道 你想想啊 如果把链条换成细钢丝 揉成的钢丝绳 再用电机带动钢丝绳 上下 是不是力竹更大了 而且更省事了呢 师傅远文言想了想 随即兴奋的道 皇上英明 朱子炯无奈的摇了摇头 苦笑道 好了 我给你画个草图 这东西啊 你尽快做出来 说吧 他提起笔刷刷刷刷 画了个电葫芦的草图 交给徐复远 接下来 朱子炯又画了个抽签锚钉 和拉锚枪的草图 然后指着草图对王指的 梁府 这个叫锚钉 这个叫拉柳枪 用法就是在两块铁板上 打一个跟锚钉一样大的洞 然后将锚钉塞进去 再用拉锚枪拉锚钉的心子 这样锚钉头就会变形 两块铁板就会紧紧的冒在一起 你明白了吗 这个其实并不复杂 只是一个构想的问题 只要想到了 要做出来 并不是很难 王指饶有兴致的看了一会儿 随即点头道 回皇上 回神知道了 朱子炯点了点头 将草图交给他 叮嘱道 这个在铁甲战舰时也要用到 你赶紧做出来 王指联盟拱手道 微臣遵旨 貌似简单的东西都交代完了 接下来的东西可就比较复杂 不过其中有个东西应该很快就能做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电焊机 并不是说电焊机原理简单 也不是说电焊机很容易研制 主要是他呀 在四年前就已经将这个项目交给夏允夷去研发了 而且电焊机的难点 并不是电焊机本身 而是电焊条的制作 他相信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夏允夷应该早就将电焊机做出来了 至于电焊条 这次系统就详细的给出了配方和制作风法 他只要交给夏允夷 相信这东西啊 很快就能做出来 想到这里 他直接问夏允夷道 一周 电焊机研制的怎么样了 夏允夷问言 羞愧得道 皇上赎罪 电焊机微臣倒是早就做出来了 主要是这电焊条实在是太难做了 微臣试了好多种材料 焊机效果都不是很好 朱慈琼点了点头 安慰道 电焊机做出来了就好 朕已经想到电焊条的材料和制作方法 等会开完会 朕写给你 夏允夷问言自然是惊喜交加 连连写恩呢 这电焊机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接下来就剩下个铁甲战舰生产的问题了 这个是个浩大的工程啊 要一步步详细介绍 那估计几天都讲不完 不过 铁甲战舰 其实就是在木制战舰外面包裹一层铁甲 而木制战舰大明早就能量产了 并不需要他做太多的介绍 只是整体结构和铁甲怎么包袱需要详细介绍一下而已 朱思琼想了想随即便提起毛笔画起来 这次他画的比较详细 整个传体的结构都画出来了 有的地方还标注了一些尺寸 画完之后他直接对毕莫康达 梦侯你看 这就是铁甲战列舰的大致结构 内部其实跟木制战舰差不多 只是加了层密封仓而已 你明白了吗 毕莫康文言仔细看了看朱思琼所画的草图 随后便点头道 会皇上 微臣明白了 朱思琼点了点头 又取了张空白纸画开了 他这次画的还是一艘战舰 不过 从标注的尺寸来看 体积貌似比铁甲战舰还要大一点 而且两侧并没有开炮门 只是甲板上有很多火炮 画完之后他又对着毕莫康达 木侯 你看 这是另外一种铁甲战舰 叫铁甲巡洋舰 结构比铁甲战列舰还要简单一点 主要是用来撞敌人战舰的 你看明白了吗 在后世 悬崖舰的主要功能 当然不是去撞别人的战舰了 大家都是铁疙瘩 撞一起 那是同归于箭 但是 这个时候的悬崖舰 却比较适合用来撞 因为反哈布斯堡联盟 现在生产的战舰全是木质战舰 用质量和硬度 都远超木质战舰的铁甲战舰巨撞 那绝对是一撞就散架 再加上 巡洋舰上面基本都是超级大炮 而且还是前后方向了 撞向敌舰同时 还能集中火力轰击 特别适合正面引钢 所以 朱子炯说是用来撞的 倒也没错 这个相对铁甲战舰结构 还要简单一些 碧茂康自然是一看就懂 他连忙点头道 回皇上 微臣明白了 紧接着 朱子炯又详细跟他解释了一下 怎么在战舰外表包裹铁皮 又怎么制作和安装撞脚 说了将近半个时辰那才说完 最后 在场的人 就剩下孙云化没有安排任务了 倒是说他技术不行 主要是现在各处都开战了 他事情比较多 朱子炯怕耽误事情 所以 才没给他安排任务 第十八句 第四十六章 钢铁巨兽 无敌战舰 下 四月的东方 春光明媚 从高山到大海 从峡谷到湖潭 每个地方都散发着盎然生气 让人心旷神怡 这一天 南大营新港 旌旗招展 采旗飘飘 一众奉天府的官员和工部 派来负责改造船厂的官员 恭敬的等候在一号码头 很显然 这是有大人物要驾临东方了 上午四十许 十艘超级战列舰 排着整齐的队形抵达南大营新港 威魔貌似不是很大 但从战舰上下来的人 官职确实不小 这人 就是当清皇上的统臣 当朝一品大员 公部尚书 兼内阁副总理大臣碧马康 他身后 还跟着一大堆公部官员 那架势 竟然像是要把公部搬到东方一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那一天 朱子炯安排了任务 令公部年内 一定要把东大营造船厂和南大营 全部改造成能生产铁甲战舰的大型造船厂 而且 必须尽快把铁甲战舰的样品给试制出来 这个任务就比较重了 造船厂 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铁甲战舰更是超大超重的庞然大物啊 一艘铁甲战舰最少都有上千吨重 不是说做就能做出来的 这时 东大营造船厂正在制造超级战略舰 而南大营造船厂正好在改造 铁甲决定先把南大营造船厂改造好造出样品来 回头啊再去改造东大营 现在东大营造船厂是每半年生产一百艘超级战略舰 也就是说三个月内 他就要把南大营造船厂给改造好并造出样品来 时间呢非常简迫 所以他把工部所有相关官员都带过来了 这三个月啊就蹲在这里了 皇上都说了其他事啊都可以先放下 因为有了铁甲战舰大明就无敌了 从皇上说出这句话开始 毕马康内心就变得火热无比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明天下无敌 哪怕让他累死啊他也愿意 这时他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造船造船造船 一定要尽快造出铁甲战舰 刚从战略舰上下来他就讲着怎么开工了 对于马头迎接的官员他只是敷衍了几句 随后便让他们带路先去造船厂看看 这位爷大明都没几个人惹得起 南大营这帮官员自然是更惹不起啊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于是一群人准备好的盛宴也不去吃了 直接就往造船藏出去 毕马康在来时就定下了一个草案 对于造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该怎么把铁甲战舰做出来 他也有个大概的计划 他首先看的是南大营的炼钢厂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 炼钢厂的规模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这里原本就只是给武装扶船的舰炮提供钢材而已 量小得很 炼钢厂规模不够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这个他早有预料 甚至连修建炼钢炉的专业人员都带来了 规模不够那就扩建 他直接另公布余衡清理四郎中负责建设新的炼钢厂 炼钢炉最少要增加十个 而且两个月之内必须完工 紧接着他又在炼钢厂外围转了一圈找了块地方 霸气的意志直接令公布屯田清理四郎中 在这里修建一个大型扎板厂 专门生产船用钢板 至于扎板机倒不用屯田清理四的人做 他早就跟大明皇家机械集团订购了 一个月后就会送过来 安排完扎板厂的事情 他又转到了附近的驻炮厂 南大营驻炮厂就是给武装扶船造些榴弹炮而已 规模自然也到不到哪里去 没办法 还得扩建 他直接令公布营险清理四郎中负责扩建驻炮厂 就按东大营驻炮厂的规模来 那边有什么 这边就必须有什么 处理完炼钢厂 扎板厂 和驻炮厂 毕马康啊 终于带着一大班官员 往南大营造船厂方向走去 但是走到半路上 才刚刚能远远看见造船厂的影子 他又停下来了 这里还必须建一个大型发电厂 精密机床 新式吊装设备 还有车间照明什么的 可都需要用电呢 南大营这边的机床 基本还是老式的蒸汽机床 也就车间照明要用点电而已 原来的炼钢厂 驻炮厂 都是在厂房里装了个小型发电机 就算是完事了 现在可不行啊 他站在原地自处瞭望了一下 随后便指着不远处的一块空地 另公布都水清理四郎中 负责在此修建一个大型发电厂 至于大型发电厂 那得徐福远和夏允怡这两个专业人士来搞 他俩啊 这会儿还在京城那边 研制电动葫芦和电汉机呢 不过啊 那两样东西都费不了多少时间 相信这边电厂的厂房建好 他们就能过来了 剩下就剩下造船厂了 毕毛康决定亲自上阵 在此督工改建造船厂 造船厂原有的船屋肯定是不能用了 必须重新建造 当然原来的船屋也不能就这么拆了扔掉 这个在他来之前 朱子炳啊 也交代过了 原来的船屋干脆整体卖给私人盗船厂 以后扶船那工部就不造了 全部由民间制造 扶船的买卖也由他们自己做主 只是火炮由工部生存 也就是说 以后民间造出来的都是普通扶船 如果要改造成武装扶船 必须向朝廷宝贝由工部统一来改造 至于原来的水道 长度和宽度倒是够了 但是必须加深 好在抽水设备 大明早就研制出来了 只要把里面的水抽干 花深一点就行了 安排好所有事宜 都快到吃晚饭时间了 早已鸡肠碌碌的官员 这才得以饱餐一顿 第二天一早 随着毕茂康义一声令下 炼钢厂 扎板厂 铸炮厂 发电厂 造船厂全线开工 整个南大营内外 顿时一片繁忙 有当朝一品大员 内阁副总理大臣在此坐镇 各处进度 自然飞快 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一台台设备 陆续汇集 巨大的床屋慢慢成形 长长的水道越挖越深 在朱子雄不计成本的投入下 南大营新造船厂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兴起 一个月后 第一座新床屋便已修建完工 毕茂康直接将住所搬进了床屋 亲自独造第一艘甲战舰 这第一艘甲战舰 他选定的是战列舰 因为其内部结构 和原来的战列舰相差 并不是很大 只是下面多了一个巨型密封舱 而已 集中熟练的工人 加班加点 很快就能做出来 不到半个月时间 一所大到恐怖的铁甲巨箭 便出现在了南大营造船厂的 新船屋里 虽然还未完工 也没有装备火炮 但是其恐怖的外表 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这样的钢铁巨兽 一旦成群出现在海面上 试问这天下 又有谁人能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336集 第十八卷 第四十七章 以牙还牙继续西进 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随着寒冬的离去 乌山山脉又现出勃勃的生机 庞大的乌山城内 此时也是一片繁忙 边防军第二军团 已陆续整装出发 赶往乌山山脉中部和北部 各处要碍修筑棱保 囤兵驻守 边防军第一军团一半人马 也已经陆续赶往乌山山脉南部 各处要碍驻防 一切正在照着年前的计划进行 边防军第一军团 驻守乌山南部和乌山城 边防军第二军团 驻守乌山中部和乌山北部 而秦军则准备回陕西行都市驻守 以为震慑西域各国 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粮草的转运费用 毕竟乌山城这边 李中云腹地太过遥远 转运粮草过来 耗费是相当大的 孙船停着会儿心情相当不错 在外征战这么久 又在这冷到恐怖的极北之地 驻守了一个寒冬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 就算已经习惯军旅生活的他 心里也不免有点小激动 但是这份好心情随着一个太监的到来 彻底结束了 这个太监并不是什么臭名昭著的大坏蛋 曹化纯队手下的管束还是比较严格的 现在的太监完全没有为忠贤当权时的嚣张跋扈 坏事他们更是绝技不敢做的 这太监也不是来监军的 朱思久还没有无能道需要靠太监来治国 什么太监监军太监督战这种荒唐事 他也绝技不会做 其实这太监只是来传旨的 他带来了皇上欲比亲书的秘旨 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敢在陆军傅元帅孙传廷面前指手画脚 传完旨他就跑了 这鬼地方 都快下进来还这么冷 他才不想多待呢 三船停不由奇怪了 这会儿都有电报了 皇上为什么要派太监亲自来传旨呢 虽说火车和轮船都比较快捷 但经常赶到这里 最少也需要十多天 何必这么麻烦呢 当他打开密纸时 就明白了 不是皇上不想发箭报 而是箭报实在是发不了这么多东西啊 与其说是一份密纸 还不如说是一封书信 皇上交代的可不是一句两句 而是密密麻麻的写了好几页啊 孙传廷看完密纸 不由叹了口气 看样子啊 这短时间内是别想回去了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回家什么的 那是没事的时候才去想的 现在有事了 他自然不会再去想吧 他从来都是以国事为重 皇上的意思他已经明白了 那就是跟人耗耗得越久越好 声势越大越好 总之啊 就是要尽可能的消耗敌人的人力和物力 要让敌人惊慌失措使劲增兵 就靠秦军这点兵力 貌似还不够 他想了想 转气浪声道 来人 传令轻尾应声而入 孙传廷立马下令道 定令祖大臂 侯拱旗 各率五万人马 速来乌山城听力 雷牧城和通古斯城防御 交给手下参将就行了 轻尾应命而去 孙传廷响了响 又翻出一张地图 仔细斟酌起来 要继续西进 首先就要考虑交通问题 这乌山中部 与乌山南部中间 虽然有大片空荡 但地形复杂 水路交错 高低不平 根本就不适于大军推荐 如果贸然出兵 很可能遭遇敌人的偷袭 皇上的秘址中也有特别交代 稳打稳扎 步步为营 修铁路线慢慢推荐 哪怕一仗不打都没关系 只要能把敌人信过来就行 这持久战该怎么打孙传廷 其实是相当在行的 在没有火车和轮船之前 一场大战打个几年 那都是正常的 他原本学习的可不就是这个吗 随着孙传廷一道道命令传下去 原本掩齐西谷的明军 慢慢动了起来 先是乌山南部的边防军第一军团 他们守着守着要爱 突然就变得不老实了 频频的派出骑兵进入沙俄境内到处劫掠 就如同原来的游牧部落打草谷一般 搞得沙俄东南边竟人心惶惶 大批平民向西迁移 军队也躲在各自棱堡里 出都不敢出来 这种行为 沙俄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明军实在是太强大了 凭他们的实力根本就打不过 要不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集体声援 逼得大明帝国签订了停战条约 恐怕沙俄早就被大明帝国给灭了 这种纵容行为好像助长了明军的气焰 紧接着 冰防军第二军团也不老实下来 他们也频繁的派出起兵 进入沙俄境内到处劫掠 搞得沙俄整个东部边境都不得安宁 平民都快跑光了 如果光是这样 沙俄再愤怒也得忍气吞声 明军势大 他们根本就干不过 盟国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跑过来声援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但是明军的行动却不止于此 没过多久 明军竟然从乌山城出发 一路向西修起了铁路 修铁路的人其实并不多 助此久 也就从欧亚铁路那边 调过来两万建设军团的人马 修铁路的物资倒是现成的 原本大明就准备修住雷姆城乌山城的铁路 所需物资已经陆续运送到雷姆城 慢慢波点到乌山城这边来 倒也不影响那边的进度 这下沙俄坐不住了 如果让明军把铁路修过来 到时候把装甲战车网过一运 谁能挡得住啊 沙俄首相罗索夫都快吓傻了 大明帝国也太霸道了吧 自己只是令人偷袭了一下他们边境的位所 他们就将整个西伯利亚都抢了去 害得自己差点被政敌险下台 现在这刚刚签订停战小约 条约中的赔款也按时赔付了 他们竟然又开始激进了 要不要这么耍无赖啊 他知道再不想办法 沙俄就要被大明帝国给灭了 这会儿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唯有向盟国求援 黎塞刘那个老狐狸肯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 大明帝国灭掉沙俄 一举进入欧陆的 于是他迅速派出使者赶往法国 向黎塞刘求援 同时他还怀着侥幸的心理派出使者 跑到乌山城向大明帝国抗议 抗议他们不遵守停战条约 看看能不能以此 让一向以伟大光正自居的大明帝国退兵 结果使者被孙传廷很不客气的哄了回来 理由很简单 我们大明帝国刚退兵 你们就向我们的盟国发动进攻 真当大明帝国好欺负啊 这他妈到底谁欺负谁啊 罗索夫简直欲欲哭无泪 孙传廷办事那是相当的牢靠 皇上说要稳打稳扎 那就稳打稳扎 他一点都没有急于求成 铁路四周的防卫安排的滴水不漏不说 他甚至每天进五十里左右 就命人修筑一座龙堡 这样一来明军的推进速度自然是缓慢无比 但脚步同样坚实无比 有冷宝为托就不怕敌人来切断铁路线路了 如果敌人没有一点反应 他还真有可能把铁路一直修到沙俄帝都 沙俄并不是不想反应 而且实在没法反应了 因为他们现在总共就二十万军队 全部调过来都不一定干得过十万勤军 更何况明军压根就不止十万 要是明军向着他们冷宝方向推进 再怎么低他们也会抵挡一下 问题明军不傻呀 压根就没往他们的冷宝那边修 反正地形都差不多 又不追求速度 往哪个方向修不是修吗 罗佐夫是没一点办法 他只能寄希望于黎塞留了 话说黎塞留收到这个消息后 好学没一口血喷出来呀 这大明帝国真是毒啊 你跟他玩海军 他就跟你玩陆军 法国南部边境都被大明帝国搞得一塌糊涂 沙俄那边又来了 这时他不得不管 如果让大明帝国陆军打穿了沙俄 从西边长驱直入欧陆 那反哈布斯堡联盟就完蛋了 大明帝国的陆军可不是一般的恐怖 现在法国是无法派军支援了 他唯有写信向其他盟国说明情况 小以利害 希望他们能出兵协助沙俄抵挡明军进攻 不然大家一起完蛋 他还敦促各国 赶紧派出谈判代表 汇聚沙俄 请求大明帝国再次和谈 看能不能劝退大明帝国 好在明军貌似修筑铁力的人力不够 推荐速度十分缓慢 都一个多月了 才推荐两百余里 要他们像当初在西伯利亚那样疯狂推荐 怕是已经冲到沙俄帝都了 孙传廷当然不会疯狂推荐 他这会儿手下才二十万人 冲上去被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包了饺子 就完蛋了 要像当初那样有一百五十万大军 他怕早就冲上去了 这会儿他还是按照皇上的旨意 在那里稳打稳扎 一点都不着急 反正就是吸引敌人兵力而已 要说进攻二十万人的确不够 方首的话二十万人确实绰绰有余了 铁路银县修的那些冷宝可不是假的 实在打不过 大不了退回乌山城 列强就是集结百万大军 他都不怕 列强自然不想跟大明帝国陆军打 现在他们陆军最强的法国 已经被大明帝国和西班牙联军拖在法国东南部 分不开身了 其他国家陆军全部加起来 也就五六十万 不到扑不得已 他们是不想跟大明帝国陆军硬钢的 对于列强的和谈请求 孙传廷也没有拒绝 不过 这一次也不用去请镇南王郑之龙了 皇上已经在密信中交代过 和谈就由他来主持 这次带队的还是斯皮克 反哈布斯堡联盟首席谈判代表 帽子很牛逼的样子 但是他真是不想带这个头 跟大明帝国谈判这么多次 他就没捞到过一点好处 每次都是赔款赔款赔款 签这么多不平等条约 不被后世人骂死才怪啊 不过他又不得不带这个头 其他谈判代表还真没有谁 有他经验丰富 不管是跟大明帝国谈判 还是赔款 在开始谈判之前 他倒是得到个好消息 根据沙俄的探查 大明帝国兵力并不是很多 好像只有二十来万的样子 倒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大明帝国选择的谈判地点 还是乌山城 斯皮克不得不带着谈判代表团 再次从沙俄帝都赶过去 没办法 每次都是求人家不要再打了 自然不可能让人家来自己这边 孙船艇倒没摆什么阵仗来吓唬人 这次皇上的目的就是要跟他们好 并不是想讹他们钱 再说猎强也不是傻子 凭借二三十万人就能讹到他们钱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光棍得很 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根本就没参议点假 斯皮克率领的谈判代表团 这一次也没受到什么惊吓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貌似跟沙俄的查探结果差不多 铁路他们看到了 不过明军在修铁路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要明军没修铁路 他们就不可能过来和谈了 冷宝他们也看到了 大家都只是微微皱了下眉头而已 这东西不具备进攻能力的 倒也没什么好怕 乌山城他们上次就看到了 再看一次也没有上次那种震撼的感觉了 明军他们也大致看了看 的确跟沙俄所说的那样 就二十来万的样子 同样吓不到他们 进入会议室之后 墙上的地图倒是没变 对面的明军将领确实少了一大半 总共就一个元帅四个上将 最多也就五十万人 也不足以吓到他们 孙船艇也没挣之龙那么多花花肠子 看到列强谈判代表团进来 他只是带头站起来 说了声请坐 随后便啪的一声坐了回去 斯比克也摸不清 大明帝国这次到底想干什么 或者说又想额多少钱 所以坐下来之后 他压根就没开口 只是平静的坐在那里 等着对方先说话 比耐心 这也是一种谈判手段 不过孙船艇 却懒得跟这些人比耐心 见对方半天不开口 他直接了当的道 诸位 这次前来 不知有何贵干呢 他直接就是用汉语说的 这次他没带什么翻译 汉语现在差不多 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了 对方翻译要是听不懂 那就是怪事了 果然 他刚一开口 对面的翻译 便开始低声向各国谈判代表解说开了 斯皮克文言 眉头一皱 这不明知故问吗 你们要不进攻沙俄 我们怎么会跑过来啊 他想了想 随即严肃的道 我代表反哈布斯巴联盟诸国 对你们大明帝国入侵我们盟国杀俄的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请你们遵守合约 立刻撤兵 孙传廷听了对面翻译的解释 立马硬邦邦的道 斯皮克殿下 我们大明帝国向来是遵守合约的 是你们先违反合约向我们的盟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动进攻 我们才不得不做出反击 斯皮克文言顿时头大如抖 听着口气他就知道啊 大明帝国这是要蛮不讲理啊 上次合约中根本就没提及西班牙和葡萄牙 怎么就变成他们先违反合约了呢 第十八卷 第四十九章 不欢而散 全面开战 斯皮克感觉内心深处又冒出一阵深深的无力 每次跟大明帝国谈派都是这样 人家是底气十足 他们确实软弱无力 没办法 大明帝国实在是太强了 即便是蛮不讲理 你也得听着 因为你不服 人家就干 从来就不带犹豫的 他整理了一下措辞 随后用见量委婉的语气道 元帅阁下 上次条约中 我们双方好像就未曾提及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吧 孙传廷 直接摇头道 斯皮克殿下 请讲点道理 就好像我们俩打架 说好不打了 结果 我刚一回头 你就冲上去打我朋友 有这个道理吗 讲道理 到底谁不讲道理啊 何悦中本来就没提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好不 没办法 人家拳头硬 不服气 来打我呀 但是 现在他们是弱势的一方 而且大明底谷都已经打上来了 他只能委屈求全的 元帅阁下 这是两码事 我们已经签订停战条约了 跟打架是不一样的 孙传廷 确实严肃的道 不 斯皮克阁下 这是一回事 我们刚退兵 你们就冲上去打我们的盟国 哪有这个道理 这家伙紧直油盐不见呢 斯皮克真的有点火了 不过他来和谈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惹怒大明帝国 而是想让大明帝国退兵 还是先问问大明帝国退兵的条件再说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怒火 试探的道 好吧 关于停战条约的事 就先不说了 我们的意思 想必元帅阁下也明白 我们希望贵国 能马上停止对沙俄的入侵 不知贵国能否以何为贵 马上退兵 没想到 孙传廷竟然点头道 想要我们退兵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们必须先拿出诚意来 诚意 又是钱吗 如果只是几百万两 倒是可以接受 毕竟叫几十万大军过来抵挡大明帝国 那可不是几百万两就能完事的 斯皮克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知道元帅阁下所说的诚意是什么 孙传廷文言面无表情的道 很简单 你们立刻解除对欧陆以西海面的封锁 将所有战舰全部撤回各自国内 并赔上我们大明帝国 还有西班牙和葡萄牙 可一千万两白银 我们马上退兵 斯皮克文言气得差点没喷血啊 这还叫简单呢 这样一来 岂不代表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都认输了 投降了 从此退出海上争霸了 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世界 他忍住怒火坚决地摇头道 元帅阁下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孙传廷文言硬邦邦地回答 斯皮克阁下 那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们不退兵就想让我们退兵 那也是不可能的 看样子 光忍让是没用了 必须来点硬家伙了 斯皮克冷冷的道 元帅阁下 你以为就凭你这区区二三十万人 就能打败我们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吗 你这是在逼我们联合出兵 孙传廷同样冷冷的道 出不出兵是你们的事 反正你们不退兵 我们也不会退兵 就这么简单 还嚣张了 斯皮克忍无可忍 他直接怒道 元帅阁下 如果你们执意不退兵 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捍卫盟友的领土了 哎呀 还威胁开了 就是要你们多派点人来 持船艇酷酷的挑衅道 斯皮克阁下 再怎么说 我们都不会先退兵的 你们要怎么样 我们随时奉陪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开战就开战 谁怕谁啊 这次斯皮克可没上次那么窝囊 战就战 六个盟国联合起来 还打不过你这二三十万人吗 他直接站起来冷冷的道 元帅阁下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说吧 一挥手 带着谈判代表团 转身就走 孙传廷 身的懒的站起来 直接坐那里 对着斯皮克的背影冷冷的道 好走 不送 这摆明了欺负人哪 孙传廷的态度 令六国谈判代表都恼火不已 回到沙俄帝都之后 斯皮克立即召开他们开了个会 商议支援沙俄的问题 这些谈判代表 来之前多多少少都得到了各国掌权者的嘱咐 同时又相应的授权 如果大明帝国不退兵 那就组织联军跟他们干 众人商议过后定下了具体方案 瑞典和丹麦各出兵十万前来支援沙俄 英国和法国各提供火炮五百门 用以抵御明军进攻 荷兰则出资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军费开销 至于沙俄则立刻派人在明军前方约两百里处 修处防线准备抵御大明帝国的进攻 各国飞快地行动起来 各种物资不断向沙俄汇集 瑞典和丹麦的军队也相继抵达 一场大战看样子在所难免 孙传廷并没有被斯皮克的威胁下的 他仍旧指挥大军护着建设军团 慢慢地把铁路线修到沙俄腹地 沙俄选迹的阻敌地点 就在明军正前方约两百里处的乌河西岸 由于乌河是内陆河 大明帝国海军怎么都不可能进得来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大明帝国用超级战略舰 炮轰沿岸的攻势 而且乌河这段河面差不多有半里宽 没有桥大明帝国陆军根本就到不了对岸 所以只要在对岸修住冷宝和炮台 阻止大明帝国建桥 大明帝国就很难把铁路继续向前修了 除非他们改道 或者派兵迂回到防线左右两侧 先把防线拿下来 孙传廷会改道吗 当然不会 他只是为了跟敌人打消耗战而已 又不是真的想拿下整个沙俄 至于迂回进攻 那就更不可能了 他总共才带了二十万人马 迂回过去攻击人家的冷宝和炮台 那是找死 差不多一个月后 明军终于将铁路修到了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联军防线对岸 这时明军并没有急于进攻联军的防线 而是在离河岸大约十里远处修住了一座大型冷宝 还修住了一个大型火车站 反哈布斯堡联盟联军紧张的等待了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明军终于发动进攻了 数十辆装甲战车在阁队岸依次排开 缓缓推进到距离河面不到一里远的地方 紧接着 装甲站车后面便响起了无数的火炮轰铭声 缓军差多少 于是乌河两岸火炮齐鸣 每天双方都在对轰 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没完没了 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第三百三十七集 第十八卷 第五十章 开始殖民 目标北美 六月的天 艳阳高挂晴空万里 大明极西极北之地 欧亚大陆的交界处 陆军副元帅孙传秦 郑帅二十万大军 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将近三十万联军 在乌河一线对峙 双方 你来我往 轰个不亦乐乎 而此时 大明极东之地 蜀国东营的江湖港 却是一片喜气洋洋 海面上 无数大明帝国的武装扶船 排得整整齐齐 一眼望不到边际 港后边 无数东营平民百姓 挤在一起 仰慕着大明的天威 此时的田川七祖卫们 已经二十二了 早在两年前 他便继位成为东营国王 大明正式 以门双王 容其一时 大明帝国之所以聚集 上千艘武装扶船 并不是来大营公干 而是准备从江湖港出发 赶往北美大陆 去开拓第一块海外殖民地 大明帝国 与北美大陆相隔 足有两万余里 朱思琼派出的大型探险队 经历了将近三个月 才从北美大陆折返 这还是因为有轮船的缘故 要是用帆船 起码要半年时间才能打个来回 探险队已经在北美大陆的雪线以下 找到了一处天然两岗 从他们带回的地图判断 那里应该是后世的西雅图 又或者温哥华 朱思琼也记不清他们多了 干脆大笔一挥 直接将那里取名为金山 这是一个相当有大明特色的名字 于那里金银满山 富饶无比 朱思琼当然知道后世的金山 又或者说旧金山并不是那里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那里将成为大明帝国的殖民地 地名还不是他想怎么取就怎么取 为了占领并开发北美大陆 朱思琼令大明皇家海运公司 炙集了一千艘武装浮船 又令北海舰队派出了十艘超级战列舰 搭载着天雄军中勇军和无数的粮草物资 从东大营新港出发 赶往蜀国东营的江湖港 然后再从江湖港出发 直抵美洲大陆的金山港 这一次他特意派出了文武双全 强悍无比的陆军大元帅卢向生 令他全权负责占领和开发北美大陆的一切事宜 此时卢向生正在码头上 与东营国王田川鸡组围们愉快地交谈着 而上十万东营第一军团的将士 正排着整齐的队伍登上武装浮船 他之所以要来这里打个转 主要就是为了来接东营第一军团 北美大陆这会儿具体是什么情况 探险队并没有深入探查 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去确定港口的修建地点的 修建港口和海军基地可需要不少人手 而当地到底有多少土著又聚集在哪里 大明帝国对此还真是一无所知 临时到地招人自然是不现实的 秦雄军和中勇军也不可能窝在那里搞基建 这就需要叫派其他人手去干活了 正好东营有两个藩属国军团 而且他们还经常参与铁路建设 建个港口也算是熟练工 所以朱司总裁决定让卢想生半路去一趟东营 将东营第一军团带着 原本一千艘武装扶船 要是硬塞的话五六十万人也塞得进去 但是这次他们要带的物资实在是太多了 不但有大军的粮草自重 武器弹药还有修建港口和基地所需的水泥钢材 还有基地防御所需要的火炮等等 根本就装不下这么多人 当然这只是第一波 等这一波送过去之后 还将会有第二波 那时还要再运送两个翻手国军团过去 同时还要携带修建炼钢厂 机械厂 火车厂 大型发电厂等工厂所需的物资 在那边修筑铁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从大明运送铁轨到火车过去 显然也不是很现实 朱司总决定 直接在那边开厂 并在那边找寻铁矿和煤矿 像火车车厢和铁轨这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铁疙瘩 直接就在那边制造 大明本土最多运送火车头过去 田川七组为门和卢相争这两人 一个是蜀国国王 一个是大明帝国陆军大元帅 貌似应该没什么共同话题 但是他们却聊了很久很久 甚至东营第一军团十万人马 已经全部登上武装扶船 之后还在了 甚至东营第一军团十万人马 已经全部登上武装扶船之后 还在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题主要还是田川七组为门提起的 组为一国之主 他要为自己的子民着想 东营这么窄小的地方 人口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这个时候又不能限制生育 他只能想办法移民了 原本大明占领西伯利亚之初 他就向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提出了申请 想将部分东营子民移居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并没有答应 朱子炖之所以不答应 自然有他的考虑 西伯利亚因为气候的关系 并不适合迁移太多的人口 如果人口过多就会造成粮食短缺 因为那边暂时来说 粮食生产还太少太少 没有粮食就限制了人口上限 那边最多一去上千万人就是极限了 如果再多光是往那边运粮食都不知道要浪费多少运力 而那边又是新占领疆域 又是资源保护 朱子炖自然想掌握在自己手里 东营现在虽然是大明的蜀国 但是以后会怎么样 谁知道呢 作为大明帝国的皇帝 他要考虑的比田川七组维们更多 他不想到时候东营在西伯利亚的人口超过大明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干脆拒绝了田川七组维们的申请 不过这次就不一样了 北美那边气候事宜 人口暂时来说是没有上限的 迁移上亿人过去都没问题 这时就不用限制东营人口的迁移了 东营可以迁移 其他蜀国也可以迁移 当然主要还是大明本土的人口 而且移民以后 那边的官员和驻军 以后也必须是大明帝国子民 这样一来 大明子民就会形成那边的主流 倒不怕这些藩属国翻了天去 朱子炯透露出这一口风之后 田川七所谓门就上心了 他之所以拉着卢向生聊 就是为了移民的事件 卢向生可是负责北美大陆一切事宜的 也就是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就是那边的总督 这个人自然要好好拉拢 卢向生对田川七所谓门道也客气得很 因为这位不但是东营国王 还是镇南王的儿子 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郑成功的亲弟弟 可以说身份比他还尊贵 他自然不敢带嘛 相距离别总有时 卢向生和田川七所谓门将移民的相关事宜 细致地交换了一番意见之后 终于踏上等候已久的超级战略舰 随后 十艘超级战略舰在前 一圈武装扶船在后 大明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舰队 终于出发了 目标直指北美大陆 第十八卷 第五十一章 新建港口 海发美洲 东亚沿海与北美大陆相去两万余里 在古代 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的情况下 有人能横跨这么远的距离 从东亚沿海抵达北美吗 这个问题后世还真的有人研究我 根据风向和洋流分析 只凭帆船没有任何动力设备 每年九月份如果从东亚沿海 扬帆起航顺风顺水什么都不管 两个月后就能到达北美沿海 这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分析 有很多人都曾实进过 他们准备了足够的清水和食物 乘坐木质帆船 顺着季风和洋流 途径琉球群岛东营南部 阿流深群岛南部 真的抵达了北美大陆 当然 卢向生他们并不需要靠季风和洋流 他们用的全是轮船 速度也比帆船快得多 如果直接走直线 从太平洋中间插过去 甚至都不用一个月 他们就能到达北美 但是一般没人敢这么干 因为不安全 这个时候海上风暴是相当吓人的 没几个人敢直接在大洋中穿越 一般都是伴着陆地或者悼念边缘前进 这样遇到风暴还能找地方躲避 要是直接飘在大洋上 遇到风暴几乎必死无疑 庞大的殖民船队离开江户港之后 并没有直接向东航行 而是沿着东营列岛一路向北 经过勘察加半岛抵达阿流深群岛 所谓阿流深群岛就是白岭海南部 和太平洋交接的一个半圆湖型岛链 沿着阿流深群岛一直往东 便可以抵达北美大陆北部 然后再沿着海岸线往南航行一段时间 便抵达了金山港所在的海湾 这时金山港所在的海湾并非一片荒芜 上次探险队找到这里之后 并没有全部折返大名 大部分公部官员和相关技术人员都留了下来 还有一部分锦衣卫和海军陆军精锐也一并留了下来 他们已经在几处比较适合舰船停泊的海岸修筑了简单的牧师结构码头 而且还在海岸附近修筑了一座小型的冷宝作为基地 慢慢向四处展开搜索 卢相声所率的殖民船队一抵达 留守人员自然是兴奋不已 他们这可是真正的孤悬海外啊 上次探险队从东大营出发 辗转了将近两个月抵达这里 路途之遥远可想而知 远离家乡的人一般都会忍不住思念家乡思念亲人 而这些探险队的人呢 尤其思念大明思念故土 要知道这里离大明可有将前两万里 万一探险队回去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 万一接下来的船队找不到这里怎么办 如果探险队没能把消息带回大明 或者后续人员找不到这里 那么他们就真的成孤魂野鬼了 殖民船队中的将士也很激动 要知道他们可都是陆军 船他们基本都坐过 但从没像这次做这么久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来月 终于可以上岸了 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脚踏实地的感觉 总比成天在海上飘得好 卢想生更是激动 自古文臣武家 无不以开疆阔土为最高荣耀 从东南半岛到南亚 再到西伯利亚 大明历史大型扩张 他几乎都有参加 他也从一个军团主将升到了陆军大元帅 但是以前的几次行动 基本都是皇上亲自统领 他只是在一旁协助而已 这次他才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帅军为大明开疆阔土 而且据皇上所说 这边甚至比大明本土的疆域还大 比新占领的西伯利亚还大 为大明占领这么大的一片疆域 那是何等的荣耀啊 他虽然激动 却没有乱了分寸 上岸以后 他先是下令个军团将士 利用附近几个简易的港口 将粮草 资重等物资卸下来 随后他便召集相关人员 在简易冷宝的会议室中 召开了北美大陆殖民的第一次高层会议 这次遇会的人并不多 除了卢向生 就只有中勇军主将杨忠 东营第一军团主将祖大寿 仅一位南镇府司政府使赵明峰 和公布都水清理司云外郎陈亥来 杨忠和祖大寿是随他一同起来的 而赵明峰和陈亥来 则是随上次大型探险队前来 留在这里负责建设港口和四处查探的 这次会议主要是摸清四周的情况 确定港口和基地的地点 至于殖民扩张 还要等船队回去 将第二批人接过来才能展开 毕竟这里现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 修小铁路都没钢材 关于港口和基地的选举 主要还是看公布都水清理司云外郎陈亥来的意见 因为他才是这方面的行家 而且他已经带领相关专业人员 在这里考察了将近三个月了 按他的意见 港口还是建在海岸内部靠近南面的海岸比较好 差不多就是后市安吉利斯港的位置 这样主要是为了躲避外面的风暴 同时也为了物质装系方便 因为根据他的考察 陆军和海军联合基地 最好建在海港以南的小道口里 也就是后市西雅图的位置 因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 群职竟然如此之巧 可见古军中外在很多事物上 间接是相通的 也证明啊 这个陈海来的确是这方面的行家 吴享生对此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不能 要说打仗 打明甚至整个世界 现在可能都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 但是说到这个港口和城市建设 他也只是个门外汉而已 随后就是关于周围情况探索的问题了 这个主要是由锦衣卫南政府司政府使 赵明峰负责的 在鲁享生来之前 他已经开始探索了 像那个大型淡水湖 就是他手下的锦衣卫密探发现的 他还绘制了一张附近的简图 鲁享生看到他拿出来的简图 眉头不由一皱 倒不是说他画的地图太过马虎 看不清楚 陈瑜泰和他手下的锦衣卫密探 可是经过培训的 画出来的地图就跟大明现在的标准地图一模一样 上面甚至连经纬县都有 鲁享生皱眉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边印第安部落太多了 围着这个海湾 锦衣卫查探到的印第安部落 竟然有十多个 对印第安部落 皇上倒是早就有了对策 只是 陈瑜泰选择的建成地点 正好有一个印第安部落 这下可就麻烦了 人家 他会让你在他们的地盘上修剑城池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三十八集 第十八卷 第五十二章 拉拢土著 筹建基地 上 美洲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这点呢 后世的人几乎都知道 其实 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也知道 他们不但知道这里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还知道这里的名字叫美洲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早在公元1492年 哥伦布就发现美洲大陆了 同时啊 他也遇到了印第安人 不过 哥伦布一直以为这里是印度 因为他原本啊 就是要去印度和大明 结果走错了方向来到了美洲 他至此都认为啊 这里是印度 因为他遇到的印第安人 用的问候语是 India 惊起来 跟India差不多 甚至 后来他来到了加勒比海 某个海岛时 还以为啊 他已经到了大明沿海 因为那里的人都是传说中的黄皮肤 十年后 又一位探险家 阿美利哥维斯普希 又来到了这块土地 并证实了这里 并不是传说中的亚洲大陆 而是另外一块新的大陆 而且以他的名字 将这片大陆定名为阿美利加州 也就是美洲 这些都是发生在百多年前之前的事 而且资助这两位探险家的 正好是大明帝国的盟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 大明帝国自然早就知道这里是美洲 这里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朱子炯作为一个穿越者 自然比这个时代的人知道的更多 这个时候还没人去研究印第安人的由来 而朱子炯却知道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迁徙过去的 这个所谓的迁徙并不是说一次性大规模迁徙过去 而是在几千甚至上万年时间里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慢慢迁徙过去的 而最后一批相传就是几百年前 元氏祖忽必烈进攻东营时被海上风暴吹到美洲大陆的猛人和宋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弱小的东营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强大的元朝的对手 元朝之所以两次远征东营都失败了 跟当初啊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的原因一样 那就是遭遇了海上风暴 大部分战舰和士兵都被吹得没影了 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的印第安人很有可能还有一部分未被早几千年 甚至是上万年到达美洲的印第安人同化 他们可能还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又或者风俗习惯 为此朱子炯特别从漠南漠北和西域找来了一批猛人 这些猛人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的猛人部落 也就是每个猛人部落几乎都被征召了几个人 特别是男女老幼一大家子 这些人就是朱子炯给卢相声响的对策 简单点来说就是尽量找到未被同化的猛人甚至送人 然后跟他们搞好关系再通过他们逐步与北美各地的印第安部落搞好关系 这样就能避免出现矛盾了 其实印第安人一开始对外来者是相当友好的 像哥伦布探险时就那么点人 要不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友好他们肯定是回不去的 只是后来的欧陆列强为了土地和资源慢慢的和印第安人发生了矛盾 这个矛盾到后来的美国立国之后逐渐演变成战争 直至演变成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 朱子炯当然不会这么干 这个时候的大明并不缺土地 北美的印第安人也占不了多少土地 而资源印第安人需要的打猎资源和大明帝国需要的矿产资源也没有实质上的冲突 所以对于大明帝国来说 排挤和屠杀印第安人根本就没有一点必要 还不如把他们全部变成大明帝国的子民来的实惠 卢想生自然知道皇上对当地的印第安人的政策是以拉拢和怀柔为主 所以当他听陈于泰要选定修建陆海军联合基地时 又或者说金山城的地方有印第安人部落时 没到瞬间就皱起来了 去别人的地盘上建立城池 又不能随随便便就动手 这个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小 他甚至想换个地方建城 但是一番了解之后 他只得无奈的放弃了 因为整个港口附近 也就那里淡水资源比较丰富了 他们要在这里建立的可不是个小城池 最少要达到百万人规模 后面甚至还会阔洁 因为光是前期到这里来的正规军团 还有番薯国军团加起来就有五十万人 还有各大工厂的故宫最少也是十多万 一般地方哪里有这么多的淡水供他们使用啊 卢想生最后还是决定 先带人过去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自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啊 那就只有驱离了 皇上说的拉拢和怀柔可不是一味的迁就 对于那些没法拉拢和怀柔的 那就只有不客气了 众人商议妥当之后 卢想生即刻下令 让阳中和祖大寿带着十万中勇军和五万东营第一军团的将士 在这里协助陈于泰修建港口 所有修建港口的物资也全部卸到这里 而他第二天一早 带着十万天雄军和五万东营第一军团的将士 坐着船在赵明峰的指引下 赶往选定修建金山城的地方 至于修建城池的材料和十五万人马的粮草 自然也一并带上了 这些武装扶船和超级战略舰大部分都是要回转的 最多留下几十艘武装扶船协助他们转运物资 修建城池的物资和修建港口的物资当然不能卸在一起 到时候转运起来就麻烦了 卢享生的想法是一次到位 尽快把所有物资卸下来 让舰队取接第二批人和物资 他可没想到过再回头找其他的地方 好在建城的地方离港口也就一百多里 轮船的速度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 对于怎么和当地土著接触 卢享生也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奔着以和为贵的前提 他还是命令大军先不要下船 而是先派赵明峰带着几个锦衣卫高手 去试着与当地部落沟通 看能不能让他们派人到船上来商议 如果十五万人哗啦一下全下去 那十六八九是要引起人误会的 毕竟人家也不是傻子 这么多手握兵器往那里一站的人 很难让人相信你不是来入侵的 赵明峰此前也没有事情和这里的印第安人部落联系过 这个皇上也是有交代的 因为当时沟通人员还没有找齐 并没有随着探险队一起前来 冒冒然和人家接触 万一引起了误会 再要弥补就很难了 卢享生对于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触也相当谨慎 他甚至离开了所乘坐的超级战略舰 专门将召来的猛人和相关资料 带到一艘武装扶船上 就是怕超级战略舰上密密麻麻的火炮 把人家给吓吓到了 这个时候 北美的印第安人 并没有形成像玛雅帝国和印加帝国那样的大型国家 他们主要还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 大的部落约几百人 小的部落约几千人 而位于金山城玄址这块的印第安人部落 正是附近最大的一个部落 他们具体有多少人口 仅一位密探还没查探清楚 但光凭他们的居住面积算 估计不会少于五万人 这个印第安部落并没有居住在海边 而是围绕在距离海岸大约十里远的大型淡水湖四周 赵明峰他们查探时 也只是在远处用望远镜大概观察过几次 并没有靠近过这个部落 其实这也是赵明峰第一次和印第安人接触 他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 走起路来也格外小心 大约走了一个时辰 他们才前进了五里 而这里已经隐隐能看到印第安人的茅草屋了 赵明峰此刻已经是紧张的不行了 他做了个手势 跟随他的五个仅一位高手 全部将手隐隐放在腰间的枪顶上 一旦遭到攻击 他们便会迅速拔枪还击 还好 并没有任何人攻击他们 其实 这个印第安部落的人也看到他们了 对于这些奇装异服的人 他们只是好奇而已 并没有攻击的意思 毕竟对方总共才六个人 而他们部落 六万人都不止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十个手持长矛 和弓箭的印第安人战士向他们走来 看那样子 应该没有攻击的意思 貌似只是上来询问的 赵明峰立马毫不犹豫地做了个手势 重紧一位高手 又悄悄地将手从枪顶上移开 做出友善的样子 很快 双方便走到十余不远的距离 赵明峰慢慢将手抬起 双方都很有默契地停了下来 还不带他开口 对面的印第安战士便唧里呱啦地说起来 大概是想问他们来干嘛的 他们在说些什么 赵明峰自然听不懂 不过 锦衣卫对这种语言不通的情况 倒是早有解决办法 他一招手 一个锦衣卫高手便配合着他 做起肢体语言 两人先是握手 又是拥抱 又是互相微笑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我们是友好的 那领头的印第安战士看了一会儿 终于点了点头 表示他明白了 紧接着 赵明峰又让五个锦衣卫战士 配合着他表演起来 这次他表演的是一个领袖 其他人又是座衣 又是单膝跪地 又是双膝跪地 然后又做出带着人向他走来的样子 总的意思就是啊 要这些印第安战士 带着他们去进这个部落的首领 这个倒也不是很难理解 那个带头的印第安战士看了一会儿 也就明白了 他貌似考虑了一下 紧接着就朝他们招了招手 意思是让他们跟上 都这样了 自然不能打退堂鼓 赵明峰毫不犹豫地带着手下跟了上去 进入部落内部以后 他们才知道这里面的人口有多稠密 好家伙 看样子 他们还低估了 这个部落最少有上十万人 一开始 他们还只是看到散落在树林里的茅草屋 越往里走 那房子就修得越好 到了最底层 他们甚至看到了土木结构的平房 不过有一点却让他们受不了 看他们跨肩绑的布片 很明显 他们是会织布的 但是这会儿不知是为了凉快还是怎么的 这些人竟然都只是在跨肩绑块布料 其他地方都是光的的 如果光是男人这样 他们勉强还能接受 问题是他们看到的女人也是坦胸碌碌 清洁溜溜 这就有点难为情了 忍受着难言的尴尬 前行了大约半个时辰 他们终于来到了湖边的一座大房子前面 这个房子修的已经有点像大明的贫民居所了 不过主要还是土木结构 并没有看到什么石料 此时已经有一位头戴彩色羽毛的老者 手持一把类似权杖的长矛站在那里等着了 赵明峰连忙带着手下走上前去 恭敬的行了一个公收礼 那酋长点了点头 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 微笑着说了几句话 还是听不懂啊 赵明峰指的摊了摊手表示听不明白 那酋长并没有着急 而是大声向带着他们过来的战士吩咐了几句神 那些战士立马飞快的抛开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见赵明峰一负疑惑的表情 那酋长只是抬了抬手做出一个请稍等的手势 赵明峰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站在那里等着了 没过多久 那些印第安战士便带着几个人跑过来 赵明峰一见那些人立马露出惊喜的表情 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光着膀子 而是穿着简单的无袖短袍 那样子明显带有猛人服饰的特点 虽然没遇到宋人遇到猛人也行啊 那几个人跑过来便对着他们唧里呱啦一通说 果然有点猛话的感觉 赵明峰虽然听不懂 却是兴奋的手舞足蹈 他比划了好一阵 那酋长总算明白了 这意思是他们有船 很多很多船 就在不远处的海湾里 船上应该有人能听得懂这几个猛人所说的话 他想请这几个人呢 跟他们去船上一趟交流一下 那酋长想了想 竟然一挥手带着那几个猛人和五个印第安战士 带头往海边走去 还真是大胆啊 他那意思 你敢带着五个战士来我这儿 我也敢带着五个战士去你那儿 赵明峰见状简直是惊喜交加 这酋长能亲自过去自然是更好 那样子 这个部落应该算是很友好的那种了 回去的路上 自然不用再小心翼翼 印第安人也算是丛林中的骄子 包括老酋长在内 他们在丛林中的行进速度都很快 不到一个指振 他们便来到了海边 当看到海湾里密密麻麻的武装浮船 和超级战列舰时 那酋长着实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所谓的船很多 竟然是这么多 在他印象中 十几艘小船就算是船很多了 这些人全是大到恐怖的大船 而且不是几十艘 而是几百艘啊 不过他还真是胆子奇大的那种 这么多超级大船 竟然没把他吓住 他只是稍微愣了一下 便踏上岸边的滑降船 那胆量 连赵明峰都自叹不如啊 等待总是令人焦急的 卢想生也不能例外 他知道赵明峰此去有多危险 如果他不是主帅 他甚至都想自己带着人前去了 结果会怎么样 他也无法预测 因为他也没和印第安人打过交道 现在他只能继续愿于皇上料事如神了 要不是皇上交代下来 必须想办法拉拢这边的土著 那真不会让人去冒这个险 毕竟只要大军一围 再大的土著部落也得老老实实 他可不见没有枪炮的土著部落 能打得过他手下的天雄军 结果自然是被诸子炯料中了 大约三个时辰之后 赵明峰终于安全归来 而且他还带来了十多个土著 当卢想生在望远镜中 看到那几个身着无袖短袍的印第安人时 同样惊喜不已 这服饰 这长相 简直太像猛人了 他忍不住把所有猛人全部召集在家板上 亲自带着他们在那里等着 果然 那几个身着无袖短袍的印第安人上船之后 嘀里呱啦的说了几句 立马有一个猛人不无路的老人 上去和他们激动的聊了起来 聊了几句 那老者便兴奋地用汉语道 大元帅 他们就是我们失落在外的族人 终于可以和这里的土著好好沟通了 如想生不由开怀大笑起来 有了猛人从中翻译 很快双方就搞清楚了对方具体的身份 一边自然是大明帝国的远征军 而另一边则是西雅图部落 而他们的酋长就叫西雅图 简单的介绍过后 卢想生便迫不及待的道 你赶紧跟他们说说 我们大明帝国的意思 大明帝国是什么意思 自然不能说是来殖民的 如果这么说 人家不翻脸才怪 这些被挑选过来的猛人 都是经过培训的 他们早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朱思雅让人告诉他们的是 大明帝国这次来北美 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地的印第安人 收拾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的 因为列强在欧陆打不过大明帝国 就跑到这边来劫掠了 为了阻止他们通过劫掠发展起来 大明帝国也跟着过来了 大明帝国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印第安人守住这片土地 不让敌人通过劫掠发展壮大 好吧 这个有一大半是胡扯的 目的自然是为了扯上正义的大旗 糊弄糊弄印第安人 让他们认为啊 大明帝国出兵是来帮助他们的 令卢想生没想到的是 那西雅图酋长 听完族人的翻译之后 竟然激动不已 看那手无足道的样子 应该是把猛人说的话当真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猛人间的翻译 他才知道 他竟然知道欧陆列强入侵美洲的事情 原来啊 英国人早在三十多年前 就开始入侵北美大陆了 他们已经相继在西海岸 建立了六个殖民据点 整个西海岸都快被他们占领了 西海岸很多部落都被殖民者打得支离铺碎 这些部落参与的印第安人被迫四处迁移 自然就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北美大陆 卢想生对西雅图酋长提供的消息很是重视 要知道 就连在这边查探了三个多月的赵明峰 都没见过英国人的影子呢 现在竟然有人知道英国人的消息 那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不过 更快他就失望了 印第安人这会儿 还没有衡量距离的具体单位 这位酋长只能以马城来描述距离 根据他的描述啊 从这里抵达英国人的殖民地 最少需要十天的马城 十天 如果按照大明的马城计算 那就相当恐怖了 大明一天的马城最少都是按五百里算的 十天 那就是最少五千里 这么远的距离 简直要人命啊 当然 现在还不是跟列强开战的时候 有了大致的方位 他还可以直接派真迹前去查探 总能搞清楚英国人到底在哪里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建基地 或者说修建金山城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这位西雅图首长对于大明帝国军队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因为双方有共同的肤色 共同的敌人 甚至还有共同的语言 很容易产生亲切感 要不要马上去提出建成的要求呢 卢相声考虑一下 还是先稳固一下双方的感情 或者说继续忽悠一下再说 现在双方才交流了一会儿 就让人家让地盘 这个估计很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第三百三十九集 紧接着卢相声便开始了拉拢策略 比如拿出很多大明的特产 什么布匹瓷器茶叶甚至是粮食送了这位酋长一大堆 又比如带这位酋长参观武装扶船和超级战略舰 让他们了解大明的强大 再比如让手下将士掩饰火枪和火炮的威力 给这位酋长看 从侧面让他们了解欧陆列强的实力 让他们下意识地产生向大明帝国求助的想法 经过几天的拉拢和暗示之后 这位印第安部落的酋长已经把大明帝国当朋友看待了 甚至整个部落每天都有很多人走上一两个时辰 专门来看大明帝国的船队 双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看样子应该差不多了 这一天卢想生亲自带着礼物前往酋长家拜访 寒暄了一阵之后 他便假皱着眉头为难的呢 尊敬的西雅图酋长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西雅图酋长也是相当热心的人 他见卢想生这副表情立马关切的道 我的朋友 怎么了 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说 我能帮到他 一定帮你 卢想生有点不好意思的道 尊敬的西雅图酋长 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我们的敌人是很强大的 凭几我手下这点人根本就赶不走他们 我已经向我们的皇帝陛下发去请求 请他派来更多的将士帮助印第安朋友 西雅图酋长听到这里立马兴奋的道 这是好事啊 我的朋友 来吧 来更多的人帮我们把这些恶魔赶走 卢想生文言却是尴尬的道 尊敬的西雅图酋长 要将那些恶魔赶走 最少需要上百万将士 而我们大明帝国的人都习惯居住在城池里 我找遍了附近所有区域 唯有这大湖旁边 适合修建大型城池 其他地方都没有足够的水源 来支持上百万人的消耗 西雅图酋长听了猛人的翻译明显一愣 随即他便唧里呱啦的问了猛人一堆问题 那位负责翻译的猛人开始手舞足道的笔画 看样子 是在介绍着大明的城池有多大 西雅图酋长听了一会儿 这才指着脚下的土地问道 我的朋友 你的意思是想在这里修建一座巨大的城池 第十八卷 第五十五章 获取土地 礼尚往来 如想生此刻 十分紧张 忍让这么久 拉拢了这么久 甚至奉承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在这里建成啊 如果这个西雅图酋长不答应 那以前的功夫就白费了 这珍贵的友谊也很难维持下去了 西雅图酋长沉思良久 终于开口了 他仿佛呢喃般的低语着 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他说的话好像永无止境 负责沟通的猛人怕记不住 忍不住随身翻译进来 他说的话好像翻译过来之后 如同一篇富有哲理的赞美诗 对于我们来说 这片土地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 每一处沙滩 每一处山脉 每一条河流 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 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 还有那浓密丛中的薄雾 还有那蓝天上的白云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 都是圣洁的 他不停地呢喃着 虽然没有提到建成的事情 但是卢相生已经明白 他是准备让出一部分土地了 因为他的话语里 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赞美 依恋和不舍 很明显 只有想将宝贵的东西送出去之后 才会有依恋和不舍 果然 说到最后 他很严肃地对着卢相声道 我的朋友 为了这片土地上所有部落的安宁 为了赶走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愿意让出这部分的土地给你们建成 但是你们一定要善待这片土地 善待这片土地上的一切 你要知道 大地不属于我们任何人 而我们都属于大地 说吧 他庄严地跪下来 不停地呢喃着 不停地亲吻着脚下的大地 表情是那么的虔诚 那么的崇敬 很快 四周所有的印第安人 都跟着他跪了下来 喃着相同的音节 一个个都虔诚无比 那些猛人也没有翻译了 只是跟着跪下来 做着同样的事情 卢想生感觉自己的精神 仿佛经过了这一场的洗礼 他深深地感受到 印第安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最后 他也带着所有随同人员跪下来 跪伏在大地 庄严地承诺道 西雅图族长 你的话我记住了 我向你发誓 我们一定会善待脚下的土地 自此以后 他真的遵守承诺 尽量地保护这边土地上的环境 尽量地避免人为的破坏 在他管辖北美大陆期间 自然风景一直美如化绝 他甚至专门给皇上 写了一封很长的奏折 建议制定相应的律法 尽量保持北美大陆的原始风貌 对于这一点 朱子炯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后世的人都明白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他不但同意了卢享生的建议 还令卢享生将律法编好以后 即刻传回大明本土 他要在所有殖民地 包括藩属国乃至大明全境推行 这些都是后话 暂且略过不表 西雅图族长同意让出土地之后 进城的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卢享生并没有马上下令建成 而是拉着西雅图族长商议起来 大明有很多良好的习俗 礼上往来就是其中一个 与朋友交往就当如此 公占便宜不给回报 那也只能当一次朋友 要长期友好下去 还是要互惠互利 卢享生当然不会白占人家的地 一点好处都不给人家 他想和西雅图族长商议的 就是怎么让印第安部落 在建成这件事上获得相应的利益 他能这样想 西雅图族长自然倍感欣慰 其实啊 他之所以同意让出这块土地 也有点迫于无奈的意味在里面 因为他已经听说了西边那些部落的遭遇 那些白人是相当的凶残和霸道的 他们为了争夺土地 正无止境地屠杀印第安人 而印第安人部落在他们火枪和火炮面前 又毫无抵抗之力 他知道 如果任由那些白人这样发展下去 印第安部落迟早要遭遇灭顶之灾 现在有同出议员的大明帝国 愿意来帮助他们 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所以就算大明帝国想要他手里最好的一片土地 用来建成 他还是答应了 没想到大明帝国的人这么友好 竟然还找他商量回报的事情 这越发让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大明帝国的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双方兴致勃勃地坐在一起协商了很久 卢想生结合拉拢和怀柔的指导思想 给予了印第安部落很多回报 比如在城池的建设过程中 印第安部落轻壮劳力 可以用采石和挖沙等方式参与 大明将给予布匹瓷器等作为酬劳 又比如 城池中专门建设一个印第安人聚集区 部落中想在城池中居住的人都可以申请 大明帝免费给他们提供住房 还有 让印第安部落列出他们比较急需的东西 这次船队回转的时候将尽量多的带过来 到时候 部落的人可以用瘦皮瘦肉等特产换取 也可以到城里找活干 用薪酬来换取 总之啊 卢想生给了印第安部落很多便利 让他们尽可能在建成这件事情上 获得丰厚的回报 西雅图酋长自然是欣然接受了 双方商议妥当之后 卢想生一声令下 天雄军和东营第一军团的将士 便开始修筑建议港口 将船上物资卸下来 同时 所有将士也开始下船扎营 准备建成了 这下他可把西雅图酋长吓了一大跳 他原本以为每艘大船上都只是一些水手而已 压根就没想到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军队 那如同乙朝般从大船上涌下来的明军 那数量最少有上十万 比他们部落所有人加下来还多 还有他们的装备 清一色的火枪 数之不见的巨炮 还有他们的服饰 一模一样 整整齐齐 还有他们的动作 整齐化衣 充满铁血之气 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战士 绝对不是他们部落的人可以抗衡的 西雅图酋长终于明白了 大明帝国是真心跟他们交朋友 要不然 凭借这么强大的实力 轻轻松松 就能让他的部落灰飞夜灭 还要跟他们交涉 给他们好处 卢想生自然是真心想跟他们交朋友 这点他倒没有作假 因为皇上的意思就是要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 把他们拉入大明的怀抱 变成大明的子民 历史上的殖民分为很多种 有简单粗暴的掠夺式殖民 也有相对温和的经济殖民 殖民初期 由于经济技术发展的巨大差异 列强对于很多落后地区的土著 都具备碾压的实力 要打败土著国家 镇压土著的反抗 易如反掌 所以 他们一般都是采取掠夺 但是到了殖民后期 随着基础工业的扩散和殖民地人口爆炸式增长 列强渐渐发现 粗暴的掠夺已经行不通了 因为人家会反抗 剧烈的反抗 要镇压殖民地的反抗变得越来越难 再加上 没有被殖民的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实力 想要一举将其击败展开殖民更难 所以他们便开始采取相对温和的经济殖民方式 经济殖民说白了 就是将殖民地变成原材料加工厂和商品倾销地 就是以低廉的价格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 然后将原材料加工成附加值比较高的商品 再倾销到殖民地去 这种方式掠夺的财富 其实比直接抢还要来得多 因为抢的东西并不能创造财富 只是将殖民地原有的财富变成殖民者的财富 这些财富总有抢光的时候 而经济殖民则是掠夺殖民地人民用劳动力创造的财富 这种财富不但不会减少 还会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越变越多 当然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掠夺 最终殖民地的人们还是会反抗的 甚谁也不会愿意被人永远剥削下去 永远奴役下去 竹子总自然知道污止境的掠夺 会导致剧烈的反抗 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推翻 被赶走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欧陆列强是需要这样 因为他们土地相对比较狭小 人口相对也比较少 资源也不是很丰富 要强大 要称霸世界 并保持自己的霸权 只有去抢 去掠夺 不然就会慢慢被人赶超 而大明帝国就不一样了 要说疆域面积 现在的大明 碾压一切列强 要说人口 同样碾压一切列强 要说资源 还是碾压一切列强 大明还需要去抢吗 答案自然是不需要的 就凭现在的疆域 人口和资源 大明都能称霸世界了 所需要的唯有时间而已 而这个时间 并不是坐在那里等的时间 而是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压制出欧陆列强 不让他们获取更多的资源 来赶超大明 这样的话 用不了多久 大明就能称霸世界了 如果坐那里等 或者说只顾自身发展 不管敌人怎么发展 那很有可能 会翻船 因为大明并不是占据了世界的一大半土地 要把所有大陆的面积都算上 大明甚至一小半都没占到 如果其他地方 全被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占据了 那大明不翻船才怪 所以 朱子炳要派出殖民团队来抢夺北美殖民地 不为掠夺 只为阻止反哈布斯堡联盟通过掠夺发展壮大 当然 不掠夺并不代表放弃殖民 大明如果放弃 列强迟早要来抢夺 这片殖民地还是要掌握在大明手中的 既然只为掌握这块殖民地 而不是为了掠夺 那么就没必要采取列强的殖民方式了 为此 朱子炳想出一个全新的殖民方式 那就是另类殖民同化土著 他跟朱子炳所说的拉拢和怀柔 其实是一种同化的方式 而卢想生也执行得很好 在与印第安部落接触的过程中 卢想生始终谨记拉拢和怀柔原则 在西雅图球长同意让出土地之后 他甚至还主动与其商讨 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回报 西雅图球长对此深表欣慰 商讨过后 他便主动召集一帮人 将出让给大明的那一片土地上 所有茅草屋全部拆除 搬去别的地方 并号召所有青壮劳力 去采石挖沙 砍树伐木 为明军建成提供材料 卢想生这边 则先是修建了一个简易的码头 将所有粮草和材料全部卸下来 随后便开始建码头 修城墙 双风配合十分默契 天雄军和东营第一军团的将士 根本就不用考虑材料的问题 沙石和木材自有西雅图部落的人 不断的送过来 他们只管修建就行了 西雅图部落的人 送来的材料都是有报酬的 大约一百斤砂石 就能换取一件瓷器 大约一千斤砂石 就能换取一匹棉布 这些东西的价格 本身当然没有这么便宜 不过 卢想生带来的这一批东西 原本就不是用来做生意的 而是用来拉拢印第安部落的 就算他们不干活 白送也要送出去 现在他们干拧活 就能得到这么多报酬 就跟利木赏金是一样的 整个西雅图部落的人 对大明帝国的朋友 是更加友善了 彼此之间的友谊 也变得越发深厚了 有了西雅图部落的人帮忙 码头和城墙的修建建筑 都进行得非常快 不到十天 第一个永久性码头 便已经建好了 而这个时候 大部分武装扶船 和超级战略舰 都已经返航 赶回大明 去接第二批的人员和护资了 只有十来艘武装扶船 停在金山城前面的港湾里 第一个码头 刚刚建好 那十余艘武装扶船 便相继靠岸 紧接着那些武装扶船的测舰 香气打开 一辆辆翻地龙 慢慢从里面开出来 这一切 对于明君将士来说 自然是司空见惯 但是西雅图部落的印第安人 却是吓了一大跳 这些冒着白烟的钢铁巨兽 简直太吓人了 胆子小的人甚至吓得转身就跑 好像生怕这些怪物吃掉他一样 很快西雅图球场便带着一个猛人翻译匆匆赶过来 纵然胆大如他 也被这钢铁巨兽给吓了一跳 这东西着实有点太吓人了 卢想生先前之所以没有带他去参观翻地龙 也是怕他接受不了 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这东西要跟人解释还真是有点难解释 毕竟他的外观实在是太吓人了 当初刚出现时就连大明很多百姓都被吓到了 更何况印第安部落的土著呢 这翻地龙停船上不动时还不好解释他的功能 现在一开下船就好好解释了 卢想生专门带着西雅图球场去参观了一下 翻地龙修路的整个过程 都不用多说什么 西雅图球长就明白了 原来这东西是用来修路的呀 大明帝国真是厉害 光是用这个修路的东西碾压过来 恐怕都没有哪个部落能挡得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雨萱 下面请听 第三百四十集 第十八卷 第五十七章 殖民开始 运气逆天 金山城的修建 其实并不需要卢想生操太多的心 不管是港口 城墙 道路 还是城中的房屋 都有专人负责 他最多呀 也就是指挥协调一下而已 当城池的建设不入正轨之后 他终于可以开始着手殖民北美大陆的事了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要把英国人赶出北美大陆 第二就是要慢慢将所有印第安部落同化 把他们融入大明 这第一件事对他来说简直相当简单 冲上去把敌人打败就行了 这正是他的特长 问题是他现在压根就冲上去 英军还在几千里外呢 既没有铁路又不能坐船过去 这么远的距离 要把天雄军又或者其他军团所有武器装备 和粮草自重全部拉过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只有暂时先放在一边 等第二批人员和武兹到了再说 现在拉拢和同化印第安部落的事 倒是可以随时展开 但是这种殖民方式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呀 卢想生对于怎么全面展开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从锦衣卫查探到的情况来看 这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可不少 光是金山城附近这么点地方 就有十多个印第安部落 整个北美大陆最少都有数百个印第安部落 怎么去拉拢他们呢 难道要像西雅图部落这样一个个去世好 慢慢增进友谊 那得花多少时间呢 最后卢想生还是决定 请西雅图酋长帮忙 把他认识的部落酋长都请过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再说 要一个个来他还真没那么多时间 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成与不成 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 卢想生这次运气真是好到不行啊 这西雅图酋长竟然是附近所有印第安部落公认的领袖 他随便派了几个人去附近所有部落打了个招呼 那些部落的酋长竟然全部跑过来了 这会儿卢想生才知道附近的印尖部落不是十多个 而是二十多个呀 有西雅图酋长从中帮忙 跟他们的交流也相当顺利 很快他们就接受了大明帝国这个诚心诚意 来帮他们赶走恶魔的好朋友 卢想生立马趁热打铁 带着一堆手下和猛人翻译 拉着礼物挨个去附近部落拜访 这一圈下来时间是花去不少 不过收获也不小 首先他发现这二十多个部落人口都不是很多 最多的也没有超过万人 也就是说西雅图部落是这边所有部落里面当之无愧的老大 他们一个部落的人口就差不多相当于这二十多个部落人口的总和了 当然这跟金山城旁边这个大型淡水湖有很多关系 这么大的湖泊 位置又这么好 四周的土地又这么肥沃 估计整个北美大陆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最后 这二十多个部落分布的地域相当的大 差不多有大明一个行省那么大 而且印第安部落本身居住的地方却不是很大 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州府那么大 也就是说这块区域空有九成地方其实是无主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口去占有这么多土地 这对卢享生来说简直是件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了 人少点好啊 移民的时候就能省去很多麻烦了 只要跟他们搞好关系 到时候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把人迁移过来 人家怎么好意思反对吧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们人少地多没人住 大明帝国人多地少没地方住 班顶过来不过分吧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貌似都是被英国人的野蛮屠杀给吓到了 这会儿他们都把大明帝国当旧行汉 对明君的到来是相当欢迎的 因为西雅图酋长说了 大明帝国就是来帮他们赶走恶魔的 因为明君对他们都很友好 甚至还带着很多好东西来拜访他们 更因为大明帝国的人不论肤色和长相都跟他们差不多 天生就有一种亲切感 拜访了一圈之后收获是不少 但是有一点点遗憾 那就是附近部落再也没有会说蒙语的蒙人了 更没有会说汉语的宋人 西雅图部落这几个会说蒙语的蒙人 貌似就是这一大片土地上仅剩的几个了 其他部落要么就没有蒙人加入过 要么就已经被他们给同化了 西雅图部落的蒙人其实也在慢慢放弃自己的语言 因为四周全是说印第安语的 而他们仅在跟自己家人交流的时候能用到蒙语 而且这种需求也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会说这边的印第安语 再多学种语言是自找麻烦 经过几百年时间 还能有人会说蒙语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还是因为当初漂流到这里的蒙人比较多 足有数百人 或许再过个几十年 等这些人老去过世 就再也没有会说蒙语的了 到时候蒙人曾经漂流到这里的事 就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通过西雅图酋长的帮助 卢享生把殖民计划进行的相当顺利 他决定先把附近部落拉拢同化 再逐渐的向四周扩散 他开始在附近部落中宣传 大明可以提供布匹瓷器等生活必需品 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大明可以提供简单的生产工具 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 甚至还可以提供翻地龙免费帮他们种地 并交手他们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技能 同时他还大力在各个部落推广汉语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不管记录什么都要靠口口相传 十分的不方便 更重要的大明帝国能和他们长期友好下去 学习汉语方便相互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 这些都要等第二批的人员和物资到达之后才能展开 而此时 卢想生也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为了显示大明是真心想帮他们驱除恶魔的 如想生 请各部落戒掉了一批勇士 让他们带着锦衣卫密探 向西边查探 去寻找恶魔的具体位置 同时 他开始制造地图 并与西雅图酋长勘探矿葬的事情 理由 当然是要修筑铁路 制造火车车厢 尽快将军队运到西边去 而修筑铁路 制造火车车厢 都需要大量的煤矿和铁矿 西雅图酋长 一听说他们是为了尽快将军队运送到西海岸 去赶走那帮恶魔 立刻派出了部落中的勇士 带着大明工部勘探矿葬的专业人员 四处寻找矿葬 心情甚至比炉象深还破解 北美大陆的瓶颈再次被踏破了 东海岸的明军 正将触角不断伸向西海岸 英军还不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一场厄运就将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将彻底被驱离这片土地 第十八卷 第五十八章 屯位阔边之五百万户 卢想生在北美大陆可谓一帆风顺 兴建港口建立基地拉拢土处 勘查矿葬 探查敌情都做得有声有色 殖民和移民可谓止之可待 朱子炯这里却遇到麻烦了 因为殖民和移民都需要人 特别是殖民 一般平民百姓并不适合做这种事 最好还是用屯位 但是现在差不多大明几乎都没有什么屯位可以调派了 这个时候大明的屯位数量其实并不少 经过上次的整编之后 整个大明屯位系统已经拥有一百多个毒丝 五百多个卫所 两千五百多个清户所 军户数量达到了恐怖的两百八十多万 比利朝之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 现在大明的疆域也比利朝之初大了 而且大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足足扩大了三四倍 两百八十万军户看似恐怖 但往三四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一洒 一下就洒光了 屯位最多的地方 当属原来的西伯利亚 现在的大明新九州 由于这里是新占领的疆域 又要时刻面对欧陆列强的威胁 而且这些地方原本就没什么人口 所以朱子炯根据兵部尚书孙云化的建议 在每个行省都驻扎了五个都司 新九州总共就是四十五个都司 二百二十五个卫所 一千一百二十五个千户所 军户将近一百三十万户 接下来就是南亚的十五个行省了 这块大明占领的时间也不长 每个行省驻扎两个都司 已经是最低限度了 十五个行省就是三十个都司 一百五十个卫所 七百五十个千户所 军户八十多万 像西域北亭 默南 默北 罗尔干 还有东南半岛四个行省 南阳两个行省 这些其实回归大明的时间也不长 原本是要驻扎两个都司屯位的 奈何 屯位数量已然不够 只能和原来的两京十三省 和两个行都司一样 派一个都司的屯位助手 这又是二十八个都司 一百四十个卫所 七百个清户所 军户七十多万 这样一算 一百多个都司 五百多个卫所 两千五百多个清户所 两百八十多万军户 没一个闲着的 全部掉派完了 而现在的北美大陆 要殖民 最少也得派上百万军户 不然就很难将硕大的殖民地 牢牢掌控住 还有未来的东盛神州 也就是后世的欧洲 最少也要派住上百万军户 不然皇室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这么大的缺口 怎么补 难道从新九州和南亚抽掉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两处地方的屯位 只是勉强够而已 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再抽掉 恐怕就要出问题了 围巾之际只有扩边了 诸子军决定 将屯位扩边到五百万户 以解燃眉之急 自大明历朝以来 貌似屯位数量一直在减少 只有重振朝时才重振屯位 恢复了历朝之初的规模 至于屯位扩边 也只在重振朝发生过一次 那次并不是为了招新人 而是给加入大明海军的十八只海盗转正 真正扩招屯位 在大明好像还没有过 扩招屯位能不能行呢 招不招得到人呢 诸子军相信 行肯定是行的 人肯定是能招到一些的 因为现在屯位的待遇是所有户籍里面最好的 但是能不能招满两百万户 这个他还真没把握 专业的事 找专业的人 屯位的事 自然是要找兵部尚书孙云化上一岁靠谱了 因为大明所有的屯位 现在都是兵部在管着 孙云化这会儿也很忙 好不容易皇上准备歇一切了 这还没休息几个月 反哈布斯堡联盟又开始挑事了 他这兵部尚书比皇上更加猝不及防 而且这次大战的规模是大明历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 几乎所有陆军和所有海军都参战了 两百多万人马的武器弹药和粮草私众 简直忙得他喘不过气来 不过忙虽然忙 他心情却相当的好 现在不论是权力还是金钱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他已经官居一别更有皇上奖励的一百万两百银 再不知足那只能谋朝造反了 他会谋朝造反吗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贪欲 他现在只想把自己的事做好 保证前线的军需供应 为大明赢得这场关键战役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用以报答皇上对自己的恩典 他正在兵部衙门忙得不可开交呢 宫里的太监却跑过来传皇上口语 令他速速入宫进阶 皇上召见那自然是头等大事啊 再忙也得马上去 他立马丢下手上的世界 跟着太监往皇宫赶去 皇上突然紧急召见 会是什么事呢 一路上孙云华都在想这个问题 他认为很有可能啊 是反哈布斯堡林蒙列强又出什么妖蛾子了 必须派兵去应对 如果是这样 那就有点头疼了 因为大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 都几乎无兵可派了 实在不行 就得禁卫军第一军团 或者禁卫军第二军团上了 他跟在船只太监后面 一通胡思乱想 不知不觉 就已经来到了田青宫 朱思琼 还是在小会议室等着孙云华 两人的关系自不必多说 军臣一番见礼之后 他便拉着孙云华在会议桌旁坐下来 随即道 朱雅 晋董那边已经领兵去了美洲 相信不久之后 那边就可以展开殖民了 这殖民地可比藩属国还难掌握 朕以为殖民的时候 还是先以屯卫为主 先将那边完全掌控在手里再说 你以为呢 搞万千 竟然是殖民地的事情 孙云华稍微想了想 便拱手道 皇上英明 微臣也以为应当先调屯卫过去 稳定大局 再做其他打算 朱思琼 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又叹息道 问题是从哪里掉屯卫啊 那边疆域可不小啊 孙云华也是忙糊涂了 他这会儿才想起来 皇上好像说过 那边的疆域甚至比西伯利亚还辽阔 那得掉多少屯卫过去啊 他不由惊恐道 皇上恕罪 微臣这几天都忙糊涂了 竟然忘了那边疆域辽阔的事 朱思琼挥了挥手 朕知道你忙 有些事记不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这屯卫掉洞的事情 却耽误不得 估计见到那边很快就要要人了 孙云华连忙问道 不知皇上想掉多少屯卫过去啊 朱思琼估摸着道 最少要一百万户 后面估计还得追加 第十八卷 第五十九章 屯尾阔边 值两百都司 孙云华听闻皇上说 北美大陆最少要调配一百万户准位 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是十万户的话 东平西凑或许还能凑出来 一百万户上哪凑去啊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啊 他壮着胆子坦言道 皇上 这么多屯卫根本就凑不起来啊 朱思琼再次点头道 这个朕知道 朕找你来啊 就是商议 扩边屯卫的事情 你觉得扩边屯卫之策可行吗 孙云华文言 不由眼前一亮 现在屯卫可是香波波 不知道多少人想转成屯卫呢 只是户籍转换 涉及到的衙门太多了 并不知等于是在挖人墙角 皇上要是不急啊 他甚至想都不敢想 现在既然皇上提了 那自然没问题了 他连忙拱手道 皇上应你 这扩边屯卫是件大好事啊 早有很多都司卫所指挥使问过微臣了 他们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想要转籍当军户 只是微臣也没办法帮他们而已 朱思琼文言不由其的 还有这种事 你怎么没跟朕提过呀 孙云华尴尬的解释道 皇上 朕农户归户不管 将户归工不管 军户归兵不管 岳户归礼不管 罪集归行不管 官员归力不管 是太祖朝就定下的规矩 微臣如果帮他们来说下 那就是挖其他衙门的墙角了 朱思琼文言不由嫩脸一红 这个他还真没想过呀 的确 如果孙云华把这口子一开 到时农户也不种地了 江户也不干活了 全部跑来当军户 那即不是乱套了 现在看来啊 两百万户怕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他试探地问道 既然有这么多人想转集 那扩编两百万的军户 应该没问题吧 果然孙云华毫不犹豫的打 皇上 微臣估计两百万户都不够 要是可以转 估计大部分百姓啊 都想转成军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宇轩 下面请听第三百四十一集 朱慈琼还真没想到 民间有这种想法 因为在他看来啊 囤卫军户虽然收入提高了 但却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为国征战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牺牲了 想着去当囤卫 他那不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吗 他是不知道啊 这个时候要钱不要命的还真不少 要知道自从大明四海升平以后 平民百姓都是放开了声 一家可不止一个青壮 就算为国圈区 很多人呢也愿意 因为自己的牺牲能换取全家人的幸福 再说了 明珍的伤亡率其实并不高 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牺牲一两个 谁碰上了 只能怪自己没那命享福呗 这又有什么好怕的 既然大家都不怕死 那好啊 珠子炯豪气甘云的打 那干脆扩编到两百个都司吧 省得以后又缺人 还得再次扩编 两百个都司 那就是一千个卫所 五千个亲户所 整整五百六十万户 人口算下来最少有三四千万 要知道这伙大明本土人口也就一亿多人呢 为了保证忠诚度 这军户还只能在大明本土招 也就是说大明一小半人都要转成军户 这样是不是有点穷兵独武呢 其实不然 现在的屯尾军户可不是简单的预备役 他们其实还担负着大量的经济职能 虽说他们种地不用交税 但交易还是要交税的 现在屯尾可不光是种地 大明所有的矿葬开采 现在都转到了各地屯尾手里 光是这一项产生的税负就远远超过他们种地所得 还有像什么木材药材瘦皮瘦肉各地特产 这些加起来的交易税啊 也足以抵消他们种地的赋税了 囤尾已经成为大明原材料生产和供应的主体 对大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他们在维护新占领将于稳定 协助殖民扩张 保证正规军团兵员质量等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 囤尾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强大的基础 占据本土人口的一小半 并不算多 鉴于囤尾的收入 远超一般平民百姓 孙云化估计 扩编囤尾的旨意一下 军户的名额就会遭到封赏 他特意向朱丝炯提出建议 根据各地平民百姓的数量 给予相应的名额 也就是说 把大明的两经十三省 两个行都司 还有辽东成天府 总人口的数量加下来 再根据各地人口所占的比例 分配名额 这样就不会形成哄抢的局面了 这一点 朱子炯自然是没有意见 他根据孙云化的建议 让户部和工部联合发出公文 令各地州、府、县衙们 负责具体的招收报名 各地都指挥使司负责核准 最后由兵部核准确认 同时 他还让《新京报》刊登了整篇广告 公布囤尾扩招的消息 还附上了报名审核的流程 至于各级囤尾军官 自然不能在普通百姓中挑选 朱子炯考虑了一下 干脆下旨 让兵部联合各陆军 海军军团 和各地都司卫所 共同推举囤尾军官 其中 都指挥使 卫所指挥使 亲户等无品以上 直接从正规军团退伍人员中挑选 按军功和退役前的品级 确定军行等级 百户 总旗 小旗 则从各都司卫所和退役人员中挑选 军功和经验并重 屯尾扩拳的消息 已经公布 整个大明再次轰动了 现在屯尾的收入之高 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一个亲户所的收入 就能超过一个县令 一个普通的军户收入 也比农户和匠户高四五倍 这种好事 那还不是抢着上 各地周县府衙门 真是门槛都快被人踏破了 凡是能报上名的 几乎都忘明了 可惜啊 这次扩编军户 主要还是从农户中选取 降户都很难选上 至于什么乐户和罪级 还有什么商务部管辖的商级 教育部管辖的卢级 那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样其实还变相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 因为原本农户名下的耕地总量是固定的 现在抽走了将近三成的农户之后 剩下的农户 耕地就等于多了三成 而这个三成并不是说毛收入 原本农户的耕地啊 大多都是供应自身的口粮 能剩下三成就不错了 这多出的三成 其实啊 就是纯收入 这样算下来 农户的纯收入 其实是增加了一倍 而不是三成 这下 又把孙元化忙得够呛 屯卫可不是光报个名 然后筛选一下 审核一下就完事了 还得给他们安排各级军官 还得给他们安排集结地点 还得给他们配备基本的武器装备等等 足足两百多万户屯卫的管理 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 第十八字 第六十章 巡视东翻 侧视战舰 七月的东翻 流金似火 热浪袭人 在滚滚的热浪中 又有一堆官员 恭恭敬敬地站在港口码头上 貌似在等什么大人物降临 这次比四月份那次规模还要大 不但港口中的金席多了 码头上的官员也更多了 甚至 连公部尚书内阁副总理大臣 毕茂康 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 一脸期待的表情 整个大明啊 能让毕茂康这么等着的 那也就当今皇上和内阁总理大臣 姓王朱有俭了 姓王朱有俭貌似一天都忙得要死 他来东翻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剩下的就只有可能是当今皇上了 来的的确是朱子久 他听说南大营造船厂已经改造完毕 第一艘铁甲战舰也已经调试完毕 准备下海了 便忍不住跑过来了 铁甲战舰可是大明帝国称霸海上的根本 他自然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铁甲战舰在海上的雄风 这天大约未一时 庞大的大明号终于力临台江内海 C型的还有同样庞大的宝船巨舰北海号和50艘超级战舰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朱子久并没有下船 整个舰队也只有大明号靠上了码头 其他战舰则是整齐的排在港口外面 貌似马上就要离开的样子 铁甲战舰也早就得到了通知 大明号靠岸以后 他立马带着一众官员踏着玄机登上甲板 君臣一番见礼之后 大明号便收起玄机缓缓掉头 转出港口缓缓向造船场方向行去 这个时候造船场附近海域已经被先期赶到的北海舰队40艘超级战略舰给封锁了 海岸上也布满了禁卫军第一军团的将士 造船场前方的海面已经被围出一个硕大的圆圈 在这个圆圈中间一艘幽黑的战舰傲然挺立 看上去是那么的猙獰可怖 很显然猪獰炯是怕有敌方的暗探发现铁甲战舰的秘密 特意命人把这里围起来了 北海舰队其他战舰护卫着猪獰炯乘坐的大明号很快就来到了这个圆圈的外围 在海面上组成半圆的战舰随即向两侧散开将大明号和北海号让入圈内 一阵令其挥舞北海舰队的90艘超级战略舰重新开始编组 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圆壶 中心将大明号北海号和新造的超级战略舰护在中间 此时朱獰炯正站在大明号的船头 用望远镜仔仔细细打量着眼前的钢铁怪兽 不得不说大明的军工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极致 整个铁甲战舰浑然一体棱角分明 宛如一只俯卧在海面上的钢铁巨兽没有丝毫瑕疵 外观看上去是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功能到底怎么样 朱獰炯看了一会儿便放下方便镜 对一旁视力的杨耿道 开始吧 杨耿兴了个标准的军礼浪声道 末将遵旨 随后他便对身边的骑手下令道 命令开始测试铁甲战舰护甲强度 那骑手文言立马开始挥舞着手中的令旗 大名号甲板中间的尾杆上的骑手 也跟着他打出相同的起语 很快 两艘超级战舰便从外围 越重而出 驶向中间的铁甲战舰 朱獰炯再次举起望远镜 看向中间的铁甲战舰 此时战舰甲板上的士兵 已经开始跑向中间欠的铁板船舱 很快 甲板上便空无一人 两艘超级战舰来到铁甲战舰两侧 约两三里远处 对着铁甲战舰一侧的炮门纷纷打开 一门门火炮飞快地露出炮口 紧接着便是一阵轰鸣声 上百枚炮弹直接飞向中间的铁甲战舰 超级战舰两侧的火炮角度都很小 射出来的炮弹基本上没带什么弧线 就这么直直的砸向铁甲战舰的两侧 由于距离较远 朱思雄并没有听到炮弹撞击铁甲战舰两侧护甲的声音 但是从望远镜中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所有命中铁甲战舰的炮弹撞到护甲之后都被弹到一边 随即便掉到海中 铁甲战舰的表面并没有出现裂痕或者窟窿 只是留下了一个个小窝窝 就跟用锤子在铁板上砸了一下一样 轰鸣声不断响起两侧超级战列舰所发出的炮弹也不断砸向中间的铁甲战舰 五轮炮弹之后铁甲战舰已然挺立在那里 两侧看不出明显的伤痕 仿佛没有遭受任何攻击一般 好强的防御力啊 看样子普通的炮弹已经无法伤到铁甲战舰分好了 诸子种本以为这护甲测试就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那两艘超级战列舰并没有退回来 而是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 紧接着各自另外一侧炮门也打开了 这不都攻击五轮了吗 怎么还要攻击呢 诸子种不由又举起了望远镜 再次看向中间的铁甲战舰 此时铁甲战舰两侧的炮门 竟然全部打开了 火炮的炮口也从炮门中间的孔洞中露出来 很明显 铁甲战舰已经进入攻击状态 不过铁甲战舰并没有开火 开火的还是两侧的超级战列舰 又是一阵轰鸣声响起 上百门炮弹再次飞入中间的铁甲战舰 又是一阵浪花箭起 无数炮弹跃入水中 铁甲战舰貌似还是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诸子种特意观察了一下一个被砸中的炮位 铁甲战舰的炮位与木制战舰的炮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炮门里面还有护甲 只是中间开出了一个比剑炮炮管略大的云孔 然后上方露出了一条一寸左右的直缝 也就是说 就算炮弹砸中炮位也会被弹开 根本就不会砸进船舱中 从效果来看 炮门里面的防御能力也是可以了 只是有几门正好火炮被砸中之后明显往里缩了一劫 这倒是无伤大雅 就是不知道里面的炮手被震伤了没有 五轮炮弹之后 两边的超级战列舰还是没有撤退 而是调转方向将船头对准了铁甲战舰 紧接着又是几身轰鸣 明显是箭手的神威大炮开火了 这下炮弹就不是直射的了 而是带着弧度砸向铁板战舰的甲板 铁板战舰的甲板可不是铁的 而是木制的 这是因为甲板常年处在阳光暴晒 海水抨击 盐粉侵蚀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而且还必须满足防滑防变形 隔热等诸多要求 在这个时代 还做不出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钢板 所以只能用木板 木板明显是挡不住炮弹的 很快甲板上便有几处重弹的地方 木屑纷飞 第十八卷 第六十一章 铁甲无敌 出其不易 台江内海 南大英造船厂前方海域 铁甲战舰的测势仍在继续 最新一轮测试的是铁甲战舰 甲板的防御力 甲板明显就是木制的 自然挡不住炮弹 几枚神威大炮的炮弹 落到甲板上之后 整个甲板便先挤一阵目屑雨 但奇怪的是 硕大的炮弹并没有砸穿甲板 大多都是在甲板上翻滚了几下便不动了 有的甚至直接弹起来飞入水中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甲板表层虽然不适合用铁板 甲板下面就是可以用的呀 铁甲战舰的传奇结构和木制战舰并不完全相同 甲板下面并不是第一层舱室 而是一层铁板 也就是说铁甲战舰的两侧是铁板在外 木板在内 而铁甲战舰的甲板却是木板在外 铁板在内 就算是炮弹砸在铁板上也没事 只能把外层的木板给砸烂一点 里面的舱室啊还是破坏不了 至此铁甲战舰的护甲强度测试 总算是结束了 杨梗随后又下令道 命令开始测试铁甲战舰攻击力 一阵令旗挥舞 铁甲战舰两侧的超级战略舰 缓缓掉头 撤回外围的舰队当中 紧接着又有两艘超级战略舰 缓缓从外围开了进来 这两艘超级战略舰有点奇怪 甲板上竟然没有火炮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的伤痕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郑成功 从欧陆那边运回来维修的超级战略舰 而毕茂康为了测试铁甲战舰的攻击力 竟然直接拿来当靶子用了 当然 上面的舰炮已经全部拆掉了 而且上面的船员并不多 两艘战舰开到离铁甲战舰两里远处 上面便各自放下了一艘小船 十多名船员直接跳上船滑走了 此时两艘超级战略舰上面已经空空如也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门火炮 好大的手臂啊 这可是造价都要几万两银子一艘的超级战略舰 竟然摆在这里当靶子 不过 初此久 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 举起望远镜 紧盯着中间的铁甲战舰 他一直强调5G测试时要注重实战效果 两艘破旧的超级战略舰算什么 如果没有 直接上新的他都不会反对 这个时候铁甲战舰终于动了 庞大的船身稍微向前移动了一点 紧接着便是一阵火炮轰鸣声 两边的火炮全部开火了 轰轰轰轰轰轰轰 连续五轮炮火不间断的轰出来 两边的超级战略舰一阵木屑纷飞 箭身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脸盆大的破重 这其实并不算什么 因为木质的超级战略舰 也能轰出这样的效果来 只是对战时会相互伤害而已 五轮火炮过后 两边的超级战略舰已经被轰得破破烂烂 紧接着铁甲战舰开始缓缓掉头 直接将船头对准了一艘木质的超级战略舰 呼呼呼呼 又是几身火炮轰鸣 铁甲战舰尽手的神威大炮开火了 三枚巨大的炮弹 无一例外全部命中前方的木质超级战略舰 不知是铁甲战舰上的炮手运气相当好 还是他们的准头相当的恐怖 这艘木质超级战略舰中了三发炮弹之后 竟然开始缓缓下沉了 这即使还不算什么 木质的超级战略舰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只是需要准头而已 这边试完 铁甲战舰又开始缓缓掉头 直接将船头对准剩下的那艘木质超级战略舰 这次船头并没有开火 整个铁甲战舰竟然直接加速狠狠地撞向前面的木质超级战略舰 一声巨大的撕裂声 被撞中的木质超级战略舰竟然从中间断裂开来 撞裂了木质超级战略舰之后 铁甲战舰还在继续前进 就这么顶着木质战舰行进了一段距离 直至木质战略舰完全裂成两半 沉入海中 撤在缓缓照头开回原来的位置 朱子炯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传手的撞脚 没有明显的凹痕和裂痕 只是有些刮擦的痕迹 整体完好无缺 这时他终于放下望远镜 对着身边的毕毛康大笑道 好 梦猴做得很好 就是这样的 齐甲战戒就是这样的 紧接着他便令大名号掉头 回到南大营港口码头 随即便带着毕毛康等一众官员 赶往造船厂巡视了一番 造船厂 发电厂 铸炮厂 扎板厂 炼钢厂 挨个转了一圈之后 他又好好的赞扬了毕毛康一番 对于所有工厂 他都很是满意 只是有一点 这些工厂的保密工作 或者说安保工作 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这里可是大名底牌制所在 安保自然不能马虎 他想了想 干脆留下一心警衣卫 再次助手 让他们好好看看 严禁任何可疑人员 进入造船厂内 铁甲战舰 是迟早要出现在战场上的 但是 其构造并不是无法仿制 如果让反哈布斯堡联盟 事先知道了密封舱的秘密 他们同样能造出铁甲战舰来 虽说质量 肯定没有大名的好 但是铁甲就是铁甲 不管质量如何 现在这种炮弹都很难打穿 如果让反哈布斯堡联盟造出了铁甲战舰 那海战就将重新回到最后的状态 在海上 他可不想跟反哈布斯堡联盟号了 他准备秘密造出一批铁甲战舰 出其不意 一把干翻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 巡视完毕 他并没有在东方停留 而是带着毕茂康和一众公布官员 直接赶回东大营 毕茂康等人还要将东大营造船厂 改造成制造铁甲战舰的新型造船厂 而他则要回京去安排接下来的战略了 从铁甲战舰的实际效果来看 对上木制超级战略舰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生产出两三百艘超级战略舰 横扫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海军 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他决定改变策略 令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 南海舰队先收缩防守 不要再出海 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联合舰队 做无谓的消耗 在此期间 不管敌人如何挑衅 都守着 不要出击 直到南大营造船厂和东大营造船厂 造出足够的铁甲战舰再说 而陆军各军团 则继续多点开花 寻觊于反哈布斯堡联盟陆军展开对号 当然 如果能有十足的把握 一把冲上去干掉对手 也行啊 像乌山一线和法国南部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都集结了重兵 那自然只能对号 像北美大陆和神圣罗马帝国那边 则要看情况了 如果英国和荷兰陆军不是很强 那么一旦铁路修过去 就是他们的末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宇萱 下面请听 第342集 第18卷 第62章 欧亚铁路 北信贯通 维也纳 后日历史上奥地利的首都 也是有名的烟月之都 莫扎特 贝多芬 舒伯特等音乐家 在这里谱写了无数华美的乐章 让维也纳随着音乐响遍了整个世界 其实 这个时候的维也纳也相当有名 当然 他的名气可不是靠音乐传播的 这个时候 维也纳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 一度是整个欧陆当之无愧的霸主 集圣时期的相遇 包括近代的德意志 奥地利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捷克 斯洛伐克 法国东部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和瑞士 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欧陆一半的面积 维也纳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都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整个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一度被称为欧陆的心脏 但是这个心脏的地位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便一去不复返了 后世历史上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菲迪南德三世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 被迫于反哈布斯堡联盟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神圣罗马帝国几乎被肢解 从此一举不振 直至灭亡 而这一切 由于菲迪南德三世的亲妹妹安娜公主 嫁给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 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大明帝国大量武器支撑之后 实力并没有跌入谷底 再加上大明帝国主持成立了大明哈布斯堡联盟 帮主西班牙和葡萄牙顶住了反哈布斯堡联盟的进攻 同时又与沙俄大打出手 牵制了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主要经历 神圣罗马帝国 甚至被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扔到了一边 再也没有理会过了 按道理 有如此好的喘息之机 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能重振旗鼓再度崛起 但是就像菲迪南二世所说的那样 菲迪南德三世只能当个盛世明君 而不能成为乱世枭雄 他心实在是有点太善良了 竟然不知道趁机组织大军将各路诸侯一网打尽 反而空手这几个宫国得过且过 不过他不动手并不代表别人不会动手 这不大明帝国的铁路刚修到了维也纳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电报就跟着到了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问他短时间内最多能集结多少军队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大明的盟国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现状 诸子炯还是比较了解的 尽管他不停的提供武器支撑 现在神圣罗马帝国还是老样子 诸侯邻里根本就不鸟他们的皇帝陛下 要不是急着去找荷兰的麻烦 诸子炯还真的懒得管他这些大舅哥的迫事 要知道神圣罗马帝国这会儿可有三百多个诸侯 光是这数量就能让人头皮发麻 一个个去收拾得费多长时间 又得花取多少钱呢 但是他现在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荷兰和维也纳之间 还夹着一个诸侯林里的德意志联盟 不收拾他们铁路就修不过去啊 诸子炯这意思呀 就是让他大舅哥集结军队准备开干了 很遗憾非地南德三世并不是一个开疆阔土的雄主 甚至连收拾手下那帮不听话的诸侯他都没有想过 总之啊 他的战争并不热衷 硕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所有军队加起来 竟然还不到三十万 又这还是大明帝国不断支援武器的结果 要不是诸子炯给他支援了十多万军队的武器装备 他手底下恐怕他十来万军队吧 其实也不能怪非地南德三世不思进取 他治下还有奥地利公国 波西米亚王国 西里西亚公国等一大片广袤的疆域 他又不是什么雄才伟劣的主 光是管理这些疆域啊 就够他头疼的了 他哪里还有时间去考虑收拾其他诸侯的问题 对于朱子炯的电报 他错误的理解为啊 这是大明帝国要求他出兵了 他虽然不是国 但也不是加斯东公爵那样的酒囊饭袋 对于整个欧陆的形势 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现在大明正在面临多线作战的困境 在沙皇俄国 大明帝国二十多万陆军正坚守乌山防线 而且还在乌河一线与反哈布斯堡联盟四十万联军对峙 在西班牙南部 大明帝国六十万海陆联军 正坚守瓦迪亚纳河入海口 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海军对峙 在法国南部 大明帝国与西班牙联军正与数十万法军对峙 而且大明帝国还要驻守欧亚运河 还要驻守南亚 还要驻守南洋 还要驻守西伯利亚 光是他知道的 这些就已经足够恐怖了 他认为 大明帝国怕是有点撑不住了 这是来向他求援来了 大明帝国可是整个大明哈布斯堡联盟的支柱啊 如果他垮了 整个大明哈布斯堡联盟就完蛋了 这点他还是很清楚的 于是乎他罕见的豪气力一把 直接回复朱子炯道 神圣罗马帝国可以支援陆绝二十万 才二十万啊 好吧 勉强也算够了 荷兰这会儿可是整个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核心所在 朱子炯自然不能让他们好过的 现在欧亚铁路都修到维也纳了 再怎么的也要修过去给他们点银色 瞧瞧 这会儿大明帝国的兵力的确有点捉襟欠走了 但是并不是非地难得三世想象的那样需要神圣罗马帝国来支援 他是想要联合神圣罗马帝国从陆路向荷兰发动进攻 至于这兵力从哪里来 他早有考虑 有些地方稍微挤一挤 还是能挤出一两个军团的 挤出个三十万大军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首先 他派出了敬卫军第二军团 领十个法 率手下十万大军 直接乘坐火车 赶往坎大哈 与远征军第一军团会合 最后 他又电报联系苏伊曼 请他调集重兵囤住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为帝国边境 用于震慑波斯萨法为帝国 然后 他又令秦广明率定辽军 从海陆赶往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铁路支线港口 从那里赶往维也纳集合 最后 他直接将远征军第一军团主将侯氏陆 提为陆军副元帅 令他率领远征军第一军团和禁卫军第二军团 赶往维也纳与那里的定辽军 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二十万大军会合 对德意志联盟诸侯发动进攻 边修铁路边前进 目标直指荷兰 第十八卷 第六十三章 借到德国 征讨荷兰 神圣罗马帝国维也纳皇宫中 非底难得三世独坐在自己的书房 此时 他沉寂已久的内心终于掀起了一丝波澜 看着眼前的电报一吻 他心情久久不能凭借 原来 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意思 并不是要他出兵去其他战场帮忙 而是要他出兵协助大明帝国陆军打穿德意志联盟 直逼反哈布斯堡联盟海上第一强国 荷兰 作为异国之君 他自然向整个帝国所有诸侯 所有贵族 所有平民百姓都能听自己的号令 这是一个皇帝最基本的权力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内乱已久 他的号令在神圣罗马帝国很多地方都行不通 这并不是他的错 在哈布斯堡家族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之前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他的父亲 雄才伟劣的非敌男二世都没能改变这种状况 而且 由于反哈布斯堡联盟的干预 德意志联盟 大部分诸侯国实际上都已经独立了 根本就不把他这个皇帝当回事 现在 大明帝国竟然要出兵打穿德意志联盟 这个机会 要不要利用一下呢 如果自己全力以赴 或许还真有可能把德意志联盟所有诸侯给收拾的服服帖帖 要是换作以前 他是压根就不敢这么想 因为他没这个实力 要知道哈布斯堡家族 其实也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 只是从1474年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之后 他们就没有下来过 他们是比其他六大选帝侯家族强一点 但是也强得有限 其他选帝侯家族啊 其实一直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也正是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主要原因 哈布斯堡家族原本也就十多万的兵力 而其他选帝侯家族手里 掌控的军队啊 势必他们少点 但最少的也有七八万 多的甚至十来万 也就是说啊 如果他对德意志联盟动手 那么他将面对的敌人 最少也有四五十万军队 凭他控制的这几个公国和王国的实力 根本就打不过其他的选帝侯家族的联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统一神圣罗马帝国 现在不一样啊 加上大明帝国派来的三十万大军 他这边已经有五十万大军了 打败其他选帝侯家族的联军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这主要还是要靠大明帝国帮忙 如果大明帝国一心只想去打荷兰 不去帮他对付其他的选帝侯家族 那么就凭他凑起来的这二十万大军 还是打不过其他选帝侯家族的联军呢 必须拼命招兵 扩军到四十万以上 才有希望 他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颓然的叹了口气 经过将近三十年大战 神圣罗马帝国早就被掏空了 招兵既没钱就没粮 怎么着啊 算了 还是先跟大明帝国收拾荷兰再说吧 那么 大明帝国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此时 大明帝国陆军副元帅侯士路 正坐在开往维也纳的客运专列上 望着窗外茫茫的旷野发呆呢 而石科法则逼顶地坐在他对面 貌似在闭目养神 沉思了两酒 侯士路终于掉过头来 对着石科法道 县知啊 你对此战有什么看法吗 石科法文言 睁开虎目 恭敬的道 末将 但听元帅差遣 侯士路苦笑道 不要这么拘谨嘛 我是真想听听你的看法 追战的目的 虽然是征讨荷兰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 还是要耗在神圣罗马帝国 形势 有点太复杂了 我一时也难以抉择 石科法文言 这才沉吟的 末将来之前 皇上也曾跟末将说过 神圣罗马帝国复杂的形式 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侯士路立马饶有兴致的问道 哦 皇上怎么说 石科法 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皇上说 这个烂摊子呀 他真是不想管 侯士路文言 立马皱眉 思索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才展颜的 嗯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五十多辆列车 运行了十多天 运征军第一军团 和静卫军第二军团 终于从坎大哈 赶到了维也纳 这时 秦共鸣 早已率领定辽军 赶到了维也纳城外 而大明帝国建设军团 十万人马 也早已在维也纳的火车站附近 驻扎多时 至于那些末卧帝国的俘虏 欧亚铁路修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被火车 分批接了回去 几十万人的粮草 要转运这么远的距离 连大明帝国都有一点吃力 要是那些俘虏 个个聪明能干的还罢 问题是 他们就像算牌一样 你拨一下 他们就动一下 你不拨 他们就全部躺在那里休息 没一点效率可言 朱思俊知道 他们也派不上什么太大的用场 干脆就派火车过来 把他们接回去算了 算了算了 欧亚铁路 知此也算是完工了 干脆放他们自由 让他们回去种地算了 让他们修铁路 真是有点浪费粮食 侯氏路赶到维也纳之后 并没有着急向荷兰进军 这会儿火车运力 毕竟有限 从大明各处调来的火车 能一次性把二十万大军 和部分武器装备 和粮草资重运送过来 就了不得了 后面还有很多物资 没有运送过来 最少还要等上个把月 才能正式出发 当然 侯氏路并没有闲着 谋定而后动 向来是明军的优良传统 这个把月时间 正好把敌人的情况 给摸个清楚 再制定好具体的战术 盲目定军 那是愣头青才会干的事 他要是这么无能 出此久 也不会提拔他为陆军副元帅 让他来负责这一路大军 其实 德意志联盟那边的情况 并不需要他派出真迹 四处查探 因为那里本来就是 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 虽然那些诸侯 一天都不听话 却还不至于阻止 本国平民和商人往来 也就是说 维也纳就有很多人去过那边 甚至非底南德三世手里 连那边的香气地图都有 有地图就好办了 侯氏路亲自却拜会了一下 非底南德三世 从他手里 接来了德意志联盟的整套地图 又请他帮忙 找了一些经常去那边 清商的商人 仔细询问起来 这个时候 汉语推广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大明帝国 现在是整个大明 哈布斯堡联盟的第一强国 同时又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这边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不管是军官还是商人 很多都学习过汉语 非底南德三世为了交流方便 派来和明军接触的人 基本都是会汉语的 这些人跟侯士路交流起来 甚至翻译都不用找 直接说的就是汉语 第十八句 第六十四章 恐怖大明飞速备战 维也纳城外 明军大营帅长 大明帝国陆军副元帅 侯士路正盯着绘制号的新地图 皱眉沉思 要想将地图从奥地利边境 修到荷兰边境 并没有那么容易 中间至少要经过三个选帝侯家族 控制的领地 这些选帝侯家族 可没有一个好对付啊 因为他们原本就等同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大势力 侯士路考虑良久 最终选择了靠西边的一条线路 这条线路上 同样要经过三个选帝侯家族控制的领地 只是貌似线路要短一点 这条铁路上的第一个障碍 就是选帝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控制的巴伐利亚公国 这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正是新教联盟的主要创始者 三十年战争开始的时候 实力几乎和哈布斯堡家族相当 不过在三十年战争中 他们损失较大 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条路上的第二个障碍 就是选帝侯美因茨大主教控制的黑森州 具体实力暂时不是很清楚 毕竟中间隔了个巴伐利亚 不过想必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条线路上的第三个障碍 是选帝侯科隆大主教控制的维斯特法伦地区 具体实力同样不是很清楚 不过那里都与荷兰交界了 肯定能得到反哈布斯堡联盟的支援 应该是最难对付的 在六个选帝侯家族 具体实力都不是很明了的情况下 唯有选择最近的路线了 哈布知道 因为他这样的超线路 反而避开了一个恐怖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选帝侯霍亨索轮家族控制的 柏兰登堡公国 霍亨索轮家族和柏兰登堡公国 貌似名气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让历史的车轮 按原来的轨迹运行下去 五十年后 这个柏兰登堡公国 就将发展成一个超级恐怖的存在 这个恐怖的存在 就是后世历史上有名的普鲁士王国 在普奥战争中 普鲁士王国可是堂堂正正的击败了 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奥地利 而那时也是短短的几十年后 普鲁士王国就发展到了六十万大军 这个霍亨索轮家族有多可怕 可想而知 不管怎么说 路线总算是定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备战出征了 此时 维也纳城外的火车站 早已被三十万明军和十万建设军团的将士围得严严实实 一辆辆货车载满各种物资呼啸而来 火车站四周早已成为一个露天的大仓库 神圣罗马帝国的人 终于见识到了大明帝国的强盛 不说那浩瀚如海的营帐 也不说那堆积如山的粮草 光是大明帝国的武器装备 就令他们乍舍不已 像火炮 这会儿在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个稀罕物 有个几十上百门排在一起 就够吓人了 大明帝国那火炮 那是一排又一排 一排又一排 足有十来排 而且每一排啊 都有两厘块 像炮弹 一般都是美门火炮旁边 拜个十来克 那就算是多的了 大明帝国那都是一箱一箱的 具体有多少箱 数都数不清 反正摆在那里 比城墙还要长 当然高度 倒只有一人高左右 堆高了 那一掉下来 不知道要砸死多少人 像火轿 那标准的火药筒 也是堆得跟城墙一样 总长加起来 怕有十几里长 还有那传说中的装甲战车 就跟钢铁怪兽一样 散发着悠悠的寒光 那巨大的体积 剑之鸭的人 气都喘不上来 还有大明帝国的陆军将士 他们可不像神圣罗马帝国的 那些雇佣军改编的军队 懒懒散散 歪歪扭扭 排个队都排不整齐 他们那操练起来 不管是列队 又或者前进和后退 都整整齐齐 一个个熊啾啾气昂岗 让人看着都浑身热血沸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大明帝国的运输能力 同样恐怖 不到一个月时间 所有军需物资 就差不多到齐了 侯使鹿直接召集 所有军团将领 到率仗中 开了个作战会议 不止接下来的具体战术 遇会人员 并不是很多 大明帝国这边 除了侯使鹿 就是定辽军主将 秦孔明 和敬卫军 第二军团主将 石科法 神圣罗马帝国那边 倒是来了四个上将 他们好像每个上将手底下 都只能带五万人 这个是人家的规矩 侯使鹿倒也没多管 只是为了指挥方便 将这四个军团编了个号 分别是神一军团 神二军团 神三军团 和神四军团 这个神 并不是说啊 他们神通广大 战力惊人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简称而已 一起 总共七个人 就围在帅长中间的大桌旁 站成一圈 而桌子上摆的 正是星会制的 德意志联盟 和荷兰的地图 非敌南德三世 派来的都是 清通汉语的将领 侯使鹿倒也不用叫翻译了 他直接拿着白拉杆 指着地图的 诸位 这次战役 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从维也纳出发 边修铁路 边前进 经巴达利亚公国 黑森州 和维斯特法伦地区 抵达荷兰边境的明斯特 第二阶段 以明斯特为基地 对荷兰发动进攻 大致的计划就是这样 你们明白了吗 这是个很简单的概述 也没什么具体的要求 大家自然一听就能明白 侯使鹿的话 刚一录音 众人便纷纷点头 表示明白了 紧接着 侯使鹿便开始安排具体的任务了 他指着地图继续道 第一阶段 作战的重点 就是清理铁路沿线的敌军 保证铁路沿线的安全 我将亲自率领远征军第一军团 在前面开路 清理铁路左右两边二十例范围内的一切敌军 亲共鸣 施歌法 你们 分率定辽军和静卫军第二军团 清理左右四十例范围内的所有敌军 神一军团负责 维也纳到巴伐利亚公国这段铁路沿线的防卫 神二军团负责巴达利亚境内铁路沿线的防卫 神三军团负责黑森州境内铁路沿线的防卫 神四军团负责维斯特法伦地区铁路沿线的防卫 这个意思就是啊 由明军负责进攻 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四个军团则跟在后面 接收防务 负责铁路沿线的防卫 随后他又指着铁路沿线的城池和棱堡 开始安排具体的进攻和防卫工作 每一座棱堡 每一个城池 甚至每一个城镇 由谁负责进攻 又由谁负责防守 具体安排多少兵力住房 他都一一做了详细的安排 秦共鸣和石合法 对此倒是习以为常了 每次明军开战之前 都会召开类似的作战会议 安排具体的作战计划 这已经成为明军的优良传统了 这两人呢 都不知道经历多少回了 在场的神圣罗马帝国将领 就有点好奇了 这还没开打呢 竟然每一步都安排好了 原来这仗还可以这么打 第十八卷 第六十五章 风之雨者 天朝传说 上 大明帝国 殖民船队将第二批人员和物资 运达北美大陆西海岸之后不久 整个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 便开始流传着一个传说 一个关于天朝的传说 传说 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人 都是天朝的移民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边大陆啊 其实是与天朝相连的 但是 一场巨大的洪水 冲断了连接通道 自此 他们便失去了与天朝的联系 就在几十年前 西方的恶魔找到了这片大陆 并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夺土地 屠杀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 遥远的天朝收到神的指示 知道自己的子民正在被恶魔击灵 便开始制造巨大的海船 准备穿越茫茫大海 来拯救自己的子民 就在今年 大船终于造好了 天朝毫不犹豫派出大军 前来解救自己的子民 现在天朝的大军已经抵达这片大陆 印第安人苦难即将过去了 很快天朝大军就将赶走恶魔 而印第安人则将重回天朝的怀抱 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朱思勇亲自编撰的传说 当他听到殖民船队第一次折返之后 带回来的消息 就知道童话当地的印第安人 这个策略是确实可行的 于是他便编撰了这个传说 让卢想生啊 想办法在美洲大陆传播开来 天朝指的自然是大明帝国 而恶魔指的就是英国殖民者 这个传说并不完全在骗人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印第安人 应该就是从东亚和北亚迁移过去的移民 只是时间太久远 再加上远隔重阳 所以语言和习俗慢慢出现了差异 不过不管怎么样 肤色和外貌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刚出生的印第安人 小孩啊 其实和大明帝国出生的小孩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肤色还是长相都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他们在夏天不怎么爱穿衣服 经过常年日晒雨淋之后 会显得比大明帝国的人稍微黑一点而已 这并不是什么太明显的区别 大明帝国的人光着膀子晒上几天 也会跟他们一样黑 而共同的肤色和共同的长相 也正是这个传说让人接受的基础 如果欧陆殖民者来散布这样的传说 印第安人会相信就有鬼了 当然光靠传说还不够 还必须有天朝的使者去印证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而锦衣卫南政府司政府使赵明峰 正是这些天朝使者的头头 而这伙赵明峰正带着一大帮人 在北美大草原上喷驰呢 如果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副模样 绝对会惊得眼珠子都掉出来 堂堂的锦衣卫南政府司政府使 竟然光着膀子穿着条裤衩 骑着马在草原上疯跑 好吧 他穿的裤衩并不是印第安人那种 随便用块布片包一下的简易裤衩 而是朱思琼亲自设计的三角底裤 这种三角底裤和后世的三角底裤 形状上倒是没什么区别 只是材质不一样而已 像赵明峰穿的 就是用带毛的羊皮特制的三角底裤 上面还涂抹了各种色彩 看上去野性十足 他带了这帮人呢 大约一把有余 大部分都是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只有少数几个是锦衣卫高手 还有两个猛人翻译 他们全部都是背胯长弓 手拿长矛 光着膀子 身上用颜料画着统一的图案 看上去就是一个部落的印第安战士 有趣的是 不管是锦衣卫高手 还是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他们穿的 全部都是大明帝国生产的三角底裤 或许 印第安人觉得这裤衩穿起来比较方便 直接往脚上一套 然后往上一提就完事了 而且随便怎么蹦的都不会掉下来 不像他们原来跨前绑的那些布片 绑起来麻烦不说 一不小心还会掉下来 也没有这种三角底裤穿着舒服 这清一色的装备和服饰 在北美印第安各个部落中 应该也算是鹤子拉屎 唯独不一份吗 不管他们走到哪个部落 都有无数人偷来羡慕的眼光 赵明峰带着这帮人 自然是来印证天朝的存在 和天朝的强大的 其实他们带的东西 远远不止这些 在他们每个人的马鞍后面 都绑着一个大大的皮带子 里面有火枪 也有各种各样大明制造的好东西 他们之所以全部都是这副打败 主要还是为了增加印第安部落的亲切感 为此 所有执行任务的锦衣卫密太 甚至都泡过了特制的药水 让整个肤色都变深一点 看上去就和印第安人的肤色一模一样 赵明峰已经带人拜访过很多印第安人部落了 每次都得到了各个部落酋长的热情款贷 基本都是吃饱喝足 然后跟人胡扯一通 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他们就这样骑着骏马 奔驰于各个部落之间 传递着大明帝国的天朝荣光 将天朝的传说越传越神 越传越真 有很多印第安部落的酋长 甚至跟着他们到了大明帝国兴建的金山城 在那里参观天朝的战舰 观赏天朝的武器演练 品尝天朝的美食 购买各种精美的商品 玩得不亦乐乎 玩得各种流连忘返 赵明峰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他甚至感觉自己已经化身为一个印第安战士 在风中奔驰 在风中飞舞 感受着风一样的速度 倾听着风的倾诉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远离文明 在这片广袤的大陆生活久了 真的会变成印第安人 这不 前面突然出现一群野牛 赵明峰立即带着死人打马冲上去 追得野牛疯狂奔逃 随后 他们纷纷举起肠毛 用紧全身力气 投向落单的野牛 啥啥啥 一阵毛影飞过 几头野牛 应声倒地 都不用他吩咐 印第安战士 纷纷翻身下马 抽出特制的小刀 将野牛摁住 刷刷几刀 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最后 便开始熟练地拆分起 骨肉皮毛来 野牛 在这个时候 是北美大草原上随处可见的一种动物 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 据后市统计 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 一度超过了五千万头 甚至泛滥成灾 而这时 整个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 还不到一千万 所以 光是吃野牛 他们都不会饿的 这个野牛的数量 从未夸张 据史料记载 为了消灭印第安部落 断绝他们的主要食物 美军从1800年开始 猎杀野牛 到了1890年 总计猎杀了将近六千万头野牛 北美大草原上野牛数量之恐怖 可见一斑 第十八卷 第六十六章 风之雨者 天朝传说 中 后市 曾有一个印第安人博物馆长说 野牛 就是带有棋子的冰箱 可见 野牛 在印第安人生活中 所占的分量 野牛 在遭欧陆殖民者 和美军猎杀之前 是印第安人生活物资的主要来源 印第安部落 可以利用野牛身体里的各个部分 来做他们的食物 衣服 盾 武器 甚至是浇水 印第安战时 对野牛的拆解 自然早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很快 他们便将一头头野牛 拆分成一块一块 骨头皮毛 也已经分成一团一团 所有人啊 一分 很快就回到了马背上 这里并没有河流 自然是没办法做饭的 不过 他们向前奔行了一阵 很快就看到了一条小河 小河旁边 还有一片不小的森林 天色将爱 看样子 今天只能在这里住下了 赵明峰 一声令下 众人便很快策马奔驰 到小树林和小河的交界处 来到这里 所有人纷纷翻身下马 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和几名位高手 一起忙碌起来 准备做一顿丰盛的野牛宴 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准备做的是烤牛肉 这是他们在野外野营 最经常做的美食 所谓的烤牛肉 自然不是后世 夜宵摊上那种细细的牛肉串 这会儿 可没铁签子那玩意儿 他们分工很明确 一部分人 拿着牛肉 牛骨头等 到小河中去清洗 一部分人 则坐在草地上 加工清洗好的牛肉 大致 就是将大腿部分 最新鲜的牛肉 割成大约三指宽 半指厚的厚长条状 还有一部分人 则进入树林捡干柴 消树枝 忙得不亦乐乎 很快 肉片割好了 干柴和树枝 也堆了一大堆 他们便聚集到一起 将牛肉 串在去皮 削尖的树枝上 肉片穿好 便有人开始生火了 原本这个环节 是浪费时间的 因为在野外 没有火种 他们必须钻目取火 这会儿 就没这么麻烦了 他们身上 就带有 大名嘴新式的 煤油打火机 随便往哪里 刮擦一下 火苗就出来了 方便得很 树枝点着之后 并有很多人 手持一把把的肉串 在火上好 有些人则掏出盐力 和类似紫然 又或者黑胡椒的干粉 往肉串上撒 很快 临时营地 便充满了烤肉的香味 令人垂涎欲滴 随行的锦衣卫 做的是牛肉骨头汤 他们特意带了两口 十来斤重的大锅 拴在马背上 一 为给拜访的部落 做样品干 同时啊 也是为了路上熬汤方便 这熬汤 就比烤肉简单多了 四个人 抬着两口锅 在河水里洗干净 随后 又舀上一锅干净水 这汤汁 就算是准备好了 这边两人 找个大石块 随便一搭 这临时的灶 也算是搭好了 接着 直接从西雅图战士那边 抱过来凉捆柴火 把锅往灶上一架 下面火一点 这烧汤的事啊 也差不多完成了 最后 就是把割烤肉 剩下的肉骨头 从骨结处割开 往锅里一丢 然后啊 再往锅里 加点大明运过来的香料 食盐和汤料 就差不多算是完事了 接下来 只要不时天点柴火 不停的煮 就行了 西洋西下 整个营地 一瓢满烤牛肉 和牛骨头汤的响起 上海人 围成一个大圈 将两口大锅围在中间 准备开始晚餐了 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开始分发烤牛肉 每个人啊 都是四五串 那一串 最少也有一斤左右 锦衣卫 则直接往锅里 放了几个铁勺子 随后又给每个人啊 发了一个海碗 再取出牛皮带 装置的美酒 给每人倒上了一碗 赵明峰 带众人手中的海碗 都倒上了美酒 便举起手中的碗 大喊一声 干 随后 便一口美酒 一口烤肉 美滋滋的吃起来 这是带有大明方式的习俗 相处了这么久 西雅图部落的战士 倒是早就习惯了 他们纷纷跟着赵明峰 将碗一举 大喊一声 干 最后 最后又是一口美酒 一口烤肉 美滋滋的吃起来 印第安人爱喝酒 那是出了名的 相传 印第安人的主体 就是阴商时期 迁移过来的阴人 所以他们的问候语是 阴迪安 而这个阴迪安 其实是西方阴义 实际上应该读为 阴迪安 他们的问候 其实是代表对故土的怀念 或许 他们嗜酒的习惯 正是从阴商时期 带过来的 要知道 阴商时期的人 也是出了名的爱喝酒 那位出了名的商周王 就曾建造 酒池肉林 可见那时候人 对酒的痴迷程度 当然 这些只是传说而已 真实性 还有待验证 但是印第安人爱喝酒 却是真的 几口美酒下肚 他们便兴奋的满脸通红 吃完烤肉 喝完美酒 就这酒碗 再咬上一碗香浓的牛骨头汤 那滋味 别提多美了 这场晚餐 持续了很久 吃完肉 喝完酒 再来碗牛肉汤 没吃饱的 捞起锅中的骨头棒子 使劲肯 吃饱的 就围着篝火 疯狂起舞 这样的日子 简直 赛过神仙 当然 这只是西雅图 部落那些年轻战士们的想法 赵明峰 跟他们的想法可不一样 看着眼前疯狂起舞的年轻人 他微笑着 和其他人一起打着节拍 脑海中 却在感叹这些人的命运 从他和这些人的交往中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热情好客 心底善良 热爱自然 追求的是一种单纯 而又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告别这样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武器太落后了 就长矛 加猎弓 甚至连大刀都没有 这样的武器 别说是在大明帝国面前了 就算是在欧陆列强面前 都没有丝毫抵抗力 就算不被大明帝国统治 他们也将面对被欧陆列强奴役 甚至是屠杀的结局 他们真应该感谢皇上 要不是皇上 想到要来北美大陆遏制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的发展 或许再过几十年 他们就要面临被灭绝的危险了 欧陆列强可没有大明帝国那么仁慈 他们只为掠夺来 掠夺土地 掠夺资源 印第安人与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唯有一方被驱逐 或者被灭亡 大明帝国就不一样了 大明并不缺土地 也不缺资源 完全没有必要像欧陆列强那样 穷凶极恶的掠夺 作为天朝上国的大明 是来拯救他们的 这话可一点都不假 大明是真的想将他们变成子民 这些年轻人疯了一阵 终于累了 他们纷纷取出背包中的布袒 往身上一盖 躺在火堆周围 就这么进入了梦乡 这布袒当然也是大明提供的 要是没这东西 估计他们绝起往草地上一躺 也能睡得着 赵明峰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地方虽然不大可能出现敌人 野兽却也不少 这些人呢也太大意了 他微微扫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然后把随行的简易卫叫过来 安排了一下轮流指手 随即也裹上布袒 陷入梦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雨萱 下面请听 第三百四十四集 第十八卷 第六十七章 风之雨者 天朝传说 下 清晨的阳光 洒满了草原 避空万里 清风徐徐 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赵明峰 带着一众人马 迎着清风 向东呼啸而去 他们这次要去的 是离金山城 大约七八百里的 阿奇纳部落 如果打马狂奔 一千呢 估计就能赶到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们的坐骑 估计就要废了 所以 赵明峰 并没有令人全力赶路 而是在中途 休息了一晚上 现在 金山城五六百里范围内的 印第安部落 已经被他们跑遍了 接下来的部落 离金山城 最少都有七八百里远 这次之所以选在 阿奇纳部落 主要是因为啊 他们在 大明规划的铁路线附近 按照明峰 现在掌握的情况 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 大大小小加起来 足有两百余个 短时间内 自然不可能一一拜访完 而金山城 滴滴的炼钢厂 正在飞速建造中 修建铁路的三个 翻手国军团 也已经全部到位 铁路开工 指日可待 这铁路途经的各个部落 自然就成了 他的首要目标 这阿奇纳部落 同样是一个 上万人的大部落 对周围各个部落 同样有不小的影响力 如果能跟他们 出好关系 那么附近百里方圆内的 印第安部落 基本就算是搞定了 赵明峰 早已没有刚开始 拜访印第安部落时的 紧张和担忧 自从天朝上国的传说 在北美大陆上 散播开来之后 印第安部落 明显已经把大明帝国 当成了亲人和救星 他们与大明帝国 为敌的可能性 已经不是很大 他之所以带着 这么多人到处拜访 一是为了 印证天朝上国的传说 同样是为了 与各个印第安部落交涉 让他们回归大明的怀抱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印第安部落 对回归大明帝国这一点 并没有什么反抗情绪 毕竟英国殖民者 已经好好的 给他们上了一节课 不投入大明帝国的怀抱 就准备接受 英国殖民者的屠刀吧 生与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没有什么人 会莫名其妙的选择去死 他们肯定是想活下去 只不过 他们都不知道 怎么才能与天朝上国取得联系 又要怎么做 才能回归大明帝国的怀抱 而赵明峰 要跟他们谈的 正是这些 由于得到了西边部落的传信 天朝大明帝国的使者 今天将会降临阿奇纳部落 阿奇纳部落的酋长 早就带着一大堆的战士 等在部落西边的草原上了 临近傍晚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 隆隆的马蹄声 很快 远处便出现了一百余计 这应该就是天朝大明帝国的使者了 阿奇纳部落的酋长 迫不及待地带着手下的战士 打马赢了上去 不过 当他来到这百余计附近 却有点傻眼了 这个好像全部都是西雅图部落的战士吧 他们身上画的图腾 明显就是有名的西雅图部落的图腾啊 他倒是早就听说了呀 天朝大明帝国 就是降临在西雅图部落 问题是大明的使者呢 虽然没见到天朝的使者 他还是很热情的互相问候了一声 此后探身给了他一个拥抱 拥抱过后 他便忍不住问道 天朝上国的使者呢 不是说天朝的使者今天要来吗 这下轮到赵明峰眨眼了 问候的话他是学会了 拥抱的礼节他也会 但是这位酋长说的这一堆 他根本就听不懂啊 他忍不住回头看向两个猛人翻译 让他们介绍一下 这位酋长到底在说什么 那两个猛人翻译见状 联盟打马上来 其中一个呀 用汉语将阿吉纳部落酋长的话 复述了一遍 另一个则用印第安语 向阿吉纳部落的酋长介绍起来 那翻译的话刚落音 阿吉纳部落酋长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他忍不住 上下打亮了赵明峰一番 这就是天朝的使者吗 怎么看都跟印第安人一模一样啊 至此 他的传说再无怀疑 印第安人绝对是天朝移民 没见人家长相跟肤色 都跟自己一模一样嘛 有了这样的认知啊 他对赵明峰更加热情了 热情中甚至还带着一丝的仰慕 很明显他已经把自己当成天朝的子民了 赵明峰则在翻译的帮助下 轻车熟悦地讲起故事来 首先他讲的是白令海峡的故事 也就是说 原来在两块大陆极北的地方 有一片很浅的海域 这片海域在退潮的时候 会直接变成连接两片大陆的通道 而印第安人的祖先正是通过这个通道 来到美洲大陆的 后面海水慢慢侵蚀 再加上海面上升 那个通道渐渐就断了 印第安人的祖先从此就和天朝失去了联系 然后他又讲了猛人遭遇海上风暴漂流过来的故事 这个就是猛人翻译自己祖先的故事 他们介绍起来自然更加真实 最后赵明峰直接指着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脸 都不用多说什么 一看就明白 大家都是自己人 阿奇纳部落酋长对此深信不疑 两人一路谈笑 很快就变成了自己人 进入阿奇纳部落之后 众人免不了再次遭遇围观 几乎所有阿奇纳部落的人都跑过来了 都想看看传说中的天朝使者到底长什么样子 赵明峰自不必说了 当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朝使者之后 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跟看神一样 连带西雅图部落的战士也跟着一并沾了光 所有人看向他们的目光都是满满的羡慕 能跟天朝的使者在一起 还穿着那么漂亮的裤衩 真是让人羡慕 抵达阿奇纳部落酋长的住处之后 赵立就是送礼物了 赵明峰令所有人将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取了出来 直接堆满了酋长家的客厅 什么布匹 瓷器 茶叶 香料 美酒 镜子 裤衩等生活用品 还有各式精美的刀具 望远镜 甚至是左轮手枪 一样一样介绍下来 把阿奇纳酋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紧接着便是丰盛的晚宴了 众人围坐在外面的平地上 数不清的印第安美食轮流端上来 边吃边聊 热闹无比 不知不觉中 天色就暗下来了 有的人在平地中间燃起巨大的篝火 吃饱喝足的人们开始疯狂起舞 欢声笑语 响遍了整个阿奇纳部落 赵明峰就着吃喝的空档 将阿奇纳部落酋长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一做了解答 比如怎么和大明天朝保持联系 这个很简单 可以跟着他们去金山城认认路 也可以等大明天朝把铁路修过来 在附近建立大型城池 到时候直接去城里联系就行了 又比如怎么回归大明天朝怀抱 这个也很简单 只要大家把自己当大明天朝的子民 大明天朝也会把他们当子民 对他们没有多少要求 也没有多少约束 就是协助大明天朝找找矿就行了 其他事情 大明天朝也不会强迫他们去做 当然 他们也可以去大明天朝建立的城市干干活 赚赚钱 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 又或者拿着自己的特产 去换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些都是可以的 大明并没有想从他们这里掠夺财富 他们一般都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也没什么好掠夺的 朱姿炯主要还是看中他们的劳力 一旦他们习惯了用大明的东西 就必定会跑到大明建立的城市里面 去干活赚钱 这样慢慢同化 总有一天 他们会变得跟大明帝国的子民一模一样 至于税富 他们本身就创造不出多少财富 交与不交 其实没多大区别 还不如不要他们交税 以增加亲切感 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 这样通化起来就更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 赵明峰 便准备带人回城 尽管阿奇纳酋长一再盛情挽留 他还是婉言谢绝了 没办法 他还有太多的部落要拜访 要在每个部落都耽搁几天 他的任务 花是几年都完不成了 为此 他还特意请阿奇纳酋长帮忙 向附近的小部落宣传一下 以免他每个小部落都要跑一趟 这个对阿奇纳酋长来说 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他立马吆喝了一声 叫过来一队战士 稍微吩咐了几句 那些战士便分散上路 帮赵明峰去附近的小部落 宣传大明天朝的荣光去了 随后 阿奇纳酋长便带着十来个战士 送他们出了部落 赵明峰原本以为这是礼貌的送行 来到部落外面的大草原上 阿奇纳酋长却突然提出来 要跟他们一起上路 去金山城看看 好吧 这是好事 赵明峰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印第安部落的人 这会儿就是这点好 说走就走 根本就不需要带着粮食帐篷之类的 饿了 草原上有大把的猎物 随意猎杀几头 就能吃一顿大餐 累了 直接往草地上一躺 天当背 地当床 睡得香甜得很 连赵明峰都习惯了这样出行 现在他们每次出来 都不带粮食和帐篷的 每人带上一床后不坦 再带两口锅 就什么都解决了 这一路上 阿奇纳酋长与赵明峰的关系 简直是突飞猛进 所谓一回生 二回熟 这一起待上一两天呢 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远门了 在风中奔驰 在草原上游猎 在小河旁野吹的感觉 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再加上 大明的美酒和各种香料调料 几顿风味野餐吃下来 他已经开始和赵明峰称兄道弟了 还是在草原上也赢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 阿奇纳酋长和赵明峰一行人 终于抵达金山城 刚看到金山城的城墙 阿奇纳酋长 就差点把眼珠子蹬掉了 太壮观了 简直太壮观了 只有五六个人 叠起来那么高的城墙 连绵不绝 不知道多长 两头都看不到边际 那种感觉 简直比高山还有气势 而这连绵不绝的城墙 竟然是人工的杰作 让他怎能不大吃一惊 要知道 这会儿在美洲大陆上 印第安人最多也就 修建个三四人高的土屋 那还得是大部落的酋长 才见得起 大小最多也就几十丈方圆 哪里像这城墙 不但高得下人 而且长得下人 简直就如同一座山脉一样 横毯在眼前 这么雄伟的城墙 竟然是人修出来的 大明天朝 果然了不起呀 此时的尖山城 已经差不多修建完成 城中马路纵横 各种房舍 整整齐齐地排布在马路两侧 同样一眼望不到边际 还有各种工厂 那都是大的下人 什么炼钢高炉 水塔 大型锅炉房等等建筑 简直给人一种 耸入云霄的感觉 阿吉纳酋长 简直就跟刘姥姥 建了大官员一样 惊叹声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由于还没有开始移民 这会儿 街道两边的店铺 大多还是空着的 唯有大明皇家商号 巨大的分号 在开门营业 在这里面逛 大多都是附近部落的印第安人 当然呢 他们主要还是来看的 毕竟各个工厂才刚刚建成 并没有开始大规模招工 明军也没有开始修筑铁路 手中有大明帝国货币的印第安人 还不是很多 不过 这并不能阻挡他们的热情 好多好多从未见过的好东西啊 不买 看看 也能满足一下好奇心 这时候 各大皇家商号都在西雅图部落 招聘一些印第安人做店员 他们现在主要负责的并不是卖东西 而是介绍各种商品 他们也是边培训边工作 不断解说各种产品的功能 又或者使用法 其实也是在背诵培训知识 有时候实在记不住了 还得请猛人翻译 去问掌柜呢 这会儿 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由于天雄军 中勇军 和三个藩属国军团 基本都在城外驻扎 满大街啊 都是看稀奇的印第安人 这里倒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城市了 看到满眼的印第安人 阿奇纳囚长 不免再次大吃一惊 这大明天朝 还真是把印第安人当自己的子民啊 每一阵军队都站在城墙上 甚至是住在城外 这城里压根就没人来管束他们 任由他们自由自在的行逛 到处看稀奇 当然 这只是表象 卢想生再怎么样也不会这么疏忽大意 各大工厂是有人看守的 没有人领着印第安人是进不去的 至于大街上 不声不响只是瞎逛的 大多数都是明军和锦衣卫密探 假扮的印第安人 毕竟这里是明军基地 怎么可能一点防范措施都没有呢 来到金山城 赵明峰就没时间陪着阿奇纳囚长了 他只是带着阿奇纳囚长和卢想生见了一面 随后便让西雅囚部落的战士 带着阿奇纳囚长到处逛去了 至于吃住 西雅囚部落自然不会亏待了这位大部落的囚长 赵明峰就这么不断拜访着铁路沿线的各个印第安部落 认同大明天朝的印第安部落越来越多 前来尖山城的印第安人也越来越多 带到炼钢厂正式投产 第一批轨道制造出来之后 美洲大陆第一条铁路终于正式开建了 根据他们的细致查探 英国人的殖民地距离金山城大约有2000余里远 这一条铁路等于是要横穿整个美洲大陆 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按正常进度 三个藩属国军团就算全力以赴修建铁路 一天能推进个30里就算不错了 毕竟铁路不光是要把铁轨铺地上就行了 还要挖路机 还要采石堆田 还要制造水泥枕木 好在这个时候 赵明峰沿线的印第安部落 已经逐步被赵明峰拉拢过来了 他们一听说 大明帝国这是要修筑铁路 运送军队和物资去收拾东海岸的恶魔 立马全体动员前来帮忙 虽然他们不会铺设铁路 挖掘和搬运石头 他们还是会的 还有什么挑水 挑土 运送沙子 甚至是搅拌混泥土 只要有人耐着 也没一点问题 印第安部落的人口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附近部落的人都跑过来 三十万是绝对不止的 他们几乎将所有简单体力活全包了 三个藩属国军团 光堆田路机 铺设铁路就行了 这样一来 铁路的进度 就不是三十里一天了 而是五六十里一天 按照进度 只需一个多月 明军就能把铁路 修到东海岸去 当然 明军也不是光剑铁路就行了 在显耀位置 和印第安部落其中区域 还要修筑棱保和大型城池 他们可不光是来收拾英国人 把这里变成殖民地 才是重点 第十八卷 第六十九章 横跨美洲 攻击英军 十月的北美 已慢慢进入冬季 金山港的海风 已寒意甚人 金山城的街道上 也已寒风阵阵 往年的这个时候 印第安部落的人 已经不怎么外出了 因为他们仿杀织布的技术 还停留在最初的手工阶段 并不能支出太多耐寒的义务 这时啊 他们一般都围坐在家里 烤火欲寒 不过 今年的这个时候 却不一样了 因为大明天朝来了 带来了无数厚实的布料 而且还根据他们服饰风格 给他们美人 发放了一套郁寒的衣物 当然 如果他们想做更多 更好看的衣服也可以 大明天朝的城市里 有很多工厂 提供工作机会 还有铁路沿线 修路铸城 都需要很多劳力 他们随时可以去干活赚钱 买来各种颜色鲜艳的布料 做衣服 光是衣服这一下 就让他们爆发出了巨大的热情 更何况 还有瓷器 茶叶 美酒 香料 光滑的镜子 精美的刀具 等数字不见的好东西 驱使着他们 付出劳动 去换取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北美各处城池的工厂里 和城内外的工地上 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景象 所有干活的印第安人 竟然都穿得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好像是工作制服一样 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 这的确是印第安人 专门用来干活穿的衣服 这些衣服 正是大明天朝 免费送给他们的 既然是免费的 自然不会用太好的布料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 拿来当工作服用了 至于平时不干活时 他们自然是穿着用买来的布料做的 更好看的衣服 由于印第安人的积极参与 修路和建成的进展都很快 此时 美洲铁路早已修到了 东海岸英国殖民地附近 各处城池和车站 也已接近完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345集 正是这个时候 金山城的港口 迎来了一个庞大的船队 统一制式的武装服船 都有上千艘之多 整个海港里面 几乎到处都是船营 不用问 这正是大明帝国 第三波殖民船队 上千艘武装服船 不但运来了第一批十万囤户 还运来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商品 更重要的 还有几十个火车车头 大明皇家机械集团 位于金山城工厂这段时间 已经造出了不知道多少火车和客车车厢 唯独火车头 他们还造不出来 只有从大明本土运送过来 一个个火车头 从武装服船上 吊装下来之后 直接进入码头上的铁路轨道 随后 便带着汽笛声 开进金山城内的 大明皇家机械集团车间 而不久之后 大明皇家机械集团的车间里 就开出了一列列完整的列车 而原本空荡荡的金山城火车站 被一列列火车填满 而原本一个人影都没有的站台 此时也排满了天雄军和中勇军将士 眼看着就要进入寒冬了 如果再不行动 就要等到明年了 卢想生自然不想等上几个月再进攻 朱思琼也不希望列强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 在北美大陆获取更多的物资 他们都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年前一定要将英军赶出北美大陆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朱思琼特意让第三波殖民船队 带来了这边急需的火车头 更带来了这次大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和粮草资重 所以东西刚到不久 卢想生便组织大军准备出征了 在当地土著的积极配合下 明军已经将东海岸的英军部署情况查探得一清二楚 这个时候 英国在北美总共有六块殖民地 分别是 1607年建立的弗吉尼亚殖民地 1620年建立的马萨诸塞殖民地 1623年建立的新罕布什尔殖民地 1632年建立的马里兰殖民地 1636年建立的罗德岛殖民地 1639年建立的康涅尼格殖民地 而这些殖民地的英军并不是很多 最少的还不到一千人 最多的也不到一万人 总共也就是两三万英军的样子 不知道是英军过于迷信他们的海军力量 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这里又会遭受攻击 总之 他们各个聚集点 又或者说城镇的防御 还是很松懈的 基本上就是围建了一圈低矮的城墙 用来防御没有火药武器的印第安人 当然也有个别地方修筑了城堡 但那也只是用来防御一般人的普通城堡 并不是棱堡 这种稀松平常的防御 对付印第安人是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在武器精良的明军面前 确实一点效果都没有 如果不是考虑到英军 随时可能获得海上支援 卢想生啊 可能早日派骑兵过去 把他们给收拾了 还修什么铁路啊 修铁路的主要目的 就是将火炮和装甲战车等重武器运过来 防备英国人的援军 这会儿 美洲铁路已经抵达印第安 佩科特部落居住的后方 也就是马里兰和康涅迪格中间 大概位于后世的边西法尼亚东北部 离马里兰殖民地和康涅迪格殖民地都只有一百多里的距离 因为此时的英国殖民地和印第安部落的关系相当恶劣 而且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横扫所有印第安部落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进入印第安部落的聚集地 因为一进去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而大明帝国在这里却是如鱼得水 印第安人都把他们当修行 不但不会攻击他们 还会全力帮助他们 经过几天的准备 又坐了几天的火车 卢享生终于率领天雄军和中勇军所有将士 来到了东海岸美洲铁路的终点站 这里不但修筑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火车站 还修筑了一座不小的城池 至于城池的名字 他已经请示了皇上 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暂时就只能叫这里佩科特部落了 这个佩科特部落也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型部落 他们原本的聚集地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海岸附近 他们是被英国的殖民者给杀怕了 才被迫迁移到这里来的 东海岸附近的印第安部落 基本上都跟他们差不多 不是被英国殖民者杀得被迫迁移 就是被杀得四散逃亡 他们跟英国殖民者之间 可以说是仇身四海 现在大明天朝来帮他们报仇了 他们自然是积极的不行 都不用卢享生动员 附近部落都主动派出战士 要给明军带路 卢享生自然是求之不得 由于英军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他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他亲率天宗军 往南进攻面积比较大 人口也比较多的马里兰殖民地 和弗吉尼亚殖民地 一路则由杨中率领中勇军往北 攻击其他四块教肖的殖民地 有当地部落的人带路 中间过程顺利无比 很快 明军 神不知鬼不觉的 出现在了英国殖民地的聚集地外围 第十八卷 第七十章 协助盟友之 墨西哥城 英国殖民者根本就没想到 明军会突然从西边冒着来 这会儿已经临近欧历新年 他们正准备庆祝新年呢 结果新年还没到 明军确实到了 两路明军 二十万人马 就这么突然出现在 马里兰殖民地西北方 和康涅迪格殖民地的西南方 京军甚至都还没来得及集结 明军的进攻便开始了 地域的城墙和普通的城堡 在明军的火炮和装甲战车面前 简直就跟纸糊的一样 基本上 几轮火炮过后 再用装甲战车 把城墙挖几个缺口 里面的英军和殖民者 就吓得投降了 这些殖民地的英军 其实也就相当于 大明屯位兴致的民兵 他们也就只能欺负一下 没有火药武器的印第安部落 在装备精良的明军面前 他们压根就没什么还手之力 明军那叫一个势如破竹 一路碾压 根本就没遇到过什么像样的迪卡 不到时间时间 六个殖民地所有城镇和港口 基本都被明军占领 大批英军和普通殖民者背负 只有少数做上闻讯而来的英军战舰逃出升天 整个北美就这样被大明帝国占领 当地的印第安人是奔走 乡庆 英国殖民者却是欲哭无泪 他们并不是没有正规部队 英国陆军的实力 也没有猜到这种程度 只是他们压根就没想到 明军会突然出现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做什么防备 卢想生也没想到 这么简单就将英军击败了 他们甚至一点援军都没派 一切简直就如同儿戏一般 其实并不是英国部长派支援 这会儿他们的陆军主力 正进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想调都调不过来 难道用海军来跟大明帝国陆军硬钢吗 那简直就是给大明帝国送菜呀 不管英军处于什么原因没有支援 卢想生并没有疏忽大意 他将所有殖民地占领之后 立刻命翻手国军团 将铁路修到两边的港口 同时还命人压解俘虏 在各处港口和水路要塞修处冷宝 准备抵御英军的反扑 一个冬天过去了 整个北美大陆的东海岸 已经冷宝林立 固若金汤 然而英军却始终没有来反攻 审问那些俘虏 欲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 西海岸的金山城传来皇上的殿炼 命他继续带领两个军团 十四万步兵在东海岸防守 而杨忠则速率六万骑兵坐火车赶回金山城 等候吊铁 卢想生这个莫名其妙 他压根就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皇上的旨意 他还是不敢违背的 收到电报之后 他立刻命杨忠率领六万骑兵上路了 至于去西海岸干嘛 皇上没说 他也没敢问 朱子炯让杨忠率领骑兵赶回西海岸的目的 其实是想让他协助西班牙和葡萄牙 夺回美洲的殖民地 他当然知道英军不可能这么猜 也知道英国不可能就那么一点路径 根据卢想生传回去的信息判断 英国应该是将主要兵力都拿去抢夺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去了 大明进去美洲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将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赶出美洲 切断他们海外资源的供给 现在既然北美大陆轻松拿下了 盟友的殖民地 自然也要去协助他们夺回来 又或者是守住 不然的话 将他们赶出这个时候 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北美殖民地 却让他们占据了资源相对丰富的 中美洲和南美洲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朱思堡将收复美洲殖民地的想法 以告知盟友西班牙和葡萄牙 立刻得到了他们热切的响应 菲利四世和若昂四世都表示 将派出军队配合明军行动 三人在电报中简单协商了一下 最后决定派出纯起兵队伍 前往各处殖民地之边 西班牙派出了两万骑兵 葡萄牙派出了一万骑兵 总计三万人马 从地中海穿过欧亚运河赶到大明 然后又随着大明的第五批殖民船队赶到金山港 这会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三万骑兵 正在金山港等着 等阳中带领他们去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收拾那里的英军 所谓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大部分都在美洲 其辖地包括后世的墨西哥 美国南部 中北美洲等地方 原来吕宋也是归属 新西班牙总督北角地 但是现在已经归属大明了 西班牙殖民船队早在1509年就抵达了美洲 并占领了加勒宾海一些岛屿 后来他们逐渐向中北美洲扩张 先后占领了整个中北美洲 墨西哥 佛罗里达半岛 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娜等地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可以说是西班牙殖民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会儿 由于反哈布斯堡联盟封锁了大西洋 西班牙本土已经和西班牙总督辖区 失去联系将近一年 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扬中抵达金山岗之后 听兵部官员介绍了一下情况 便按皇上的旨意 带着大明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军 总共九万级兵 乘坐500艘武装扶船 沿着美洲西海岸南下 赶往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他们的第一站 便是西海岸离金山城最近的港口 马萨特兰 因为那里正好修筑了冷宝 还有将近3000人住手 短时间内 应该不大可能被攻克 船队沿着海岸线往南航行了大概两天 便赶到了马萨特兰港 那里果然还飘扬着新西班牙的红叉集 而且貌似并没有什么战斗过的痕迹 好像这里亚根就没有遭受过英军袭击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想是想不明白的 杨中直接令船队进入港口 然后便带着西班牙的联络官员前去了解情况 这马萨特兰港原本是连接墨西哥和吕宋的重要海港 自从吕宋化归大明之后 这里也没什么船只来往 因为西班牙的船只必须穿过大西洋 绕过南美最底端才能来到这里 麻烦得很 没想到这一天会有几百艘大型海船出现在港口外面 这一下可把这里的西班牙首将给吓了一大跳 还好 大明帝国的日月龙旗他还是认识的 所以船队进入港口 他也没有发起攻击 杨中下船之后 详细了解了一番才知道 这会儿 英军主力正围攻新西班牙的总督辖区 收复墨西哥城 在失去了海军的支援之后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靠近东边的加勒比海沿岸 已经完全被英军占领了 那边等于已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不过像马萨特兰和墨西哥城这些 修筑了冷宝的地方 英军还是没有攻克 而位于西海岸的马萨特兰 英军更是来都没来过 杨中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马萨特兰首将那里了解到 从去年开始 英军便调集了大约五万陆军 在加勒比海沿岸登陆 开始抢夺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殖民地 由于失去了海上支援 加勒比海沿岸 很快便被英军全部占领 总督克尔特斯见英军势大 本土援军又迟迟不见踪影 便退回墨西哥城坚守 并下令各处西班牙守军 就地坚守等待支援 现在英军主力约三万人马 正在围攻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首府墨西哥城 其他约两万人马 则在围攻东海岸的其他冷宝 抢夺殖民地资源 而西部沿海英军并未踏足 五万陆军 在杨中眼里并不算什么 就算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盟军 光是他手下的六万级兵 就能轻轻松松将这五万英军收拾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行军路径 因为这会儿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并没有任何铁路 完全只能靠骑马奔行 要知道 九万大军 光是一个月的粮草和资重 九万匹战马就驮不下 更何况还有武器弹药和火炮 没有铁路 没有火车 根本就拉不动 根据目前情况 唯有轻装急行 突袭墨西哥城外的三万英军主力 一举将其歼灭 方能快速扭转战局 如果拖拖拉拉慢慢行军 耽误时间不说 还很容易被英军察觉 如果让墨西哥城外的三万英军主力跑了 那么 要收拾整个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局势 就旷日持久了 要采取突袭战术 马萨特兰并非一个理想的出发点 因为这里离墨西哥城还有一千多里 中间并没有现成的路径 跋山涉水的 奔行过去 最少都要四五天时间 连续奔行四五天时间 人马都会疲惫不堪 而且携带的粮草也会消耗殆尽 如果不能一举击溃敌军 己方反而会因为粮草耗尽而崩溃 这明显是不可取的 杨忠仔细查看了墨西哥城附近的地图之后 选定了离墨西哥城仅有五百里左右的小港口 阿卡普尔科 那里同样处于西海岸 而且还有小路直达墨西哥城 达马奔行一天 可以抵达墨西哥城外 路上消耗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到了墨西哥城外围之后 先隐藏起来 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便可发动突袭 就算突袭不成再退回来 也没什么问题 西班牙和葡萄牙将领 包括马萨特兰的首将 对此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天 杨忠便率领船队准备出发 赶往阿卡普尔科港 随行的 还有马萨特兰首将挑选的几名军官 他们对那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 船队引海岸航行了不到一天 阿卡普尔科港已然在往 这里同样没有什么战斗痕迹 百余名西班牙守军 也都在 只是有点人心惶惶而已 现在大明帝国率三股联军来了 他们自然是欣喜若狂 要知道他们等待了将近一年之后 都快绝望了 如果没有援军 英军攻下墨西哥城之后 绝对会来收拾他们 在阿卡普尔科港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杨忠并率领九万骑兵 在当地守军的引领下 达马直扑墨西哥城 由于是突袭 他们甚至营帐都没有带 只带了五天的干粮和郁寒的棉被 其他粮草资重 包括火炮 全部留在了船上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面积 足有四五百万平方公里 五万英军 自然不可能散到到处都是 他们主要注意力 还是集中在墨西哥城 和加勒比海沿岸 墨西哥城再往西 他们就没什么精力顾及了 也就是说 这一路其实没有什么英军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靠近墨西哥城之后 动静不要搞得太大了 毕竟那里集结了三万英军 万一动静太大 被英军察觉了 那可就前功见替了 有当地守军带路 行军过程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甚至还跑去 侦查过英军的情况 连英军的大概布置 都摸清楚了 为了保险体贱 在距离英军的包围圈 还有五十立值 杨忠便下令全军下马修整 以免被敌军察觉 这个时候 英军还没有后世 日不落帝国时期那么强大 他们的热武器 其实也刚发展不久 国力还远没有强盛 要说海军呢 有数百艘超级战略舰打底 战斗力还算可以 至于陆军 比起西班牙陆军来 都差远了 甚至还不如葡萄牙陆军 再说了 现在西班牙总督辖区的 一万多主要部队 全部被他们围在墨西哥城里 其他地方的西班牙守军 也已经吓得躲到冷堡里面 不敢出来了 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啊 身后会突然出现敌军 第二天一早 天刚蒙蒙亮 杨忠便领九万骑兵 牵着战马 缓缓散成一个巨大的云湖形 隐隐将三万英军围住 并慢慢的向英军逼近 直到接近他们的港哨 在上马发动突袭 英军毕竟也不是什么菜鸟 外围布置哨港这种事情 他们还是知道的 不过 由于大西洋 已经被法哈勿斯堡联盟封锁 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敌人还会有云军 所以 港哨的布置 并不是很密集 最远的离他们扎营的地方 都只有四五里左右 四五里距离 骑兵冲锋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当他们的港哨发现情况时 已经来不及了 更为凑巧的是 这会儿 他们三万大军 才刚刚排好阵型 准备对墨西哥城的西班牙守军 进行力行火炮攻击呢 根本就没注意身后 于是乎 一瞬间 九万骑兵突然出现在英军身后 铺天盖地地压上去 英军 甚至连炮口都没转过来 就被潮水般的骑兵给淹没了 明军骑兵和西班牙 还有葡萄牙骑兵配备的 都是转轮步枪 还有手雷相助 而英军则是单发前装式的碎发枪 双方的武器 根本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如果他们火炮能及时调转炮头 或许还有点机会 现在嘛 联军骑兵一轮冲锋下来 英军直接就崩溃了 九万颗手雷 几十万发子弹 钦泻在三万人身上 那结果可想而知 很多英军甚至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打成了筛子 剩下的 大部分都被手雷炸得在地上直打滚 就算侥幸没有被炸到 一下子把墙一扔 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 开玩笑呢 没见刚举枪射击的 都被雨点般的子弹打成筛子了 他们可不想变成筛子 这是以此教科说般的偷袭 杨忠所率的三股联军 总共九万骑兵 简直快若闪电 从发动冲锋 到结束战斗 总共才不到一刻钟时间 英军仓皇间 也没有组织什么像样的抵抗 九万骑兵 阵亡人数 屈指可数 受伤的也不是很多 英军就惨了 一轮弹雨下来 足足打死打伤上万人 再加上一波手雷 没受伤的 七指可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 第三百四十六集 第十八卷 第七十二章 协主盟友之 转战南美 杨忠率九万骑兵 发动突袭 一举歼灭包围 墨西哥城的英军主力 三万余 自此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形势逆转 英军实力 已明显弱于 西班牙守军实力 总督科尔特斯 简直是欣喜若狂 前一刻 他还在忧心忡忡 担心粮草弹药不济 被英军攻破冷宝呢 下一刻 英军便如同 割麦子般的倒下了 数万骑兵 如神兵天将般 出现在城外 看到其致 竟然是大明帝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军 他连忙打开城门 前去欢迎 杨忠 并没有进城 修正的意思 墨西哥城 只是他去的第一站 后面不知道 有多少地方要去呢 他准备 发挥骑兵的优势 不断突袭 突袭 再突袭 大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样不但能快速解决战斗 还能减少伤亡 当下之急 最重要的 不是休整 而是审问俘虏 他对其他地方的情况 还真是一无所知 蒙着头皮瞎跑 总不是个事 他很想从俘虏口中 问出其他地方的情况 再做打算 这次 他运气还算不错 在这里指挥工程作战的 正是英军此次 进攻美洲大陆的陆军统帅 在明军略带粗暴的拷问下 他终于忍不住折磨 全招了 总体上来说 美洲的形势 还不是太糟糕 因为英国陆军有限 他们总共 才派出两陆大军 总计十万人马 分别攻击西班牙 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巴西 至于西班牙的 秘鲁总督辖区 原本是留给瑞典和丹麦的 但是 他们的陆军 都被拉到沙俄去了 根本就没人 只能暂时放弃了 也就是说 只要再把进攻巴西的 五万英军赶跑 整个美洲大陆 就是大明哈布斯堡联盟的天下了 杨中和新西班牙总督 科尔特斯商议雷阵 最后决定 留下两万西班牙骑兵 再次协助科尔斯特 清交剩余的英军 而他则率领六万骑兵 赶往南美 去帮助葡萄牙 赶跑那里的五万英军 毕竟现在分散在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内的英军主力 已经不到两万 光两万西班牙骑兵 就能稳赢他们了 更何况这里本来就有两三万的西班牙驻军呢 要收拾剩余的英军肯定不成问题 第二天一早 杨中又率六万骑兵达马赶回阿卡普尔科 准备从那里坐船出发 赶往秘鲁总督辖区的收府 利马 然后再想办法赶往葡萄牙 巴西殖民地的收府 萨尔瓦多 数日 船队继续沿海岸线往南 航行大约四天后 抵达西班牙秘鲁总督辖区的收府 利马 这里果然没有遭遇英军进攻 形势还算凭借 不过据利马总督估算 从利马到萨尔瓦多 差不多有将近两千余里 而且中间的路并不好走 就算骑马 最少也要半个月才能抵达 这就有点麻烦了 半个月时间 每个人光是干粮 就要带四五十斤 再加上其他东西 战马非得被压死不可 杨中不由感慨 没有铁路 就是麻烦 但是他又不得不去 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再苦再难 也得去 他与西班牙秘鲁总督 还有葡萄牙带队的军官商议了很久 最后定下了一个三步走方案 第一步 从利马出发 赶往秘鲁总督辖区 离巴西殖民地最近的城市 圣克鲁斯 在那里补充攻击 第二步从圣克鲁斯出发 赶往巴西殖民地中部的戈亚斯 那里有葡萄牙的殖民据点 就算被英军占领了 也能夺回来 获取补给 第三步 从戈亚斯出发 赶往萨尔瓦多 到时候就要看情况了 如果英军没有发现 就发动突袭 如果英军发现了 那就硬攻 六万骑兵 就算五万英军全部在那里 又如何呀 杨中他们已经大概估算了英军的实力 就算他们有火炮 他也不处 这样走的话 每段路都是五六天时间 粮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如果实在太累 还可以在圣克鲁斯和戈亚斯进行调整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最保险的行军方式了 记忆一定 杨中便不再犹豫 第二天一早 他便率领六万级兵 在西班牙向道的引领下出发了 秘鲁总督辖区这会儿 领地也很大 不但包括秘鲁和基多 也就是后来的戈瓦多尔 还包括北边哥伦比亚大部 东边的波利维亚大部 和南边的智利阿根廷大部 面积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差不多 圣克鲁斯则是波利维亚最东边的一个城市 与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相距只有两百多里 经过将近六天的长途奔行 杨中终于率六万骑兵赶到圣克鲁斯 这一路都在秘鲁总督辖区境内 倒不用担心遭遇英军 行军还比较轻松 休整了一天 补充了干粮之后 他又率军出发了 圣克鲁斯往东 奔行一间 就进入了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 一路上还是只见土著 不见有英军踪迹 小心前行了六天 大军终于赶到了第一个葡萄牙殖民据点 戈亚斯 这里还是没有英军总体 据当地驻军介绍 英军只是在大西洋沿岸活动 并未深入巴西殖民地内陆 这一点倒是和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有点像 不过从当地驻军那里 杨中还是了解到 围攻萨尔瓦多的英军仅有两万余人 而且萨尔瓦多固若金汤 未被英军攻破 这倒令他有点惊喜 骑兵可没法攻城 如果萨尔瓦多被拿下了 他就要考虑转换目标了 而且六万对两万 总比六万对三万要好 毕竟搞不好人家调转炮头 自己所率的骑兵 很可能是要挨炮弹的 在戈亚斯 修正了两天又补充了八天的干粮 杨中继续率军出发 不过这次的向导 换成了戈亚斯的葡萄牙驻军将领 又熟悉地形的人带路 一路行军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到五天 大军便抵达萨尔瓦多附近 幸运的是 英军这次还是没有发现 联军已经摸到了他们身后 也许是新西班牙那边的消息还没传过来 也许是英军习惯性的认为 葡萄牙已经没有云军了 总之啊 英军没有任何异动 突袭依然可行 第六天一早 还是老战术 杨中直接命六万骑兵 下马慢慢前行 靠近英军绍港 再上马突袭 英军还是老样子 绍港才派出去四五里 防备松懈无比 又是一次经典的闪电突袭 两万英军主力不到一刻中便崩溃了 萨尔瓦多之围瞬间解除 葡萄牙殖民地的形势也瞬间逆转 至此协助盟友夺回美洲殖民地的战略目标 初步达成 剩下的就是对各地参与英军的清剿了 杨中以率军参与了巴西殖民地的清剿行动 巴西殖民地的英军更是雪崩式的瓦解 第十八卷 第七十三章 元帅大婚 海军重组 大明重政十八年 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由于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封锁大西洋 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岌岌可危 大明帝国不得不仓促参战 一场几乎波及整个世界的大战 由此爆发 此时 欧陆东部的乌河流域 大明帝国正与沙俄 瑞典丹麦三国联军隔阂对峙 双方你来我往 好战不断 而欧陆中部的德意志联盟境内 大明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军 正对新教联盟诸侯大打出手 保护着铁路线 缓缓向荷兰推进 还有欧陆西部的比利牛斯山脉附近 大明帝国与西班牙联军正与法国陆军主力对峙 双方都整个一带 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还有欧陆西南端的瓦迪亚纳格入海口处 大明帝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联合舰队正蓄势待发 准备随时进入大西洋与反哈布斯堡联合舰队展开决战 还有美洲大陆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大明帝国的协助下 轻较前来抢夺殖民地的英军 整个世界几乎到处硝烟弥漫 而大明帝国的京城 此刻却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京城的街头到处都是颅骨消天 皇宫的城墙上也插满了采集 整个长安街两侧都挂满了红灯笼 更为夸张的是 西班牙 葡萄牙 神圣罗马帝国 奥斯曼帝国 都派来了掌权人物 葛藩蜀国王室宗亲也来了一大把 这会儿貌似是六月份 离年节还远着呢 是什么事情要如此庆祝呢 其实很简单 就因为大明帝国海军大元帅 郑成功筹备已久的婚礼 要在大明帝国京城举行了 为此 朱思炯特意在西长安街上 赐了他一座超大超豪华的大元帅府 里面的下人 甚至就是皇宫里的宫女和太监 这次郑成功的婚礼 可谓盛况空前 整个婚礼都由大明礼部操办 婚礼的主持竟然是大明内阁总理大臣 信亲王朱有浅 各国政要来了一大堆不说 就连东营国王都亲自过来了 大家都知道 这俩是亲兄弟 倒也没什么好奇怪 这场婚礼让大明帝国京城足足热闹了三天 婚礼过后 第四天一早 新郎官郑成功竟然直接踏上了前往东大营的火车 就这么走了 随着他的还有各盟国的高官 貌似他这一去直接就是直奔欧陆战场去的 还好 王妃玛利亚公主和皇贵妃安娜公主是表姐妹 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去皇宫逛逛 要不然独守空贵真会愁出病来 其实郑成功并没有直接奔赴欧陆 他带着一帮盟国高官上了成功号之后 只是航行了三天 便转入台江内海消失了 为什么说他消失了呢 因为此时的台江内海已经被完全封锁了 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外人压根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个情况 这会儿台江内海可不得了啊 海面上足足有三百艘铁甲战舰 整整齐齐的排列在那里 就跟钢铁森林一样 郑成功这次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 其实还有麻痹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他必须回来一趟 重足海军并熟悉铁甲战舰的性能 同时啊 大明帝国还要告诉盟友 决战就在眼前 大家都做好准备吧 准备一举干翻反哈布斯堡联盟吧 其实就在此前 大明哈布斯堡联盟其他盟友都有点慌了 虽然大明帝国在陆战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是海军却一直缩在瓦迪亚那河入海口不动呢 貌似已经后继无力了 要知道 这时可是海上争霸的关键时期 如果海上被人霸占了 路上再强也不保险 像现在大明帝国集结在欧陆的海军 总共才三个舰队 600艘超级战略舰 西班牙经过大明帝国的一次补充 又狠爆了将近一年 才勉强凑出两个舰队 400艘超级战略舰 葡萄牙却是堪堪凑齐200艘超级战略舰 也就是说 三国的超级战略舰加在一起 总共也才1200艘 而反哈布斯堡联盟 原本就已经有1200艘的超级战略舰了 这一年下来 还不知道又爆出来多少呢 如果海战失败了 那可真的麻烦大了 别看大明帝国 在路上凶猛的很 一旦海上被反哈布斯堡联盟霸占 他们完全可以突破欧亚运河 直接冲进大明帝国本土 大明帝国那么长的海岸线 恐怕把所有陆军全调回去都守不住啊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盟国 原本以为大明帝国已经到了极限 国力不足以支撑多线作战 再也无力爆出超级战略舰了 却不曾想 他们是在偷偷的制造更加恐怖的铁甲战舰 接下战舰这东西根本就不用怀疑 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 物质战舰根本就无法与之匹敌 各国群臣在台江内海转了一圈 都欢天喜地地回去准备迎接胜利了 而郑成功却留下来 着说该组海军演练新战术 其实早在年前 朱思琼就已经令他分批教派海军精锐 回帝国本土的海军学运深造 而空出来的位置 经过填补之后 又安排了海军预备军团填充 郑成功率领的海军三大舰队 已经前情后后抽掉了将近五万精锐 返回大明本土 而这些人回来之后 大部分都来到了台江内海 熟悉操控铁甲战舰 只有少数人在海军学院深造 毕竟那里是海军军官学院 普通海军士兵再精锐 也没资格进去学习 这次海军重组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建立大明帝国海军警卫军团 这个军团由100艘铁甲战略舰 和200艘铁甲巡航舰组成 由于巡洋舰剑炮数量远没有战略舰那么多 海军禁卫军团仍然是十万人的编制 而军团长则由朱慈胸亲自任命 很显然 郑成功就是朱慈胸任命的第一任海军禁卫军军团军团长 当然他同时也是海军大军帅 海军禁卫军团的组建 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 因为从六大舰队抽掉精锐的工作 在郑成功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他只要将各级军官安排一下 再根据需要将所有士兵分配到各个战舰上就行了 这件事情并费不了他多少时间 不出几天他就安排妥当了 他主要要做的还是演练新战术 毕竟铁甲战舰这东西各国虽然都想到过 却从来没有造出来 在历次海战中更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第十八卷 第七十四章 金型火药 高爆炮弹 上 六月的京城已经慢慢变得火热 朱思炯的内心也跟着越来越火热 郑成功已经奔赴南大营新建海军禁卫军团了 铁甲战舰一出 谁人能敌 还有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 郑成功就要率领完全由铁甲战舰组成的海军禁卫军团 奔赴欧陆 拉开决战的序幕了 反哈布斯堡联盟这次栽定了 为了这一刻 他可是隐忍了将近一年呢 眼看着胜利在望 他都忍不住激动起来 就要结束了 就要结束了 连续十多年的大战 终于要结束了 大明即将称霸整个世界 正当他激动不已时 一个比他更激动的人找上门来了 这位不是别人 正是大明内阁副总理大臣公布上书 毕冒康 他之所以这么激动 是因为新式火药研制成功了 朱思炯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有点懵了 这个时候 新式火药研制成功 貌似有点迟了吧 火药毕竟不能直接用来杀敌 还必须结合火药的特性 研制出相应的子弹和炮弹 还有与之相匹配的枪炮 才能应用于战场 如果光是火药 拿到战场上 也就能爆一下 听个响 当然 如果起爆位置好的话 气浪也能掀翻一些敌人 要是新型火药 能早几个月研制出来 或许还能赶上这次决战 现在嘛 郑正功都要出发了 显然是来不及了 不过 朱思雄 对于新型火药 还是很感兴趣的 毕竟 新型火药的特性 已经接近后世的火药了 只有应用新型火药 他在后世那些熟悉的枪炮 才有用武之地 听完毕茂康的回报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啊 想要亲自去看看 新型火药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性能与后世火药 有没有差别 于是 他令曹瓦纯 招来一队东厂高手 又换了便装 就这么打马 跟着毕茂康前往京城西北角的火药实验场 一看究竟 一路无话 很快 众人便来到了火药实验场 这里早已不是以前的规模 随着大明陆军军官学院的兴建 这里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人们孤零零的一排钢筋混泥土实验室 已经变成了一个密闭的小城区 里面的建筑 还是以钢筋混泥土为主 不过 再也不是单单的实验区 像宿舍 食堂 急救场所 办公场所 加工车间等配套设施 一样都不少 很显然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大型实验基地 毕马康并没有通知任何人皇上来了 但是 进入第一个实验室 便有人把皇上认出来了 毕竟这些人呢 都是大明帝国的精英 见过皇上的 也不在少数 这不 朱子炯 刚一走进实验室 那些实验人员 先是一呆 然后 并跪了一地 嘴里只喊万岁 那样子 感动的就差落泪了 皇上竟然亲自来看他们 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朱子炯 同样很感动 因为他发现 这里面不少实验人员身子 都有明显的损伤 好点的 只是缺了几根手指 又或者脸上有点疤痕 严重的 不是缺了块胳膊 就是缺了眼睛 这都是实验的时候 被火药给炸的呀 看他们的样子 没有任何怨言 也没有任何畏惧 有的 只是满腔的热情 明知道实验异常危险 还义无反顾的去做 这是怎样的舍生忘死啊 朱子炯 忍不住上前 从受伤最严重的开始 一一将他们扶起来 最后 郑重的感谢道 大家辛苦了 大明 大明不会忘记你们的贡献 真感谢你们 这一下 众人差不多都激动的落泪了 朱子炯又好好宽慰了几句 这才仔细查看起他们的实验品 这里 貌似只有一个调配火药的地方 整个房间都很整洁 没有任何烟熏火疗爆炸的痕迹 桌子上摆满了玻璃杯子和玻璃瓶子 里面的东西很显然就是新型火药了 在一个独眼中年研究人员的介绍下 朱子炯拿起一个玻璃瓶 据他介绍 这就是新型的高爆火药 他小心地拿着杯子 放在眼前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火药怎么说呢 有点像后世的黄色火药 又有点像后世的无鹰火药 有黄色的粉末 也有灰黑色的粉末 很明显这是多种成分调配出来的 对高爆火药的成分 朱子炯并没有什么研究 他也就只能看看外观 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 紧接着 那独眼中年人 又跟他介绍起了另一种火药 据说是撞击起爆的 起爆火药 这次是一个长口玻璃杯 朱子炯还是忍不住拿起来看了看 当然 这次他更加小心了 这玩意儿可是撞击起爆的 一不小心掉地上 可能整个实验室的火药 都要被点着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经 第三百四十七集 他看了一会儿 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貌似 这两种火药都是调配出来的 只是成分稍微有点区别而已 虽然外观看上去 与后世的火药有点不一样 他还是相信这些实验人员 毕竟他们身上的伤都摆在那里 证明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实验验证了的 再说 这会儿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欺君 他们说成功了 那绝对是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观看实验了 毕马康听闻皇上想看实验 联盟招呼了几个实验人员 带着他一起往另一个实验室走去 这次的实验室就有点奇葩了 整个看上去有点像后世的搭巴厂 后面是一个厂口的房间 前面是一块空地 但是这里没有靶子 也没有枪 只有一堆木板木桩子什么的堆积在外面 而且外面还有一高一矮两堵墙 矮的只有半人高 就在厂口的房间跟前 高的怕有两人高 直接立在实验厂的最前端 这个布置 看得朱子炯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貌似还没有造出配套的火枪吧 造个打巴场 是干什么呢 他并没有马上提问 而是跟着众人走进实验厂 想先看看里面 又有些什么在说 这一进实验厂 他又有点懵了 里面就两样东西 他还都认识 一样是手雷 从外形上看 就是明军使用的普通手雷 但是 这会儿却一个个单独摆放在一个大木桌的木质凹槽里 好像生怕滚动或者掉落一样 很显然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手雷 另一样 是一门四寸箭载火炮 不过这会儿却是固定在炮台上的 而且后面的碎发机明显经过改造 跟战列上的碎发机看上去已有很大的区别 第十八卷 第七十五章 新型火药 高爆炮弹 中 朱思炯 在实验场里仔细看了一阵 还是没着明白 这里面的手雷和火炮 到底怎么用来实验新型火药 不过 他并没有问什么 而是抬手示意 让随行的实验人员 开始试验 反正看他们接下来怎么做就行了 如果要看人家解释 可能解释半天还不明白 那几个实验人员 得了皇上的旨意 连忙好到摆放手雷的木桌那里 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去拿木桌上的手雷 反而低头 从木桌底下搬出一堆盾牌 好家伙 这实验果然有危险的 还要用盾牌挡着 朱思炯 还是没有说什么 他很自然的接过一面盾牌 学着旁边人的样子 举在身前 这会儿他才发现 这还不是普通的盾牌啊 前面竟然有个 镶嵌了后玻璃的观察口 见皇上准备好了 有一个实验人员里面 上前拿起一颗手雷 一手持雷 一手持盾 一口咬掉手雷上的保险栓 最后使劲往矮墙前面的木堆里面扔去 哄的一声巨响 朱思炯 感觉整个地面都好像震动了一下 随即前面 便下起了一阵木屑雨 我靠 好大的威力啊 待木屑落尽 朱思炯 放下盾牌 往木板和木柱子堆里一看 那里已经被炸出了一个几米方圆的空洞 中间 不管是木板 还是木柱子 都不见了 四周的木板和木柱子 也是破烂不堪 一片狼藉 这 这 简直跟后使的手来有得一拼呢 看样子 这高爆火药威力 已经与后使的炸药相当了 朱思炯兴奋地点了点头 随即指着旁边的火炮道 继续 继续 你们继续 那些实验人员文言 立马丢下盾牌 迅速打开箭炮的后盖 塞进去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瓷管 随即盖上后盖 做好这一切 他们便向朱思炯看来 这意思就是 准备好了 朱思炯见状 毫不犹豫地点头示意 可以开炮了 只见一个实验人员 使劲在箭炮后面的碎发机上 扳了一下 哄的一声 一枚炮弹立马飞出去 砸在前面的高墙上 碎块四箭 高墙上 顿时被砸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羹 变了形的炮弹 随即也跌落在地上 这个威力 倒是和原来的火炮差不多 这是碎发机上 并没有装碎石 开炮时 后面也没有什么火星 很明显啊 这是通过撞针形式的东西 撞击了里面的起爆药 这才将炮弹发射出去的 看完这两个试验 朱瓷炯很是满意的赞赏了一番 随即便让毕莫康领他去办公场所 貌似是想跟毕莫康说点什么 从试验的效果可以看出 高爆火药和起爆火药都已经取得成功 效果和后世的火药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他们的用法却有点不对 或者说过于片面了 朱瓷炯想要跟毕莫康说的正是这些 毕莫康按他的意思 将他领到一个单独的书房 随即便取出笔墨纸页 并站在那里仔细的磨起墨来 朱瓷炯倒没有管他 只是坐在书桌前仔细考虑起来 这会儿到底先做个什么好呢 步枪吗 不行啊 他熟悉的都是带弹夹的步枪 光是那个弹夹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好的 更何况还要造子弹 枪体的结构也要进行大改 以大明现在的工业机构 没有半年以上时间 样品都做不出来 榴弹炮吗 好像也不行啊 后世最简单的榴弹炮 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下要造出来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啊 最少接药一年 很明显是赶不上烫了 看样子 只有先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了 以现有的武器为蓝本 改进一下 使之能同时发挥高爆火药和起爆火药的功能 这样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了 其实他刚看到的手榴弹就能同时发挥高爆火药和起爆火药的功能 只是这东西啊局限性太大了 只能近距离扔出去 并不能在所有战斗中都能起到作用 尤其是海战啊 这东西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要起到决定战局的作用 唯有火炮 如果能让发射出去的炮弹 也跟后世的炮弹一样装上高爆炸药 并能自行起爆 那破坏力就惊人了 他考虑了一会儿 随即便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 那就是改造舰炮的子管 现在大明帝国海军所装备的舰炮 都是子母式榴弹炮 子管可以预先先装填弹药 开炮时 只要把子管塞进母管里面就行了 这个子管倒是和后世的炮弹有点相似 只是射出去的弹头 也就是炮弹 跟后世的弹头结构不一样而已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 改变一下炮弹的形状 将其变成圆锥形 往里面填充适量的高爆火药 再用起爆火药 做个引信出来就行了 说白了 就是做个简易弹头出来 简易弹头倒是不难 朱子炯想了想便提笔画起来了 他首先画了一个现在用的子管的外形图 随后变对毕莫康的 孟虎 这是现在是子母榴弹炮的子管 你知道吧 这个毕莫康自然知道 他连忙点头的 回皇上 威臣知道 朱子炯点了点头 随即又画了一个子管 不过 这一次这个子管 就有点特别了 后半部分做的有点像个炮弹壳 有点火帽 有火药室 前半部分 直接就是一个圆锥形的弹头 画完之后 他又对着毕莫康道 孟虎 你看 这是改进后的子管 这里是起爆火药 这里是高爆火药 这里是炮弹 你看明白了吗 毕莫康仔细看了看 随即点头的 威臣明白了 其实 这个点火帽和火药室 他们已经考虑到了 只是结构稍微有点差别而已 他自然一看就懂 至于那个炮弹 就是从圆变成尖而已 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朱子炯点了点头 随即又单独画了一个炮弹的内部结构图 画完之后 他又对着毕莫康道 孟虎 你看 朕想让你们把炮弹做成开花弹 这里填充高爆火药 这里填充起爆火药 不再用碎石引爆 而是直接用起爆火药引爆 你明白了吗 这个其实和开花弹差不多 毕莫康自然是一看就明白了 他文言立马点头道 威臣明白了 朱子炯 欣慰地点了点头 随即又问道 这种瓷管多久能做出来 毕莫康想了想 随即回答 回皇上 如果光是样品的话 加上实验时间 一个月即可 朱子炯又追问道 那批量生产呢 毕莫康又考虑了一下 随即回答 回皇上 如果要量产的话 还得再加半个月时间 朱子炯文言立马拍板道 行 立刻开始研制 尽快实现量产 第十八节 第七十六章 新型火药 高爆炮弹 下 七月的东方 渐阳高照 避空万里 清风拂过 微波荡漾 海面顿时如同一片一望无际 荧光闪闪的鱼林板 美不胜收 正是这个时候 三百艘铁甲战舰 排着整梯的阵型 缓缓开出台江内海 此后便调转船头 一路往南 直奔马六甲海峡 没有大张旗鼓 更没有举行什么欢送仪式 一切是那么的平地 却又无形中 显示出一种威武霸气 郑成功 终于率大明海军 禁卫军团出发了 决战即将来临 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 注定要退出海上争霸的舞台 此时 朱思统正在京城 乾清宫的御书房内 拿着郑成功发来的电报 看了又看 仿佛在剑上一首壮丽的诗篇 他的双手慢慢开始颤抖 他的眼中缓缓露出狂热之色 他的心已油然升起万丈豪情 结束了 结束了 大明很快就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了 多少年的梦想 多少年的憧憬 多少年的期盼 此刻终于要实现了 话说 郑成功到底给他发的什么呢 竟然会让他如此激动 其实也没什么 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皇上 微臣 出发了 语气是如此的淡定 仿佛他就是去欧陆旅游一般 正是因为他的这份淡定啊 证明他已经胸有成竹 证明他有信心 将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击败 朱子炯 忍不住给他回了一句 一战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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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自此 天下无敌 不管陆军还是海军 正当他看着电报 心情激荡时 毕冒康又来了 这一个月都没过去呢 难道他就已经将改造过的子管 也就是高爆炮弹 造出一堆了 当然没这么快 他只是来告诉朱子炯 改造子管的事业 已经成功了 他的意思啊 是请朱子炯过去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要着手量产了 朱子炯文训 立马毫不犹豫的 换上便装 与毕莫康一起赶往实验场 他对高爆炮弹 还是充满期待的 因为他有预感 就算是海战打赢了 列强也不会轻易屈服 铁甲战舰组成的舰队肯定能将反哈布斯堡联盟列强联合舰队击败 这点啊 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铁甲战舰也不是万能的 如果敌人退入布满炮台和棱宝的港口死守 短时间内 铁甲战舰也拿他们没办法 毕竟铁甲战舰只是防御力无敌 攻击力其实和木制战舰差不多 对付敌人的战舰可以凭借满身的铁甲一网无敌 但是对付冷宝和炮台就没办法了 因为实现的炮弹再怎么砸也不可能将冷宝和炮台砸得稀巴烂呢 如果将铁甲战舰的舰炮换上高爆炮弹就不一样了 只要炮弹数量足够 冷宝和炮台同样给他砸个稀巴烂 铁甲战舰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而高爆炮弹则是令人绝望的利器 很有可能必须亮出这个利器 猎强才会最终屈服 正是因为猎强不会轻易屈服 朱子雄才催促毕马康快点将高爆炮弹做出来 因为这东西很有可能将派上用着 这次毕马康并没有带着朱子雄进入实验场地 而是带着他来到实验基地附近的一座冷宝 这些冷宝已经不属于公布实验基地 而是属于陆军训练基地的 当然 以毕马康的职位 想用 只要打个招呼 也就行了 此时 冷宝前两里处已经集结了一队静卫军士兵 还有几个实验人员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等着 他们中间放着一门舰炮 还是在炮台底座的那一种 一番简单的建立之后 朱子雄便忍不住上前仔细看了看摆放在舰炮旁边的改造型子管 也就是高爆炮弹 这个样子与后世的炮弹差别还是很大的 除了前面的圆锥形弹头 有点像后面的弹壳呀 根本就不是后世那个样子 后世只是一个简单的铜皮壳子而已 而他眼前的却是一个硕大的剑炮子管 不管外观怎么样 只要效果一样也就行了 朱子雄看了一会儿 便从曹化唇手里接过望远镜 随即便点头示意 可以开始试验了 随着毕马康一声令下 静卫军炮兵熟练地将改造过的子管塞进母管里 随即便关上炮门 试镜搬了一下碎发机 轰的一声 一枚圆锥形炮弹从炮门中飞出来 直接砸向前方的冷宝 这枚炮弹的出速并不是很快 发射出去之后也没有什么消音 但是砸到冷宝上 那个效果就比较恐怖了 轰的一声 冷宝城墙上立刻刺一块飞剑 朱子雄连忙举起望远镜 往城堡中弹的地方看去 好家伙 那里已经被砸出一个差不多仗取的大坑 这样的炮弹要是多来几发 恐怕城墙都要被轰穿了 参与实验的炮兵并没有停止动作 第一发炮弹发出去之后 他们立刻将里面发射过的子管取出来 换上新的子管 紧接着又是一炮 冷宝的城墙上再次见几亿堆碎石 那个炮坑明显变身不少 这个时候由于火炮的射程不远 弱点还是比较固定的 炮弹不断轰击同一个地方 当轰到第八发时 城墙终于轰然倒塌 露出一个足有两丈的缺口 好 朱子雄忍不住赞叹一声 这新型高爆炮弹就算是定下来了 他随即拍板就按这个来 子管先生产五万个 炮弹仅生产五十万枚 争取在一个月内完工 紧接着他又兴致不减的 拉着毕马康一起回皇宫 跟他讲述新型火药应用的问题 后面他甚至连兵部上书孙元化都招过来了 这两位可以说的大明军工技术的泰山北斗 经验丰富无比 扎巴后世代枪跑原理跟他们讲清楚 相信他们终究能造出跟后世差不多的枪炮来 当然大明的工业基础毕竟没有后世那么强大 要完全达到后世最先进的水平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少也能达到一战时的平均水准 这个时候周子炯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他直接将后世的枪炮图形一一画出来 包括弹甲弹头弹壳等细节都详详细细的给他们画了出来 什么半自动步枪全自动步枪冲锋墙机枪 迫击炮榴弹炮等等等等 只要他知道的一股脑全给他俩画出来了 他边画边讲将后世所有常用武器几乎全部列举出来了 讲得手舞足蹈 讲得寒畅淋漓 毕马康和孙云化却是听得目瞪口呆 天呐 这些东西如果造出来 那这仗还用打吗 面对任何敌人 那都是碾压呀 当然 朱子炯并不是指望他们马上就能造出后世的诸多武器 他只是将今后武器的发展趋势给他们一一列举了出来 让他们有了明确的方向 只要方向是对的 先进的枪炮总能造出来 到那时啊 大明就更加千下无敌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的收听